摩都 江氏集团 宽阔的走廊上 江牧成穿着私人定制的西装 迈着沉稳且坚毅的步伐走在前面 铁挡监助理的张东成跟在身后 一边追赶总裁的脚步 一边汇报着工作 江总 汇丰科技的老总晚上想要见你 估计是想和你商量价格方面的事情 咱们晚上去吗 不去 江牧成质地有声地说着 他们要是不同意这个价格 那就跟别的公司合作 是 江总 张东成点点头 他跟在江牧成身边工作三年了 这位总裁年仅25岁 就将濒临倒闭的公司经营成行业龙头 因此被誉为商业天才 江总不仅帅气多精 关键是没有什么画边新闻 是人人都想嫁的男人 对此 公司里不乏有歹心的人想要脱衣上位 然而这些人都被江牧成赶了出去 对于那些漂亮的女人头怀送抱 江牧成都无动于衷 有的人甚至在传 江总的性取向是不是有问题 正这样想着 耳边就传来江牧成狐疑的声音 宝洁是怎么打扫的 竹篮子都忘了带了 张东辰见状一路小跑过去 然后信信地回答着 我会叮嘱他打扫你的办公室认真些 他说完之后 就想将竹篮子拿下来 可是 当他看清里边放的东西的时候 惊掉了下巴 因为那里边不是别的 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小宝宝 江牧成见他如此夸张 便皱着眉头询问着 里边放了什么 你怎么那么惊讶 张东辰支支吾吾 老江 竹篮里面有一个孩子 孩子 江牧成快步来到竹篮边 果然发现 里边有个小宝宝 正在安安静静地熟睡着 这个时候 张东辰看看小宝宝 又看看江牧成 他惊奇地发现 两人的眉眼有些相似 想都没想地就询问道 老江 这个小宝宝 不会是你的孩子吧 怎么可能 看江牧成的反应这大 张东辰心想着 也是 老江不惜女色 怎么可能有孩子 只见他发散思维 猜测道 难不成是咱们公司 哪个员工的孩子 可是 为什么要放在你的办公室里边 张东辰皱着眉头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如果是因为不想养 也不用把孩子 放在总裁办公室吧 想到这些 他不禁痛骂道 面前的小宝宝 白白静静可爱的一匹 尤其睡觉时 小嘴如冻着 更让人喜欢 这么好看的小宝宝 他们竟然忍心丢弃 呸 真不是东西 江牧成听了后 也附和着 人渣 虽然小宝宝很好看 但是江牧成 也没有为别人养娃的习惯 突然他看向张东辰说道 小辰 你不是交了很多女朋友吗 这孩子 不会是你前女友们 瞒着你送过来的吧 不可能 他非常肯定地回答着 然后激动地说道 这孩子这么像你 就算是你的 也不可能是我的呀 江牧成白了他一眼 随后 他吩咐张东辰 既然如此 那报警吧 我看行 张东辰点点头 一边走还一边怜悯地说道 这么可爱的小宝宝真可怜 娘不疼 爹不要的 正当张东辰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江牧成的脑海里 响起一道机械提示音 爹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成 系统检测到宿主的亲生骨肉 就在三米范围内 任务一 找到亲生骨肉 并把他带回身边 任务奖励一百万元 虽然江牧成 平常不爱看小说 但他知道 系统是什么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系统找上门 还跟他说 自己有孩子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既然系统说 自己的亲骨肉 就在三米范围内 难不成说的是 竹框里边的小宝宝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耳边又传来机械的声音 是的 主人 竹框里边的小宝宝 就是您的亲生骨肉 我靠 竟然还真是 江牧成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着 虽然他对这件事 还保持着怀疑态度 但现在当务之急 是将张东成叫回来 要是警察把孩子带走 最后发现是自己的孩子 那乌龙可就大了 对于总裁的行为 张东成很猛 老江 你遛狗 不是 遛我呢 先别报警 丢下一句话后 江牧成回到了办公室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里 再次响起系统提示的声音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系统检测到 宿主已经完成任务 一百万元已经发放您的账户 住 资金来路安全 请宿主放心 系统说完之后 江牧成口袋里的手机 叮咚响了一下 打开一看 果然是到账短信 不过 钱到账后 他没有很开心 反而在心里吐槽着 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给这点钱 还不如给个奶瓶吗 系统 这年头 宿主真难伺候 吐槽完之后 就再次听到系统机械的声音 叮 根据宿主要求 已经将一百万RMB兑换成奶瓶 以下发到竹篮里 请注意查收 这回江牧成听到后 满意地点点头 这时 开放办公区 有一双好看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张东辰和江牧成 当他看到 两人又把竹框里边的小宝宝 带到办公室时 心里的大石头 才悄悄落地 回到办公室内 还没等放下竹篮 耳边就传来小宝宝的哭声 哇啊 哇 哇啊 哇 江牧成没有哄过孩子 见小宝宝张着大嘴哭泣着 他心也跟着揪着 这刚刚还睡得好好的 怎么哭了 小陈 你赶紧想想办法 虽然张东辰没有孩子 但是他带过自己姐姐家的孩子 还算是有点惊艳 这么大的小宝宝 哭声无非就是三种 一种是饿了 一种是拉了 尿了不舒服 还有一种是纯淘气 张东辰见小家伙哭得这么伤心 应该不是淘气 老江 你先把竹篮放下 看看小宝宝是不是拉了 尿了 哦 好 平常雷厉风行 办事不拖泥带水的江总裁 面对小宝宝也有些手足无措 见小宝宝小小的一只 他不敢触碰 生怕碰坏了 就在他犹豫着如何下手的时候 张东辰直接将小宝宝抱了出来 然后轻轻地将他放在办公桌上 他仔细查看宝宝的尿布 发现湿了 看来小宝宝刚刚尿过 随后他把尿布一拿开 神奇的是 小家伙停止了哭声 江木成见状 高兴地拍着张东辰的肩膀 对他说道 好儿子 哥给你发奖金 你妹的 差倍了 第二章 老江 孩子妈是谁啊 换完尿布之后 张东辰好似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老江 这个小宝宝是个女孩 随即他有些纳闷道 这年头不是都喜欢女孩吗 南部成 还有重男轻女的老思想 应该不会吧 南部成是有什么苦衷 江木成甘大地说着 因为系统说这个是他的孩子 慢慢地 张东辰意识到 江木成对宝宝越来越上心 他感觉不对劲 老江 你为什么要把小宝宝带回来 难不成你真想无爽当爹啊 听闻此言 江木成白了他一眼 然后不确定地说道 他好像是我孩子 扑正在喝水的张东辰 突然喷了一口 他连连咳嗽着 有些难以置信 老江 真的假的 你什么时候被人家睡了 是不是自愿的 不是自愿的 你眨个眼睛 他开玩笑地说着 毕竟公司里边都在传他们这位总裁 可能是个概骗 别人不知道 张东辰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江木成狠狠地瞪他一眼 然后嫌弃道 你说话的声音太大 差点吵到小宝宝睡觉 以后小点声音 是 我亲爱的江总 张东辰笑嘻嘻地点点头 这还没确定是自己的闺女呢 就宠上了 要是自己的还得了 眼下小宝宝的屁股已经很干爽 江木成没带过孩子 所以询问道 小陈 是不是要给小宝宝 换上干爽的尿片 嗯 不过咱们这儿也没这个东西啊 张东辰环顾一下四周 也没有发现 有柔软的布料 适合当宝宝尿片的 这个时候 江木成目光停留在张东辰身上穿的白色T恤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我看你身上的这件就行 张东辰文言 立马双手抱胸 然后苦涩地看着他 我靠 老江 你当个人吧 这件衣服给你用 那我穿啥 放心 有偿服务 衣服你给我 十倍赔给你 江木成说完就从抽屉里 逃出一打红漂漂 并在他的眼前晃一晃 张东辰看到后 没有任何犹豫 他立马将身上的白色T恤脱下来 恭恭敬敬地放在江木成的手上 随后谄媚地说道 江总 从现在开始 这件衣服就是你的了 幸好外边还有件西装 不然他就只能光着膀子了 穿上衣服后 他笑容满面地说道 你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江木成看了一眼吩咐道 把他剪成尿布 得嘞 张东辰高兴地拿着剪子 亲手将自己的衣服裁成一半 之后 张东辰拿着剪好的尿布 来到张东辰的身边 由于江木成没有任何经验 所以还是他换好的尿布 不过 经过他仔细地观察 江木成眼睛学会了 现在小宝宝已经安顿好了 他想着 是时候带小家伙去做亲子鉴定 虽然系统说面前的小宝宝 是他的亲生骨肉 不过他这个人谨慎 还是亲自验证一番才放心 随后 张东辰开着车子 载着江木成和小宝宝 来到江市投资的医院 彼时 人心医院院长早已经在医院门口等候 不多时 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医院门口 院长以及一众医生赶紧迎了上去 少爷 江木成点点头 见这么多人都在身边围着 他不好意思 替亲子鉴定的事情 便跟院长说道 让他们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 是 这时 只剩下院长 张东辰以及江木成和小宝宝 他左右瞅了瞅 发现没别人之后 并跟院长说道 帮我安排一下亲子鉴定 结果最快什么时候能出来 陈院长先是愣了一下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少爷竹篮里边的竟然是个小宝宝 豪门隐秘的事情多 他没多问 随即回复道 半个小时 结果就能出来 由于人心医院 有着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 所以结果才能这么快 江木成点点头 然后几人朝着检查室走去 做亲子鉴定 需要两人的头发 他二话不说 从头上揪了一根下来 但看到眼前的小婴儿 江木成不舍得下手 张东辰见好兄弟 犹犹豫豫的 便自告奋勇 我来 江木成有些不放心 便在一旁嘱咐着 那你下手轻点 只能揪一根头发 要不你来 面对江木成的碎碎念 张东辰立马撂挑子不干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都有些怀疑 这人还是那个沙发果断 雷厉风行的江木成吗 难不成有了娃都这样 江木成摆了摆手 还是你来吧 从心底里 他已经承认 面前的小婴儿 就是自己的亲女儿 让他薅一根头发 他根本做不到 只见张东辰动作 迅速地揪了一个头发下来 还没等他炫耀 小宝宝就咧着小嘴抽噎着 声音就跟小绵羊一样 江木成见状赶忙安慰道 宝宝乖 宝宝不哭 都是旁边这个坏叔叔要揪头发 一会儿我收拾他 说完 他还假装地 在张东辰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没想到小宝宝真的就不哭了 不过惨的可就是张东辰了 没有一句夸奖 还要当杯锅侠 要不是看在好兄弟的面子上 他才不伺候 小宝宝安稳地睡着后 江木成直接给好兄弟 发了一个大红包 言语中还有些歉意 小陈 你受委屈了 张东辰将红包收了后 喜笑颜开地说道 不委屈 不委屈 以后有什么脏活累活 就可竟使唤我 我不怕 嘿嘿 他最喜欢的就是 好兄弟拿钱砸他 这活要是派发出去 估计很多人会抢着干 头发已经送进检验室里 不多时 张院长拿着报告走出来 并交到江木成的手上 此时 他的心情比千好几亿的订单还激动 就连打开报告的手都是颤抖的 只见最后一页上写着 在排除同卵多包 近亲和外援干扰情况下 根据DNA结果分析 两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概率值 为99.9999 江木成看到后心里 竟然莫名的欢喜 张东辰见他高兴的样子 疑惑地问道 老江 孩子不是你的 孩子是我的 江木成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询问着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我看你打心底里的笑容 还以为逃过一劫 原来是欢喜孩子是自己的 张东辰也真心为好兄弟高兴 不过这个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老江 孩子妈是谁啊 啊 第三章 不小心 爆瓜了 此时的沉默震耳欲聋 江木成也才意识到 自己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忽略了 看怀里的宝宝刚出生不久 他往前回想着 突然记起九个月前 一次应酬 不小心和员工发生关系 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个女孩了 因女孩出众的外貌 江木成还记得她的名字 苏宇萌 孩子妈是你吗 他想着 回公司 将她叫到办公室询问一番 如果孩子是他生的 自己愿意承担责任 从医院出来 两人返回公司 车子在马路上飞速急驰着 后座的江木成 紧紧抱着怀里的婴儿 可能小宝宝有魔力 他盯着看的时候 不自觉地笑着 突然 小家伙眉头一皱 江木成见状 有种不好的预感 然后就看到小家伙张大嘴巴 舌头蜷缩着 紧接着此起彼伏的哭声 接踵而至 小宝宝一哭 他立马就慌了 有些手足无措 张东成见状 一边开车 一边指挥着 老江 你看看 宝宝是不是又尿了 没有 江木成小心地撩开 包小宝宝的被子 摸了摸是干爽的 看小宝宝哭的架势 张东成猜测到 那小宝宝可能是饿了 得赶紧喝奶 那我赶紧找个母婴店 嗯 注意安全的时候快点 江木成嘱咐着 同时安慰怀里边的小宝宝 然而小家伙并不给面子 最后哭的嗓子 都有点哑了 好在母婴店就在附近 不到五分钟 几人就出现在店内 母婴店的员工 看到有客人来 非常贴心地将门打开 江木成进来后 焦急地跟售货员说道 给我开一罐好奶粉 我家孩子饿了 好的 看小宝宝哭得这么厉害 售货员加快速度 找了一款卖得最好的奶粉 拿到身边 奶瓶用的是 系统下发的 江木成抱着孩子 张东成则是将奶瓶 简单地进行消毒 往奶瓶里倒入适量的水后 再加入奶粉 冲泡好后 赶忙放到小宝宝的嘴里 前一秒 小宝宝还哭得稀里哗啦的 含到奶嘴之后立马不哭了 小家伙吸得很用力 他咕咚咕咚大口喝着 这一幕 看得两个大男人 喜欢得不要不要的 小家伙真是饿坏了 只见江木成满脸心疼地 看着小家伙说道 宝宝 都怪爸爸 下次咱们提前喝内娜 说实话 经过这一会儿时间的接触 张东成都想结婚生小宝宝了 这么可爱的小娃娃 就算放个屁 都觉得是香的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奶瓶已经见底了 此时残留的奶子在嘴角 江木成细心地擦拭干净 现在小家伙吃饱喝足了 也不哭闹了 他睁着低流圆的眼睛 看着眼前 两人才发现 小家伙的眼睛又圆又大 很漂亮 张东成见状 抬头看看江木成 然后又看看小家伙 最后得出结论 宝宝的眼睛应该随妈妈 你怎么知道的 江木成记得 苏宇萌的眼睛很大 恰似两颗耀眼的明珠 熠熠生辉 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 对鼻下 就发现了 张东成幸灾乐祸地说着 突然他又询问道 你想起宝宝妈妈是谁了吗 江木成点点头 应该是咱们公司的员工苏宇萌 他常年忙于工作 有过这种经历的 只有那一次 而且他发现 那晚也是苏宇萌的第一次 因为他从床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床单上 有一抹红色的梅花印记 两个大男人 旁若无人地谈论着 旁边的售货员 倒是听得津津有味 实在是两人谈论得太炸裂了 以至于售货员 变成了五体投地 一激动他干咳了几声 嗨嗨 这时 张东成两人才反应过来 现在是在母婴殿 只见江木成满脸 尴尬地说道 麻烦你把打开的奶粉 给我包起来 好的 售货员点点头 先生 您还需要别的吗 江木成不知道 应该给小宝宝准备些什么 便询问道 这么大的小宝宝 都需要用什么东西 奶粉 尿不湿 奶瓶 云柔精 棉柔精 隔尿店 售货员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 江木成都寄不过来 随即让售货员介绍一样 他买一样 等所有的东西买好之后 才发现 结账的台子上 已经放不下了 张东成不禁诧异道 养一个孩子 需要这么多的东西 售货员点点头 是的 这只是现阶段 宝宝需要用到的 等宝宝五六个月大的时候 还需要准备吃腐蚀的工具 哦 好吧 他不禁感叹道 难怪现在孩子越生越少 没有能力 真是不敢生啊 这吞金兽的称号 无庸置疑 帮我算一下 江木成指着这一堆东西说着 只要宝宝需要 无论多少他都买 更何况 这些钱对于江木成来说 不值一提 经过长达十分钟的扫描 总金额才算出来 收银员看着上面的数字念叨 先生 一共是5683 嗯嗯 江木成点点头 将银行卡递了过去 收银员拿出POS机说道 请输入密码 这个卡没有密码直接刷 哦 收银员还从来没有见过 不需要输入密码刷的卡 他将信江仪的试着 没想到 竟然刷卡成功 由于江木成购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母音店的售货员 贴心地将两人买的 大包小包装上车 目送车子离开后 收银员跟同事们八卦道 哎 我跟你们说 刚刚那张银行卡 不需要刷密码 就能把钱刷走 你们知道这卡是啥卡吗 说完之后 他心里想着 要是能办一张这样的银行卡 还挺方便的 也不知道哪个银行能办理 此话一出 几个同事都表示 没听过这样的卡 有个年轻的小女孩 拍着大腿说道 咱们几个真是够笨的 上网搜搜就知道了 输入问题后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小女孩看着手机念叨 那卡是黑卡 全世界一共只有八张 龙国有两张 念完之后 服务江沐成的那个售货员 懊悔道 我的妈呀 我感觉我错过了好几亿 早知道多选贵点的了 第四张 引狼入室 自从在母婴店里喝了奶后 小家伙玩了没一会儿 就自己睡着了 非常听话 江沐成看着怀里睡熟的女儿 心里有很大的满足感 尤其看到小宝宝 肉嘟嘟的两只小手抬起来 好像投降姿势时 他嘴角就忍不住上扬 张东成从后视镜里 看到好兄弟 化身虫女狂魔不由的摇摇头 老江 有了孩子后 你变了 嗯 有吗 这个张东成绝对有发言权 他激动地回答道 当然了 平常你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苦瓜脸 有了宝宝后 你笑得跟朵花似的 真的假的 江沐成不信 难道自己真像他形容的那样 不过有了孩子后 他确实满心欢喜 就连抱着孩子的胳膊 不由得紧了一些 生怕他会跑似的 从母婴店出来 两人没有回公司 而是来到魔都最有名的月子中心 这里边不仅可以坐月子 还可以雇佣育婴师 江沐成想着自己并不熟悉带娃的流程 所以还是想着 请一个专业的人 帮他一起照顾小宝宝 进来后 便有一位穿着黑色裙子 并将头发竖起来的女人走了过来 微笑地说道 先生你好 请问您来是想咨询什么呢 我想雇佣一个孕婴师 没问题的 女人点点头 继续询问着 我们这里边有住家孕婴师 还有不住家孕婴师 住家的孕婴师白天 晚上都照看孩子 不住家的孕婴师 只负责照看白天 晚上他回自己家 当然 价格上肯定还是住家的孕婴师费用高一些 哦 那我选择住家孕婴师 江沐成寻思着 万一小宝宝晚上有什么情况 有懂的人在身边照顾着会好一些 知道具体要求后 女人将几人迎到待客区 很快就有人端着茶水走了过来 给几人倒好茶后 他继续介绍着 先生 住家孕婴师 还有等级划分 有初级孕婴师 高级孕婴师 和金牌孕婴师 这里边最大的不同 就是干的时间长短 金牌孕婴师都是十年以上经验 所有一个月的工资是三万元 您要是觉得贵了 可以选择中级孕婴师 每个月只需要二十三万元 张东辰听到孕婴师的价格后 忍不住惊叹道 这么贵 好家伙 都比我一个月的工资高了 他忍不住付费着 毕竟他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才两万块 只不过年中奖多一些 有个三五十万 不过 这也比普通人的工资高出不少 听完这个价格后 张东辰忍不住在江牧成的耳边小声说道 老江 要不我也去干孕婴师吧 努努力 每个月三万不是梦 人家不要男人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我身边干吧 江牧成摇头苦笑地回复着 这个时候 女人看向江牧成询问道 先生 您考虑清楚了吗 想起哪一种 金牌 好的 没问题 女人点点头 先生 您稍等 我将金牌运营师都叫过来 您看上哪个 咱们直接签合同 行 女人走后 没几分钟的时间 她身后带领着六七个人走了过来 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 来到江牧成面前 她说道 先生 我们现在没有上户的住家金牌运营师 都在这儿了 您看哪个合适 江牧成从左到右瞅了瞅 目光停留在一个三十来岁 属于这里边最年轻的一个人 她寻思着 更年轻 经历会好一些 照顾小宝宝会更周到 殊不知 她这个想法 会让她后悔 救她吧 江牧成指着那人说道 好的 这位是我们金牌运营师张翠芳 女人介绍着 张翠芳也笑着点点头 先生好 你好 江牧成笑着回复着 然后将怀里的小宝宝 交到她的手上 目的就是为了看看 她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小宝宝到了她怀里 她表现得很慈爱 让人看了 会认为是喜欢孩子的那种人 之后 江牧成很快就签了合同 然后一行人开始返回公司 到了车上 她将宝贝闺女抱到怀里边 江牧成心里想着 自己在的时候 她看着宝宝 实在忙不过来 才会将宝宝交给张翠芳 至于带孩子 她也会慢慢地学 直到成为一位合格的奶爸 很快就到公司了 现在有个紧急会议 需要江牧成去开一下 所以 她将张翠芳和小宝宝 留在总裁办公室内 在开会的时候 江牧成一边听下属汇报工作 一边盯着右边的监控视频 一边随时能发现宝宝的异常 也能看看 运音师在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能不能贴心地照顾好小宝宝 由于小宝宝在睡觉 所以张翠芳将她放到沙发上 自己则在身边守着 并拿出手机耍起来 江牧成对此很理解 宝宝睡着的时候 运音师可以干点自己的事情也可以 她不是苛刻的主家 这次的会议开得很长 她观察很长时间 发现张翠芳也还算称职 之后就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与此同时 办公室内 小宝宝还在睡觉 她坐累了 站起身来办公室里面晃荡 这摸摸 那看看的 最后甚至来到了江牧成的办公桌前 当她拉开抽屉的时候 竟然看见 里边堆着一抽屉的金条 现在金价上涨 就那小小的一块金子 都能值个三四十万 这亮闪闪的 直接让她生出了歹心 反正办公室没人 她心想着 偷拿一块 应该没人发现 嘿嘿发财了 没想到这次打工的老板家里这么有钱啊 那她是不是就可以偷偷地变卖一些东西了 想到这里 张翠芳就有些兴奋 从母婴店到现在 小宝宝已经睡了三个多小时了 只见小家伙突然睁开双眼 打亮着眼前陌生的一切 忽然 小家伙的嘴巴成O形 小手也在动弹着 下一秒 小宝宝突然委屈地嚎啕大哭起来 就连小脸都哭得通红了 张翠芳健壮不紧不慢地来到小宝宝的身边 怒吼道 哭哭哭 就知道哭 第五章 我马上带嫂子来见你 只见她满脸刻薄 完全没有当初的慈爱 小宝宝哭着 她表现得极为不耐烦 甚至哄了两下没哄好之后 咬牙切齿地使劲拍了小家伙一屁股 可能是感觉疼 小宝宝哭得更大声了 期间 有员工进总裁办公室交文件的时候 她立马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宝贝 是不是尿了 阿姨给你换臭臭 乖哦 说完 她将小家伙放在沙发上 然后不情不愿地换上纸尿裤 宝宝不哭了之后 就放任她在旁边玩耍 而张翠芳则翘着二郎腿刷视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牧成的会议也接近尾声 她抬眼看了旁边的监控 发现宝贝闺女睡得呼呼的 心里不自觉地笑了 说是迟 那是快 原本还睡得正香的小宝宝 突然抿着小嘴巴 开始抽噎着 张翠芳听到动静后 只是瞅了一眼 然后也没有人任何表现 依旧玩自己的 看到这 江牧成的血压迅速飙升 宝宝睡着的时候 你玩就完了 她坑坑唧唧的你 还玩就过分了 没想到这只是小儿科 接下来的才更过分 直接让她再也不相信外边的运营师 只见小宝宝由坑机 转变成哇哇大哭 江牧成看了看时间 寻思着宝宝到喝奶的时候了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 她都知道宝宝饿了 身为运营师的张翠芳 她将直接将小家伙推到一旁 并且不耐烦地说道 哭哭哭 没完没了了是吧 刚刚就哭个不停 现在还哭 你是不是哭包转世啊 谁摊上你这么个孩子 谁倒霉 又过了五分钟 张翠芳才慢慢悠悠地去冲奶 她不情愿地将宝宝抱到怀里 可能是嫌弃宝宝用奶嘴吸得太慢 直接将奶嘴拧下来 就那么直接往宝宝的嘴里抱 江牧成一边赶回办公室 一边看着监控 她真是后悔 选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只是喝了一口就呛得咳嗽不止 然而 张翠芳还嫌弃地皱眉头 你个小笨蛋 喝奶都不会 当她听到外边有动静 下一秒就听见开门的声音后 开始表现得极为温柔 宝贝 阿姨给你奶瓶拍拍气 咱们现在喝奶奶哦 她说完又将奶嘴给安了回去 要不是看见有人进来 她才不会安 当看到江牧成出现在面前时 她假惺惺地笑着 先生 您回来了 小宝宝很听话 您放心 把她交给我就行 江牧成恶狠狠地看向她 然后将宝贝闺女抱到怀里 亲自为她喝奶 张翠芳感受到 她那痴人的目光 不过她依旧没有认识到 自己已经暴露了 还装好人地说着 先生 小宝宝刚刚特别听话 她自己玩着 玩着就睡着了 真是个乖宝宝 哦 是吗 江牧成眼神冰冷 说出的话 让人不寒而栗 我记得你还说过 谁摊上这样的孩子谁倒霉 还说我女儿是个笨蛋 连喝奶都不会 张翠芳听到这些话 她心里发慌地质问着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这办公室安装了监控 随时都能看见 事到如今 那块金砖 你还准备往哪藏 江牧成眼神很辣地看着她 摸着自己的口袋 随即叫上保安 将她扣下 张翠芳现在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她慌忙跪下 祈求道 先生 我是出饭 求求你放过我 下次我不敢了 金砖给你 我不要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干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江牧成嫌弃地 将她脏手拿开 以她在视频里表现的那样 绝对不是出饭 也不知道以前有多少个孩子 遭受过她的毒手 可能是当了爹了 她最受不了欺负孩子的人 所以她绝对不会放过她 随即 江牧成厌恶地看着她说道 报警 告诉律师 让她牢底坐穿 之后 警察将张翠芳带到警察局 由于她人赃病祸 再加上虐待儿童 可以判十年 不过律师还调查她 之前在别人家干活时的过往 惊奇地发现 她是一个贯偷 经常把主家不常用的珠宝 钻石偷换成假的 然后将真的偷拿出去变卖 非法所得的财产 竟然高达几百万 这回 她终于可以把牢底坐穿了 等到张东辰送完文件 回到办公室 发现少了点啥 她突然想到便询问着 老江 你上午请的运营师呢 送橘子了 江牧成一脸心疼地抱着宝贝闺女说着 现在外边的世界太险恶了 她可不敢再将闺女 交给不认识的人照顾 听到这个消息后 张东辰满脸震惊 送橘子 发生啥事了 随后 江牧成将张翠芳做的好事一一叙述 她听完后 气愤地攥紧拳头 义愤填膺地说道 这个女人真会伪装 竟然忍心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 真是该死 老江 还是你心善 要是我肯定将她痛揍一顿 在宋警察局 张东辰有些可惜 当初自己没有在场 不然肯定狠狠地教训她 江牧成文言嘴角上扬道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我已经吩咐人 在橘子里好好照顾她了 牛 张东辰赞叹道 好兄弟果然没变 只是带宝宝的时候 有些温柔罢了 这个时候 江牧成满眼含笑地 抚摸着小宝宝的脸颊 用夹子音说道 宝宝画阿姨给爸爸打跑了 以后有爸爸在 谁也不敢欺负你 哎呦 我的宝贝哦 你怎么那么可爱捏她说完 还用自己的脸颊 贴了贴宝宝的小脸蛋 不知为什么 见好兄弟这么说话 张东辰全身起鸡皮疙瘩 可能还是更习惯 他沙发果决的样子 他突然回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小陈 让市场部的苏宇萌来见我 哦 是不是宝宝的妈妈张东辰挑了挑眉 眨巴着眼 笑眯眯地说着 我马上带嫂子来见你 第六章 妈 有个惊喜给你 张东辰从总裁办公室出来 禁止来到市场部 彼时 市场部经理徐静宇 看到总裁助理后 笑眯眯地上来套近乎 张助理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们市场部 是不是有个员工叫苏宇萌 咱们总裁想见他 张东辰一本正经地回答着 徐静宇心想 果然是来找萌萌的 只见他假装回想着 然后疑惑到 宋宇萌早都从咱们公司离职了 总裁找他什么事啊 什么 离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张东辰睁大眼睛 震惊到 嗯 有七八个月了吧 徐静宇查看了一下电脑说着 还莫等他询问什么 张东辰便快速离开了 徐静宇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打开微讯编辑 一条消息 江总让助理来找你 我说你已经离职了 那边收到消息后 很快回复着 谢谢小雨 你没有告诉 他我现在的工作地址 和家庭地址吧 放心 姐妹嘴很严了 不过 你不担心江牧城 会照顾不好孩子吗 徐静宇发了这条消息后 便没了下文 而苏宇萌一脸 惆怅地盯着窗外 回想起闺蜜发的那句话 她的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跟宝宝分开她万般不舍 怎么可能不担心 宝宝是她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不过现阶段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只能期盼江牧 城看在孩子 是她亲生的份上 对宝宝好点 与此同时 张东辰火急火燎地 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 刚刚开门的那一下 吓得怀里的小宝宝一击灵 江牧城对此土嘈着 乖孙儿 你轻点 别打扰 我宝贝闺女睡觉 看着身后无人 她继续说道 不是让你把苏宇萌带来 人呢 张东辰摇摇头 嫂子七八个月之前 就离职了 我问了 他们同部门的人都不知道 嫂子如今在哪里工作 那就去给我查 我就不幸找不着她 江牧城眼神坚定地说着 她不相信 龙国还有自己 找不到的人 自从经历运营师 背着父母 虐待宝宝的事情后 江牧城不敢再任用 不认识的人 一想着自己 没有养娃经验 她只能求助自己的老妈 她将熟睡中的小宝宝 放在沙发醉里边 外边还用抱枕挡着 怕吵醒小宝宝睡觉 她来到窗户边打电话 不过她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宝宝身上 以防发生什么 意外自己不能及时发现 江牧城按了几个数字之后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 别墅内 宋青雅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跟自己的老姐妹搓麻将 顺便唠着家常理短 我儿子跟朱家的千金 马上要结婚了 到时候 你们都来喝喜酒啊 这可是大好事啊 不过我得看看日子 要是赶上 我儿媳妇生孩子 我可去不了啊 我也得看看档期 外孙说 要来我家住一段时间 要是冲突了 可就没空去了 几人说完之后 邀请的那个人 看着宋青雅笑眯眯地说道 青雅应该没事吧 你儿子既没结婚 也没孩子 肯定有空去 到时候 你替他们多喝几杯喜酒 好吧 宋青雅听了后 尴尬地点点头 嗯嗯 行 每次打麻将的时候 她这几个姐妹 都炫耀自己的孙子 外孙 她听的耳朵 都快磨出茧子了 所以 每次打完麻将之后 宋青雅都忍不住 给江牧城打 电话痛骂她 谁叫她连个女人 都带不回来 真是可惜了 她们遗传的好基因了 正郁闷的时候 桌上的手机嗡嗡地响 一看 是自己儿子打来的 瞬间就有了出气筒 等一下 我先去接个电话 宋青雅说了一声后 就跑到无人的地方 接通电话 臭小子 有空给我打电话 怎么没空相亲谈恋爱啊 害得你妈我 都被人家嘲笑了 宋青雅一股脑地 将自己的怨气说出来 要是儿子 在身旁 她也会忍不住地揍几下 打电话之前 江牧城就猜到老妈 肯定跟自己说这些 以前她总是敷衍 现在她有了底气 不过 她不打算在电话里说 还是当面给个惊喜 更炸裂 妈 先别说了 晚上我回家 顺便给你个惊喜 嗯 什么惊喜啊 臭小子神神秘秘的 别是惊吓才好 宋青雅 骂骂咧咧咧地说着 然后就听见电话 嘟嘟嘟的声音 不过 她还是有些纳闷儿子 会有什么惊喜给自己 回到麻将桌上 宋青雅笑着跟豪门贵妇说道 今天就到这 我儿子一会儿回来 说 有个惊喜给我 行 那咱们改天再约 她将众人都送走后 丈夫江宝德从楼上下来 见妻子的牌友都散了 她疑惑地问道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不打了 宋青雅文言笑着说道 咱儿子 给我打电话 神神秘秘的 说一会儿有个惊喜 阿诚一会儿回来 听见儿子回来 江宝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由于宋青雅 长期催婚 她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回家了 难不成这次想通了 两人都猜测 这次儿子回来 会带什么惊喜 可能会意想不到 不过他们 已经开始期待了 另一边 下班后 江牧城抱着小宝宝 高高兴兴地 从办公室出来 司机老刘早 已经在集团 门口等候多时 少爷 回湖中别墅 是 老刘点点头 然后踩着油门 通过后视镜 他看到少爷 满心欢喜地 看着怀里的东西 他笑着询问着 少爷 今天您的心情 似乎很不错呀 江牧城看着 小宝宝会心一笑 有个软软弱弱的 小团子 心情自然好 嗯 小团子 老刘皱着眉头 他心里想着 小团子难不成就 是小婴儿 这个时候 后座传来少爷的声音 宝贝闺女 一会儿回家 就能看见爷爷 奶奶了 想必他们看见你 应该会很开心 挖指间小宝宝 几眉弄眼地 打着哈欠 看着江牧 成兴棋又喜欢 老刘看到少爷 突然抱着小宝宝出现 不禁在心里吐槽着 少爷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第七章 儿子 宝宝妈妈呢 很快 湖中别墅就到了 江牧城小心翼翼地 抱着小宝宝 从车上下来 静止走进屋内 彼时 宋经哑伴靠在沙发上 刷视频 江宝德则悠闲地品着茶 看见儿子进屋后 两人抬眼一瞅 竟惊奇地发现 他怀里抱着一团 不知道是什么的小东西 爸 妈 我回来了 臭小子 还知道回来 不是说有惊喜吗 是啥 宋经哑现在肚子还窝着火呢 以前她老是催婚 儿子都无动于衷 甚至怕念叨她 干脆不回家 现在逮到机会 她没好气地质问着 江宝德知道 老婆是刀子嘴斗抚心 便对江牧城挥挥手笑着说道 儿子回来就回来 还用准备啥惊喜 她知道 老婆有些话不屑说出口 所以只能她说了 你妈知道你今天回家 一早就吩咐厨房 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吃饭的时候 可得多吃点 嗯嗯 好 江牧城笑着点点头 还是家的感觉好 不过 她今天回来 不是叙旧的 而是扬眉吐气 只见江牧城来到两人面前 笑着 将小宝宝身上盖的那一层宝毯拿下来 爸 妈 你们快看 这个小宝宝 漂亮不漂亮 宝毯打开的一瞬间 宋青雅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她轻轻抚摸着宝宝肉乎乎的小脸蛋 一脸慈爱地说道 这小宝被小脸真白皙 谁家的 反正她没有想过自己家的 甚至她 心里有个不好的念头 儿子不会因为不想结婚 所以想领养一个孩子吧 江牧城故作神秘地看着两人 你们猜猜 江宝德拉着小宝宝胖嘟嘟的小手 苦笑地回答道 不知道 反正不是你的 她有些无语 孩子都给两人带回来了 蓝牧城别人家的孩子 能让她抱回来 随即 她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们怎么就不猜猜 这是我的孩子 你们的大孙女 宋清雅毫不手软地 拍了一下江牧城的后脑勺 儿子 妈知道 你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 不过你也不用随便 抱回来一个孩子 糊弄我们吧 江宝德也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妈说得对 这谁家孩子赶紧抱回去 别让人家着急 江牧城还寻思着 把孩子抱回来 给两人一个惊喜 没想到 他们根本不相信 为了证明自己 她直接将亲子鉴定书 交到两人的身上 然后苦涩地说道 这是鉴定结果 她真是我孩子 宋清雅和江宝德 两人抱着鉴定书 一字一句地看 片刻后 她不确信地询问道 儿子 这 真是你的孩子 千真万确 如假包换 江牧城笑着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 老两口接受这个事实 她心想着 幸好拿了亲子鉴定书 不然怕是解释不清 只见宋清雅眼 还热泪地 从江牧城的怀里 将小宝宝接过来 她满心欢喜 看着眼前的小宝宝 初见就喜欢 得知是自己的亲孙之后 喜欢得更加不要不要的 她温柔地看着 怀里熟睡的小宝宝 宝贝 我是奶奶啊 亲奶奶 嘿嘿 我是你爷爷 亲爷爷 江宝德也时刻 跟在宋清雅的身边 但是眼神 则是在小宝宝的身上 现在的江牧城 两手空空 她想插手去抱自己女儿 结果根本排不上号 如此 她只能坐在沙发上 将自己的来意 跟两人说清楚 老爸 老妈 今天我请了一个运营师 结果 江牧城将今天运营师 做过的事情 跟两人一说 老两口气愤的热血喷张 差点高血压 都要犯了 当得知儿子 将他送进橘子后 两人才长舒一口气 坐在沙发上 宋清雅仔细思索着 片刻后 看向江牧城 儿子 现在外边的运营师 都不靠谱 咱们可千万不能用了 咱们家小菊 是带娃方面的专家 以后让他帮你们 两口子带娃 你别看小菊年轻 人家可是高材生 她说完之后 就将小菊叫到身边 并跟儿子介绍着 知道夫人的心意后 小菊自信地说着 少爷 我肯定能把娃带得很好 嗯嗯 江牧城点点头 老妈的眼光 她信得过 这个时候 宋清雅忽然发现 房间内少些什么 突然她看向江牧城质问道 儿子 宝宝妈妈呢 你怎么没有把她带回来 江牧城闻言 尴尬一笑 糟了 忘了这茬了 她随便找个借口搪塞道 宝宝妈妈忙工作呢 她先让我把宝宝带回来 给你们看看 等过一段时间 再和我一起回来看看你们 行 你可得好好对待我的儿媳妇 她可是咱们江家的大功臣 你要是对她不好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宋清雅高兴地点头说着 现阶段儿子有了老婆 孩子都生了 下回打麻将的时候 她可要好好地炫耀 虽然现在有了孙女了 但是她还是没好气地 跟江牧城说道 臭小子 之前你有女朋友也不说一声 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说一声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老妈说啥 江牧城都信信地点头 她心里也有点苦啊 我想也跟你说啊 可我也是 今天才知道的 这话 她只能在心里吐槽着 要是说出来 肯定又一顿数落 五分钟过去 宋清雅还在吐槽着 儿子 你这么晚才告诉妈妈 是不是怕我会不同意 你们两个在一起 所以才会先掌后奏 她家就是普通家庭 所以我没敢跟您说 江牧城现在说这个 是想试探一下父母的态度 毕竟周围很多人 找的都是门当户对的家庭 听到这些话后 宋清雅激动地说道 妈妈是那样的人吗 只要你喜欢的 我都喜欢 我跟你妈一个态度 不会让你 娶一个不喜欢的女人 听闻此言 江宝德也赶紧表态 谢谢爸妈 江牧城鸣嘴一笑 有这样开明的爸妈 他真的很幸运 而他也变相地 扫出了苏宇蒙的后顾之忧 现在海口已经夸下了 所以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苏宇蒙 看着窗外 江牧城有些惆怅 到底在哪 第八章 玉娃无师自通 正在江牧城愣神之际 脑海里突然传来 系统提示的声音 爹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城 系统检测到 小宝宝和爷爷 奶奶第一次会面 特奖励 玉娃无师自通 嗯 玉娃无师自通 江牧城刚疑惑 千万种玉娃知识 便钻进她的脑袋里 她感觉自己的脑袋 要炸开似的 不过不舒服 也只在请客间 现在的她 对各种玉娃知识 了如指掌 例如怎么样充奶 怎么样给小宝宝 换纸尿裤等等之类的 不用学习 她已经知道怎么操作 刚刚宋清雅见儿子 皱着眉头扶着鹅 便拍着她的肩膀关心道 儿子 累了吧 小宝宝有我看着 你去休息一会儿 江牧城摇摇头 笑着回答 没事 我不累 在两人交谈间 怀里的小宝宝 突然伸着小胳膊 身子也变得拧捏起来 下一秒 就见她闭着眼睛 抿着嘴巴 小声地抽噎着 宋清雅和江宝德 见到这一幕心都融化了 果然 就算是宝宝哭 也是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以前 江牧城没有养娃的经历 所以对小宝宝的哭声 不甚了解 现在 她有系统 送的外挂知识 很容易能判断 宝宝哭的原因 她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现在还不到喂奶的时候 可能小宝宝的尿片不舒服 随即跟老两口说道 可能是小宝宝拉了祸尿了 把尿片打开看看 嗯嗯 宋清雅点点头 不过看向儿子时 眼神透露着惊讶 果然将衣服扣子解开时 小宝宝的尿片一嘟噜一嘟噜的 确实应该换了 尿片都在车上 除了拿纸尿裤 江牧城正好将宝宝需要用的奶粉 奶瓶等等之类的东西拿下来 儿子走后 江宝德疼爱的将小宝宝抱在怀里 现在好不容易该她抱一会儿了 她倍感珍惜 突然她感觉自己肚子出热乎乎的 有一股暖流在蔓延 江宝德将小宝宝抬起来一点 然后跟宋清雅说道 老婆 小宝宝是不是尿了 她看到江宝德肚子上 是尿了 只见宋清雅戳着小宝宝肉乎乎的小脸蛋 和不容嘴说道 宝贝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第一次见面就尿爷爷一声 哦小家伙嘟着嘴 现在的小宝宝睡醒了 只见他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面前的两人 然后表现出一副不关自己的样子 逗得两人前仰马翻 虽然宝贝孙女尿了自己一身 但江宝德并不嫌弃 他觉得这是孙女喜欢自己的表现 别人想要还没有呢 这个时候 江牧城临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 他见父母两人哈哈地笑着 便询问着 你们笑啥呢 说完之后 他就注意到江宝德身上的水渍 爸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宋清雅摸着宝宝肉嘟嘟的小手 嘴角上扬道 都是这个小宝贝干的好事 一出去 他就尿了你爸爸一身 哈 江牧城听了后大笑着 他女儿 真是不当外人啊 这个时候 脑海里突然传来系统机械的声音 叮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城 技能 玉娃无师自通 现在下发任务 亲自给宝宝换纸尿裤 奖励 强身健体要玩 听到系统奖励 江牧城满意地点点头 这回奖励的 可比那些废纸有用 江牧城一边拿纸尿裤 一边对宋清雅说道 妈 你把小宝宝放在沙发上 我把纸尿裤给他穿上 嗯嗯 宋清雅照做 不过他想起儿子 没有带过孩子 怎么可能知道 如何换纸尿裤 随即他提议到 小诚 还是妈来换 纸尿裤你怕是 不分不清哪个是钱 哪个是后 没错 他被老妈嫌弃了 不过这也正常 不过为了奖励 江牧城 还是坚持到 妈 我真的会 你就让我试一试 好吗 宋清雅点点头 他倒要看看儿子 是不是真的会 江牧城拿到纸尿裤后 本能地 先将他揉搓一会儿 准备就绪后 他来到宝宝面前 随后 他将小宝宝侧身 然后将纸尿裤 放在宝宝的屁股下面 适度分开双腿 将纸尿裤 轻轻地往上拉 再将两边的魔术 贴贴地对称 伸出一根手指 插进宝宝肚子前的 纸尿裤 伸进去后 不松也不紧 就是刚刚好 最后一步 江牧城将纸尿裤的 防侧漏边 轻轻往外一拉 就大功告成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熟练地像换了 几千个纸尿裤一样 虽然宋清雅会换 但是很多年没换过了 看着儿子 换得这么好 他知道自己老了 而且 看到他带娃这么细心 心里很欣慰 换完纸尿裤之后 江牧城脑袋里的 机械声音 随之而来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城 技能 御娃无师自通 系统检测到宿主 完成任务 强身健体丸 发放至宿主口袋 请注意查收 系统说完之后 江牧城摸了一下口袋 果然有一个小盒子之类的东西 不过现在 不是吃的时候 一旁 小菊是专业带娃的 她是宋清雅 提前就为儿子 和未来二席准备的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 刚刚她也看到 少爷给小宝宝 换纸尿裤的过程 本以为少爷 换得乱七八糟的 没想到手法 其其熟练 都能比上她了 现在 她对少爷刮目相看 不多时 江宝德换了一身 干净衣服出来 说来也怪 小宝宝身上一点没湿 他身上倒是稀里哗啦的 值得一提的是 是她那件衣服使量身定制 而且衣服不能碰水 现在经小家伙 一尿衣服 直接报废 一件衣服 江宝德没放在心上 她还担心宝宝嫌弃 她的衣服不舒服 不让她抱呢 来到宝宝面前 她笑嘻嘻地逗弄着小家伙 宝贝 爷爷来咯 来 让爷爷亲一口 不行 小家伙还没闪躲 宋清雅 直接拦住她 义正言辞到 这么小的小宝宝 不能亲 可能会有病毒 传到小宝宝身上 第九章 我带保鲜膜亲我孙女 咋了 啊 真的 江宝德疑惑地看向宋清雅 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就亲一下 有这么严重吗 老爸 老妈说得对 现在小宝宝太小 容易生病 江牧成也笑着 跟自己老爹解释着 想到不能亲 这么可爱的宝贝孙女 江宝德就满脸伤心 正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 一个妙招 如果把自己脸 用保鲜膜裹起来 这样就可以亲小宝宝了吧 说干就干 他立马跑到厨房 将保鲜膜拿下来 然后将儿子叫到身边 小宝 你过来帮我一下 咋的 爸 江牧成看着老爹 拿着保鲜膜对着自己的脸 不禁有些疑惑 这是弄啥咧 只见江宝德满脸兴奋地说道 你用保鲜膜帮我把脸缠上几圈 啊 那样会没气的 江牧成不知道 老爸要唱哪出 不禁有些担心 而江宝德满脸无所谓 他白白手笑着说道 你傻呀 一会缠的时候缠松点 我就是想亲亲我宝贝孙女 一会儿就卸下来 哦 你做这些 都是为了亲小宝宝 听到这个回答 江牧成哭笑不得 原来都是小宝宝惹的祸呀 随后 他按照老爹的操作 将自己脑袋缠了起来 除了通气有点不顺畅 其他挺好的 这边宋清雅正逗弄着小家伙 突然看到不明东西 朝着自己走来 只看一眼 他还以为是木乃伊 当听到声音后 才知道是老头子 宋清雅见状 满脸嫌弃地笑着说道 宝德 你这是整哪处啊 江宝德嘿嘿一笑 然后看着小宝宝说道 嘿嘿 小雅 我这回传染不了小宝宝 可以放心地亲了吧 嗯呐 亲吧 见老头子打扮成这个模样 只是为了亲小宝宝的时候 他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还真是越活越年轻 做出来的事情 都有点幼稚 只见 江宝德放心地亲吻着小宝宝的额头 脸颊 小宝宝肉嘟嘟的 即便缠着保鲜膜 也能感受到他的弹性 这个时候 小家伙小嘴张成O型的样子 他健壮 还以为小宝宝也是想亲他呢 只有江牧成知道 那是小宝宝在做坏事 不是拉了就尿了 小宝宝也是很精明的 基本上好多小宝宝拉了或尿了 小嘴都是那样的 可能他们也想告诉爸爸 妈妈一声 千万别忘了换纸尿裤 清醒了一会儿 小宝宝就又睡着了 那个时候 江宝德才把保鲜膜卸下来 平常闲来无事的时候 两人不是刷手机 就是打麻将或钓钓鱼 现在有了小宝宝之后 两人的目光都在小家伙身上 不多时 管家来通知厨房 饭已经做好了 老两口争相推诿着 你先去吃吧 我看着他 老婆 你不是说早都说饿了吗 赶紧去吃吧 有我在宝宝身边 你放心 两人非常的谦虚 江牧成看着他们笑着说道 要不我先看着 你们两个去吃 那行吧 老两口点点头 然后不情不愿地去餐厅 其实 几人完全可以把小宝宝 交由小局照顾 只不过 他们有时间 更喜欢亲自照顾宝宝 吃完晚饭 江牧成带着小局和宝宝 一起回到自己 在公司附近的别墅里 临走的时候 老两口非常的不舍 要不是搬出宝宝妈妈 没准两人都不让他 踏出湖边别墅一步 到家后 江牧成将小宝宝放到大床上 小局则是收拾他白天 给宝宝买的各式各样的物品 看着屋里的物品慢慢变多 他心里也变得很暖 尤其看到床上 躺着他的小宝贝 这让江牧成无比幸福 看着宝宝白白嫩嫩的小脸蛋 不禁让他想起苏语萌 江牧成拉着宝宝的小手 温柔的妈撒着 宝贝 妈妈 把你照顾得白白胖胖 是不是也不忍心 把你送到爸爸身边 你要保佑爸爸 尽快找到你妈妈 让咱们一家三口团聚好不好 哈他说完后 旁边的小宝宝传来动静 只见他皱着眉头打着哈欠 然后又睡着了 看着宝宝这可爱的模样 江牧成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 不多时 小菊将宝宝的物品都规制完毕 他敲响江牧成的房门 少爷 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他点点头 然后将门轻轻地打开 有事吗 小菊看向床上的小宝宝说道 少爷 晚上我来带小宝宝吧 您好好休息 如果是之前 江牧成肯定会麻烦小菊 那个时候 他没有养娃的技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宝宝喂奶 什么时候给宝宝换纸尿裤 甚至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现在的他 可是有系统送的育娃无师自通技能 他能独自面对宝宝任何的突发状况 还能熟练地换纸尿裤和喂奶 可以说 现在的他 完全能独当一面 所以 江牧成拒绝了 不用 还是我亲自来带吧 你去休息吧 小菊听到少爷要独自带娃的时候 都惊呆了 这不是跟他抢活干嘛 随即他担忧道 可是 少爷 你明天还要工作身体吃得消吗 现在这个阶段 宝宝每隔两三小时就要醒一次 要不还是我来带吧 没事 我可以的 听少爷回答得如此坚定 小菊只能作罢 最后他不放心地叮嘱道 少爷 晚上小宝宝饿了 醒了 你随时叫我 我听到后立马过来 行 江牧成点点头 关上房门 现在小宝宝睡着了 他干脆将房间的灯关上 让宝宝有更好的睡眠环境 回到床上 他躺在小宝宝的身边 平常他睡前都会看待新闻 现在怕打扰 小宝宝睡觉 他碰都没碰手机 可能是睡眠会传染 躺下没一会儿 他就睡着了 在梦里 他看到苏宇萌抱着孩子 笑着叫自己 老公 你快过来 梦里的一切是那么的幸福 美好 让他沉迷其中 迷迷糊糊中 他听到耳边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 哇一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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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小宝宝是个急性子 江牧成猛地坐起身 脑子还没怎么清醒 手 就将宝贝闺女抱起来安慰着 他看了看时间 发现宝宝又到了饭点了 只能说 现在宝宝雷打不动的事 每三个小时就醒一次 不用问 肯定是饿哭了 江牧成一边抱着宝贝闺女 一边从床上下来 来到卫养台 上面放的都是宝宝 需要使用的物品 例如 湿巾 纸尿裤 云柔筋 绵柔筋 这些使用频率高的 正在这时 江牧成的脑海里 突然传来系统机械的声音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成 技能 玉娃无师自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现在下发任务 给小宝宝充奶粉 奖励 冥想睡眠 听到系统提示 江牧成瞬间清醒 他突然意识到 强身健体丸 还在裤子的口袋里没吃呢 系统马上又给新的 这奖励速度真不错 现在他来不及多想 宝贝闺女正嗷嗷待哺 只见他将60毫升50度的温水 倒进奶瓶里 然后将两勺奶粉 刮平倒进里边 随即右手轻轻晃动 直至摇晕 可能小宝宝太饿了 他躺在江牧成的怀里 委屈巴巴地抿着小嘴 抽噎着 不一会 小家伙已经等不及的张大嘴巴 左右摇头地 来回找奶嘴 江牧成健壮 只能加快速度 摇晕之后 立马放进小宝宝的嘴里 奶嘴进入嘴 小宝宝瞬间就安静了 看着他眼角的泪滴 江牧成哭笑不得的摇头 呢喃着 还真是个急性子 饿得一点都等不及了 小家伙大口咕咚咕咚地瞬息着 没一会儿的时间 奶瓶就见底了 将奶嘴拔出来的时候 小家伙咧着小嘴 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是喝舒服了 都醉奶了 这个时候 系统机械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响起 叮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成 技能 玉娃无师自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系统检测到 宿主已经完成任务 冥想睡眠已下发 系统刚说完 江牧成就感觉自己身体有一种神奇的变化 这种感觉 他也形容不出来 总之 身体很舒服 技能下发的同时 他才知道这冥想睡眠 是能将睡眠达到极致 有的时候 感觉睡得很久 但是睡不醒 身体还特别累 有了这个技能 就算江牧成睡一分钟 都能清醒两小时 不过他感觉自己上当了 就算没有这个技能 都能睡一分钟 清醒两小时的 后来用过才知道 这技能适合睡觉的时候使劲睡 清醒的时候 比谁都清醒 尤其是用晚上小宝宝哭的时候 现在江牧成已经使用上这个技能 此时的他一点都不困 精神非常饱满 小宝宝喝完奶后 自己耍了一会儿才睡着 他则在旁边宠溺地看着 眼睛眨都不眨的 要是平常早都哈欠连天了 不得不说这个技能 也算是有点用处 趁着宝宝睡着的功夫 江牧成赶忙将口袋里的 强身健体丸拿出来 外边是用木盒子装的 打开一看 是一粒乒乓球那么大的中药丸 时不时的还能闻到阵阵药香 江牧成将它掰成几块放入嘴中 刚嚼一口 似薄荷的清香 直击它的天灵盖 嚼到最后有些苦味 比吃黄莲还苦 虽然不好吃 但是江牧成感觉吃完后 自己的身体有一股火在灼烧 他感觉特别舒服 这种感觉持续半小时 可能是药效的问题 后来 他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 现在让他出去跑五千米 都不会觉得累 一晚上很快过去 小菊直接被自己手机闹钟吵醒了 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才发现现在已经是早上五点半 夏天 天亮的早 甚至早上出生的太阳光 已经照进屋内 见状 他赶忙从床上起身 然后就来到少爷门前查看 昨天晚上 他睡一会儿就醒一下 不放心的他 来少爷的房门前溜达一会儿 没有发现宝宝的哭声 又回去睡觉 来回折腾三四回 每次他来的时候 屋子都很安静 平常的时候 他也没有听到别的声音 可能是太困了 直接从一点睡着了现在 来到少爷门前 房间门已经开着 少爷坐在小宝宝的身边 看到小菊后 见他有话要说 便从屋子出来 小菊 你怎么 啊 少爷 对不起 昨天晚上我睡得比较死 您扣我工资吧 小菊闭着眼睛紧张地说着 他已经准备好 接受少爷的判决 谁料 江木城听了后 哑然失笑 我为什么扣你工资 睡觉又没什么不对 小菊听后疑惑地看向少爷 啊 可是我的职责就是照顾您和小宝宝 他哭的时候 我领来照顾他 江木城笑着摇摇头 他真诚地跟小菊说道 不用 我能照顾 你就做做饭 洗洗衣服就行 我如果太忙了 会委托你照顾的 以后你晚上就放心地睡吧 是不是昨天晚上担心小宝宝没睡好 小菊眼睛上的黑眼圈很明显 听到少爷关心自己 他心里很感动 只见他感激地说道 少爷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照顾您和小宝宝的 嗯 还有夫人 嗯嗯 江木城点点头 听到夫人的时候 明显愣了一下 这个时候 小菊才意识到 别墅里没有夫人的身影 不过他昨天听少爷和老夫人谈论 好像忙工作 所以 他也就没在意 赶忙去准备早餐了 路过镜子的时候 确实发现自己 顶着大大的熊猫眼 小菊不禁疑惑 昨天晚上 少爷照看小宝宝那么疲惫 竟然比自己 还精神满满 难不成有什么秘诀 回到屋子 江木城侧躺在小宝宝的身边 看着他小鼻子 小嘴的 嘴角就不自觉地上扬 可能他自己都没发觉 有了小宝宝之后 脾气明显的好多了 现在当了爹 他时时刻刻都不想离开宝贝闺女 吃完早饭后 江木城熟练地抱着小宝宝上了车 小菊本想跟着去的 直接被他拒绝了 现在的他 照顾小宝宝 强得很 第十一章 带小宝宝上班 江木城所住的这套别墅 离公司近 开车仅有五分钟的路程 就到公司楼下 他高大威武的身躯 抱着小宝宝 好似小家伙 像个小挂剑 现在正式上班的高峰期 进入大厅之后 所有人都在等电梯 有些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 所以当看到他抱着小宝宝来公司 都震惊得不行 甚至有些人小声地议论道 哎 你快看 那个人竟然抱着孩子来公司 真把公司当家了 这时 有个小女生则犯起了花痴 那男生好帅啊 这么年轻都结婚了 连孩子都有了 我还连男生的手都没牵过呢 有些人健壮则摇摇头 心里泛起嘀咕 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 要是被发现 带孩子来公司 肯定免不了被劈头盖眼的骂 议论的声音此起彼伏 而江木城也在众人的注视下 进入了总裁专用电梯 这个电梯只能他一人使用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几道宝宝 只是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忍不住张大嘴巴 议论的声音更加多了起来 刚刚进电梯的是 咱们公司老总吧 真年轻 真帅气 咱们不能把公司当家 老板可以把公司当家 连孩子都抱到公司来了 难不成要安音扎站 没想到总裁平常办事雷厉风行 对待小宝宝的时候 竟然是那样温柔 他应该是个好爸爸 咱们总裁啥时候结婚的 他不是钻石王老五吗 在众人谈论的时候 江木城已经来到公司顶层 这整栋写字楼都是江氏集团的 在这里都是他的员工 还没踏入办公区域 就听到训人的声音 秦素素 谁让你把孩子带公司来了 这里是工作的地方 不是你家 说话的人正是策划部的主管 刘素娟 虽然她也是当妈的 也非常的感同身受 但这里可是职场 秦素素深知 把孩子带公司来不对 但是家里的保姆今天请假了 老人又都在老家 而且学校还放假 她实在找不到 可以托付自己孩子的地方 之前她抱歉地说道 刘主管 今天我家里实在没人 我不放心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边 就通融一下吧 不行 你还是找亲戚朋友 将孩子接走 刘素娟虽然也不忍心 但是公司毕竟不是她开的 如果她违背规定 那处罚的可就是自己了 建秦素素为难之后 她刚想说 要不把孩子送自己家的时候 江牧成就抱着孩子出现在后边 并说道 把孩子留在这里吧 我赶紧让人弄出一间儿童房 以后大家带孩子 如果有不方便的 可以把孩子带公司来 我会找专门的人来照看孩子 就在两人疑惑 是谁有这么大的口气时 扭头就看到 江牧成抱着小娃娃 出现在面前 两人毕恭毕敬地喊道 江总 喊完之后 秦素素不可置信地再次问道 江总 我们日后真的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来吗 江牧成点点头 当然是真的 说到做到 我今天就吩咐人 赶忙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儿童乐园 你们给公司卖名 公司当然要好好照顾你们 秦素素听到回答后 感激的泪水都流下来了 老板的这一做法 直接让他后顾无忧地工作 他真的很感谢 自从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公司里的员工兴奋地高歌 在公司上班的 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已婚已育的员工 如果每个公司都做到这样 谁还不敢生孩子 不知为什么 两人看江牧成的背影 如此高大 直到看不见人影的时候 刘素娟拍着她的肩膀笑着说道 咱们江总真是好人啊 一会儿就把孩子放到儿童房吧 这下子不用担心了 嗯啊 秦素素点点头 这个时候 他怀里三岁大的小儿子 突然说道 妈妈 刚刚那个妹妹好漂亮啊 你也给我生一个好不好 这时 两人才突然意识到 刚刚江总的怀里 抱着一个小娃娃 刘素娟疑惑地说道 江总什么时候当爹了 他不是还没结婚吗 南部城适应婚 到了办公室 江牧成一边抱孩子 一边签署旁边的文件 只见 刘东辰慢慢悠悠地踩点 进入办公室 江总 前一秒还震惊 后一秒 他快步来到江牧成的身边 疑惑地 看向小宝宝说道 哎 老江 你把孩子带公司来了 江牧成点点头 嗯 实在不放心 把他留在家里 刘东辰文言 挑着眉头见兮兮地笑着 我看你是不舍的宝贝女儿吧 哎 看透不说透 还能做朋友 江牧成打趣地回答 突然他抬头 看向刘东辰严肃地说道 苏宇蒙有消息了吗 正在查 估计很快就会有了 也不知为什么对方的消息不好查 要是别人早都把他八倍祖宗给查出来了 江牧成知道着急也没用 所以只能等 这个时候 刘东辰提醒他 江总 一共九点有个重要的商务谈判 小宝宝 你看要如何安顿 抱着去 江牧成毫不犹豫地回答着 现在女儿是他心里第一重要的 别的都靠边站 行吧 刘东辰点点头 他之前看错了 自己好兄弟 这乃是霸道总裁啊 这分明就是宠语狂魔 忽然 怀里的小宝宝突然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两个大男人 他小嘴一撇 就开始掉眼泪了 江牧成健壮 赶忙将自己带来的旅行包打开 将奶粉和奶瓶拿出来 小宝宝从五点多喝的奶后睡到现在 肯定是饿了 只见江牧成手法熟练地给小宝宝进行充奶 看得张东辰都忍不住赞叹道 老江可以啊 现在充奶越来越熟练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带娃天赋的 江牧成文言调侃道 别 带你我就没天赋 你妹的 又占我便宜 张东辰美好气地翻白眼 正在这时 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通完话后 他来到江牧成身边说道 江总 苏氏集团来人了 第十二章 跑车换婴儿车 真直 江牧成文言 满眼含笑地看着小宝宝回答道 我女儿正喝奶呢 让他们等一会儿 行吧 张东辰点点头 自己则先去接待苏氏集团来的人 另一边 会议室内 苏洪杰带着自己的人等待许久 茶和咖啡都品尝过了 其中一个发际线后裔的中年人健壮 气愤地来到他身边说道 苏总 这僵尸的人也太狂妄了 许久不露面 就这么把咱们晾在这 也太不把咱们当回事 苏洪杰文言也是 脸色铁青 之前去谈合作的时候 还没受过如此对待 随即压着怒气询问着 你们江总什么时候回来 抱歉啊 苏总 我们江总有事耽搁 他马上就过来了 张东辰尴尬地说着 这话他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再不来 他怕是没脸说了 突然他想到一件事 来的时候宝宝正在喝奶 他记得 宝宝平常喝奶的时候挺快的 这回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 殊不知 宝宝刚喝完就拉了一裤兜 江牟诚正细心地给宝宝换臭臭呢 换完后 江牟诚快步抱着宝宝来到会议室 正好看见苏洪杰 带着人气哄哄地从办公室离开 苏总 抱歉 我有事当得来晚了 江总 您太过分了 既然抱着孩子 来跟我们谈合作 还是刚刚发际线后遗的人说的话 他这个人一板一眼 死脑筋 倒是苏洪杰 原本怒发冲冠 可是在看到小宝宝之后 心里的怒气都烟消云散 也不知怎么的他 他竟然觉得眼前的小宝宝很亲近 忍不住地想抱抱他 这个时候 他拦着下属 欣赏地说道 像江总这样顾家的男人真是难得 竟然独自照顾小宝宝 佩服 想必刚才也是为了小宝宝的事情 所以来迟的吧 不瞒苏总 确实是 我宝贝闺女饿了 他刚刚在河南 江牟诚实事求是 说起小宝宝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只都止不住 他本想着 这次合作就要吹了 不过还好 也就是少挣点钱 没有关系 谁料苏洪杰咧嘴笑道 江总现在有空了吧 那咱们谈谈合作的事宜 没问题 江牟诚点点头 然后抱着宝贝闺女 跟着他们聊各种细则 可能小家伙喜欢嘈杂的环境 没一会儿 他就睡着了 不仅如此 睡得还非常香甜 不到一个小时 合作的事情已经谈好了 临走的时候 苏洪杰看着他怀里的小宝宝 试图问道 我可以抱抱他吗 嗯 可以 江牟诚点点头 看得出来 对方对小宝宝的喜欢 所以他才会同意 不然 换成任意一个人想抱小宝宝 他都不会同意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苏洪杰看着怀里的小宝宝 竟然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他有些失态地说道 抱歉 你女儿跟我的妹妹长得很相似 所以没忍住摸了一下她的脸颊 江牟诚对此没有在意 真是凑巧了 想必苏总的妹妹 长得应该也很漂亮 嗯嗯 非常漂亮 苏洪杰温柔地回答着 脑海中都是妹妹的身影 自从上一次 苏老爷子要他商业联姻 妹妹不愿 已经赌气很久没有回家 也没有联系过他们 想必还是怪父亲 把他当成商业的牺牲品 看着这不听话的女儿 老爷子下令 直接停了他所有的银行卡 断了他一切的花销 即便如此 妹妹也毫不屈服 想到这 苏洪杰不禁有些懊悔 那个时候 他要是没在国外出差就好了 不过 期间妹妹给他发过消息 说自己离开苏家过得很好 让他不用担心 即便如此 苏洪杰还是尝试给妹妹一些钱财 不过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只靠自己 看着独立的妹妹 他是既欣慰又心疼 这个时候 苏洪杰有些不舍地 将小宝宝送到江牧成的怀里 笑着说道 江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江牧成也高兴地点点头 之后 他高兴地抱着小宝宝 回到自己办公室 张东辰则惊险地摸着自己的胸口 这次合作还真是一波三折 魔独两大世家 能达成这次合作 真是不容易 与此同时 江牧成的脑袋里 突然响起系统提示的声音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成 技能 御娃无师自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系统检测到 宿主陪伴小宝宝 已超过24小时 奖励兰博金尼大牛一辆 系统刚说完 江牧成不屑地摇摇头 系统 这车我已经有了 能不能换成别的奖励 实在不行 换辆婴儿车也比较实用 江牧成一种东西 只喜欢留一件 再留一件那就是浪费地方 再贵的东西也是如此 系统 片刻后 系统再次说道 爹 已经将兰博金尼大牛 兑换成婴儿车 请宿主查收 系统刚说完 江牧成的面前 就凭空出现一辆黑色的婴儿车 这款车子 从外形上看得普通车子无异 但其实内藏玄机 首先 这个车里配备了恒温调节装置 里边永远是最适合宝宝的温度 其次 这款车子会折叠会转向 拎起来也就两公斤 重量非常的轻 还有这款车子有报警装置 如果宝宝快要从车上掉下来的时候 会发出声音提示 看着这么多功能 江牧成感慨 用一辆兰博金尼大牛 换一辆婴儿车 这买卖一点都不亏 宝宝睡着后 不能一直把宝宝抱在怀里 否则会养成只在怀里睡觉的坏习惯 所以 这个时候 江牧成将小宝宝放进婴儿车里 可能是舒服 小家伙睡得很满足 嘴角时不时的还上扬一下 这个时候 张东成走进办公室 看到办公室里 莫名的出现一辆婴儿车时 他惊呆了 老江 你什么时候买的婴儿车啊 真打算天天抱着闺女来上班 江牧成听到后 看向他鸣嘴一笑 怎么 不好吗 好好 谁让你是老总 我是员工呢 果然当老板就是好 想干啥就干啥 第十三章 查到嫂子的消息了 今天白天 江牧成去哪 都会带着宝贝闺女 就连开会的时候 都会把熟睡在婴儿车里边的小宝宝 推到身边 当他的员工 看到雷厉风行的江总 竟然推着婴儿车 这个画面 真的很难想象 甚至在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员工做的计划书太差 换成平常 肯定会免不了一顿披头盖眼 没想到 今天江总只是叮嘱几句 就没了下去 吓得那个员工 还以为自己 要被开除了 在开完会后 赶紧改善自己的策划书 其实也不是现在的江总不好 只是众人不太习惯 有了娃后 江总脾气好多了 办公室内 江沐成签完最后一份合同 刚想站起来走动走动 就听见门外传来火急火燎的声音 江总 江总 有消息了 张东辰激动的都忘记 小宝宝还在办公室内 江沐成见状 赶忙给他打手势 让他小点声音 可别打扰宝贝闺女的好梦 他嘴角抽了抽 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无奈 小陈 能不能成熟稳重点 整天大大咧咧的成和体统 张东辰没有反驳 而是激动地说道 老江 苏宇盟有消息了 刚查到的 听到这个消息 江沐成双眼一亮 真的假的 他现在在哪 嫂子在江市旗下的分公司 做设计师 江沐成看了一眼手表 赶忙说到车那边还没下班 咱们现在赶紧过去 行 我现在就去开车 张东辰点点头 然后快步离开了 而他则是温柔地将小宝宝 从依儿车上抱下来 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宝贝 爸爸找到妈妈了 一会儿咱们两个 把妈妈接回家好不好 花小家伙闭着眼睛 还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哈欠 可是在江沐成的眼中 这是宝贝闺女 非常愿意的表情 很快 他抱着小宝宝 坐在车的后排 张东辰脚踩油门 朝着江市分公司开去 另一边 苏宇盟正 聚精会神的办公 下一秒 同事通知他总经理有请 这个同事 是跟他同一批 进入公司的员工 两人关系出得不错 在苏宇盟 从工位上站起来的时候 他小声在耳边叮嘱道 萌萌 你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张总对你的心思路人皆知 可千万要保护自己 嗯 我会的 苏宇盟点点头 他刚进入公司没几天 便知道部门的经理 有职场性骚扰的恶习 而且已经有好几个女员工 遭到他的毒手 大家为了这份工作 所以没敢声张 以至于他现在开始变本加厉 进入办公室后 只见头发梳着中分 并顶着大油头的中年男人 一本正经地 坐在办公桌前 刷着美女们的视频 见苏宇盟进来后 他色眯眯地从上打量着 看起来很猥琐 张总名叫张建成 是公司的关系户 听人说 公司的老总是他舅舅 总之后台很硬 苏宇盟离得很远 他警惕地问道 张总 你叫我进来 是有什么吩咐 张建成伸出自己的闲珠手 想搂他的肩膀 幸好他反应得快 直接躲开了 他不慌不忙地说道 咱们别光谈工作呀 可以谈谈其他的 看着他不怀好意的样子 苏宇盟赶忙说道 既然张总没别的事情 我就先去忙了 说完之后 他就想离开办公室 没想到 门直接被张建成抵住了 他拉不开 看着苏宇盟那不弱于明星的脸 张建成一边想动手动脚 一边猴急地说道 小萌萌 你跟了我吧 我给你升职 以后在公司没人敢欺负你 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吃香的 喝辣的 你要什么都我给你买 快让我轻轻好不好 苏宇盟文言慌忙后退 为了保住工作 他好言好语地说道 张总 我都生孩子了 你还是找别人吧 不行 别人都没有你漂亮 我不介意 你生孩子 我还想跟你生孩子 你就从了我吧 我肯定对你好的 就当他那恶心的嘴巴 倾到苏宇盟的时候 他知道 今天说什么 也躲不过去了 随即他不客气地 拿起旁边的奖杯 就朝他的脑袋挥去 顿时砸出一个口子 血都流了下来 张建成健壮 捂着脑袋瓜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女人 竟然敢用奖杯砸我 老子想睡你是看得起你 现在你过来跪着为我服务 我兴许能原谅你 否则你就等着被辞退 是不是害怕了 后悔了 早点被我睡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 放心 我会好好疼你的 张建成见苏宇盟不动 还以为是被吓住了 没想到他拿着奖杯 又把他另一边也砸了一个包 然后愤恨地说 你这个人渣 老娘砸你都是亲的 你不是想辞退我吗 现在我不干了 是我辞退的你 苏宇盟说完就将公牌摘下来 扔在他的脸上 然后解气地从办公室出来 两人争吵的声音 门外都能听见 不用说都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个时候 张建成捂着脑袋瓜从办公室出来 然后看着周围的员工嚷嚷道 苏宇盟以下饭上 你们要是想向他学习 那就跟他一个下场 给我盯紧他 公司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允许他带走 说完之后 他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处理伤口 女员工们看到张建成被砸得那样惨 心里非常的解气 他们来到苏宇盟身边打抱不平道 萌萌 谢谢你教训了他 可是你刚来没多久 又得重新找份工作了 其中一个女生攥紧拳头 愤愤不平 可恶 为什么走的不是老色鬼 上次他竟然摸我的屁股 要不是有房贷我真想开了他 嘱咐苏宇盟的那个同事 也苦闷地说道 谁说不是呢 他就是看 咱们不敢轻易离职 才这么肆无忌惮 萌萌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跟我们说 能帮的 我们一定会帮 而且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讨厌的人 嗯嗯 我会的 你们多保证 苏宇盟点点头 他收拾完自己的东西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第十四章 你好 我们找苏宇盟 从公司出来 天空阴沉沉地 就跟苏宇盟的心情一样 看着手机上的平保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宝贝 你们就是妈妈最坚强的后盾 一定要保佑妈妈 能早点找到工作哦 说完 他抱着自己的行李物品 来到地铁站 另一边 苏宇盟刚从公司离开 姜牟诚抱着小宝宝 就出现在分公司的门口 来到他所在的楼层 张东成跟人打听 你好 我们找苏宇盟 你们来找萌萌啊 他得罪我们张总后离职了 啊 离职 什么时候的事 张东成皱着眉头 不会刚找到 就没了下文吧 正在这个时候 张建成听到有人打听苏宇盟的事情 他使了一个眼色 那名女员工就不敢说什么 然后慌张地走开了 随即 他来到张东成的面前 趾高气扬地说道 苏宇盟把我给打了 公司开除了他 理所当然 有个女员工听到后 愤愤不平地小声嘟囔道 还不是你想钱规则人家 活该被打 虽然说话的声音不大 江牟诚还是听到了 你们是他什么人 不会是肩负吧 所以 当张建成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一脚 踢到他的蛋蛋上 只见张建成捂着下边痛苦地说道 光天化日 你们竟然敢动手 保安 保安 江牟诚没搭理他 扭头跟张东成说道 这个分公司是谁在管事 让他滚过来见我 是 张东成点点头 然后去一旁打电话联系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金志义便出现在江牟诚的面前 张建成看见自己的姐夫出现后 赶忙拉着他的胳膊哭诉道 姐夫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刚刚我被这两人打了 疼死了 金志义看见对面人是江牟诚的时候 一把甩开张建成的胳膊 然后甩了他一巴掌 愤恨道 你竟然敢对江总不敬 谁给你的胆子 嗯 江总 听完姐夫的话 他不可置信地小声询问道 姐夫 他真是江总 真的 金志义点点头 然后看着江牟诚尊敬地问道 江总 您怎么来了 有什么指示吗 张东成文言 没好气地走到面前说道 江总是来找一个叫苏雨萌的 可是 他竟然被这男人给赶走了 啊 竟然有这回事 张建成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金志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都惊呆了 他没想到 江总竟然来分公司 找一个小员工 他更没想到 小舅子竟然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他都得跟着受牵连 现在最害怕的当属张建成 因为他解释不了 为什么把苏雨萌给辞退 看着他磕磕巴巴的样子 江牟诚冷笑道 我看是你对人家图谋不轨 没达目的 给人家逼走了 张建成心里一戈登 立马贪坐在地上 金志义文言 赶忙撇关系 江总 这件事情 我真是不知啊 我没想到 他竟然敢大包天 这时 被摸屁股的那个女员工 从旁边路过的时候 见老色鬼 好像很怕 抱着孩子的那个男人 他当即推开办公室的门 我举报 就是张总把苏雨萌给逼走了 他想潜规责人家 不仅如此 他还性骚扰公司的女员工 有几个都身受其害 说完这话 他看向抱着孩子的男人 祈求道 江总是吧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拔掉这颗毒瘤 江沐成听到后 没忍住 又踹了张建成一脚 而张东成 则是气愤地又踢了两脚 金志义听了后 额头和后背的汗室 一波又一波 他真是后悔 将小舅子安排到公司来了 这时江沐成看向他问道 金总 这件事情 你看怎么处理 听江总的安排 现在哪有他说话的份 是到如今 他想着是如何保全自己 要知道 会有今日的祸事 当初就不该受媳妇的挑拨 把小舅子带到公司来 既然金志义都发话了 江沐成自然不客气 他淡淡地说道 那就报警吧 啊 别呀 江总 我不敢了 你别报警 这一下张建成彻底慌了 要是报警他肯定坐牢 他这种罪在里边的日子 最不好过 见江总无动于衷 他又爬到金志义的身边 恳求道 姐夫 你快帮我向江总求求情 你帮帮我 我不想坐牢啊 金志义见状 把他的手掰开 谁让你犯罪 求情没用 你老老实实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报警之后出警也快 不到十分钟 警察就过来将张建成带走 女员工看见老色鬼 被警察捉起来 心里痛快得很 当听到需要证人的时候 大伙全都站起来 目的就是要重判他 不仅如此 嘱咐苏宇蒙的那个女同事 还把张建成被警察带走的照片 发了过去 苏宇蒙在地铁上过了许久 才收到这个照片 他看了之后也是相当解气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 当时应该再他给一锤子 好让他常常记性 现在办公室就剩下张东辰 江牧成妇女和金志义了 想到刚查的线索断了 江牧成就恨不得将张建成千刀万剐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 员工入职的时候 要填入职申请表 上边有家庭住址 想到这 他赶忙吩咐金志义道 把苏宇蒙的员工入职表 给我找来 是 金志义点点头 赶忙去办 不多时 他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 江总 找到了 您看是他吗 入职表上有照片 江牧成只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嗯 是 好在上边写着住址 可以找过去 事不宜迟 两人赶紧过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 金志义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好在小舅子的事情 对他没有影响 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敢安排 亲戚进入公司 并且下令所有的高层 不得安排亲人进入集团 自那以后 分公司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 与此同时 苏宇蒙从地铁站出来 需要步行20分钟才到家 刚踏上楼梯 他就听到宝宝的啼哭声 心里万分焦急 宝宝 妈妈来了 第十五章 要将苏宇蒙赶出门 我同意了吗 苏宇蒙租的这个地方 是房东 在房顶用采钢板搭建的房子 这房子冬冷下热 不过价格肯定比别的地方便宜 推开门 他焦急地走进来 李嫂见状赶忙说道 蒙蒙回来了 大宝又发起烧了 我刚刚给他擦了身体 现在体温降下去一点 苏宇蒙心疼地贴了 贴大宝的额头 对于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感激地说道 李嫂 谢谢你帮我照看大宝 否则我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 李嫂闻言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不用客气 我是看你一个小姑娘 带两个孩子 真的不容易 再说了 你不是给我钱了吗 这是我应该做的 苏宇蒙从怀孕之后 就租住在这个地方 李嫂是房东的邻居 有什么吃的 经常给他拿过来 人非常的善良 经常白天的时候 李嫂帮他看孩子 晚上他回来自己带 一两天能麻烦一下 时间久了 肯定就不能老麻烦人家 所以苏宇蒙出了点钱 就让李嫂帮忙带带孩子 萌萌 你先带孩子 我去弄点热水 再给大宝擦擦身子 嗯 李嫂 麻烦你了 苏宇蒙点点头 这两天 大宝生病了 苏宇蒙领他去医院检查说 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烧 可能会反复烧好几天 他怕小宝也会感染上病毒 才会将他送到他爸爸这里 虽然不舍 但也没办法 跟着爸爸 总比跟着他这样艰苦生活的要好 正在他放下宝宝之际 门外传来吵闹的声音 推开门一看 是房东媳妇和李嫂在争吵 毛小花 你有没有良心 萌萌他刚生完孩子不久 你就想着将他赶出去 不帮忙还算了 既然落井下石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其实苏宇蒙还没回来之前 毛小花就来到他的房子里 想要将他赶出去 只是他那个时候没在 刚刚还是李嫂在打水的时候 听到他跟别人说的 顿时气愤的 想要跟他理论理论 谁料这人的心是石头做的 根本没有同理可讲 只见毛小花指着鼻子对他吼道 信里的 这是跟你有啥关系 我家的房子 我愿意租就租 不愿意我就不租 现在我不想租了 你能咋的 倒是你 三天两头地往我家楼上跑 那小丫头给你啥好处了 你这么帮着她说话 她自从怀孕 男人都没有出现过 你就不怕她不是啥好人啊 毛小花撇了撇嘴 很是得意 这个时候她见苏宇萌出来 也露出尖酸的嘴脸说道 正好你出来了 顺便跟你说了 房子我不租给你了 今天赶紧搬走 明天就有租客搬进来 天马上要黑了 这个时候让她搬走 根本找不到房子啊 苏宇萌文言 祈求道 花仪 房子还没到期 我前两天刚交的房租 按照合同 你不能把我赶出去 毛小花听到后 冷哼一声 合同 那是狗屁 我的房子我说了算 不租就不租 你现在立马收拾东西 赶紧搬出去 李嫂看她这么欺负人 也忍不住付费 毛小花 你就是让萌萌搬走 也要提前说一声 现在都到了晚上 萌萌一个人带着孩子 还带着行李 找不到住的地方 就只能住在大街上 你就当积德行善 给萌萌几天的时间 让她找房子搬走 毛小花不屑地瞪大眼睛 急笑道 真可笑 积德行善 那我岂不是少挣几天的钱 实话告诉你们 这个房子 人家家家一千租的 我当时租给你的时候太便宜了 这不是耽误我挣钱吗 人家说明天就搬过来 你趁着现在时间还早 还是老老实实收拾东西搬了吧 这样对你对我多好 苏宇萌文言 底气十足地说道 合同还没到期 我不搬 就算是你让我搬 也没按照合同要求 提前几天告知 现在是你违法 所以我有权不搬 看她那坚决的样子 毛小花气急败坏地再次问道 你到底搬不搬 不搬 苏宇萌义正言辞地回答着 错的不是她 为何要搬 毛小花见状 咬牙切齿地点点头 行 你不搬是吧 我帮你搬 说完她撸着袖子 快步地走向房子里边 看见啥东西 就往外边扔 李嫂看见后 赶忙拦住她 毛小花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猜你 这都是人家的东西 你不许扔 我不让你扔 毛小花不甘示弱 两人争抢着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就扔 我的房子我做主 另一边 苏宇萌将扔的东西找回来 她怕毛小花正在气头上 直接把大宝扔出来 便跑到房间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 至于东西 肯定没有孩子重要 与此同时 江牧城已经到达楼下 看着周围脏万差的环境 她不敢相信 苏宇萌就住在这片区域 张东城也有些触目惊心 虽然她也是同为打工的 但是住的地方 可比这个地方好得多 小陈 去打听一下 建华大街五号 是哪栋房子 是 很快 张东城就回来了 他指着斜对面那一栋房子说道 嫂子写的地址就是那 咱们赶紧过去 随即 两人抱着孩子 身后还有一大批保镖保护 跟着来到那户人家里 此时 王大强正磕着瓜子 悠闲地看着电视 他听到屋外有很大的动静 便走出来查看 刚掀开门帘 便看到好多 穿着制服的壮汉 出现在眼前 直接吓了他一跳 只见他害怕地磕磕巴巴说道 你 你们 找谁 我们找苏宇萌 听到这话 王大强松了口气 不是找自己的就好 随即笑着说道 他就在房顶上 从外边的楼梯就能上去 姜牧成听到后 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他 他三步 跨上一个台阶 并且欣喜地跟怀里的小宝宝说道 宝贝 一会儿就见到妈妈了 开不开心 待会儿可要帮爸爸 咱们一起 将妈妈接回家 距离房顶越来越近 争吵声越来越清晰 踏上房顶后 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愤怒道 你们在干什么 第十六章 宇萌抱歉 我来晚了 这个时候 李嫂被毛小花推倒在地 宿宇萌抱着宝宝 苦苦祈求道 毛姨 你别扔了 我搬 我搬 现在想搬 完了 等我将你的东西 都扔出来省了你 偷偷将我们家的东西带走 毛小花瞪大眼珠子 尖酸刻薄地说着 姜牧成闻言 赶忙将宝贝闺女 放入张东城的怀里 然后跑到宿宇萌身边 将她护在身后 宇萌 抱歉 我来晚了 姜 姜总 你怎么过来了 宿宇萌看着姜牧成 一个人过来 随即着急地质问道 小宝呢 你不会把小宝抛弃了吧 没有 那是我的女儿 我可不舍得 姜牧成发自真心地说着 毛小花看两人 有些亲密的样子 不怀好意地笑道 你就是她的尖夫吧 赶紧把她带走 别脏了我的地方 这些破东西 也给我打包收拾好 剩下的房钱 我就不给了 就当你们清理房间的 卫生费了 尖夫 淫妇 孩子也是野种 苏宇萌听到她 她这么侮辱自己 再也不能忍受 平常因为 她是房东 可以不斤斤计较 现在都把自己赶出来了 她还有什么怕的 当即怒吼道 毛姨 你嘴巴真恶毒 我孩子才不是野种 他们有爹有娘 且就是不知道 爹是哪个爹了 你 苏宇萌气愤 真是造谣一张嘴 屁咬跑断腿 就因为 她长得有些姿色 就可以无辜 受人欺负 姜牧成健壮 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 宇萌 现在有我在 任何人也欺负不了你 来啊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这张会造谣的嘴 她一声令下 保镖们当即把她架起来 然后用板子拍打她的嘴 没一会儿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 有些血肉模糊 相信这小小的教训 会让她记一辈子 没想到脱离保镖的束缚 她死死盯着姜牧成 恶狠狠地说道 今天你们给我打成这个样子 我儿子肯定不会放过 你们的 给我等着 她见几人好似被吓唬住了 随即得意地说道 现在怕了吧 我儿子可是道上的人 而且还是姜氏集团采购部的主任 有本事你们别走 我儿子马上就到 哦 我倒要看看 你儿子有多大的能耐 姜牧成听到对方 是他公司采购部的主任 顿时来了兴趣 与此同时 王显胜正在KTV里边放飞自己 裤兜里边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 和对方通过电话后 他气愤地在包间里喊着 兄弟们 哪个不长眼的 竟然把我妈给打了 是不是要让他付出代价 是 我们愿意跟圣哥一块去 将打阿姨的家伙揍一顿 我也去 我也跟着去 好 王显胜欣慰地看着大家 随即怒气冲冲地 从KTV出来 直奔自己家 另一边 姜牧成亲自为苏宇萌 搬来一把椅子 见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不免有些心疼 宇萌 你脸色很不好 是不是哪里难受 苏宇萌摇摇头 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没事 就是没有休息好 谢谢就行了 这个时候 李沈来到苏宇萌的身边 他见姜牧成 对毛小花动手的时候那么狠 心里有些发怵 既然有人为他做主 他还是先离开吧 萌萌 有人为你撑腰 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 我儿子就要回来了 我先回家做饭去了 嗯 谢谢李沈 今天谢谢你帮我 你是个大好人 苏宇萌发自内心地感激着 要不是有李沈在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突然听到男人的声音 等一下 李沈 听闻此言 李沈害怕地笑道 还有什么事 姜牧成听两人谈话的内容 不难猜出来 面前的这个人 曾经给予苏宇萌很大的帮助 欺负他女人的他不会放过 对他女人有恩的他 也自当报答 随即 笑着对李沈说道 谢谢李沈照顾我们家宇萌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希望你收下 说完 保镖将一个密码箱 当着他的面前打开 里边装的都是百元大钞 应该是二十万 李沈见状有些惊讶 原来他叫住自己 只是为了给钱 当即白白手笑着回答道 不用 萌萌每个月都会丢钱 这些钱我受之有愧 你们还是拿回去吧 李沈 你就收下吧 这些钱只是小钱 不用放在心上 江牧成说完 就将密码箱放在他的怀里 见状 他只能收下 心里则想着 先存上 哪天萌萌需要再拿出来 不得不说 苏宇萌遇见李沈这样的好心人 真的很幸运 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 李沈离开后 毛小花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屑 一会儿等儿子回来了 让他好好讹上一笔 那男人看着挺有钱 讹他的三五百万一点都不过分 这边毛小花打着如意算盘 那边江牧成紧紧地盯着宝宝妈妈看 突然 他才意识到苏宇萌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小宝宝 便激动地问道 宇萌 你怀里的也是我的孩子 你竟然怀的是双胎 嗯嗯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给你送过去的是妹妹 这个是哥哥 真的太好了 江牧成很激动 宝贝闺女如果是一个大奖的话 这可是双倍奖 实在是让人惊喜和意外 见他高兴 苏宇萌赶忙问道 江总 小宝呢 这呢 还没等江牧成回答 张东辰便抱着小宝宝 从保镖身后来到他的面前 并笑着打招呼 嫂子 小宝在这里 那个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江牧成的助理 还是他的好兄弟 你好 我叫苏宇萌 苏宇萌文言也落落大方地介绍着 不过人家朝他喊大嫂 他可没敢答应 随后 他满脸温柔地握着宝宝 肉嘟嘟的小手说道 宝贝 想没想妈妈呀 妈妈可是很想念你的 刚煽情的时候 王显胜领着一堆小混混来到房顶 凶神恶煞地问道 你们谁打的我妈 第十七章 跟我回家吧 我和宝宝都需要你 听见熟悉的声音 毛小花赶忙扭头 看见儿子来了 他快速跑到身边告状 儿子 你怎么才来啊 你看你妈被他们打得血肉模糊 这脸肯定要留吧 妈 谁给你打成这样 王显胜看到自己的老妈时 都有些触目惊心 差点被吓一跳 不论什么原因 他肯定为自己的老妈报仇 这时 毛小花犀利的眼神盯着江木城 咬牙切齿地说道 就是他吩咐人打的 王显胜点点头 看着眼前的几个人面露凶狠 行 今天你们动了不该动的人 肯定要付出点代价 都给我上 他一声令下 身后的小混混们 拿着棍棒就开始冲 江木城的保镖们 赶忙冲上去保护几人 每个三两下 所有的小混混们都被打趴在地 王显胜见此下的心脏 砰砰砰地跳 毛小花看到这样的结果 也是很意外 他推散着儿子害怕地说道 小圣啊 这人不简单 赶紧把昌哥叫来 嗯嗯 是 王显胜点点头 刚刚他被吓傻了 现在才反应过来 赶忙拿出手机 拨打一则电话 打完后 他洋洋得意 就让你们再嘚瑟一会儿 昌哥来了 有你们哭的时候 他说的 昌哥是魔都 地下势力的老大 就光他手里的小弟 都有上千个 传闻称 此人心狠手辣 要是落到他手里 必死无疑 此人跟王显胜是远房亲切 不然给多少钱都请不过来 很快 昌哥带着好几车的手下赶了过来 王大强看着一波 又一波凶神恶煞的人 来到他家楼上 吓得赶忙找个角落里藏好 此时 江牧成抱着小宝 站在苏雨萌的身边 一旁下边传来脚步声 王显胜惊喜地跑到楼梯口 当看见昌哥的时候 毕恭毕敬了起来 昌哥 您来了 就是此人叫我妈打的皮开肉战 嘴巴开花 你可要好好帮我们教训他 还有我的好侄儿 你可以给我做主啊 谁啊 竟然敢欺负我的人 昌哥来势汹汹地质问着 当看到江牧成的面容时 吓得立马跪地认错 江总 您怎么在这啊 江牧成微微一笑 是啊 昌哥 真是巧啊 听见这话 吓得昌哥赶忙摆摆手 江总 您叫我昌哥 真是折杀我了 我在你眼里 那就是一只小蚂蚁 不值一提 你要是不嫌弃 就喊我小昌 小昌啊 你来可是要替他们做主啊 不敢 不敢 我怎么敢做江总的主 纯属路过 路过 昌哥信信地回答着 差点就被这对母子害惨了 这时 王昌圣和毛小花 看到唯一的靠山 也害怕对方 立马跪地求饶 江总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放了我们吧 江牧成抿着嘴巴 扬着下巴 跟他说 萌萌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把你赶出来 也不应该将你的东西扔出来 更不应该到处散播你的谣言 现在我知道错了 你就放过我吧 我肯定不敢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 他又自删了好几个巴掌 苏宇萌为人善良 不忍心看他的脸血肉模糊 随即拉着江牧成的胳膊说道 江总 要不就放了他们吧 江牧成文言 欢喜地说道 行 都挺羽萌的 我老婆善良 这次就放过你们 不过 肯定得付出点代价 不然怎么会长记性呢 说完 他让保镖断了王显胜的一只胳膊 不过好歹留下了性命 这时 江牧成看着男人突然回想起 你是江氏集团的采购经理吧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明天全家搬离魔都 不要让我发现你们回来 否则后果自负 是是是 我们一辈子都不回来了 王显胜抱着自己的胳膊 痛苦地回答着 昌哥见状 卑躬屈膝地 来到江牧成身边小声说道 江总 要不要我偷偷摸摸将他们宰了 不用 现在没你的事赶紧滚 好吧 江总 你有事吩咐一声 我随叫随到啊 昌哥高喊一声 然后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 至此 这场闹剧已经结束了 从顶楼离开后 昌哥身边最亲近的小弟 有些疑惑地问道 老大 你是咱们魔都的地下皇 还用怕他一个老总 你懂什么 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咱们这一堆人的死活 是绝对不能招惹的人物 啊 此时 所有的保镖和张东辰 都在下边屋子等着 顶楼就剩江牧成和苏宇萌 两人 以及小宝宝 事情闹到现在这个样子 不搬家 已经是不行了 苏宇萌一边抱着小宝宝 一边去捡地上的东西 江牧成见状 赶忙拦着他并深情告白 宇萌 有我在 你再也不用过苦日子 这里边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 不要也罢 我那里什么都有 你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和宝宝都需要你 说实话 苏宇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很感动 他不敢相信 眼前的男人 竟然能将这些话说出来 这还是他从别人嘴里听到的 不喜女色 冰冷至极 心狠手辣的江牧成吗 他不敢轻易答应 以免失望落空 江总 很感谢你今天为我撑腰 不过回家的事情就算了 江牧成文言 情绪有些激动 宇萌 你难道忍心 看着宝宝 被人说成也种吗 我只是想照顾你跟宝宝们 想弥补你们 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江牧成对天发誓 会好好照顾你们娘几个 会竭尽全力地对你好 你就是江家少奶奶 死都不会更改 而我只认你一个女人 苏宇萌被他说得有些动容 尤其是不忍心听到别人 说他最爱的宝宝是野种 这个时候 他内心在纠结着 要不就为了宝宝给他一个机会 片刻后 苏宇萌下定决定 他眼神坚定地 看着江牧成说道 江总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我可以跟你回家 不过那些地上没用的得带走 其余的不要也罢 苏宇萌知道养家的不义 所以没用完的那些东西 才不舍得丢弃 而江牧成见他答应自己 也高兴地说道 都听你的 带走 第十八章 你永远是我的妻 保镖们很快就将东西搬上车 苏宇萌和江牧成 一人抱着一个小宝宝 坐在车的后排 两人同处在一个车里 他有些不知所措 倒是江牧成眼睛紧紧地盯着苏宇萌 看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江总 我脸上有东西吗 你怎么盯着我看 好看 我喜欢看 多久都不够看的 江牧成发自内心说着情话 眼神也更加炙热了一些 他主动拉着苏宇萌的小手 深情地望着他 老婆 你能不能不叫我江总 怪生分的 叫我老公吧 听见江牧成的话 苏宇萌小脸通红 但是心里却莫名地欢喜 不过看到他这副无赖的样子 还是故作生气地说道 谁是你老婆 我还没答应你呢 江牧成无所谓地笑了笑 没事 我会好好努力 让老婆认可我的 苏宇萌没回答 心里默认了 不过这时 他发现大宝的小脸红得不正常 随即摸了摸小家伙的额头 已经有些烫手 刚刚温度稍稍退下去一些 现在又烧起来了 如此反复 他焦急地对江牧成说道 江 牧成 大宝又烧起来了 刚刚吃了药 最少过四个小时 才能再喝退烧药 那现在怎么办 江牧成看到苏宇萌吉的双眼通红 漂亮的眼睛擒着泪 他赶忙安慰道 老婆 别怕 有我在 刘叔 去人心医院 是 少爷 刘叔点点头 然后在路口处掉头 开车的速度也加快了一些 江牧成有育娃无视自通技能 他知道 宝宝发烧该如何处理 首先判断 宝宝是处于温度上升期 平稳期 还是温度下降期 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方法 他摸了摸大宝的小手 小脚 都是很冰凉的 这说明 宝宝处于温度上升期 需要做好保暖 不多时 人心医院已经到了 院长早早地在门口等候 看到江牧成抱着小宝宝 从车上下来 他赶忙迎上去 少爷 小宝宝怎么了 发烧 而且反复高烧 好的 交给我们吧 院长点点头 抱着小宝宝 进入治疗室 进行抽携等各种检查 平常医院需要两三小时 才能出的结果 这里只需要十分钟 院长拿着报告单 来到几人面前说道 少爷 小宝宝是支援体肺炎 幸好送来及时 病症还轻 吃点特效药就可以了 嗯 我知道了 江牧成点点头 院长则去拿特效药 这所谓的特效药 就是专门治疗这类病毒的 吃上不到半个小时身体 就会恢复正常 市面上根本不售卖这样的药 因为这药售价非常昂贵 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苏宇萌看着宝宝难受的样子 不禁自责起来 大宝 是妈妈 没有照顾好你 要是早点带你来这个医院 你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 老天爷 求你让我的孩子 快快好起来 我愿意替他 只要你让我的孩子好好的 我做什么都愿意 宝宝生病之后 最心疼的当属母亲了 如果可以 他们愿意 为自己的孩子付出所有 江牧成看 苏宇萌内疚的样子 心疼不已 他轻声安慰道 老婆 不是你的错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 任何一个母亲 都不希望宝宝生病 更何况 医生刚刚说了 宝宝一会儿吃了药 就没事了 希望如此吧 苏宇萌虔诚地希望 这个药能够管用 末一会儿 院长拿着一个小玻璃瓶 走了过来 他刚刚将里面的药片 磨成粉 然后倒点温水 现在小玻璃瓶里 变成了特效药水 几人合力将药水 倒进小宝宝的嘴里 大宝非常的配合 药水喝得一滴不剩 喝完没几分钟 小宝宝的脸色 就恢复了正常 苏宇萌清楚 宝宝的额头发现 已经不烧了 看到这一幕 这么神奇 他真是谢天谢地 苏宇萌由于担心着宝宝 所以有一口气掉着 看到宝宝安然无事后 他腿一软 当药倒在地上的时候 被将木橙一把拉住 看到这一幕 他吓坏了 心里非常的担心 医生 赶紧过来 医生 医生 老伯 老伯 你别吓我 很快 医生们将苏宇萌 抬到急救室里边 站在病房外边 江木成第一次 有了心发慌的感觉 他看着怀里的宝宝 期盼道 妈妈一定会没事的 咱们一起等妈妈出来 张东辰见状 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老江 嫂子肯定没事 你就放心吧 嗯嗯 江木成点点头 就这样 一直在门外等候 过了二十分钟 病房的门被打开了 院长走了出来 江木成见状 赶忙上前询问 我老婆他怎么了 没事吧 邵夫人没什么大碍 就是生产之后 没有调理好身子 再加上 有些营养不良 才导致晕倒 院长说 丸豆有些心疼他 后又继续补充道 输完营养液之后 就可以回去了 不过回家之后 可要好好补补 知道了 江木成点点头 他心如刀脚 很难想象 他受了多少的苦 进到病房后 看着苏宇 蒙脸色苍白地 躺在床上 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将小宝宝 放到婴儿车里后 他心疼地握着他的手 温柔地 抚摸着他的脸颊 老婆 你受苦了 我之后 肯定会好好补偿你 当时 你怎么那么绝 发现怀孕就应该跟我说 而不是逃离 不过 好在我找到了你 以后咱们一家四口 再也不分开 你永远是我的妻 这个赖不了账 迷迷糊糊中 苏宇猛好似 听见江木 成深情告白 眼角不自觉 流下来感动的泪水 书上营养液没多久 他缓慢睁开眼 江木成感觉到 他手指在动 赶忙抬头说道 老婆 你醒了 嗯 我怎么躺在床上 我这是怎么了 看着自己受伤扎着针 苏宇猛疑惑不止 他只记得给大宝喂药 之后发生什么都不记得了 江木成温言安慰道 没什么大事 你就是生产之后 身子有些虚 再加上 有些营养不良 晕倒了 第十九章 回家 回我们的家 意识到自己的手 还被江木成紧紧地握着 苏宇猛赶忙将手抽出来 不好意思 让你担心了 你是我老婆 怎么能不担心 你放心 回家之后 我给你好好补补 江木成正经地回答着 身子虚弱 都是生产之后 落下的病根 都说女人生产之后 身子不如从前 这都是没有做好月子的缘故 虽然苏宇猛没有好好地补营养 不过宝宝们 都挺白胖白胖的 这个时候 江木成高兴地询问着 老婆 咱们宝宝 有几个月了 他们是哪天出生的 说起宝宝 苏宇猛就满脸笑容 马上就一个半月了 他们是农历四月二十六的生日 早上八点零五出生的 嗯 我知道了 日后我 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江木成点点头 之前 他不知道宝宝们的存在 所以他们的过去 来不及参与 不过将来 他肯定好好陪在宝宝身边 看着宝宝爸爸 对两个小家伙如此上心 苏宇猛很欣慰 不过江木成 还有一个疑问 随即问道 宝婆 你是怎么把咱们闺女 给我送来的 监控一点都没查到 听到这个 他激动地回答着 要不是大宝病了 怕传染给小宝 我是肯定不会 往你那送的 我在魔都 实在是没有什么亲人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至于将宝贝闺女 放入你办公桌上的事 那是因为 有贵人帮忙 我不愿你查到 我的身份 万一你查到我 然后把大宝给我抢走 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苏宇猛越说越情绪激动 毕竟之前 他间接地在他手下做事 知道他做事 从不拖泥带水 而且看上的东西 一定要得到手 所以当他决定 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离得太远远的 江木成知道前因后果 都说不出了 没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就是自己 对此 他很抱歉 老婆 对不起 这些日子 让你受委屈了 今后 我肯定加倍地对你好 嗯嗯 苏宇猛点点头 对于江木成 也没有那么排斥 任由他搂在怀里 不多时 营养包已经输完了 江木成 和苏宇猛抱着两人的宝贝 返回他们的小家 在车上 江木成耳边 突然传来系统机械的声音 叮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木成 技能 御娃无师自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以服用 神级婴儿车 系统检测到 宿主寻回另一个孩子 现在一家团聚可喜可贺 奖励大宝 小宝100亿元 嗯 听到系统奖励宿主皱着眉头 喃喃自语 给小宝宝们的奖励 合着我忙活下来白杆呗 江木成有些哭笑不得 这系统真是太宠娃了 直接送他们这样一份大礼 不过 他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他的宝贝们 一出生就有百亿的身家 几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这时 系统又再次说到 鉴于大宝 小宝 未满18岁 所以 这笔钱由宿主保管 不得花掉一份 行 江木成点点头 既然是给宝宝的 他肯定不会动 而这笔钱 他打算给大宝 小宝买信托基金 给两人一个保障 想着 想着 车子驶入了别墅 江木成先抱着小宝宝下来 他亲自将右边的车门打开 迎着苏宇萌走下来 小菊听见车子的声音 赶忙从屋子跑出来 就看见少爷拉着一个女人的手 举止亲密 见此 他赶忙 笑着来到苏宇萌面前说道 少夫人 我是小菊 江木成健壮 也补充道 她是我妈调过来 帮忙咱们带孩子的 现在只负责洗衣做饭之类的小事 宝宝我一个人看得过来 对于 苏宇萌也介绍自己 小菊你好 我叫苏宇萌 小菊极为热情 他赶忙拉着少夫人 朝着屋内走去 这个时候 保镖将车上的东西搬下来 他也非常勤快地收拾在一旁 相处了有一会儿 据他发现 他好似觉得 少爷和少夫人 好像不太熟悉 两人非常客气 有些相近如宾 苏宇萌确实比较拘谨 毕竟这里不是他的家 有些放不开 江木成见他如此紧张 便安慰道 老婆 放松点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嗯嗯 苏宇萌文言微笑地点点头 不过还是很客气 自从医院吃了特效药后 大宝身体舒服了 睡得比较好 从那一直睡到了现在 突然小家伙眉头一皱 扭着身子 然后就张着小嘴 嚎啕大哭起来 可能大宝是男孩的缘故 所以哭的声音比较洪亮 别人家小宝宝 都是哭声由弱到强 他们家这个 一哭便是将音调 直接拉满 好似受了天大的欺负 苏宇萌毕竟从出生开始 就一直带娃 所以发现宝宝哭之后 他立马就能判断出缘由 看小家伙这嚎啕大哭的样子 应该是饿住了 趁着身边没人 他赶忙将衣服撩开 然后将口粮放入小宝宝的嘴里 吸了没两口 小家伙就不哭了 随之而来的是 咕咚咕咚的吞咽声 自从医生嘱托 要给苏宇萌补一些营养 所以回到家之后 将牧城就去厨房准备燕窝 做好之后 他小心翼翼地端着燕窝 来到苏宇萌面前 却发现 他正在喂养小宝宝 当然 最慌忙地当属苏宇萌 他有些慌张地将身子扭过去 然后羞涩地跟江牧城说道 牧城 你先出去一会儿 好 江牧城点点头 惊慌失措地 将燕窝放下之后 就离开了 他非常尊重苏宇萌 愿意等他为自己敞开心扉 小宝宝喝了十分钟左右 就吃饱了 大宝主动放开口粮 苏宇萌赶忙将衣服穿好 江牧城听到里边 叫自己 才进去 老婆 大宝吃饱了 苏宇萌点点头 他身为孩子的爸爸有权知道一些事情 随即他羞涩到吃完了 不过我奶水不够 所以宝宝们只能混合喂养 江牧城摇摇头 无所谓 没事 只要宝宝们不饿肚子就行 第二十章 老婆 你乃了 这个时候 江牧城注意到桌子上的燕窝还没喝 便拿到苏宇萌面前 老婆 趁热先喝了 嗯 谢谢你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将燕窝一饮而尽 调理身体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只能慢慢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来到了晚上 苏宇萌有些困了 以前他早上上班要起早 毕竟住的地方 距离公司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所以晚上宝宝睡着了 他就跟着睡 这边 苏宇萌已惊困得睁不开眼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 问江牧城道 牧城 我有些困了 客房在哪里 怕小菊听见 他赶忙捂住他的嘴 然后将他拉到主卧 老婆 你在主卧睡 苏宇萌闻言 疑惑地看向他 嗯 那你呢 我也在这里睡 江牧城见老婆警惕地看着自己 随即解释道 那个 我妈见过咱女儿 我当时跟她说 你去上班了 有时间过去拜访 所以 我妈不知道 咱们两个之间的故事 小菊是我妈的人 为了不让她怀疑和告密 只能咱们俩 共住一间屋子 你为什么没有跟你妈明说 苏宇萌不解 要是说了 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不行 我妈知道 肯定唠叨我 我不想听她唠叨 才出此下策 江牧城实话实说 老妈的唠叨 跟紧箍咒一样 听了让人头疼 为了让苏宇萌 同意自己住在主卧 她提议道 你跟宝宝们 在大床上睡 我打地铺就行 老婆 求你了 行吧 苏宇萌见 江牧城拉着自己的胳膊挨求着 心软答应了她 不过 丑话可要说在前头 你 你可不许胡来 放心 老婆 我肯定不胡来 江牧城发誓地说着 再说她也不敢 毕竟要为老婆的身体负责 生产完 最好过两三个月 同房最好 现在苏宇萌身体 比较虚弱 她不忍心 更何况 她要心甘情愿 商量好之后 江牧城拿出一床被子铺 在地上 那床被子很薄 跟下凉被差不多 苏宇萌担心被子那么薄 她睡在地上会腰酸被疼 随即羞涩地说着 要不 你跟我们一同在床上睡吧 这床很大 放得下 行 谢谢老婆 我就知道老婆多好 江牧城高兴地说着 虽然宝宝们睡在中间相当于一堵墙 不过她还是很满足的 这好歹说明老婆的心里有她 正当她想跟老婆说点心里话的时候 扭头一看发现 苏宇萌已经睡着了 见此情形江牧城嘴角上扬 然后从床上起来给老婆盖上被子 小宝宝们也睡得很香 可能是有睡觉的氛围 她没一会儿也睡着了 半夜的时候 江牧城听见抽气的声音 虽然刚醒来的时候非常困 但是用过冥想睡眠后 非常的清醒 见宝宝没有嚎啕大哭 也不到喝奶的时间 她判断小宝可能是做噩梦了 随即轻拍宝宝的后背 嘴里发出嘘嘘嘘的白噪音 这方法很好用 没一会儿小家伙就不哼紧 这时 江牧城惊奇地发现 现在还不到十点钟 往常她这个时候 才从公司回来 不过 看着身边的宝宝和老婆 她很喜欢这个改变 突然 枕头旁边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江牧城见状 赶忙将声音调到静音 打开手机发现 是老妈打来的电话 随即跑到阳台上接了起来 她小声地询问着 老妈 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吗 宋清雅文言 没好气地说道 臭小子 非得有事 才能给你打电话吗 没有 我说错了 我收回 从小她就知道 老妈比较做 老爸宠着 她也就跟着宠着 电话那头听到这个回答后 非常满意 随即说道 儿子 你后天带宝宝和尔西回来一趟 妈找了一个大师 给我宝贝孙女起名字 必须要你们在场 嗯 我知道了妈 江牧城点点头 幸好今天把老婆带回家了 不然那天 她真不好交代 起名字 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豪门非常重视 所以后天 他们肯定要回家一趟 挂断电话后 江牧城想躺床上睡会 刚闭上眼睛 耳边就传来大宝 嗷嗷嗷地哭声 怕打扰苏宇萌 和小宝的好梦 她赶忙将大宝抱起来 看小家伙小嘴如冻着 应该是饿了 她单手抱着小宝宝 另外一只手充满 现在江牧城越来越熟练 不到两分钟 奶嘴就插进大宝的嘴里 小家伙还是很懂事的 知道妈妈奶水不足 奶粉也喝 听个小家伙咕咚咕咚地吞咽声 她心里非常满足 喝吧 宝贝 长得白白胖胖 健健康康 小家伙奶喝得很快 这回不用哄睡 直接就睡着了 江牧城见此 胆忙把小家伙放在床上 一晚上很快过去 早上不到六点钟小宝 就睡醒了 不肯睡了 小家伙的眼睛睁得很大 时不时的还咧嘴笑着 看着江牧城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当然 她也把这一重要时刻给拍下来 都是珍贵的纪念 不多时 苏宇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胸部的胀痛 让她难受得睡不着 醒来后 看到外边天都亮了 她都惊呆了 嗯 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江牧城见状 笑着说道老婆 你醒了 苏宇萌点点头 皱着眉头 有些疑惑 牧城 大宝 小宝从昨天晚上睡到天亮 我怎么没有听到他们的哭声 没有 中间醒过两次 我给他们冲的奶 啊 你可以吗 苏宇萌有些不幸 不是她看不起江牧城 而是因为知道 她没有带娃的经验能行吗 江牧城闻言笑着说道 怎么不可以 你对自家的男人了解的太少了 我带娃可是非常有经验的 你从哪学的 苏宇萌不得不问一句 甚至她猜测她的孩子可能不止大宝 小宝 见老婆如此严肃 她咧嘴一笑 小宝出现后 临时抱佛脚学的还算不错 基本能轻松应对 她说完之后 突然看见苏宇萌的胸前湿了一片 便指着说道 老婆 你乃了 第21章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苏宇萌听闻此言赶忙低头一看 结果发现自己胸前的衣服确实湿了 她赶忙将身子扭过去 耳根子发红 满脸羞涩道 牧城 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我要喂奶了 嗯 你喂吧 我去给你盾点燕窝 将牧城说完之后 就离开了屋子 听到关门的声音 苏宇萌才将宝宝抱起来喂奶 小家伙不愧是最好的通乳师 没一会儿 她就觉得胸不别了 其实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虽说她奶量比较少 但是喂养一个孩子也是够的 可是她有两个小宝宝 以前还不等长奶 宝宝们就吸完了 虽然她生产完后 去上班了 那也是定时将奶吸出来 可能是昨天晚上 睡一夜的缘故 时间太长奶 才会溢出来 喂完宝宝后 小家伙睡了十分钟就醒了 小宝醒来后 不哭也不闹 她睁着低流言的眼睛 看着周围 时不时的 还晃动着自己的小胳膊 咧着小嘴朝苏宇萌笑 她本来就喜欢孩子 看到小宝 笑得跟朵花似的 苏宇萌拉着她 肉乎乎的小手温柔道 宝贝 怎么这么开心啊 是不是做了什么美梦了 说到梦 她昨天也做梦了 而且做了很长很长 梦中她跟江沐成结婚了 非常幸福 正当她沉浸在昨天梦境时 门口处传来敲门的声音 老婆 我进来了 进来吧 老婆同意后 江沐成才推开门走了进去 其实她本可以不用如此 只是不希望老婆尴尬 现在她做什么 都会先想想苏宇萌 这是尊重也是爱意 进来后 江沐成笑着来到床边 看着宝贝闺女自己玩耍着 她忍不住碰了碰小家伙肉嘟嘟的小脸 宝贝 醒来啊 你自己在婴儿车里玩一会儿 爸爸 妈妈吃完饭就回来陪你 说完江沐成将小宝放进婴儿车里 大宝还熟睡着 所以就放在床上没有动 房间里有摄像头 吃饭的时候 可以在手机上观看主卧的情况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宝宝 肉大的餐桌上 只有苏宇萌和江沐成两个人 小菊和别的庸人 站在一旁伺候着两人 期间吃饭的时候 江沐成一直给老婆的碗里夹菜 没一会儿碗里边就被堆成小山 苏宇萌见状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沐成 你别给我夹了 碗筷要装不下了 而且我自己能行 好吧 江沐成点点头 他主要怕老婆不好意思吃饭 没吃饱哪里有营养 虽然答应得好好的 但是他还是给苏宇萌的碗里夹了好几块肉 吃饱喝足后 主卧传来大宝提哭的声音 江沐成听到后赶忙跑到身边 神奇的是将大宝包到怀里后 小家伙立马就不哭了 看着儿子睁着大大的眼睛 嘴巴成O形 江沐成知道他肯定没有干好事 然后他就感觉肚子处热乎乎的 紧接着小家伙 整个小脸都在用力 扑扑扑屁声随即而来 苏宇萌看到宝贝儿子这样 无嘴笑道 大宝一定是在拉臭臭 等他拉完再换纸尿裤 好 江沐成点点头 小家伙拉得很认真 片刻后他坑坑唧唧 然后扭着身子 可能是感觉到不舒服了 江沐成见状赶忙把他放在床上 然后将连体液的扣子打开 解开尿不湿的时候 金黄色的巴巴出现在眼前 由于宝宝还没有吃腐蚀 所以拉的巴巴一点都不臭 自己儿子拉的 他这个当老巴的肯定不介意 只见江沐成将带有巴巴的纸尿裤 先卷起来 然后擦宝宝的屁股 擦干净 才将整个尿不湿卷起来 丢进垃圾桶里 之后 江沐成去卫生 间接了点温热的谁给小宝宝洗屁屁 洗干净之后晾干 最后 给小屁屁处抹上屁屁膏 穿上纸尿裤 就大功告成了 整个过程 苏宇萌就在旁边观看着 他还是慢慢摸索 才达到江沐成的境界 今天才是他和宝宝相认的第三天 这学得也太快了吧 不由得让人生疑 就当江沐成想 让苏宇萌夸自己几句时 他发觉 对方板这脸 有些严肃 老婆 你怎么了 刚刚我哪一步做错了吗 你照顾小孩子很有一套 只不过这对于单身的你正常吗 你是不是不止大宝 小宝两个孩子 虽然这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句 如果他承认了 那自己绝对不会住在他这里 没有 我发誓 见苏宇萌不相信 江沐成举着手发着毒誓 我要是骗你 天打五雷轰 而且 我只跟你 照顾小宝宝 都是我在母婴店学的 那店员件我买得多 所以怎样用的 也一并告诉我 江沐成真假参半地说着 毕竟系统 给自己育娃 无师自通技能这件事 真的太离谱了 说出去 不仅不被相信 还得被人当成傻子 苏宇萌见他说的 极为真诚 也是相信了他 这年头 哄骗女人的男人 真是太多了 不得不逢 不过 一马归一马 对于他误解江沐成的事情 他真心道歉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江沐成白白手 没放在心上 没事 你怀疑我正常 不过我真的没有别的女人 别的孩子 我只跟你有过那一夜 苏宇萌听完此话 白皙的小脸 瞬间变得通红 他也羞涩地回答着 我 我也是 这个不由自主地回答 可能是怕他觉得 自己是个坏女人 两人敞开心扉后 关系好像更近了一些 这个时候 江沐成突然想起 昨天老妈打电话的事 他看向苏宇萌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老婆 昨天我妈打电话 让明天咱们回去一趟 啊 你妈要见我 苏宇萌吃惊不已 他还没做好 要见两人的准备 嗯 江沐成点点头 为了让老婆同意 他继续说着 我妈说他找了一个大师 想给宝宝们起名字 所以明天 必须回去一趟 听完后 苏宇萌寻思着起名字的事情 是大事 既然是这样 那明天就回去吧 第二十二章 女人都喜欢花 江沐成见老婆同意 高兴得合不拢嘴 不过他发现 老婆有些忧虑 随即安慰道 你见我父母不用紧张 他们很好相处的 一切有我在 处得不自在 咱们就早点回来 苏宇萌文言 嘴角上扬点点头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他发现江沐成很细心 很会照顾人 照顾小宝宝 也很有耐心 是个好丈夫人选 不知不觉 他的心已经偷偷打开了 公司里还有事 江沐成需要去一趟 临行前来到苏宇萌面前 老婆 我去趟公司 你在家等我 我处理完 肯定会早点回来的 说完 他猝不及防地 在苏宇萌的脸颊上 亲了一口 被亲 他小脸立马红了起来 低着头笑着回答 注意安全 我等你 嗯嗯 江沐成点点头 他恨不得 现在立马到公司 这样能省很多的时间 少爷走后 小菊羡慕地 来到苏宇萌面前 少夫人 您和少爷感情真好 嗯 是吗 他有些意外 难不成刚刚太甜蜜了 小菊已经磕起来了 平常都是江沐成 先到公司 张东辰厚道 等他进办公室才发现 江总还没来 张东辰见此 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老婆孩子都在身边 狗都不来上班 刚呢喃着 办公室推门的声音响起 然后就传来熟悉的说话声 小陈 今天来得挺早 不是我来得早 是你来得晚 张东辰笑着回答着 他见好兄弟刚进屋 就坐在办公桌前 签个部门的文件 不禁吐槽着 老江 你的工作狂 不在家陪老婆孩子 竟然跑来公司签文件 真有大病 江牧成文言 苦笑得摇摇头 公司不管 宝宝们吃啥喝啥 我这不是打算 早点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完 尽早回去陪他们 虽然江家不差钱 但是想留给宝宝的 永远都不嫌多 张东辰听到后 鼓掌笑着说道 哦呦我们江总 真是有了孩子之后就变了 之前恨不得住在公司 现在天天想回家 江牧成没有反驳 以过来人的经验笑着回答 等你成家有了 孩子也会这样的 张东辰没在意 反正离成家还早着呢 先玩够了再说 就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江牧成叫住了他 小陈 等等 有点事情想问问你 嗯 什么事情 被叫住 但是好兄弟却犹犹豫豫 不知如何开口 见此 他见嘻嘻地笑着问道 为情所困啊 是关于嫂子的事 张东辰猜测着 见好兄弟不反驳 那就是猜对了 看他还不说 张东辰都快要憋坏了 说吧 咱俩又不是外人 江牧成见状 随即讨教道 女生都喜欢什么东西 听到这个问题 张东辰哑然失笑 老江 你想送给嫂子啊 那得要看他喜欢什么了 江牧成文言没好气地说道 废话 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你 他又不了解 苏语萌喜欢什么 只能询问 感情丰富的张东辰 见好兄弟嫌弃地 想赶自己出去 那他必须说点什么 哇 女人都喜欢花 女人最喜欢搞浪漫的男人 你下班回去 给嫂子带一束花 他肯定很高兴 另外 女生都喜欢吃甜品 喝奶茶 见你拿这些回去 肯定开心地投怀送抱 江牧成文言 总觉得有些不靠谱 这真的假的 张东辰见他狐疑 立马拍着胸仆子保证 老江 听我的你就瞧好吧 嫂子肯定一定喜欢 好吧 反正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他决定一事 开完今天重要的会议 并签完文件 已经是下午 江牧成伸了身懒腰 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还是他头一次 这么早从公司出来 坐上车 他就跟自家司机打听着 刘叔 这附近有没有花店 有 我带您去 老刘说完 就启动着车子 招花店开去 不多时 一家名为花花世界的花店就到了 刘叔本想帮着买花 被江牧成拒绝了 送给老婆的花 他想亲自挑选 进到花店 好似来到了花海 花的品种繁多 还有重担担的花草香 店员注意到 有客人进店 便跑到身边询问着 先生 买花呀 你想送给女朋友 不是 是我老婆 店员文言有些惊讶 先生这么年轻都结婚了 真是恭喜了 说完之后 看着周边的花 询问道 请问你爱人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花 没有 江牧成摇摇头 好吧 那我为先生搭配一束 送给老婆的花 店员微笑地说着 经过客人同意后 他就开始挑选 他选了十来只粉色的 薔薇花 花语是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除此之外 他还选了几只白色的 杨洁梗 花语是 永恒的爱 纯洁无瑕 真诚不变 选完之后 店员开始包花 因其熟练度 所以花很快就包好了 店员笑着 将花递到江牧成的手里 祝福道 祝您和您的爱人 长长久久 谢谢 道谢后 他心满意足地抱着花 就离开了 刚出来他发现 花店的对面不仅有甜品店 还有蛋糕店 一次买完 就能早点回家 趁着马路上没车 他走到对面的蛋糕店 不知道老婆喜欢吃哪样的 所以他选了两款颜值高的 还没从蛋糕店出来 就听到隔壁饮品店放的歌 你爱我 我爱你 咱们一起填秘密 饮品店的人很多 所以江牧成等了一会儿 才拿到奶茶 买完之后 他拎着大包小包回到车内 老刘看少爷买了树花 笑着说道 少爷 您给少夫人买的花啊 嗯 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江牧成点头着 不过他不知自己买的 和不合苏语萌的心意 老刘文言肯定地回答着 少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车子在马路上急驰 没一会儿的时间 就回到了别墅 江牧成小心翼翼地 将车上的东西拿下来 进到屋子后 他见苏语萌坐在沙发上 便温柔地说道 老婆 这花送给你 第二十三章 老公 你偷看啥 听见这些话时 苏语萌愣了一下 然后就看见面前出现一束粉色的花 女生哪有不爱花的 尤其是他更喜欢花花草草 苏语萌接过花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一股花香沁人心鼻 摸着粉薔薇 他喜欢的爱不释手 牧成 谢谢你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看到老婆欢喜的样子 他也很高兴 只是没想到 竟然歪打正着的 真让张东辰猜准了 这个时候 江牧成又将买的奶茶和蛋糕 放在茶几上 他看着老婆不自信地说道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听别人说 女生喜欢喝奶茶 吃蛋糕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 你要是不喜欢吃这些 告诉我喜欢吃什么 我出去给你买 江牧成非常真心地说着 苏语萌听了后心里暖暖的 很感动 被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好 他笑着 将茶几上的奶茶拿起来 然后将吸管插进去 当着他的面吸了一大口 随即甜甜地笑着 我很喜欢你买的这些 谢谢你 喜欢就好 以后我还给你买 江牧成温柔地摸着他的脑袋刮 两人轻腻的动作有些暧昧 不由得让苏语萌想起 昨天晚上那个梦 两人贴得有些近 他慌张地起身 结果脚底一滑 顺势倒在江牧成的怀里 他搂着他纤细的腰肢 两人面对面注视着 嘴唇贴得很近 江牧成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苏语萌慌忙推开 有些不好意思 他白皙的小脸 此时红得像个猴屁股 江牧成有种暗暗得意 老婆这是羞涩地不敢见人了 也不知怎么的 最近苏语萌没什么胃口 什么都不太想吃 不过今天倒是把奶茶全部喝光光 吃的时候是非常满足的 不过吃完它 才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苏语萌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来到江牧成面前 自责地不敢抬头 牧成 我贪嘴了 喝完奶茶 好像就不能喂奶了 嗯 为何 江牧成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么奇葩的话 喝奶茶跟喂奶有什么关系 我之前好像从视频上看到的 说是喝奶奶茶 奶水里就会有奶茶的味道 苏语萌记得不是很清楚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会 那人肯定是胡说的 江牧成哑然失笑 这么离谱的理由 都有人相信 真是没谁了 哦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于江牧成的话 他深信不疑 虽然他母乳不够 但是还是想着 多给宝宝喝点奶水 有利于他们增强抵抗力 经过这回事件 江牧成知道 老婆有很多想吃的 只是因为小宝宝的缘故不敢吃 随即 他劝接道 老婆 现在都实行科学养娃 除了凉的和酒精你不能碰 别的吃完后都可以喂奶 千万不要为了小宝宝委屈自己 啊 真的吗 苏宇萌听到后 肉眼可见的高兴 他早就想吃辣的了 就怕奶水会辣到 宝宝才一直忍着没吃 现在看来 原来都是他听性谣言了 江牧成点点头 真的 晚上你想吃啥 我让小菊给你做 嗯 我想吃毛血旺 谁煮肉片 苏宇萌以前最喜欢吃辣了 无辣不欢 听到自己能吃这些 他啥都想吃 现在也没啥食欲不振 好 江牧成答应得很痛快 然后跟小菊说了一下晚上的菜单 小菊听到这两道菜名时 自信地拍了自己的胸脯 放心吧 少爷 我穿菜做得也是很不错的 从现在开始 小菊就开始准备 晚上做菜需要的食材 该切的切 该煮的煮 晚上六点钟 苏宇萌就吃到了自己 心心念念的毛血旺 和水煮肉片 吃一口 他极为满足 同时也不吝啬地夸赞着 小菊 你手艺真好 做得很好吃 小菊听到后 欢喜地回答着 少夫人喜欢就好 以后想吃什么 跟小菊说 我给您做 好 苏宇萌点点头 嘴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 今天是他这段时间以来 吃得最满足的一顿饭 可能是非常符合他口味的缘故 看着老婆吃得香 江牧成也高兴得很 现在的小宝宝 一天有五分之四的时间都在睡觉 苏宇萌吃完了 宝宝们还睡着 平常宝宝们最常就睡三个小时 这回都睡四个钟头了 看着大宝和小宝 他不禁有些担心 牧成 宝宝睡这么长时间 估计都饿了 要不要叫醒了喂奶 不用 等他们睡到自然醒 睡觉是长身体 千万不能打扰小宝宝 之前都是自己商定 现在有了江牧成一起商量 苏宇萌心安许多 又过了半个小时后 大宝小嘴撇着 闭着眼睛 皱着眉头看样子 好像是受了委屈的样子 下一秒 小家伙就张着大嘴 眼泪啪哒地往下掉 看着让人心疼 苏宇萌知道大宝饿了 小家伙吃奶比较急 奶一直不来 他一直放声大嚎 他健壮也顾不上江牧成在场 直接将大宝抱到怀里 然后将衣服撩起来 将口粮放到小家伙的嘴里 含上口粮的那一刻 小家伙吸了两口 还叹了生气 好似非常气愤 看得苏宇萌有些哭笑不得 刚刚小家伙哭得很伤心 江牧成也心急如焚 虽然他见到老婆胸前白花花的 可是根本没有心思 现在小家伙安静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场不合适 随即跟苏宇萌说道 老婆 你喂奶吧 那我就先出去吧 苏宇萌文言思索片刻 回复道 不用了 你就在这吧 他寻思着 刚刚老公肯定都把他看光光了 更何况 两人还有过深入的交流 不然孩子也不会怀上 既如此 他也就不避讳了 江牧成见老婆这个态度 心里暗暗开心 这是不是说明 老婆在心里已经对他认可了 他高兴地应答着 嗯 好吧 还来不及开心的太久 耳边又传来小宝提哭的声音 小家伙哭得跟小绵羊似的 声音软糯糯的 真是我听幽怜啊 第24章 叫声老公我听听 两兄妹喂奶的间隔 差不了几分钟 所以 小宝也饿得嗷嗷的 江牧成温柔地将宝贝闺女抱到怀里 然后来到喂养台 给他冲奶粉 不到两分钟 奶粉就冲好了 他坐在床上 赶忙将奶嘴塞进宝宝的嘴里 别看小宝是的女孩 小家伙喝得咕咚咕咚的 没一会儿 奶瓶就见光了 这边妹妹已经喝饱饱了 那边大宝还在用力地瞬息着 母乳不像奶粉 奶水源源不断 母乳刚瞬息的时候很少 慢慢地就多了 有的时候太多了 宝宝喝不过来 就容易呛 这不 大宝就呛得有些咳嗽 苏宇蒙见状 就揪大宝的小耳朵 然后帮小家伙拍拍后背 缓过来之后 小家伙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喝奶 由于 她是第一次当妈 遇到这些问题 并不知道应对之法 多亏了李沈 不然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多久 大宝也吃饱了 刚刚小家伙咳嗽的时候 苏宇蒙的奶水 还在一直往下流 都流到她的肚子上 奶水干了之后有些年 比较难受 苏宇蒙不得不洗个澡 她将大宝放到床上 扭头看向江沐成说道 沐成 你看一会儿两个小宝宝 我想去洗个澡 去吧 苏宇蒙来到浴室 里边洗漱用品齐全 她感受着流水的击打 不到半个小时 她就洗干净了 这个时候 她突然发现 少了些东西 没有睡衣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穿的是自己的衣服睡的 她怕江沐成可能会糊来 所以没敢换衣服 事实证明 是她小人之心了 不过最糟糕的是 睡衣落在当时的出租屋里 除了宝宝的用品 她没有拿自己的东西 现在搞得她 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内衣之类的 都已经湿了 她只能将它们洗干净 然后祈祷着 明天能干 现在是夏天 一晚上应该能干得七七八八的 不过没穿的也不行 只见她有些难为情地 将浴室的门打开一个小缝 然后羞涩地呼喊着 牧成 你能过来一下吗 浴室离主卧很近 所以江沐成很快就听到了 她快速地跑过来询问着 老婆 怎么了 你是想让我给你搓背吗 苏宇蒙文言 小脸通红道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叫你 是想让你 给我拿件你的衬衫 见江沐成有些疑惑 她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衣服湿了 没有别的衣服穿 哦 等着 江沐成瞬间明白 赶忙跑到自己的衣橱 拿件衣服 给老婆送来 给你 谢谢 苏宇蒙答谢了一声 然后快速地将门关上 江沐成见状 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老婆对自己防备 心太重了 她可是证人君子 随即朝着里边 喊了一声 老婆 需要搓背说一声 我技术很好的 苏宇蒙文言 有些娇羞 穿衣服的速度 不禁快了些 江沐成 一米八三的大个子 苏宇蒙小小的 一直只有一米六五 那衬衫刚好盖过她的大腿 苏宇蒙的腿 又长又直又细 走起路来摇曳生姿 她穿着江沐成的衬衫 有一种境遇之美 让人忍不住浮想连篇 回到卧室 江沐成看她头发 湿漉漉的 关怀道 老婆 吹风机在洗手间的柜子里 你快去吹头发 别感冒了 哦 我知道了 苏宇蒙点点头 然后一边擦着头发 一边向洗手间走去 她的头发正好到腰的位置 五分钟刚刚吹干 江沐成见老婆很听话 欣慰地点点头 虽然现在外边正值夏天 正是热的时候 但是别墅里边一点也不热 25度的冷风吹得还有些瑟瑟发抖 老婆上床后 她赶忙给苏宇蒙盖上被子 你刚洗完澡 别感冒了 带好 嗯 对于江沐成的贴心 她心里暖暖的 嘴角都不自觉地上扬起来 不多时 卧室里边的灯关了 两个小家伙刚睡着 起码要三个小时 以后才醒 关灯有利于她们睡眠 昨天这个时候 苏宇蒙很快就睡着了 今天却有些难以入睡 江沐成敢知道老婆 翻来覆去的 不由地关心到 睡不着吗 在想啥 能不能跟我说说 苏宇蒙得知她也没睡 立马意识到 是自己的缘故 她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 打扰你睡觉了 我不翻身了 为了不让老婆自责 江沐成摇头苦笑 没事 我本来也睡不着 其实 大概原因她猜到了 随机询问着 你睡不着 是不是明天 去我家的缘故 嗯 苏宇蒙没有隐瞒 我怕你父母不喜欢我 江沐成文言 立马坐起来 她来到老婆的身边 拉着她的手安慰道 我老婆这么优秀 谁会不喜欢 你放心吧 我父母不是 尖酸刻薄之人 再说了 咱们平常 都在这栋别墅中 跟他们不住在一起 所以更不用担心了 哦 苏宇蒙点点头 身子不由自主地 靠在江沐成的肩膀上 沐成 有你真好 嗯 既然你说好 那可不可以叫生老公 听听江沐成是叹性地说着 他本来没有抱希望 谁想到 苏宇蒙突然搂住他的脖梗 极其正式地说道 老公 谢谢你 谢我什么 江沐成高兴得很 听到这个称呼 全身热血沸腾 就连二弟都站起来了 然而 苏宇蒙叫完之后 有些羞涩 他赶忙躺在床上 用被子蒙住脑袋 娇羞地说道 我睡觉了 嗯嗯 睡吧 江沐成笑着说着 但是心里苦啊 本来不是 真的睡不着 但现在他没心思睡觉了 随即去浴室 冲了一个凉水澡 那欲望的火柴被浇灭 半夜的时候 给小宝宝们冲完奶 换完纸尿裤 他才进入梦乡 清晨 六点钟 江沐成听到宝宝们的哭声 厚力麻醒了 这个阶段的小宝宝 就是吃喝拉撒睡 所以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宝宝们的肚子填饱 老婆一晚上没喂奶 再不喂就要 长奶了 所以江沐成而苏宇萌的 耳边清换 老婆 你该喂奶了 第二十五章 老公 我全权教由你负责 彼时 苏宇萌正睡得香甜 他不耐烦地 在耳朵边扇了扇 不想动弹 再加上睡不醒 有些迷迷糊糊的 他舔了舔嘴唇呢喃着 老公 你帮我喂奶吧 把宝宝抱到我身边 反正全部教由你负责 说完 苏宇萌就又深度熟睡了起来 只有江沐成在风中凌乱 让他帮忙喂奶 这可怎么办 看着嗷嗷待哺的大宝 他略带歉意地对老婆说道 宝宝太饿了 那我就听你的拳拳负责了 提前告知一声后 他心意横将老婆的扣子解开 只见胸前白花花的 随即 他赶忙将大宝抱到苏宇萌的身边 将口粮往上抬了一下 大宝才吸着 江沐成顾不上多想 赶忙去给小宝充奶粉 不多时 他抱着奶瓶快步来到小家伙面前 宝贝女儿 爸爸来了 咱吃饭饭了 说完 小家伙快速地找准奶嘴 然后大口瞬息着 另一边 大宝喝奶比较急 喝到后边 奶的流速非常慢 小家伙抽噎着 有些委屈 这时 江沐成赶忙跑过来 他将老婆翻了个身 然后将大宝抱到另一边口粮的身边 这边奶水多 小家伙喝得心满意足 奶瓶的流速是一样的 所以每次都是小宝兴喝完 吃饱喝足 江沐成拿了一张 棉肉精轻轻擦拭小家伙的樱桃小嘴 之后 小宝就躺在床上玩耍着 五分钟之后 大宝才满足地将口粮放开 江沐成把他抱到妹妹的身边 喂完奶 他将苏宇蒙的扣子重新扣上 只是内心变得不再淡定 过了不久 他重新换一身衣服回到主卧 这个时候 苏宇蒙也睡醒了 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长奶的时候 胸非常硬 宝宝吸完奶后 胸就变得软塌塌的 苏宇蒙现在 一点长的感觉都没有 看见江沐成回来时 他娇羞地问道 老公 大宝 小宝喝饱了吧 嗯 你睡着了 所以我 还不等他说完 苏宇蒙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理解 现在他想开了 反正又不是没看过 只不过 现在受苦的 变成了江沐成了 吃完早餐后 就要前往未来公婆家 苏宇蒙赶忙来到阳台上 摸摸自己的衣服 由于他昨天没有用洗衣机甩开 现在还有些湿漉漉的 没有别的衣服穿 他只能求助江沐成 老公 怎么办 我衣服没干 江沐成听到后 赶忙安慰道 没事 我现在 立马找人来送一批衣服 这对他来说 只是小事一桩 好多品牌 巴不得他们 穿自己家的衣服 就在江沐成打电话之前 苏宇蒙跑到身边 羞涩地在他耳边说道 老公 那个 还有两件没干 看到他疑惑的神情 苏宇蒙也顾不上不好意思 脱口出道 还需要两个小奶奶 嗯 我明白了 江沐成点点头 他懂老婆说的 衣服有高定 内衣也有 所以都能送到家来 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人敲响别墅的门 小菊打开门 就看到一堆穿着黑色制服 脖子上围着丝巾的女人们 站在门前 你好 江先生叫我们过来送衣服 听到是少爷让来的 小菊赶忙将入口让开 让他们进来 看到江沐成后 为首的女寿货员尊敬的开口说道 江先生 我们品牌这一季度的高定衣服都在这里了 还有您说的尺码的内衣 我们也都带了过来 嗯 挂到衣橱上 你们就可以走了 说完之后 售货员朝着衣帽间走去 有一处衣柜上一件衣服都没有 这是江沐成专门给苏与蒙腾的地方 不一会儿 售货员们就离开了别墅 江沐成 则拉着苏与蒙的手 来到衣帽间 老婆 这些都是你的衣服 选一件 跟我去见我父母 嗯嗯 苏与蒙点点头 她不喜欢太花哨的 所以选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最后 羞涩地从旁边 拿了一套浅色的小妹妹 衣服 很快就换好了 苏与蒙从屋子出来 本来她底子就很好 穿着这件连衣裙 更加显得她洁白无瑕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我老婆穿上真美 江沐成不吝啬地夸赞着 出门 最主要的就是带上宝宝 需要用的东西 她拿着一个大包裹 把宝宝需要用的纸尿裤 奶粉 云柔巾之类的都放在包里 万事俱备 江沐成一行人从家里出来 没出发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眼睛 瞪着像个铜铃 没有一点困意 车子刚开不久 小家伙们就被摇晃得睡着了 看着小宝宝们 睡得这么香 两人相视一笑 突然 苏宇蒙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 那就是没有带礼物 这是她第一次见公婆 当然不能空手去 随即她跟江沐成说道 老公 这附近有商场吗 咱们去看看吧 嗯 你想买啥 给叔叔 阿姨买礼物 苏宇蒙懂事地说着 她寻思着 就算未来公婆不喜欢她 也不至于表现出来 江沐成闻言 笑着摇摇头 老婆想得真周到 不过我父母什么都有 今天你能跟我回家 对他们来说 就是最好的礼物 咱们什么都不用准备 直接过去就行 不行 必须要买 苏宇蒙非常坚定地说着 第一次拜访 不拿礼品可不行 江沐成见状 只能让刘叔 在前面的商场停一下 从车上下来 将大宝 二宝放进婴儿车里 一家四口就开始逛商场 苏宇蒙现在手里还有几千块钱 他寻思着这点钱应该购买礼物的 逛了好几家店 他看上的商品不是五六千 就是上万块 江沐成想帮忙付款 直接被拒绝了 价钱上不合适他就在转转 这个时候 江沐成偷偷地发了一些消息 与此同时 林兆峰正在给员工们开早会 忽然收到特别联系人 给自己发的消息 为了不错过重要提示 他直接将老板设程特别关心 这不第一时间他就打开手机查看 看完后 员工还等着他长篇大乱的开会 没想到既然说散会 高兴地立马冲出办公室 就当策划部的员工要走时 林兆峰直接叫住他们 策划部的员工等等 第26章 送上门的大奖 策划部的主管叫朱珍珍 一听今天不开会高兴坏了 可是 当听到让自己留下的时候 心情瞬间跌入了谷底 他满脸嘎笑地看着林兆峰 苦笑地说道 林总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员工们都走掉了 他焦急地对朱珍珍吩咐道 赶紧去想一个活动 总裁带着夫人来商场了 这个活动 只给夫人一个人举办的 切记 至于奖品 全商场任选两件商品 主办方买单 也就是总裁买单 时间紧 任务重 赶紧动起来 林兆峰着急地拍着手掌 朱珍珍听明白之后 立马回到自己的部门 让手下的员工一起弄 员工们听着主管的叙述 不禁疑惑着 这商场都是总裁的 夫人看上哪个 直接拿就行了 怎么还多此一举呢 就你话多 赶紧弄 朱珍珍看着 十万个为什么的员工 没好气地说着 老总的心思 是他们这些人猜到的吗 不过 他也挺好奇的 很快 活动的转盘就做好了 朱珍珍试了好几回 指针精准地指导 全场任选两件商品的那个选项 接下来就是找一个契机 让总裁夫人进行抽奖 之前总裁来视察过商场的工作 所以朱珍珍见过总裁 那她身边的肯定就是夫人了 只见策划部的员工抱着转盘 来到外边寻找 通过监控室的同事们告知 最终发现 总裁带着夫人正在三楼逛街 很快 他们就发现 走廊的尽头正是几人 朱珍珍赶忙将转盘摆在岔路 由于这个转盘是必中奖的 所以 还得防着商场的顾客们进行抽奖 与此同时 江牧成发现了抽奖活动 看他们东张西望的样子 就知道是林兆峰派来的人 从店铺出来后 他拉着苏宇蒙的手激动地说着 老婆 那好像能抽奖 咱们去看看呗 我从小就跟抽奖无缘 连三等奖都没中过 还是算了吧 苏宇蒙好像是中奖绝缘体 非常的倒霉 试一下 万一中个大奖呢 江牧成不等他回答 便拉着老婆过去了 朱珍珍见总裁过来了 赶忙将转盘上的红布扯下来 然后热情地说道 先生 女士 要不要抽个奖 我们的中级大奖 可是商场任选两件商品哦 多少钱都可以打 对于这个奖项设定 江牧成很满意 这回老婆 就不用担心太贵买不起了 苏宇蒙间转盘上 真的写了一个这样的大奖 他激动地问道 靠谱吗 你们不会是骗子吧 靠谱 我们就是这个商场的员工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 朱珍真怕夫人不信 赶忙将工作证拿出来 让他看了看 苏宇蒙见状 才卸下防备心 他想着试一试 反正不花钱 又没有什么投入 万一中大奖呢 随即 他高兴地说着 那我试一试 说完 他用右手轻轻一转 圆盘快速地滚动着 不仅苏宇蒙紧张 朱珍真也是紧张得不行 万一总裁夫人赚不到大奖 他这个工作 可就干到头了 怕什么来什么 指针稳稳地停在大奖旁边的选项 无门砍五元优惠券 朱珍真看到这都惊呆了 自己试了好几回都是中大奖 难不成是夫人转的方式不对 江牧成健壮 皱着眉头 脸色铁青 他见总裁脸色不好 赶忙找不着 女士 一共有三次机会 您还可以转两回 此时 周围聚集的顾客越来越多 苏宇蒙不抱希望地 轻轻拨动了转盘 眼瞅着指针 还停留在无门砍五元优惠券的时候 他悄悄地从口袋里拿出吸铁石 然后轻轻移动 指针就被他挪到了全商场 任选两件商品的选项 幸好他有后手 不然可就要卷铺盖走人了 苏宇蒙看到自己真的转到了大奖 他激动地抱着江牧成 老公 大奖是咱们得了 真是太幸运了 这不是做梦吗 傻瓜 不是做梦 是真的 江牧成温柔地摸着他的脑袋瓜 一个小小的奖项 竟然让他这么开心 看来他以后得多准备惊喜 周围的看客们 看到有人中了大奖 兴奋的自己也想试试 朱珍珍拦着大家抱歉地说道 下次大家早点来 感谢大家支持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一拥而散 苏宇蒙还沉浸在惊喜中 无法自拔 片刻后 他对朱珍珍说道 这大奖怎么对话 我看上的商品直接拿走吗 听闻此言 朱珍珍从口袋里拿出两张兑换券 并说道 你有看上的商品后 把兑换券给他们就可以带走了 一共可以选两件商品 哦 我知道了 苏宇蒙点点头 然后将兑换券拿了过来 看着总裁和夫人离去的背影 朱珍珍才松了一口气 幸好他反应快 保住了工作 这伺候人的活真不好干啊 至于兑换券的事情 朱珍珍跟林兆峰汇报了一下 此时 商场所有门店的店长都收到了通知 夫人兑换商品的时候 畅通无阻 现在没了价格上的考虑 苏宇蒙认真挑选的 转角几人就进到一家饰品店 他一眼就看到 中间摆放的一枚胸针 老公 阿姨喜欢带胸针吗 这个送给他怎么样 苏宇蒙不了解未来婆婆的喜好 更何况买礼物 一定要送到新坎上才行 姜牧成健壮肯定的点点头 老婆的眼光真不错 胸针很漂亮 放心 只要是你买的礼物 我妈一定会很喜欢 嗯嗯 那我就买它了 苏宇蒙点点头 他觉得 阿姨带上这枚胸针一定很合适 突然 他撇到了胸针的价格 在他看来 很普通的胸针竟然卖五万多 随即 他不自信地 将手里的兑换券交给店家 然后说道 这个兑换券 兑换这枚胸针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女士 你等一下 我这就为您打包 店员笑嘻嘻的 看起来很开心 听人家这样说 苏宇蒙也欢喜地散发着笑容 他小声地 跟姜牧成吐槽着 老公 真的能兑换业 他文言 哭笑不得在心里付费着 因为是你老公买的单啊 第27章 什么死生子 这都是你的酸 店员打包好胸针后 高兴地将几人送走 看着他们的背影 在心里吐槽着 这胸针可算是卖出去了 一会儿去换钱咯 现在 送给未来婆婆的礼物 已经买好了 未来公公要送什么礼物呢 苏宇蒙疑惑地 看向姜牧成询问着 老公 叔叔喜欢什么 他喜欢喝酒吗 要不我送给他一瓶好酒 姜牧成文言摇摇头 我爸不爱喝酒 他呀 喜欢钓鱼 哦 那我送叔叔一个鱼竿吧 有了目标之后 几人来到了鱼具店 苏宇蒙也不知道怎么挑选 看着哪个 顺眼就选哪个 这个时候 他注意到 墙上挂着一根银色的鱼竿 看上去低调奢华有内涵 苏宇蒙一眼就相中了他 随即跟店老板说道 老板 那个鱼竿可否拿下来看看 当然可以 老店笑呵呵地 将鱼竿拿下来 交到苏宇蒙的手上 手感确实不错 随即他跟老板说道 老板 这兑换券 可不可以兑换你这根鱼竿 可以 那这根鱼竿 我就为您包起来 店家手脚麻利地 将鱼竿放到盒子里 好像生怕苏宇蒙反悔似的 之后 他将盒子交到苏宇蒙的手上 热情地说道 女士 鱼竿包好了 有需要 您下次再来 嗯嗯 苏宇蒙点点头 心满意足地拉着老公离开了 这回送给长辈的礼物 都已经买好了 他心踏实了下来 随即前往湖中别墅 与此同时 宋清雅早早地就在别墅门口等着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见自己的宝贝孙女了 他们江家 没有重男轻女的念头 只要是江家的孩子 他们都喜欢 江宝德见老婆在门口 快站半个小时了 他来到他身边 不免打去道 老婆子 你快变成忘孙时了 宋清雅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吐槽着 你就知道打去我 你不想你孙女 嘿嘿 我陪你一起等 自己的心思被戳破了 江宝德摸着脑袋瓜 信信地说着 不多时 一辆黑色汽车映入眼帘 车里 苏宇蒙不免有些紧张 就连手心都出了汗 江牧成感受到 老婆有些坐立不安 别安慰道 没事 有我在 我一直陪着你 嗯嗯 车子停下来 宋清雅和江宝德 赶忙凑了上去 拉开车门 只见一位容颜清秀的女生 笑着打招呼 叔叔 阿姨好 我是苏宇蒙 好好 宋清雅看到儿子 为自己选的儿媳妇 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一眼他就喜欢 随即 他拉着苏宇蒙的胳膊 朝着别墅走去 期间还一直关心地询问着 本来他还有些担忧 江牧成的父母会不喜欢自己 现在亲自接触起来 发现两人很好相处 这竟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 宋清雅拉着儿媳妇走了 老头子只能抱宝贝孙女了 可是他惊奇地发现 车上有两个小宝宝 他疑惑地询问着儿子 笑称 这车上 怎么有两个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牧成文言 笑着在他的耳边说道 爸 蒙蒙怀的是龙凤胎 上次我带回来的是妹妹 胖一点的是哥哥 啊 江宝德吃惊地张大嘴巴 然后高兴地拍打着儿子后背 你这个臭小子 这么欢喜的事 怎么不一口气告诉我们 真是欠走 嘿嘿 这不是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 江牧成黑黑地笑着 其实他也是 后来才知道的 不然这王诈 肯定一起扔了 随后 两人一人抱着一个小宝宝 跟在宋清雅二人的身后 进屋之后 他高兴地拉着苏宇蒙 坐在自己身边 自从见了儿媳妇 嘴角的笑意就没停下来过 不得不说 儿子的眼光真是好 怪不得别的女生都看不上眼 原来喜欢这一款 只见宋清雅握着苏宇蒙的手满意道 萌萌 你们早上吃饭了没 没吃的话 我让人去准备 你喜欢吃啥 跟我说 别客气 不用啊 阿姨 我们已经吃过了 未来婆婆太热情了 苏宇蒙摆了摆手 笑着拒绝了 人家女孩第一次进入家门 宋清雅肯定要给见面理 她将自己手腕上的镯子摘下来 戴在儿媳妇的手上 并认真地说道 萌萌 这镯子是小成他奶奶传给我的 是咱们江家的传家宝 这个镯子只传点媳妇 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啊 听阿姨这么说 苏宇蒙赶忙推辞 主要是这镯子太贵重了 其次就是 她跟江牧成八字还没有一撇 现在收下不太妥当 然而 宋清雅态度非常强烈 萌萌 你是我认准的儿媳妇 是江家的少夫人 收下 以后小成要是欺负你 或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跟我说 我收拾她 她非常真诚地说着这些 听得苏宇蒙 心里暖暖的 很感动 谢谢阿姨 傻孩子 不用谢 宋清雅摸着她的脑袋 刮爱护着 虽然未来婆婆对她很好 但是她的心里 竟有一丝落寞 不知为什么 她很想自己的妈妈 要是妈妈还在的话 肯定也会爱护 保护她 那爸爸也会像以前那样对她好 可是没有可是 这也只是她的期盼 这时 宋清雅突然感觉 面前多了什么 家里怎么有两个小孩子 她还往前凑了看一眼 前两天她刚见自己的孙女 所以认识 但是对于那个面生的小家伙 一脸疑惑 这回她多想了些 儿子肯定不会 抱别人的孩子回家 只能抱自己的孩子 只见她将儿子拉到拐角处 小声地询问着 小成 这也是你的孩子 嗯嗯 怎么 江牧成大方地承认了 只不过她见母亲 好似并不高兴 下一秒 宋清雅就揪着她的耳朵教训着 臭小子 就会在外边沾花惹草 处处留情 说 外边还有几个私生子 嗯 私生子 江牧成越听越不对劲 老妈是不是把大宝 当成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了 随即 她哭笑不得地解释着 妈 那个也是萌萌生的孩子 龙凤胎 第28章 老婆 要不做点有意义的事 啥 龙凤胎 宋清雅听了儿子解释后 脸上逐渐喜笑颜开 她整理了一下江牧成的衣服 然后没好气地拍了她一下 臭小子 你怎么不早说 害得我 妈 谁让你想象力太丰富 江牧成无奈地摊摊手 谁家父母会想到私生子的上面去 这个时候 宋清雅来到江宝德的面前 二话不说的 将还未见面的孙儿抱了过来 并亲切地说道 宝贝 我是你奶奶 花只见小家伙张开小嘴 然后打了个哈欠 即便是这样 看得她心花怒放的 小宝长得像妈妈 大宝长得像爸爸 不管长相随谁 宋清雅都喜欢得不得了 她抱着大宝 来到苏宇蒙面前 满面春光地拉着她的手感谢道 蒙蒙 辛苦你生了两个孩子 怀胎十月一定是不容易 小诚她有没有欺负你 苏宇蒙摇摇头 幸福地羞涩道 没有 小诚她很好 对你好就行 她要是敢赴你 我肯定替你做主 宋清雅的三观很正 即便是自己的儿子做错事 该教训 那也是要教训的 所以 站在一旁的江木成 都能感受到老妈的死亡凝视 那眼神好似在说 你要是敢对我儿媳妇不好 我就把你赶出家门 随即 她又换了一副笑脸 对苏宇蒙两人说道 带孩子这么久了 今天你们就放松一天 宝宝有我和你爸看着 你们就放心吧 嗯嗯 江木成点点头 其实心里在付菲着 你们就是想跟亲孙儿多亲近些 事实也确实如她想的那样 就两天没见 老两口就思念小宝宝 就连做梦都在怀里抱着小家伙 他们好不容易过来一趟 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了 随即 宋清雅和江宝德 抱着小宝宝们 回了自己的房间 把他们放在床上后 宋清雅拿出手机 找个最好看的角度 拍了他们弟妹的照片 然后 她喜洋洋地将照片 发到了自己打麻将的老姐妹群里 并嘚瑟到 姐妹们 出来冒个泡 看她我孙子 孙女 这可是龙凤胎啊 豪门父太太平常 也没什么事做 就闲着 所以很快 就有人回复消息 哇塞 好可爱的小宝宝啊 真想捏衣 捏他们胖乎乎的小脸蛋 有人喜欢 就有人嫉妒 群里 有一个父太 迟迟没有抱上孙子 之前还有个半 现在只剩她一个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 没有什么能炫耀的 那只能炫耀孩子了 所以 她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酸溜溜地说道 雅姐 你不说 你儿子没女朋友吗 这怎么突然冒出个孙子 孙女啊 宋清雅见状 得意地回答 臭小子瞒着我想给我个惊喜 这真是一步到位了 说完之后 她又Q前两天 打麻将说自己家孙子 做满月酒的那个父太 芳芳啊 我家孩子比你家大 到时候孩子们一起玩 有半热闹 行 那人回答着 虽然她二媳妇 只生了一个 但是她也是很满足的 毕竟是小男孩 之后 宋清雅又高兴地炫耀着 我家宝宝已经过了满月了 到时候请大家来喝百天酒 一定去 以前没有孙子 孙女她只能羡慕地 看着人家 现在有了 她当然要好好得瑟一下 默一会儿 她的朋友圈 已经发了好几个视频 都是宝宝睡觉的时候拍的 姜宝德看到后 笑笑不说话 因为她也想发 可是不会啊 自从宋清雅和姜宝德 抱着小宝宝们离开 姜牟诚便拉着苏宇蒙的小手 来到自己的卧室 老婆 先休息一下 等大师来了咱们再出去 嗯 苏宇蒙点点头 看着干净 整洁的房间不禁询问着 老公 这是你的房间 她见老婆 有点惊讶的样子 笑着问道 怎么 不像吗 苏宇蒙微微一笑 听说男生的房间都挺乱的 没想到 你的房间不仅干净 整洁 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非常好闻 听到老婆夸奖自己 姜牟诚很开心 她将苏宇蒙拉到床上 温柔地按着她的肩膀 老婆 现在就咱们两个 要不做点有意义的事 什么事啊 听闻此言 苏宇蒙有些羞涩 然后脑袋里 蹦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她为难地推诿道 老公 人家说 剖腹产的过了三个月 才能做那个 你 要不忍一下吧 姜牟诚刚拿出手机 听到老婆的话后 她皱着眉头纳闷道 老婆 剖腹产不能打游戏吗 说完之后 她意识有些不对劲 什么 你是剖腹产 嗯嗯 苏宇蒙点点头 恨不得将脑袋扎进地缝了 她刚刚怎么理解的 原来老公说的是打游戏 她想哪去了 苏宇蒙还没来得急闪躲 姜牟诚便撩开她的肚子 一条手掌那么长的刀口 出现在她的眼前 姜牟诚心疼地抚摸着伤口 很疼吧 刚开始的那几天疼 之后就好多了 苏宇蒙风轻云淡地说着 那种疼痛当时感受得很强烈 现在感觉不到了 她不想让丈夫看这么丑陋的刀疤 随即遮盖起来 老公 你别看了 有点吓人 姜牟诚摇摇头 真诚地看着她 不吓人 这是你从鬼门关回来的印记 是你当妈妈的证明 苏宇蒙听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老公不仅没有嫌弃她还安慰 赞美她 福福何求 她倒在姜牟诚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她 感激道 老公 谢谢你 有你 真好 她摇摇头 不对 我有你才是最幸运的 两人相拥在一起 姜牟诚摟着她的脑袋瓜 和纤细的腰肢 苏宇蒙则依偎在她的怀里 此时气氛如此暧昧 她忍不住 想在老婆的嘴上留下印记 刚想接吻的那一刻 楼下传来声音 小诚 蒙蒙 你们下来吧 大师来了 嗯 好 姜牟诚赶忙应了一声 然后将苏宇蒙从床上拉起来 没亲上 两人有些尴尬 咱们也下去吧 第29章 给小宝宝取名字 刚下楼梯 便见一位穿着太极服的老人 坐在沙发上 此人留着白色的长胡须 精神绝朔 根本看不出来 有80岁的高龄 姜牟诚和苏宇蒙下来后 宋清雅非常客气地说道 古大师 麻烦您为我们的孙儿起 一下名字吧 老人睁开眼 目光如炬地说道 把孩子抱过来我看看 好的 宋清雅点点头 然后将大宝 小宝都抱到她的眼前 古大师开怀大笑 这两个小娃娃 是有福之人 命格非常的好 我这就为他们起个名字 平常的算命师傅 取名字 需要知道生辰八字 古大师不用 他掐指一算 就知道 宝宝是什么时辰出生的 只见他手指跳动着 然后自信地说着 这两个小娃娃 是农历4月26日出生的 大的这个宝宝 是8点05分出来的 小的 则是晚了一分钟 苏宇蒙听闻 肯定地点点头 大师说的 真是一字不差 非常对 随即 古大师收起手 突然睁开眼说道 男宝就叫江景凡 女宝就叫江穗宁 说完之后 大师朝着门口走去 宋青雅见状高兴地说道 感谢大师 给小宝起名字 大师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很快就不见其人影 与此同时 江牧城的脑海里 突然响起 系统提示的声音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城 技能 玉娃无师自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神级婴儿车 系统检测到小宝宝的名字 已经取好 特奖励吸髓丸 洗髓丸 那是什么东西 听到这个名字 江牧城寻问着系统 洗髓丸 是给小宝宝用的 可以增强抵抗力 吃了之后 宝宝就不会生病 系统全面地解释着 江牧城听到后 满意地点点头 这洗髓丸真不错 多少钱都不还 这个时候 洗髓丸 就凭空出现在江牧城的口袋里 他摸了摸 是两颗 现在人这么多 他不太方便喂 还是等四下无人的时候 给小宝宝喂 不然老爸 老妈问东问西的 太麻烦 名字起好后 苏宇萌高兴地摸了摸 两个小家伙的小脸蛋 宝贝们 你们从现在 开始有名字了 哥哥叫江景凡 妹妹叫江碎宁 以后妈妈 叫你们凡凡 和宁宁好不好 小家伙 好似能听懂似的 他们挥舞着小胳膊 嘴里还发出嗡嗡的声音 好似很满意 自己这个名字 之后 宋青雅叫凡凡 和宁宁的名字 逗着小家伙 两个小宝宝 也咧着小嘴微笑着 可爱得很 时间过得很快 晚饭都已经吃完了 得知儿子 而西一会儿就走了 宋青雅拉着苏宇萌的手 来到沙发上坐 她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黑色的卡胶 倒了媳妇的手上 萌萌 这张卡没有密码 随便刷 阿姨把它给你了 你想买什么就买 苏宇萌当然知道 未来婆婆给的是什么卡 因为他们苏家也有一张 知道卡的珍贵性 所以她推辞着 阿姨 这个卡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还是好好收着吧 不行 宋青雅表情严肃 非常坚定 她将卡塞进苏宇萌的口袋里 装作生气地说道 这个卡就是给你的 不许拿出来 否则我不开心了 闻言 她看了看江牧城 见老公点点头才收下 谢谢阿姨 这张卡我就收下了 诶 这才对嘛 宋青雅高兴地摸着她的头 在心里 她是非常满意这感儿媳妇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老两口才不舍得 将他们一家四口送上车 临行前 江宝德将一个 红本本交到江牧城的手上 与众心肠道 臭小子 还不早点给萌萌一个名分 你们抽空 赶紧把证领了 这个时候 江宝德将儿子拉到身边 富尔说道 不把儿媳妇 放在咱们家的户口本上 你就别回来了 行 我知道了 江牧城高兴地点点头 这也是她心中所愿 回去的路上 苏宇萌心事重重地 听到未来公共的那番话 她也想早点跟江牧城领证 可是办理结婚证 需要双方的户口本 而户口本被那个人把持着 肯定不会轻易拿出来 听到老婆唉声叹气的 江牧城讯问着 看你从我家回来 心事重重的 怎么了 见此 他试探性地问到 是不是我爸妈说的哪句话 你不喜欢听 听闻此言 苏宇萌赶忙摆摆手 解释着 没有 没有 叔叔阿姨都很好 是我的问题 嗯 那你在想什么 可以跟老公说说吗 江牧城想开解他 但也得知道缘由 苏宇萌纠结着 他寻思着这件事情 早晚都得说 深吸一口气后 他坦白道 户口本在我爸那里 想让他拿出来 怕是不容易 想到这 他就欲劫难消 别的父亲 对女儿摆一摆顺 他的父亲可好 专把女儿往火坑推 谁家父亲会让女儿 嫁给一个 都能当他爹的男人 难不成 真是有了后娘 就有后殿 苏宇萌的母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不到三个月 他的父亲 就迎娶现在这个女人进门 而且还带回来一个 跟他同岁的女儿 从那以后 苏宇萌再也没感受过父爱 只有哥哥 真的疼爱他 他的后妈表面上和蔼可亲 其实暗地里阴毒得很 每次都在他父亲的面前 装好人 所以 苏宇萌 从小就很独立 也很坚强 自从父亲告诉他 联姻的消息后 他说不嫁 就再也没有 回过那个冰冷的家 一想到 回去要面对他们 苏宇萌 就恨得牙痒痒 当然这些 他没有跟江牧成说 一个人 生气就行了 为什么要两个人 一起气愤 可能是江牧成太自信了 他拍着胸脯子说道 老婆 你放心 我来搞定 有老公在 苏宇萌有人保护 有人在意 他放手一搏 那明天 就回我家一趟 江牧成 不免有些期待 行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把你夹在我家的户口本上了 第三十章 回苏宇萌家 回到家后不久 凡凡和宁宁就睡醒了 可能是在车上 睡的时间很长 小家伙们醒来之后 没有哭闹 而是打量着周围 他们的眼球左右移动的 眼神里充满了懵懂 看得江牧成是心花怒放 宝贝 醒了 跟爸爸贴一贴 说完 他用脸颊贴了贴宝宝们的额头 突然 他想起系统给的洗水单 还没有给小宝宝吃 这个可是神药 能预防生病的 江牧成二话不说的 将两颗药丸磨碎 然后用水搅拌 看上去黑乎乎的 闻起来却是有股清香味道 他拿了一个小勺子 先慢慢地往凡凡的嘴里灌 小家伙现在还很好骗 江牧成往嘴里放一勺 凡凡就喝一勺 非常的配合 没一会儿 烦烦的那颗洗水丸 就被喝光光的 原以为宁宁也会非常的配合 奈何小家伙尝了一口洗水丸后 就皱着眉头 咧着小嘴 好似吃了很难吃的东西 所以当江牧成喂下一口的时候 小家伙嘴唇抿得紧紧的 他都找不到机会 这个单要是好东西 不吃也不行 那只能想办法了 想来想去 只能转移宝宝的注意力 江牧成拿出手机 找了一部动画片 在宁宁的面前播放 小家伙瞬间就被吸引了 他咧着小嘴 成眼疾手快地往宁宁的嘴里倒了一勺药 小家伙猝不及防地咽了 幸好他弄得水不多 不然真的很难喂 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宁宁才将洗水丸全都喝完 吃了这个单药之后 小家伙们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个药经过口腔在五脏六腑蔓延 好似全身的脉络被打通 反反躺在床上 小家伙露出享受的神情 而宁宁舒服的都快要睡着了 等苏宇萌从浴室出来 两个小宝宝已经呼呼大睡起来 看着他们睡觉时如动着小嘴 可爱的真想捏一捏白嫩的小脸 只见苏宇萌幸福地躺在小家伙们的身边 心里一想到他们兄妹俩脸上的笑容就不断 一天很快过去 第二天江牧成已经收拾好出门 需要带的东西 老婆 咱们出发去你家吧 嗯嗯 苏宇萌点点头 上车后 他跟司机老刘说道 刘叔 去蓝海山庄 好嘞 刘叔应了一声 然后朝着目的地驶去 蓝海山庄这个名字 在魔都的上流圈并不陌生 住在那里的身家最起码有十几亿 看着苏宇萌 江牧成不禁疑惑着 老婆 你家住在蓝海山庄 嗯嗯 对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略带讽刺地说道 没想到吧 住在那里的人会落到诸位建房 听到这里 江牧成心疼地将老婆搂在怀里 不用问 他肯定是受了很多委屈的 现在苏宇萌有他护着 看谁还敢欺负他的老婆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吃苦的 嗯嗯 还好有你 苏宇萌紧紧地搂着江牧成 被人暖在怀里的感觉 真有安全感 与此同时 蓝海山庄十号别墅内 苏长海坐在茶桌前 正在给茶杯加热 对面坐着一位 跟他岁数差不多的 已经谢顶的男人 此人名叫胡德利 是苏长海生意上的伙伴 他看着茶杯 不怀好意地说道 长海啊 我看了那么多女人 还是最喜欢你家大女儿 记得好像是叫萌萌吧 苏长海点点头 嗯 我大女儿叫苏宇萌 他听到这话 顿时就知道对方的来意 随即为难地说道 德利啊 你是个好丈夫的人选 可是我女儿 她没有这个福气 上次听说 我要把她嫁给你 直接跟我断绝关系 现在还不曾回过家 胡德利文言不在意 他眼神一眨 随即笑着说道 断绝关系说得容易 是你的女儿永远都是 长辈之命 怎么能推辞呢 只要我娶到了萌萌 西郊那块风水宝地 我就当彩礼送给你 真的 听到西郊的地 苏长海两眼放光 那个地皮非常的值钱 由于要通地铁 现在已经炒到五亿了 要是在那个地上建商场 建楼房 肯定能翻好几番 不得不说 胡德利的开的条件 非常让人心动 可是苏长海了解 苏宇萌的脾气 倔得很 他很为难地说着 萌萌性子要强 我倒是非常愿意 他不愿意也不行 这个时候 胡德利笑眯眯地白白手 眼神见嗖嗖的 没关系 只要生米煮成了熟饭 他不愿意也不行 行 我这就让他回来 让你们 嘿嘿 那就多谢岳掌大人了 胡德利站起来 色眯眯地说着 只见苏长海走出茶室 来到主卧欢喜地 跟刘欣源说道 老婆 咱们要发了 胡德利说 拿一块五亿的地皮 取萌吗 啊 真的 没想到这丫头还挺值钱 竟然舍得老胡花这么多钱 刘欣源惊喜地说着 到最后竟然有些嫉妒 怎么没人花这么多钱 娶她的女儿呢 当然 要是知道迎娶的人 是当他爹的年纪 就算给多少钱 刘欣源自然是不愿 能配得上他女儿的 自然是风度翩翩 仪表不凡 且家里有钱的 果然 不是自己的闺女不心疼 苏长海不在 迎娶的人是谁 只要谁出的钱多 他就让闺女嫁给谁 为了让苏宇萌 乖乖就范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包裹起来的小袋子 然后得意地 很刘欣源嘱咐着 一会儿那死丫头回来 把这个放在水里 给她端过去 嘿嘿 这武艺不就到手了吗 哈 刘欣源文言 也放肆地笑着 好 让他好好伺候老胡 他将迷妖握在手里 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交代好一切 苏长海才拿出手机 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然而听到的 只是您拨打的用户 不存在紧接着 就是嘟嘟嘟的盲线音 听到这 他气愤地握紧手机 脸色铁青 这个不孝女 怕我给他打电话 竟然换号 长海别气 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他骗回来 刘欣源安慰着 脸上则是露出恶毒的神情 第31章 扎爹 恶媚 和破碎的她 不多时 南海山庄到了 看着熟悉的门牌号 苏宇萌恍如昨日 就在他上台阶的时候 房门被打开 只见穿着紧身包囤裙 低胸白色T恤 打扮得有些妖娆的女人 从里边走出来 看到苏宇萌时 他满脸惊讶 紧接着便咧嘴嘲讽着 苏宇萌 你还有脸回来啊 之前你不是说跟苏家断绝关系吗 怎么 活不下去了 现在跑回来求饶了 苏宇萌闭上眼睛 不想听恶狗乱废 不过这狗 不教训是不长记性的 要不然 会更加得寸进尺 苏小青 再怎么说我是苏家的大小姐 而你只是一个妓女 轮得到你插嘴 哦 还是说你就是我爸亲生的 而你妈就是那见不得人的小三 苏宇萌放肆地嘲笑着 但是心里苦 她说的这些应该是真的 苏小青就是苏长海的亲生女儿 而她父亲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就跟外边的女人乱搞 怪不得老妈尸骨未寒 她就迫不及待地结婚 当真为母亲不值得 苏小青听到后 气愤地想动手打人 苏宇萌直接抓着她的手腕 反手给了她一巴掌 气急败坏了 看来 你妈就是小三啊 苏小青捂着脸 瞪大双眼 表情得意地说着 苏宇萌你神气什么 今天回来你 就是自寻死路 你说什么 就在她想要询问清楚的时候 屋里人听到动静跑出来一看 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兴奋 苏长海反常地拉着苏宇萌的胳膊 表面上喝泽苏小青 小青不许跟姐姐顶嘴 说完之后 她笑着拉着闺女的手 热情地说道 萌萌回来了 爸爸早就想你了 你这孩子一声不吭 离开家这么长时间 真是不听话 快跟爸爸回家去 虽然苏宇萌挺想感受到父爱的 但是这也太反常了 根本不像平常的苏长海 她警惕着 然后跟随着回屋去 刘欣元看着两人进门后 生气地拉着苏小青的手小声叮嘱着 你这孩子真是沉不住气 差点就泄露了 等她嫁给胡立德 可是有好多的钱 看到嫁给又老又丑的男人 岂不是很有趣 嗯嗯 听了妈妈的话 苏小青脸上才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个贱胚子 竟然让那老男人舍得花这么多钱 那就让她好好联系吧 说完 两人也跟着进了门 毕竟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入门后 苏宇萌坐在沙发上 虽然父亲的态度反常 但现在可是她最高兴的时候 当即表明来意 今天回来 我是拿户口本的 有用 用完我就还回来 行 没问题 苏长海点点头 心里付匪着 等你和胡立德生米煮成熟饭 正好也需要用户口本 答应好后 他扭头看向刘欣元说道 去 把咱们家户口本拿出来 好 我这就去 刘欣元离开后上楼 这时 苏长海殷勤地说道 萌萌 回来有一会儿了 口渴了吧 喝口水润润 嗯 好 苏宇萌点点头 也不知是她多想 拿起水杯的时候 苏长海和苏小晴都特别紧张 好像都在期待着她 喝下那杯水 就连上楼的流行员 都忍不住地看她是否喝了 此时 她在心里盘算着 难不成这杯水有问题 为了不打草惊蛇 她假装地喝了一口水 擦嘴的时候 把水都吐在了纸上 苏小晴见状 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她面前得意地说道 苏宇萌 我看 你还神气什么 现在还不是中了我们的陷阱 一会儿啊 就让胡叔叔 好好让你舒服舒服 你 你们做什么 苏宇萌装作懵懂地说着 做戏做全套 她立马看向面前地说说道 谁有问题 哈哈 现在才知道 晚了 苏小晴推了苏宇萌一下 后者摊在沙发上 装成不清醒的样子 她感觉胜券在握 随即跟苏长海说道 爸 赶紧让胡叔叔下来 他们生米煮成熟饭后 咱们就能得到西娇的那块地皮了 嘿嘿 咱们家要发了呀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苏宇萌心如刀绞 事出反常必有妖 怪不得苏长海那样殷勤 原来是想骗她喝下那杯有问题的水 现在这么多人 她肯定是走不掉的 趁着没人注意 她赶忙发了求救短信给江沐成 一开始 苏宇萌就想自己来拿户口本 自己家的那些不是人的东西 她不想脏了老公的眼 但现在 只能麻烦她了 车里 江沐成满眼温柔地看着宝贝们睡觉 突然裤兜里边的手机响了一声 她赶忙拿出来查看 却看到老婆发的求救短信 她将孩子交给小菊照顾 自己带着保镖们前往十号别墅 另一边 收到得逞的消息后 胡立德大肤偏偏地从楼上下来 脸上展露着猥琐的表情 水喝了 喝了 现在她就交给你了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苏长海高兴地说着 然后拉着刘新元和苏小青离开 苏宇萌听着父亲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人 她彻底心死了 就不该对这样的人抱有幻想 就在胡立德要动手解一副扣子时 她突然睁开眼睛 狠狠地咬了她的手 见状 她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你们不是说她喝了水了吗 怎么没倒 奇怪 我们亲眼见她喝下去的 苏小青眉头紧皱 实在是想不通 后来她立马意识到 是纸的问题 不过现在追究这些已经没用了 这个时候 苏宇萌跑到一脚 手拿着棍子 如果几人逼迫她 那她就狠狠地揍 胡立德看着她反应这么激烈 赶忙微笑着说道 萌萌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就从了我吧 跟了我肯定比你在这个家过得好 她见苏宇萌摇着头 立马为自己辩解 我不就年龄大了点吗 其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不知道 年龄大的会疼人 呸 苏小青都忍不住地在心里付费着 真是丑而不自知 不过姐姐要是跟了这样的人 她可是开心得不得了 第32章 我老婆是苏宇萌 这个时候 刘欣元也在旁边附和着 萌萌啊 人家胡总有钱有势 看上你是你的荣幸 别闹了 赶紧跟胡总走 你爸爸你养这么大 是时候赶你报答了 苏宇萌文言冷哼一声 她嫌弃地看着流行员质问道 胡总一表人才 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嫁给她 还不是嫌弃她 又老又丑 要是换个年轻的豪门富少求娶我 苏小青肯定上赶着头怀送抱 说到底 有了后妈就有后爸 不是自己的闺女不心疼 说完 她又看向苏小青 嘲讽道 季妹 从小到大你不是总喜欢跟我争吗 这次不用争 我让给你了 苏小青文言 眼珠子快翻眉了 谁要你让啊 又老又丑的男人 我才不要 胡立德听见这话之后 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他狠狠白了他一眼 然后毫不留情地说道 这样的女人我可看不上 一分钱我都不会出 说完她又笑着 对苏宇萌说 萌萌 我对你的心意你不懂 为了娶你 我可是愿意给一块 价值五个亿的地皮当聘礼 这足以表明我的诚意了吧 苏宇萌文言 摇摇头 抱歉 胡总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谢谢您的好意 见自己的诚心还是打动不了 胡立德跟苏长海说道 五个亿的地皮 你们还想不想要了 想要你们就想办法 把他送到我床上 事成之后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胡总 你就瞧好吧 咱们这么多人 还制服不了他 刘欣源得意地说着 说完 苏长海和苏小琴围了过来 几人将他手中的棍子 抢了过来 然后将他架起来 就在胡长海 想为他喝迷药水的时候 门口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蓝海山庄 是江市开发的楼盘 物业有个加割户的钥匙 在苏长海疑惑着 谁能开自己家门的时候 江牧成带着保镖冲了进来 刘欣源几人 看到这一场景都吓梦了 当然最猛的 还是当属胡立德 看见来人之后 他吓得手中的杯子都拿不稳 摔碎在地上 他点头哈腰地 来到江牧成身边 卑躬屈膝地说道 江总 您怎么过来了 嗯 你是 这个人 江牧成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 不过本能的他就是厌恶 我是胡立德 永惠公司的老总 想跟您合作 听到这 江牧成有点印象 原来是那个公司的小老板 以你们公司的资质 竞标肯定不行 别白费力气了 行吧 那江总 你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 知会我一声 我赴汤蹈火 肯定能帮你办成 胡立德想攀附上江家少爷 人家吃肉他喝汤 都能挣得盆满钵满 江牧成没回答 扭头看向他询问着 你在这干嘛呢 我是来苏家提亲的 想求娶苏总的大女儿 苏宇萌 胡立德善善地说着 江总 您来这里是 他没听说过 苏家跟江家认识 不仅胡立德懵圈 就连苏长海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惹上了江家 江牧成文言 朝着胡立德笑了一笑 这不巧了 我是来找我老婆的 还挺有缘 我老婆就叫苏宇萌 啊 这 这 这 胡立德听到这 下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自己竟然惦记上 大人物的老婆 下场肯定很惨 他连连摆手 信信地说道 这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我说错了 我是来求娶苏家二女儿苏小琴的 事到如今 虽然他看不上那女人 那只能拉出来 摆脱这一劫了 倒是苏小琴听到这些话后 激动地吼道 你放屁 你才不是来求娶我的 你是来娶我姐姐苏宇萌的 刘欣源和苏长海文言 赶忙拉着她的胳膊陪笑道 小女刚刚口不择言 胡总就是来求娶她的 江牧成健壮 锋利的眼神扫向他们 语气冷冷地说道 既如此 你们抓着我老婆不放 是什么道理 放 放 这就放 挣脱束缚 苏宇萌立马跑向老公的怀抱 江牧成这个人 自己喜欢的东西 别人不能碰分好 他警告地跟众人说道 苏宇萌是我的老婆 是我们江家认准的儿媳妇 你们胆胆打她的主意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是是是 不敢打 不敢打 胡利德赶忙附和着 他们欺负了老婆 江牧成肯定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 既然小姑子听到婚事那么反感 那自己可要成全她 随即他看向胡利德笑着说道 胡总 你刚刚不是说 求娶苏宇萌的妓媚苏小琴吗 什么时候办婚礼 我到时候给你送上大礼 胡利德文言 尴尬地笑道 我们不着急 如果办婚礼 肯定通知江总 江牧成拍着他的肩膀嘱咐道 今年的好日子很多 胡总还是抓紧定下来 以免多生变数 我们将是不喜欢跟言而无信的企业合作 你应该也是吧 是是是 胡利德点点头 一想到要娶苏小琴 他就一阵头疼 这女的长得尖酸刻薄 跟大哥的女人差多了 不过是到如今 他只能娶了 有江牧成在 苏宇萌恶狠狠地盯着苏长海说道 户口本呢 给我 给 他笑嘻嘻地双手奉上 然后看向江牧成 我的好女婿 你和萌萌在家里吃个便饭吧 我让人现在就做 虽然没把苏宇萌嫁给胡利德 但是他收获了一个更加有钱的女婿 更何况人家又求娶二女儿 反正他都是不亏的 听苏长海说的 江牧成挖苦着 我们可不敢吃 保不起里边有什么谜 不打扰了 我们这就离开 说完 江牧成拉着苏宇萌 从苏家离开 而苏长海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懊悔不已 摇钱树走了 他还指望着女婿 带他挣大钱呢 见两人走后 胡利德跟苏长海说道 长海啊 我跟苏小琴的婚事得抓紧了 人家想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苏小琴听到后 像只炸了毛的母鸡 呸 谁说要嫁给你了 痴心妄想 说完 他撒娇地甩着苏长海的胳膊 爸爸 我不想嫁给他 第三十三章 欺负我妹就是不行 苏长海制止了苏小琴 微笑着将胡利德送走之后 他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 思考着刚才的话 流行员见状 挽着他的胳膊娇柔地说道 长海 你不会真想 把小琴嫁给胡利德吧 小琴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我也不想啊 可是胡利德可是给了武艺的聘礼 再说他岁数大了 没几年活头了 那咱们家小琴 可不就吃香的喝辣的了 苏长海只是找个借口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更何况 他还有儿子可以养老 苏小琴听到父亲说的话后 他气坏了 哭着脸跑回了屋子里 流行员见苏长海这副神情 便知道这件事 他已经决定了 肯定是改不了了 随即上楼安慰宝贝闺女 与此同时 苏氏集团办公室内 苏洪杰收到妹妹回家的消息后 马不停蹄地回家 自从妹妹离家出走后 他也很少回那个家 毕竟那个家里边 有他厌恶的母女 进门之后 苏洪杰就看到 沙发上的苏长海 他冷冷地开口 我妹呢 苏长海见他冷冰冰地 怒气地看向他 你就这么跟父亲说话 你不配当我父亲 他没见过 有哪一个父亲 想推女儿入火坑的 当真是没下线 所以他不认 苏长海文言叹了口气 有些失落 你不承认也罢 可我始终是你的父亲 苏洪杰文言没有回答 而十一就问着 我妹呢 跟他男人走了 听见这个话 他揪着苏长海的领子怒吼着 你让狐狸得把萌萌带走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那男人的岁数跟你差不多 你当真是冷血无情 苏长海胆了胆胳膊 笑着说道 你错了 带走萌萌的不是他 而是江牧成 什么 江牧成 他怎么会和妹妹在一起 苏洪杰心里有疑惑 既然妹妹不在这里 他一刻也不想待在这个家 在苏洪杰临走的时候 苏长海邀请道 洪杰 你二妹过一段时间就要结婚了 你到时候记得过来 她不是我妹妹 我只有一个妹妹 说完之后 苏洪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着儿子的背影 苏长海摇摇头 真事儿大不由爹啊 他做的这一切 不还是为了这家好 为了公司好 这怎么变成就他是坏人了呢 楼上 苏小晴躺在床上 用被子盖起来 他伤心地哭泣着 平常父亲可是最宠他的 怎么忍心 把他嫁给一个糟老头子 看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刘新元可是心疼得不行 他搂着苏小晴说道 哎呦我的好女儿啊 你把他狠心 妈替你想办法 苏小晴文言 激动地搂着他 然后说道 妈 你有啥好办法没 怎么样可以不嫁给狐狸得 刘新元文言 眼皮一翻 记上心头 他拉着闺女的手说道 想要不嫁给狐狸得 那只能找个 比他更有钱的 我看苏宇蒙找的那个男人不错 说到这 苏小晴就来气 他攥着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苏宇蒙那个 见人运气真好 找的男人 不仅帅还有钱 怎么好处 都被他占了去 我不管 我要过得比他好 他拉着刘新元的胳膊哀求着 心里则是暗暗下了决心 只要是 苏宇蒙东西他都想抢过来 他的老公更不例外 刘新元见状 比较欣慰 他抚摸着苏小晴的脸蛋温柔道 好 我们家秦儿 值得最好的男人当老公 找的好男人不是有本事的 能守得住才厉害 嗯嗯 对 我就不信他的老公 抢不过来 苏小晴自信心爆棚 哪有男人能为一个女人守身如玉 所有的男人都知道 家花没有野花香 他相信江牧成更不例外 下定决定后 苏小晴找人查了查江牧成的喜好 平常在哪出现 以及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女人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另一边 江牧成不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苏洪杰从苏家出来之后 就找人打听他的住址 很快就收到消息了 不到半个小时后 就来到别墅门前 门口的保安见状 赶忙上前询问着 您好 您是来找江总的吗 嗯 保安隔窗问道 请问您叫什么 我好通知一声 苏家 苏洪杰 与此同时 江牧成刚将两个小宝宝放到床上 门口便有铃声响起 他赶忙去接电话 得知来人之后非常意外 你说来的人是苏洪杰 对 肯定之后 他回复道 让他等一会儿 自从知道了苏宇萌 就是苏家大小见 江牧成便派人 查了一下苏家的人 想到之前 跟他谈生意的人 就是苏洪杰 他知道 苏洪杰此番 不是来见他的 见或不见 都应该 由老婆来决定 所以 江牧成来到老婆的身边 从背后 搂着他纤细的腰肢 轻声道 老婆 有个人想见你 谁啊 苏宇萌皱着眉头 实在想不出 谁要见自己 苏洪杰 听到这个名字 他愣了一下 原来是自己的哥哥 之前不想见 那是因为 自己过得很狼狈 现在他见自己过得 很好 应该会很开心的 苏宇萌看 向江牧成 他在哪 就在门口 他微微一笑 老公 让我搁进来吧 听到老婆的命令后 江牧成 才跟保安说 让他进来 江车停在别墅前 苏洪杰赶忙 从车上跑下来 进屋后 看见妹妹站在面前 他激动地 将他抱到怀里 萌萌 你回家 怎么不跟我说声 哥哥好保护你 说完 他将苏宇萌 转的圈圈 有些担忧 他们欺没欺负你 苏宇萌摇摇头 我长大了 也不能老是 让你保护我不是 不得不说 被哥哥护着的 感觉真好 听到这话 苏洪杰美好气地 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然后故作生气道 你是我妹 保护你 一辈子又何妨 说完之后 他眼神 瞟向江牧成 好似在告诉他 不管是谁 欺负我妹就是不行 第三十四章 我们决定领证了 苏宇萌知道 哥哥是在警告江牧成 他赶忙替丈夫辩解 哥哥 牧成对我很好的 你不要对我老公那么凶吗 见自己的妹妹 竟然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苏洪杰伤心了 他有些无可奈何 萌萌 他都把你拐跑了 我已经跟他很客气了 他拉着苏宇萌 表情很严肃 跟我回家 去我的别墅中 你们寡男寡女 住在一起 传出去不好听 不 我不走 苏宇萌摇摇头 然后看向江牧成笑着说道 我们决定领证了 那样 我们就是合法夫妻 什么 领证 听到这个消息 苏洪结晶的 下巴都要掉了 他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己的妹妹询问着 萌萌 你是认真的 对啊 你也不想自己的外甥 外甥女没有爸爸吧 苏宇萌知道 哥哥对他的疼爱 现在只有搬出两个小宝宝 他才不会阻拦 哥哥 是他最重要的人 江牧成也是 他谁也不想辜负 果然 苏洪结听到外甥 和外甥女的时候 震惊得差点没站稳 他看了一眼苏宇萌的肚子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江牧成 气愤地拉着他的衣服 怒吼着 江牧成 你混蛋 竟然对我妹做禽兽不如的事情 虽然苏洪结 误会了苏宇萌的意思 但是江牧成知道 自己之前 确实没有尽到 应尽的责任 他没有解释 因为他确实该走 见哥哥要和老公动手 他赶忙挡在江牧成的前面 哥哥 你要是敢对我老公动手 我就不理你了 出去 离开我家 苏洪结 从小最疼爱苏宇萌 他见妹妹真的生气了 赶忙将自己的手 拿了下来 然而语气软下来 行了 我不揍他了 说完 还不忘放下狠话 小子 要不是萌萌拦着 即便你是大名鼎鼎的江总 我也要将你痛揍一顿 他恶狠狠地说着 然后坐在沙发上 有些赖着不走的样子 江牧成文言 真诚且真心地 坐在他对面回答着 我知道 苏总是真的疼爱妹妹 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得不对 以后 我会尽力弥补 我对萌萌是真心的 还希望你成全 商场上将牧成 已狠蜡烛成 现在看到 他真心一片 有些难以相信 他的口碑很不错 苏洪结也不希望妹妹 和自己赌气不联系 随即 他点点头 语气稍软地回复着 看在你 也是真心的份上 只要萌萌愿意 我不阻拦 只是 你要是让萌萌伤心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 即便你拿生意威胁 也没用 苏洪结说的是真的 妹妹是他最重要的亲人 他肯定要护着他 江牧成书这三个 手指头发誓 我肯定不会 做对不起萌萌的事 也不会让他伤心 有为此事 天打雷劈 嗯嗯 苏洪结满意地点点头 苏与蒙剑 哥哥和江牧成 两人化干戈为玉伯 心里也很高兴 然而 还来不及庆祝 屋里便传来 小宝宝啼哭的声音 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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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有力量的哭声 就知道是凡凡的声音 苏与蒙听见后 第一时间跑到屋子里边 只有苏洪结纳闷得很 他看向江牧成疑惑着 怎么有孩子的哭声 苏总跟我去看看 就知道了 江牧成神秘一笑 来到主卧 便见苏与蒙抱着凡凡 而床上 还躺着另外一个小宝宝 只是那个小宝宝 他觉得很面熟 这时 苏洪结突然回想起 前两天他去江市谈合作的时候 江牧成怀里抱着一个小宝宝 怪不得他会觉得如此熟悉 原来是他的外甥们 而且他也意识到 自己理解错了意思 原以为自己妹妹是刚怀孕 没想到 竟然都生了 现在他更没有理由阻拦了 只见苏洪结满眼期盼地 对苏与蒙说道 蒙蒙 我可不可以抱一下小宝宝 他满眼含笑地点点头 并介绍着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你的大外甥 叫江景凡 是个好名字 苏洪结赞叹着 突然有点窘迫 然后跟小宝宝温柔道 凡凡 今天舅舅来得匆忙 等下回给你们带见面礼 苏与蒙文言摇摇头 哥哥 一家人 不用什么见面礼的 这是我当舅舅的应该准备的 我喜欢他们 苏洪结毫不掩饰 对小宝宝们的爱不释手 没想到肉嘟嘟的小团子这么可爱 是自己家的 所以这么喜欢吗 江牧成健壮 也真的为老婆高兴 有哥哥站在他的身边 他很开心 后来 宁丽也睡醒了 苏洪结抱完大宝抱小宝 真是乐此不疲 不过小家伙玩耍的时间不长 喝完奶之后 又进入了梦乡 苏洪结在旁边看着他们熟睡着 突然他想起妹妹说 要跟江牧成领结婚证 随即担忧道 萌萌 你想领证 肯定需要户口本 今天的老头子 是不是没给你 你等着 我给你偷出来 苏与蒙听闻此言 得意地说着 不用了 他 已经给我了 说实话 回想起苏长海 他的心既伤心又失望 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对他抱有希望了 苏洪结也看出妹妹的失落 他连忙转移话题 那挑选的好日子 你们就去领证吧 领完跟我说一声 嗯 好 苏与蒙微笑着点点头 说起领证 他还有些期待 他挺想亲人见证 自己幸福的时刻的 现在的亲人 只剩哥哥一人 他便撒娇地 挽着苏洪结的胳膊说道 哥哥 我们去领结婚证的那天 我希望你能来 你来见证好不好 好 我去 苏洪结点头回应着 宠溺地点了点妹妹的额头 没想到他比妹妹大了五岁 最先结婚的竟然是妹妹 说出来 还是自己拖后腿了 苏洪结无奈地摇摇头 这个时候 裤子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公司有事情需要他处理 所以得回去一趟 临走的时候 苏洪结看向苏与蒙说道 蒙蒙 你出来送一下哥哥 为何这样说 是因为他有些话要说 而这些话 他不想将沐城听见 第35章 想要时间过得快一些 来到车前 苏与蒙见苏洪结神神秘秘的 他忍不住询问着 哥哥 你到底想跟我说啥啊 苏洪结文言 不放心地握着他的肩膀嘱咐着 受委屈了 一定跟哥说知道吗 江家是世家大族 豪门的儿媳妇不好当 好 我知道了 苏与蒙点点头 然后将苏洪结送上车 挥挥手道 哥 你路上的时候慢点 想我了就过来 我会的 苏洪结回应了一声后 就开车离开了 刚回到房间的苏与蒙 就被江沐城一把拉到怀里 他还以为老公 是想询问哥哥 都说了些什么 没想到 他竟然将日历拿了出来 温柔说道 老婆 我看后天是个好日子 要不咱们后天就去领证 苏与蒙文言 有些羞涩的低头轻语 都听你的 那就后天去领证 江沐城拍着大腿总结性的发言 他真想时间过得快一些 更希望后天早早地到来 时间仅仅过了一天 苏小琴就收到情报贩子发来的消息 看着上面的内容 他不免有些激动 江沐城 江家的少家主 年纪23岁 未婚 上面发来的资料非常详细 不过却连他有孩子的消息 都没查出来 苏小琴多少有点得多了 通过试剂 他判断江沐城并不是平庸之辈 再加上他生得好看 肯定起了点别的心思 只见他握着他的照片 无比自信地笑着 姐姐姐夫 马上就是我的了 苏小琴盛装打扮 然后挑了一件 非常显身材的黑色墨胸包屯裙 又穿了一条黑色巴黎世家的丝袜 看着镜子里的妖娆美人 性感妩媚 他嘴唇上扬 对猎物有着必胜的决心 资料里显示 下午的时候 江沐城会从公司出来 但是具体是几点没有写 自从他有了妻儿之后 每天来公司的时间很短 处理完他 就会匆忙离开 所以这些是个未知数 就这样 苏小琴在一楼大厅 从一点等到了四点钟 看见江沐城出现后 他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然后装偶遇地摔倒在他的面前 眼瞅着就要摔倒在自己身上 他匆匆地往旁边一躲 苏小琴就重重地摔在地上 喷听声音就知道摔得很疼 而他摔得皱着眉头 脸上全是痛苦的表情 凭他穿的这样妩媚 身材曲线很好地展示了出来 男人看了之后 都会走不动道的 见女生摔倒 肯定会下意识地迎上去 怎么江沐城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 难不成是真的没看见 苏琴雪摔倒了 假装站不起来 他柔弱地对江沐城说道 先生 我现在动不了了 你可以帮我扶起来吗 江沐城点点头 当然可以 小陈 过去扶一把 他现在可是有老婆的男人 要主动跟异性保持距离 所以他吩咐张东城 而张东城见女人穿得这样性感 隐隐地能看见胸前的沟壑 当然愿意笑老 他屁颠屁颠地将人扶起来 然后关心道 没事吧 要不要去我家 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海王张东城 当然不放过这个辽媚的机会 不用了 苏小琴嫌弃地将他的手推开 见江沐城要走 他情急之下开口道 姐夫 是我啊 你当真没认出来我 对方并没有被他吸引 只能将苏宇萌搬出来 江沐城文言 果然停下脚步 然后盯着苏小琴质问道 你是他的妹妹 我只听到他说自己有个哥哥 见他不信 苏小琴赶忙补充道 昨天咱们 在苏家才见面 姐夫 就不认识我了 真是伤心啊 捂着胸口表演了一下 又继续介绍着 我是苏宇萌的妹妹苏小琴 姐夫记住这个名字了 有事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他目的不纯 要不是因为对方是老婆的妹妹 他才懒得继续打交道 苏小琴见江沐城有些急躁 眨着眼睛微笑着 我有点是想跟姐夫说 不好外人在场 小辰 你先回去吧 将张东辰打发走 江沐城询问着 现在可以说了 苏小琴文言摇摇头 姐夫站着 不累我还累了呢 人家可是穿了高跟鞋呢 脚很疼 要不姐夫给我揉一揉 他说完向江沐城抛了个媚眼 指尖还在大腿上滑动 然而江沐城却是非常的厌恶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我没时间跟你兜圈子 苏小琴脸上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依旧笑着说着 那边有咖啡店 咱们边喝边聊 说完他就朝着咖啡店走去 江沐城只能跟上去 走的过程中 苏小琴大脑飞速运转着 他刚刚使劲全身解数 勾引江沐城 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难不成不喜欢他那样的方式 他思考着对策 万般无奈之下 他决定使出绝招 于是 苏小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包包 脚步更加快地走向咖啡店 江沐城的对面 见此 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有什么想说的 现在可以说了吧 好啊 苏小琴点点头 然后站起来 在他的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然而换个角度看 他像是在亲吻江沐城 而咖啡店外 早已有人架好相机 然后将两人亲密的照片拍了下来 江沐城听到苏小琴说的消息后 表情冰冷地说道 同父异母 你要跟我说的就这些 当然不止这些 苏小琴得意地笑着 他继续说着 他母亲临走时 送给他的玉佩被我爸给拍卖了 拍卖会就在明天晚上 如果想拿回他妈的遗物 就给他自己拍回来 姐夫 这个消息你满意了吗 说完 苏小琴用小腿 蹭了蹭江沐城的大腿 眼神里满是妩媚 虽然 两姐妹的眉眼是有些相似 但是苏与萌可比苏小琴好看多了 苏与萌的美是天生丽质 不需要借助外力 素颜便秒杀一切 而她则是要靠化妆 才能表现出来的美 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被触碰了一下 江沐城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嫌弃地拍了拍裤子 恶狠狠地说道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第36章 误会 看着江沐城离开的背影 苏小琴得意地笑着 我早晚把你给抢过来 这个时候 在门外咖啡店旁 举着相机的男人 兴高采烈地走进里边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苏小琴伸手去拿 男人却突然拿开了 他笑嘻嘻地看着对方 奸笑道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苏小琴从包里 拿出一打现金给他 对方才把照片交给他 只见男人看了看 里边的现金 贪婪地在鼻子前秀了秀 然后眉开眼笑道 美女 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 记得联系我 苏小琴白了他一眼 然后踩着自己的恨天高离开了 回到车上 他迫不及待 将两人亲密的照片 给姐姐苏宇萌发过去 并且言语挑衅地说道 姐姐 姐夫可真坏 我的脸都被他亲疼了 与此同时 苏宇萌刚将小宝宝们哄睡着 手机便嗡嗡嗡地响 他还以为是来电话了 打开一看 原来是季妹发来的消息 不用看 苏宇萌就知道对方 又在憋什么坏心 女人天生都是好奇的 他将微讯打开 然后就看到老公 跟季妹的亲密照 虽然刚看到的第一眼 苏宇萌非常的生气 并且极度地要死 但冷静下来思考 他觉得江牧成不是那种人 他相信自己的老公 苏宇萌最讨厌影视剧里 有些误会 忍着不说开 所以他决定等老公回来 一定好好盘问清楚 说曹操曹操到 将牧成推开门 然后带着花和蛋糕 捏手捏脚地来到苏宇萌的身后 老婆 我回来了 一会儿不见 我好想你 他搂着苏宇萌的脖子 懒洋洋地说着 看老公这个样子 苏宇萌就知道 是苏小青倒的鬼 他笑嘻嘻地接过花 然后将老公拉到客厅 准备质问着 被老婆按在沙发上 然后他表情变得非常严肃 只见苏宇萌右脚脚踩沙发 审视地看向江牧成 老公 今天你都见谁了 见了张东辰 还有公司里面的其他员工 江牧成思索了一下回答着 他本想把跟苏小青的会面也说一下 后来他想着 不如将老婆母亲的遗物拍下来 送给他的时候 和盘托出 其实他本意是想给老婆一个惊喜 但是苏宇萌听到这个回答 可是惊吓 只见他继续追问道 真的 没有别人了 江牧成感觉到老婆的不对劲 但是不知道自己被人摆了一道 他点点头 然后用善意的谎言回答着 没了 没有别人 听到这个消息 苏宇萌心都要碎了 本来他以为老公跟继妹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 听到他对自己撒谎 他好难过 眼角的泪水喷涌出 难不成老公真的跟继妹搞到了一起 这边 江牧成见老婆哭得伤心 他顿时慌了 老婆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江牧成想将他搂在怀里安慰着 然而直接被苏宇萌躲开了 他想拉老婆的手 也直接被甩开 就算他是直男 也清楚地感觉到 老婆好像是生他的气了 不过他还不知道 自己错在何处 老婆 我哪里惹你不高兴吗 你跟我说一声 我好改 苏宇萌文言 用胳膊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然后非常伤心地 将手机拿给江牧成看 这个亲密照你怎么解释 你什么时候和我妹妹搞上的 我没她好看吗 他质问着 脸上写满了不甘心 看到照片后 江牧成全都知道了 他不禁在心里付匪着 这女人真该死 但是当务之急 得先将误会解释清楚 随即他真诚地说道 我老婆是最好看的 比她好看一万倍 你老公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 我怎么会看上她 更何况 我根本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里边有误会 我慢慢给你解释好不好 苏宇萌可能是非常的好哄 听到江牧成说的这些 他没忍住扑斥地笑了 我比他好看 是呗 是 看到老公坚定的眼神 他擦干眼泪 然后坐在沙发上 好吧 看你没说谎的份上 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 谢谢老婆大人 江牧成感激地笑着 然后将他和苏小琴的见面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苏宇萌听了后 点点头 这确实像他继美的做事风格 随即 他继续问道 那这个亲密照你怎么解释 江牧成看着照片清晰地记得 两人肯定都没任何接触 要是有他 也是第一时间嫌弃地躲开 所以 他非常确定地说道 这个照片是借为拍摄的 你要是不信 可以看咖啡馆的监控 苏宇萌眉头挑逗地询问着老公 哦 真的 千真万确 我是清白的 被人诬陷的 江牧成真是嘀咕了这个女人 挑拨的手段非常高明 下次见面 可不会因为她是老婆的妹妹 而轻易放过她 苏宇萌闻言哑然失笑道 好了老公 我相信你 毕竟从小到大有什么好东西 苏小琴都会跟她抢 别说男人了 不过 他知道姬妹不达目的 不会善罢甘休的 虽然他相信老公 但也要防着她 自己的男人 他可不会轻易地拱手让人 老公 那你们两个都谈了些什么 苏宇萌非常聪明 他知道 老公不喜欢她 那肯定被什么东西 吸引了 本来江牧成还想瞒着这件事 他偷偷地进行 想给老婆一个惊喜 现在看来 怕是不能不说了 随即 他感慨道 老婆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 单笑一声后 江牧成继续说着 确实有一件事 是关于我丈母娘的 啊 我妈 听到这个消息 苏宇萌非常震惊 啥事 丈母娘留给你的玉佩 被苏长海底拍卖了 拍卖会 就在明天晚上 听到这个消息 苏宇萌气愤地 从沙发上站起来 人渣 人渣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妈妈 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才会嫁给这样的男人 我真为他不值 第37章 苏宇萌宣示主权 江牧成文言 搂着苏宇萌的肩膀安慰着 老婆 有些男人很会伪装的 为那样的人生气很不值 如果苏长海对老婆好一些 做的事情不过分 他也会把他当成长辈和老丈人尊敬 但现在 对他剩下的 只有厌恶 嗯 为他生气 真是不值得 苏宇萌很赞同老公说的 不过 当物知及时将玉佩给拍卖回来 他随即跟江牧成说道 老公 明天晚上 我得去拍卖会 樊樊和宁宁 就有你照顾了 我跟你一同前去 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 明天同去拍卖会的 肯定有苏长海两口子 还有那个心机深沉的季美 江牧成不放心 老婆一个人前去 你跟我来 那谁来照顾小宝宝吗 苏宇萌有些担心 酒会的那种地方 不适合带小宝宝 人太多 太杂 现在宝宝们抵抗力还小 容易生病 听到老婆说的 江牧成微微一笑 老婆 不用担心 小菊就是专门照看孩子的高手 怕小菊一个看不过来 他挠头道 另外可以将大舅哥叫来 一同照看小宝宝 我相信 他肯定很乐意 嗯 也行 苏宇萌点点头 老公说的甚有道理 就按他说的办 晚上 两个小宝宝喝完奶之后就睡着了 苏宇萌倒是一点困意都没有 他来到江牧成的身边 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 叹息道 老公 拍卖会我还没参加过 里边的拍品 是不是都非常贵 江牧成思索了一下回答着 看拍卖会的规格 有些几万 十几万就能拍下来 但要是一些古董 古字画 甚至是极品珠宝 那价格一定非常的昂贵 哦 好吧 苏宇萌点点头 听到老公说的 他惆怅得很 最便宜的藏品 他都拍不下来 更何况是妈妈留下来的玉佩 现如今他只能拜托江牧成 老公 我母亲的玉佩 还希望你能帮我拍下来 那是自然 我丈母娘的东西肯定要拿回来 更何况 那是给我老婆的 不用苏宇萌说 江牧成也会帮他拍下来 明天领完证之后 两人就是合法的夫妻 就更不用分你我了 但是对于老婆的请求 江牧成还是有些不高兴 他失落地摸着苏宇萌白嫩的小手 抱怨道 老婆 咱们孩子都有了 还分什么你我啊 太见外了 以后请求的事情不许说了 有啥事你吩咐老公 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见苏宇萌一言不发 他温柔地捏着他的下巴 笑眯眯地说道 老婆 你听见没 嗯 我知道了 苏宇萌点点头 心里暖哄哄的 江牧成见状又加了一条 你下回再说 我可就惩罚你了 略略略 谁怕你惩罚呀 苏宇萌做了个鬼脸 怕老公报复 他慌忙起身 结果脚底一滑 直接摔在了江牧成的身上 两人嘴唇对着嘴唇 仿佛之间就定格在这一刻 苏宇萌慌忙起身 有些羞涩 从耳朵一直红到了脖梗 回想起白天苏小晴 对自己的挑衅 他攥紧拳头 直接将江牧成压在身下 放肆地亲吻他 老公是自己的谁都抢不走 两人亲了很长时间 可能是苏宇萌在宣誓主权 对于老婆如此主动 江牧成有些招架不住 果然饥饿的女人 不是一次能喂饱的 这个时候 他直接翻身把歌唱 惊虫上头 想脱下老婆衣服的时候 江牧成止住了 如果不是苏宇萌的身体 还没恢复好 怕是没那么容易收场 他将老婆拉起来 挑衅地说道 等你身体恢复好 我可就不会轻易地放过你 嗯嗯 他知道老公说的什么意思 所以苏宇萌娇羞地点点头 本来他想宣誓主权 没想到差点被江牧成宣誓主权 还真是差点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不过他很愿意 想着明天还要去民政局 他便将老婆放到床的另一边安慰道 别多想了 美美地睡上一觉 咱们明天就去领证了 嗯嗯 好 苏宇萌点点头 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确实睡得很香 一夜很快过去 每天早晨起床的闹钟 依然是小家伙的哭声 说也奇怪 每天醒得总是凡凡 每次小家伙早上哭的时候 都惊天地气鬼神 他每次都是闭着眼睛嚎的 眼角的泪珠从上边划过 看着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其实 凡凡早上都是被恶醒的 所以 江牧成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小家伙泡奶喝 看着摇晃着小手 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 他心疼不已 乖儿子 妮妮啊 马上就好了 气泡消了 他将奶嘴盖上 然后赶忙放进小家伙的嘴里 这一刻 感觉整个屋子都安静了许多 耳边再也不嗡嗡嗡的了 小家伙咕咚咕咚地喝着 江牧成甚至有点觉得 上辈子凡凡是不是恶眉的 奶瓶很快就见底了 没了奶小家伙还继续地吸着 他寻思着 要给凡凡再加一勺奶了 不过宁宁现在的奶量刚刚好 够吃也不会觉得没吃饱 早起将两个小宝宝安顿好后 江牧成和苏宇萌 才开始收拾自己 洗漱完毕后 苏宇萌看着衣橱发呆 老公 咱们结婚应该穿什么衣服 会不会跟拍身份证似的 要穿深色衣服 应该不会吧 江牧成也不清楚 毕竟他又没有拍过结婚照 拿不准 苏宇萌干脆上网查 发现人们清一色穿的 都是白色的衬衫 配上红底照片 确实非常的般配 随即 他拿着照片 来到江牧成面前说道 老公 我看人家穿的都是白色衣服 要不咱们也穿白色衣服去 行 两人从衣橱里 找了两件纯白色T恤 拿上身份证 户口本 带上两个小宝宝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 苏宏杰也从家里出发了 他可要见证 妹妹最幸福的时刻 婚姻登记处位于城东 距离这里有20公里的路程 那里也是繁华的区域 所以 开车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第38章 我们领证了 苏宏杰距离民政局比较近 所以他先到达 五分钟不到 江牧成也将车停到他的面前 苏宇萌抱着小宝宝从车上下来 笑着看向苏宏杰说道 哥哥 你来了 嗯嗯 今天是你领证的好日子 我可不能迟到 苏宏杰宠宠溺地看向妹妹说着 一想到疼了很多年的妹妹 马上就是别人的妻子 他怨恨地看了一眼江牧成 心里付菲着 臭小子 要是敢欺负我妹妹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照做不悟 苏宇萌感觉到哥哥心里的不痛快 他赶忙将凡凡和宁宁的婴儿车 推到他的面前 想必哥哥的臭脾气 肯定是不舍得对宝宝撒的 果然看到两个小宝宝后 他欢喜地摸了摸宝宝们 肉嘟嘟的小胖手 就连说话都掐着嗓子 夹子硬地说道 宝贝 我是舅舅呀 上次见面 没有给你们带礼物 看这回 舅舅给你们带了什么 登登登 说完 苏宏杰从口袋里 掏出两对金光闪闪的东西 仔细一看 原来是小金镯子 上边还雕刻着价值不菲的宝石 拿出来之后 他就给小宝宝们 戴在手腕上 苏宇蒙见状 笑着对苏宏杰说道 谢谢哥哥 说完他又扭头看向小家伙 宝贝们 你们也要在心里感谢舅舅 花大宝张着小嘴 好似在惊叹着 而小宝则是晃动着双手 好似给人展示自己的新镯子 看起来可爱极了 本以为民政局八点半就开门了 结果人家九点才上班 事到如今只能等着 眼看着快九点了 也没有员工进来 江牧城便跑到门口看看 正好看到一女人 低头翻找着自己的包包 身后有一辆飞驰而来的自行车 马上就要撞上的时候 江牧城赶忙拉了女子一把 并且叮嘱道 注意安全 看着自行车飞速骑过 女人感谢地说道 谢谢 他见男人站在民政局门口 便微笑地询问着 你是来登记结婚的 是啊 可是还没开门 江牧城点点头 说完还不忘看看周围 女人文言尴尬地笑道 我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这就为你们开门 他将卷帘门拉开 然后领人进入了大厅 淡淡一笑道 你们稍作片刻 等我叫你们 你们再进来 差几分钟临近九点 民政局里边的工作人员 才陆陆续续地进来 看到这一幕 江牧城哑然失笑 不由地想起张东辰 每次都是到最后一刻 才进公司打卡 开门之后 新人们也陆陆续续地进来 他们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坐在工作人员的面前 苏宇萌有些疑惑 他不解地跟江牧城说道 老公 咱们第一个来的 怎么还没轮到咱们办理结婚证 刚刚那个工作人员让等等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思考了一下回复道 嗯 再等等吧 没准马上就轮到咱们了 刚说完 早上见面的那个女人 便冲江牧城几人挥挥手 这是告诉他们 可以过来办理了 随即 几人欢喜地迎了上去 坐在椅子上 苏宇萌竟然莫名地有点紧张 心砰砰跳 他呆坐着 女人见状笑着说道 身份证 户口本给我一下 哦 好 苏宇萌反应过来 才从包包里拿出来 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着 很快拿出两张表格 递到两人的面前 你们把这个填一下 嗯嗯 两人点点头 然后各写各的 姜牧城写得格外认真 他一笔一画 不像签合同的时候 那样龙飞凤舞 苏宇萌写得也非常仔细 生怕写错 他写的过程中有些紧张 一些横竖都有些弯曲 不过好歹没出错 检查好后 两人交到工作人员的手上 不多时 女人终于从抽屉里边 拿出两个红本本 将两人的照片粘贴上去之后 他抬起机器 将结婚证放在上面 随着他轻轻一按 刚印便在结婚证上留下印证 虽然画面是短暂的 但是两人的心里 却是有着别样的感觉 这就结婚了 女人将结婚证递给两人 你们检查一下 是否正确 苏宇萌和姜牧城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然后点点头 又将结婚证递了回去 没问题 女人见状 哑然失笑地看着两人 既然没问题 结婚证 你们就收起来吧 不用上交了 啊 两人尴尬地点点头 然后将结婚证放进包里 从座位上离开的时候 姜牧城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糖 放在工作人员的桌上 幸福地说道 沾沾喜气 沾沾喜气 女人欢喜地收下了 同时也祝福道 祝你们长长久久 从里边出来 苏宇萌打量着姜牧城 然后撅着小嘴疑惑道 老公 领证准备糖 看来你是提前做攻略了 姜牧城摇摇头 有些尴尬 不是 我才准备的 她没想到领证 还有这个不成文的习俗 哦 好吧 不过我老公 还是很棒的 苏宇萌点点头 因为糖果 两人收到很多祝福 此时 苏宏杰推着婴儿车 早已经在出口等候着 看到两人出来 她焦急地问道 办理好了没 好了 哥哥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证 苏宇萌点头硬着 然后拿着结婚证 让苏宏杰过目 看了一眼 她点头笑道 我妹妹真漂亮 苏宇萌欢喜一笑 嘿嘿哥哥 等你结婚了 我也来见证 你的幸福 说完她挑着眉头 又调侃道 不过哥哥 你可要加油 千万别到了大林圣南 才着急啊 苏宏杰文言 美好气地处了处她的脑袋瓜 就你话多 正在这个时候 苏宇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她扭头跟姜牧成说道 老公 咱们领证还没交钱呢 听说要花九点九的公本费 哦 是吗 姜牧成不了解 随即两人 又返回里边找缴费的地方 楼上楼下 都转变了 也没见到缴费窗口 苏宇萌赶忙拉着一个工作人员询问着 请问在哪缴费 工作人员心疼地看着两人跑上跑下的 捂着嘴边笑着 现在不需要了 两人文言 有些无语 啊 白跑了 第39章 长长久久 从民政局出来后 苏宏杰有事 就离开了 刚坐上车 姜牧成口袋的手机铃声 就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竟是老妈宋青雅打来的电话 接通电话后 她满脸焦急地询问着 儿子 你和萌萌领完证没 姜牧成点点头 满脸幸福 刚领完 我们准备回家 听到领完证之后 宋青雅就放心了 这一下可不用担心 而媳妇被别人拐跑了 随即 她命令式地说道 今天你们回来吧 我让厨师做得丰盛一些 可不许推辞 我还想见我儿媳妇 和孙儿们呢 好 姜牧成点点头 笑着说着 挂断电话后 苏宇萌笑着询问着 老公 谁打的电话 是我妈 她让咱们回去吃 你想回去吗 虽然答应得好好的 但是姜牧成 还是想询问老婆的意见 如果老婆说不去了 她就在找理由推辞 没想到 苏宇萌非常欢喜地同意了 去 我想去 她喜欢一大家子 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 她不喜欢清冷的氛围 既然老婆下命令了 姜牧成便朝着湖中别墅驶去 开车到一半距离的时候 途经一个寺庙 姜牧成将车停下来 苏宇萌见状疑惑地询问着 老公 你怎么停下来了 姜牧成看着里边 不由笑道 我有一件事要做 老婆咱们去寺庙转转吧 好 虽然搞不清楚老公要干什么 但是苏宇萌还是会陪着她 两人抱着凡凡 和宁宁来到寺院内 在神仙面前 姜牧成突然拿出结婚证 然后高兴地说道 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今天我结婚了 我老婆 就是我旁边这位 名叫苏宇萌 嘿嘿 我老婆漂亮吗 姜牧成说了好多 炫耀老婆的话 苏宇萌听的 都有些不好意思的了 他这回明白了老公 为何要来这寺庙了 原来是为了炫耀他结婚 不过 老公这傻乎乎的行为 却让苏宇萌心里非常开心 喜欢一个人 就是要公告全天下 所以 姜牧成将两人的结婚证 给所有的神仙都看了一眼 真是明目张胆地炫耀 重新回到车上 他深情地拉着苏宇萌的手 老婆我终于对你具有合法施工 和资质手续了 傻瓜 苏宇萌满心欢喜地摸着他的脸 娇撑着 之后 开了半个小时的车 才到湖中别墅 宋青雅听到汽车鸣笛的声音后 赶忙跑出来 然后就看到儿子 儿媳抱着樊樊和宁宁从车上下来 他欢喜地跑上前 萌萌 你们回来了 阿姨 好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微笑着打着招呼 听到这声称呼 宋青雅拍了拍他的手 含笑地说道 你和阿诚都领证了 是不是该换个称呼了 苏宇萌温言羞涩地低下头 然后喊道 妈 唉 这才对嘛 宋青雅很高兴 他开心地 挽着儿媳妇进屋子 看着婆媳处得如此好 江牧城感觉自己被冷落了 老妈都把他忘记了 进屋子里边 江宝德正在削木头 看见儿媳妇来了 他很高兴 萌萌来了 嗯 爸 改了一个称呼 另外一个称呼 当然也得改 江宝德听到这个喊声时 愣了一下 反应片刻后 他欢喜地应答着 哎 你跟你妈他们待着吧 我给凡凡和宁宁做个波浪鼓 好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跟在宋青雅的身后 进了屋 倒是江牧城 进门看到江宝德 摆弄着木头有些震惊 老爸 你怎么把家里的老古董拿出来了 江宝德听后 没好气地看向他一眼 你这个臭小子说啥呢 什么老古董 江牧城信信一笑 他指着眼前的木头说道 这黄花梨木 难道不老 看着老爸削了那么一大块木头下来 他都有些心疼 老爸 你这也太浪费了 真是败价 江宝德白了他一眼 给我孙儿做波浪鼓 我乐意 离我远点 别打扰我创作 他非常嫌弃地 看向江牧城 有聊天的这一会儿 那块木头都该削好了 好吧 既然老爸赶他走 他非常时序地离开了 不过走之后 还附匪着 这波浪鼓也不知道弄出来 还是不是波浪鼓的样子了 江牧城摇了摇头 回想起以前的就是 小的时候 他非常喜欢看动画片 喜欢剧里的英雄 拿着一把大宝剑 看了之后 他非常想要 就跟父亲江宝德说了 江宝德非常痛快地答应 拿木头 给他雕刻一个大宝剑 但是雕刻出来的一点 也不是他想要的那个样子 结果 这件越雕刻越小 越雕越小 最后也就手掌那般大小 现在他只希望老爸 送给宝宝们的波浪 鼓别那么小就成 屋子里 凡凡和宁宁两个小宝宝熟睡着 宋青雅拉着苏宇蒙老家常 江牧城 那是将两人的结婚证 拿出来欣赏着 越看越欢喜 越看越喜欢 突然 他发现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赶忙叫苏宇蒙来看 老婆 我知道 为什么那名工作人员 叫咱们等等再进去 啊 为什么 他凑过来疑惑着 但当江牧城 将结婚证上的编码 给他看的时候 突然就明白了 随即兴奋到 003399 常常99 江牧城点点头 感激地说道 嗯 这是人家 对咱们最好的住院 如果不是拉了他一把 可能就没这个数字了 还真是好人有好报 宋青雅见儿子 对结婚证发出感慨 他快速地 将结婚证抢了过来 同时吐槽着 从你回来 就盯着结婚证看 当真宝贝的紧 再这样下去 你怕是要抱着 结婚证睡觉了 嘿嘿老妈 哪有你说得那么夸张 江牧城尴尬地 摸着脑袋瓜 自己真不愧 是他的儿子 自己想什么老妈 都能猜得到 见儿子眼神 有些闪躲 宋青雅 举着结婚证 笑着说道 这结婚证 我给你们锁起来了 说完他盯着江牧城 和苏宇蒙嘱咐着 你们两个一辈子 都不许打开他 第四十章 军崖酒店 这个时候 江牧城的脑海里 响起一道系统 提示的声音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城 技能 玉娃无师自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已用 洗水丸 已用 神级婴儿车 系统检测到 宿主领取结婚证 特奖励健保神通 请宿主多多简陋 江牧城听到后 对于这次的奖励 没有很大的惊喜 他纳闷到 健保神通 用眼睛就能看见真假 是的 宿主 凭空宁也能说出 这件物品为何假 系统机械地回答着 好吧 江牧城点点头 不过最近应该用不上 晚上是拍卖会 里边应该没有假货吧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 远处传来苏宇萌的声音 老公 吃午饭了 来了 江牧城高声回了一声 就前往餐厅 下午 樊樊和宁宁睡醒觉后 江牧城便来到宋青雅身边 搭在老妈的肩膀上笑着说道 老妈 一会儿我们收拾收拾就走了 嗯 怎么这么急 吃完晚饭再走吧 宋青雅文言 疑惑地看向儿子 现在天空明亮 他早已精明厨师 准备晚上的海鲜宴 他们现在走就吃不到了 江牧城摆摆手 有些遗憾 我和萌萌 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拍卖会 现在过去 时间刚刚好 啥拍卖会啊 大型的 宋青雅听到拍卖会有些纳闷 他没有接到通知 像大型拍卖会 都会给魔督有头有脸的人发情帖 他这次并没有收到 难不成是那种小型的拍卖会 他很好奇 那里有什么东西 竟能入了儿子的法眼 江牧城见状 也不隐瞒了 萌萌的父亲 把他母亲留下来的玉佩给拍卖了 我们是想把他拍回来 哦 这么回事啊 他这个父亲 也太不是东西了 妻子留下来的遗物 不好好保存 真绝情 宋青雅愤愤不平地说着 他极恶如仇 最恨这种男人 江牧城见老妈有些上头 赶忙安慰着 好了 你就别多想了 他这种人 肯定会有报应的 为这种愤恨不值得 嗯 就是 宋青雅认同地点点头 然后嘱咐着江牧城 儿子 那玉佩你可一定要拍下来 咱们江家别的不多 就钱最多 只要谁敢跟咱们抢 使劲拿钱砸他 而且 萌萌现在是咱们江家的儿媳妇 可不能被别人欺负了 不用您说 我也知道 就不劳烦您老人家操心了 江牧城 哑然失笑地说着 跟老妈知会了一声后 苏宇萌收拾好东西 一家四口从湖中别墅离开 今天晚上的拍卖会是 小型拍卖会 来的都是千万公司的老总之类的 公司里有几亿资产的 在这里就算大户了 拍卖会在军亚酒店举行 是一个五星级连锁酒店 这家酒店只有在摩都 帝都 这种一线城市才有 是江家旗下的酒店品牌 酒店服务于高端人士 所以价格不菲 拍卖会晚上八点开始 现在刚七点半 正好有时间吃个饭 江牧城带着老婆孩子 来到军亚酒店餐厅落座 服务员见状赶忙迎上来 露出标准微笑道 几位 想吃点什么 江牧城没有看菜单 他热情地跟苏宇萌介绍着 老婆 这里的牛排最好吃 你可要好好尝尝 好 苏宇萌笑着点点头 老公都赞不绝口的 肯定很好吃 他很很期待住了 只见 江牧城报菜名 来两份你们店招牌 菲力牛排 甜点再来两份 一份意大利面 好的 先生 二位请稍等 服务员微笑地退下了 后厨接到订单 赶紧准备着 很快 菲力牛排就端到两人的面前 只看外边的颜色 江牧城觉得有点不对劲 苏宇萌尝了一口牛排之后 并没有很惊喜的感觉 他疑惑着 老公 这牛排我感觉跟别家做得差不多 甚至小店做得都比这儿的好吃 你确定 这就是你说的那家牛排 会不会记错了 江牧城听闻此话 赶忙品尝了一下 确实口味一般 这厨师的厨艺 白白糟蹋了这块菲力牛排 虽然没见到厨师本人 但这牛排 绝对不是他认识的人所做 江牧城很困惑 当初他亲自将厨师谢飞生 给挖过来做主厨的 谁竟然私自把他换了 他气愤地放下刀叉 挥手将服务员叫到身边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把你们主厨叫过来 江牧城带着一股威压说着 虽然他的话让服务员很困惑 但还是前往后厨 跟现在的主厨说道 约翰先生 有客人想见你 约翰是英国人 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 哦 看来是被我的厨艺折服了 那我就去见见 虽然客人并没有说什么 服务员也感觉到 肯定不是主厨说的那样 很快 约翰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来到江牧城面前 而他非常确定 自己花重金请来的能人 被换掉了 只见约翰高兴地 看着两人说道 二位叫我来 是觉得我牛排煎得好吃 想见我 江牧城摇摇头 苦笑地回答着 不是因为好吃 而是因为难吃才叫的你 约翰文言 脸色骤变 他用手指着江牧城气愤地说道 你们 岂有此理 龙国人都是野蛮人 不懂品味 我可是米其林三星的厨师 你懂这是什么概念吗 竟然敢说 我做的牛排不好吃 去你的吧 江牧城听到他说的这些话 哑然是笑道 一个英国人 中文说得挺溜的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还米其林三星的厨师 徒有虚名 正在这时 远处走来一位穿着西装 戴着眼镜 长相有些斯文的年轻男人 三十岁左右 他来到江牧城面前 淡淡一笑道 先生是来找茬的吧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面前的男人江牧城没见过 他记得酒店高层里没这好人物 便询问着 你是 我是军亚酒店的经理赵天成 第41章 这酒店是我开的 听到这个名字 江牧城很陌生 不过他记得 有个高层名叫赵立坤 那人跟眼前的男人还有些相像 随即他询问着 赵立坤是你什么人 赵天成很惊讶 他是我爸 你怎么认识他 江牧城文言冷哼着 没有回答 而是询问着牛排的事情 你们怎么换了个这么垃圾的主厨 是谁让换的 旁边的约翰听见后 瞪大双眼 将厨师的帽子扔在他身上 见有人侮辱自己 他气愤地说道 赵经理 这个人要是不道歉 我就离开你们军亚酒店 相信温父总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走便是 大不了我这个经理不当了 被威胁 赵天成一点也不慌乱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约翰听完之后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他拿出手机 好像跟什么人告状 刚刚两人的对话 江牧城也听出了猫腻 他询问着 主厨不是你让换的 赵天成摇摇头 不是 是我们温父总决定的 他刚刚那么不客气 江牧城还寻思着 是他的手笔 原来背后还另有欺人 一身正气的赵立坤 想必他的儿子 应该不会差 虽然赵天成很不看好约翰 但是酒店的声誉 他的守护 所以刚开始针锋相对了些 现在说开了 赵天成劝江牧城 小兄弟 你还是赶紧走吧 温父总有点势力 一般的富家公子哥 他可不放在眼里 照打不误 更何况 这酒店的保安都听他的 江牧城摇摇头 让他放宽心道 没事 我不怕 盖好这座酒店后 他记得将酒店交给温盛明打理 现在这个温父总 想必不是他的闺女 就是他的儿子 说曹操曹操道 温父总踩着高跟鞋 趾高气扬地来到众人的面前 旁边还跟着那个约翰 他目光直视着江牧城 跋扈地说道 就是你说 我男朋友厨艺不行的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置怀 现在赶紧跟我男朋友道歉 否则 我就打道你道歉 赵天成健壮 有些看不过去 管他工作不工作的 这女人他早就看不顺眼了 温思辰 龙国男人那么多 偏要找个外国人 我看你是不是觉得 国外空气都是香的 约翰本来厨艺就不行 就他还是米其林三星的厨师 骗人的吧 还有 你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产业 随便霍霍了 这可是江家的酒店 你们还在这装大爷了 我呸 臭不要脸 有本事 你和你爹自己建个酒店啊 赵天成将这段时间的憋屈 尽数吐出 说出来之后 感觉浑身都轻松了 真是痛快 早就应该这么骂他 温思辰被骂得气愤的跺脚 因为有些问题 他无法反驳 只见他发疯似的大叫 然后恶狠狠地看向赵天成 之前看在你爹的面子上不动你 现在你立刻 马上给我滚出去 我要把你开了 开了 旁边的约翰见状 搂着温思辰的腰肢讨好道 晨晨 你把他赶走之后 总经理我想当 相信你会让我当的吧 厨房忙碌 油烟味又大 约翰早就想换个地方了 这回终于等来了机会 行 就让你当 我说了算 温思辰点点头 然后小鸟一人地 靠在约翰的怀里 看着两人 他非常嫌弃 开就开 谁稀罕 赵天成气愤地 将胸前的标签拽下来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江木成拦住了他的去处 别走啊 最终走的 也只会是他们 嗯 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 赵天成不懂江木成说的话 想到对方认识自己的老爹 难不成是什么大人物 这样想着的时候 对方慢悠悠开口 我叫江木成 这家酒店是我开的 温思辰听了后 冷嘲热讽 你姓江 就敢说这家酒店是你开的 真是好笑 你还是别白日做梦了 赶紧乖乖 跟我男朋友道歉 否则皮肉之苦可免不了 江木成眼神不屑地看向他 就你 还不配 让你爹给老子滚过来 远处 温圣明慢悠悠地走过来 他是出了名的宠语狂魔 闺女说啥他都尽力去做 见老爸过来了 温思辰赶忙跑到他的怀里哭诉着 老爸 有人欺负你女儿 他们也欺负约翰 听到约翰这个名字 温圣明的嘴唇抽了抽 自从知道女儿交了个外国男朋友后 他就找人查了他的底细 这个人就是个吃软饭的 没有什么真材实学 那米其林三星的厨师证都是假的 为了让女儿开心 他没有戳穿对方 没想到温思辰背着他 偷偷将原来的主厨谢飞生赶走 让自己的男朋友当主厨 他来就是和闺女商量这件事 没想到还没说呢 就碰到有人欺负他的宝贝女儿 温圣明背着手 脸色铁青地走向前 他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竟然敢欺负他的宝贝女儿 是谁 站出来 敢欺负我女儿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见父亲为自己撑腰 温思辰得意地指着江牧成 爸爸 就是他 被指认 江牧成抬起头 面带笑容地喊道 温圣明 好久不见啊 看清来人 温圣明嘴角抽了抽 立马尊敬地喊道 江总 是您啊 您怎么来了 江牧成冷哼一声 不来我怎么知道 君牙酒店 马上就要姓温了 啊 不敢 不敢 温圣明连连摆手 他有这个贼心 没这个贼胆 温思辰见父亲 如此惧怕眼前的男人 没脑子地说道 爸爸 就是他欺负的我 你怎么 对他这么客气 你不为我做主 我就不回家了 温圣明见女儿 如此小家子气 一点也不会察言观色 他恨铁不成钢地 甩了他一巴掌 你这个不孝女 他是江总 是君牙集团 真正的话语权 为你出言不逊 赶紧跟江总道歉 啊 江总 你真是江总 温思辰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还真是江家的人 有些后悔惹他了 第四十二章 已身入局 江牧成看着他们父女俩 吃笑道 温圣明 你真是生了个好闺女啊 为了男朋友 竟然把我花仲金 请来的主厨给赶走了 我还以为君牙酒店 是你们温家的 听到这话 温圣明当头一棒 吓得立马跪下来 江总 是小女的过错 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小女也是受奸人教唆 才酿成大错 这个约翰就是个骗子 他的厨师正是假的 被诈骗的 也不止我女儿一个人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将他抓起来 温圣明说完 立马就拿出手机 这个祸害 坚决不能留在女儿的身边 约翰见状 知道自己暴露了 他想偷偷地溜走 结果被保安抓了回来 只见他不死心地 看向温思辰 亲爱的 救我呀 我爱你 非常爱你 只要你救我 我愿意好好伺候你 温思辰冷冷地看向他 没有任何行为 事到如今 他都自身难保了 哪还有心思管别人 只见他心甘情愿地 跪在地上忏悔着 江总 是我有点不识泰山 冲撞了您 对不起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在温圣明为自己办事多年 江沐成闭上眼睛 扁扁嘴道 现如今 你们两个不适合在军亚酒店工作 回家养老吧 温圣明听到后 忠心地感谢着 只要江总不问责他的女儿就行 起身后 他带着女儿离开了 现在戏也结束了 唱戏的人都散场了 赵天成也准备离开了 刚踏出一步 就被江沐成叫住 赵天成 我有说过让你走吗 嗯 什么意思 赵天成不解 他疑惑地看向江沐成 只见对方哑然一笑 以后军亚酒店就交由你负责了 啊 哦 好 他从惊讶到慢慢接受 没想到 自己竟然莫名其妙地升职了 不过他会好好干的 肯定不会辜负江总的信任 既然让自己做主 他想着 把自己的好朋友叫回来 赵天成随即询问着 江总 我可以把谢飞生再请回来吗 当然可以 江沐成点点头 谢飞生的手艺 他是信得过的 不过有本事的人多少有点脾气 之前能请动他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请不请地回来说不准 他胡一道 你能请得动吗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赵天成拍着自己的胸仆子保证着 他非常有自信 处理完餐厅的事情后 两人简单地吃了一些之后 就来到拍卖会 送江总的时候 赵天成知道他们去了拍卖会上 所以跟下属说了一声 江总有什么事 随时跟他说 拍卖会的规格不大 但是人还是不少 有三五十个 江沐成找个靠边的角落坐下 以防别的谈话声 吵到宝宝睡觉 正在这时 苏晓晴挽着母亲 刘欣元的胳膊进来 父亲苏长海跟在旁边 进到宴会里边 苏长海便跟别人套近乎 而苏晓晴东张西望着 很快就找到目标人物 你们果然来了 母女两人 找个好观察的位置 坐了下来 刘欣元小声地询问着 女儿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妈 一切竟在掌握中 苏晓晴点点头 得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包 她见江沐成从位置上起身 自己拿了两杯酒 连忙跟了上去 姐夫 好久不见 你和我姐姐过得好吗 江沐成没有搭理她 直接无事 所以那杯 加了料的酒 根本送不出去 苏晓晴气愤地 剁了剁酒 她本想趁机将她拿下 奈何对方一点机会 都不给她 幸好她做了两手准备 给姐夫不成 那只好给姐姐了 江沐成不在 苏晓晴端着酒杯 来到苏宇萌的面前 她装善良地说道 姐姐 你母亲的遗物 就是今晚的三号拍品 之前 是我做得不对 为了弥补你 家里你母亲的遗物 都会偷偷地给你拿出来 你就原谅我吧 苏晓晴撒娇地说着 如果是第一天认识她 那苏宇萌就相信了 她知道 季妹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也不知道 她又憋着什么阴招 不过 为了母亲的遗物 她只能相信她 那就谢谢你了 苏晓晴摇摇头 心里暗暗得意 不用客气 为了庆祝这件事 圆满成功 咱们两个干一杯 说完 她将那杯 加了料的酒 递到姐姐的面前 苏宇萌拿着 酒有些犹豫 苏晓晴 见状没好气得到 姐姐是不是不相信我 既然你不信 那就算了 这事 就当我没说过 说完她假装就要离开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穿酒店 制服的服务人员 端着酒杯 突然撞在她的身上 见自己昂贵的裙子 被撒上红酒 她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你瞎眼了 没看见我在这 这裙子 可是我花了几十万 买回来的 你赔得起吗 服务员低头道歉着 对不起 女士 我带你去清洗一下 苏晓晴虽然气愤不已 但想着一会儿 有重要的事情 便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赶紧带路 两人走后 另一位服务员 来到苏宇萌的面前 低头轻语 夫人 刚才那个女人 递给你的酒有问题 我亲眼看见 她在里边 加了一些料 哦 有些胆战心惊 就知道纪美 肯定憋着什么坏心思 原来是想给自己下套 想到她恶毒的行径后 苏宇萌心想着 让她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随即将两人的酒杯 调换一下位置 很快苏晓晴 清洗完衣服回来了 她端起旁边的酒杯 笑盈盈地对苏宇萌说道 姐姐 干了这杯 咱们冰室前嫌好不好 嗯 苏宇萌点点头 亲眼看着她 喝下自己加了料的红酒 同时 苏晓晴见姐姐喝下红酒 心里边得意地不行 她撕下伪装的面具 邪恶地说道 姐姐 你可真善良 我就哄了你几句 你就放下芥蒂 哈哈 人善被人欺 一会儿你就等着被人骑吧 刚说完 苏晓晴就觉得视线有些迷糊 嗯 怎么回事 第43章 拍卖会 苏晓晴感觉 头晕晕的 天旋地转 她都有些站不稳了 不到一分钟 她就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 苏晓晴并没有管她 这样的人 就让她自作自受 随即她推着婴儿车 来到另一个人 扫的角落 在她离开后 一个长相有些猥琐的男人 见苏晓晴躺在椅子上 她假装醉酒 将她抬到隔壁 这个人是她从路边找来的流浪汉 就是要侮辱苏晓晴的清白的 没想到 侮辱的是自己 看着床上躺着的人 流浪汉满脸堆笑 这么美的人 就算是死也值了 美女 就让我来冲冲你吧 说完 流浪汉迫不及待地 将苏晓晴身上的衣服扒下来 极致享受着 与此同时 拍卖会也开始了 所有宾客落座后 主持人走上台前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拍卖会 我是拍卖师 钟晴 有请第一件拍品 随着她一声令下 面前缓缓升起一个台子 上边放着一号拍品 不是自己母亲的东西 苏宇萌一点兴致也没有 江牧城也提不起兴致 有这功夫 还不如多欣赏小宝宝们睡觉的样子 很快来到第三件拍品 苏宇萌记得苏晓晴说过第三件 就是母亲留下来的遗物 清代玉佩 经过主持人介绍 确实是玉佩 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那块 看来苏晓晴没说谎 江牧城文言 也正做起来 准备大展身手 现在开始竞拍 五百万 江牧城率先举起牌子 随口说了一个数字 本以为很多人会争着抢着拍 没想到就她一个人喊 其实不是别人不想要 而是就这个价格 就买这一块玉佩 多少有些不值 这玉佩市场价 也就两百万 傻子才会跟江牧城争 五百万的价格 让拍卖师也是没想到 她不禁加快语速 最后一锤定音 五百万成交 玉佩被自己拍下来 江牧城凑到苏宇萌的身边求夸赞 老婆 我棒不棒 嗯 太棒了 苏宇萌哑然失笑地 捏了捏她脸颊夸赞着 拍卖会结束之后 才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所以两人只能等到结束 与此同时 刘欣源心里万分焦急 她刚刚见拍玉佩的人 就是江牧城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男人没被搞定 女儿联系不上 现在她坐里难安 旁边苏长海见状 没好气地说道 你怎么心不在焉呢 小情呢 从刚才就一直没见她 刘欣源文言有些慌张 她满脸堆笑地回道 女儿可能是被朋友叫住了 结束之后会找咱们的 行吧 苏长海深吸一口气 然后注意着台上 马上拍卖的 就是她的收藏品 宋代胡田摇影青瓷 在去卫生间的路上 江牧城便听到自己这个扎老丈人 要拍卖这个 所以主持人介绍之后 她随便看了一眼 没想到竟然是假的 她凑到苏宇蒙身边 淡淡一笑道 老婆 苏长海竟然把赝品 送到拍卖会上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现在老婆 都不承认她爹的身份 所以江牧城自然不用顾忌 啊 假的 苏宇蒙文言有些震惊 她记得自己小时候 就摸了一下被拍卖的那个东西 被苏长海一顿乱吼 想来也是珍惜得很 没想到竟然是假的 真是唏嘘啊 要是她知道 自己万分真实的东西是假的 也不知是做何感想 这个藏品算是今天的压轴 拍的人很多 坐在江牧城前边就有一位 她拍了拍前面的肩膀 好心告诫道 别拍了 那个是假的 假的 开玩笑吧 男人有些狐疑 这人莫不是怕她拍到 难不成是别人派来的 不过当看到她旁边的婴儿车时 男人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 这个宋代胡天摇影 轻辞她势在必得 可是要是假的 那不就赔的 裤衩都不剩了 随即 她站起身来 质疑道 有人说 你们的拍品 宋代胡天摇影 轻辞是假的 我要求请专家 来验真伪 钟情见状 微微一笑 先生 还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我们的拍品 都是经过专家看过的 只真不假 虽然拍卖是这样说 但是底下议论的人不少 现在拍品存疑 肯定没什么人敢拍了 到如今 只能当众证明 她是真的 与此同时 贵宾室里 黄天祈正抿着茶杯 体验着茶香 手下的人便进来禀告 黄老 有人质疑 宋代胡天摇影 轻辞的真伪 什么人竟然敢质疑我 我这就去看看 黄天祈眼睛一眯 他拍了拍身子沉吟道 前边带落 很快 黄天祈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见黄大师出面 苏长海星想吻了 当初他亲自拿着这件拍品 去让他验真伪 是他说的真的 更何况 他在古董圈子 很有话语权 谁能不服 只见 黄天祈站在台上 看着底下的人 他嘴角一撇怒吼道 宋代胡天摇影 轻辞是我验的真伪 谁说他是假的 他看着站起来的那个男人 逼问着 是你说的假的 哪假了 今天你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依我的背景 以后所有的拍卖会 你都不许参加 他的气场太强大 直接将男人吓得摊坐 在椅子上 他连连摆手 不 不是我说的 随即 他指着江沐成说道 是他说的 就是他告诉我说 宋代胡天摇影 轻辞是假的 让我别买 黄天祈文言 眼神如鹰般地看着江沐成 哦 是你 苏长海看见男人之后 都惊呆了 他没想到 质疑自己拍品的 竟然是自己的好女婿 只不过女婿这两个字 江沐成不承认罢了 苏长海很愿意 跟江沐成成为一家人 随即他站起来劝诫道 此人是我的女婿 他胡乱说的 您别当真 江沐成健壮 嫌弃地说道 谁是你女婿 别乱认亲切 我老婆说 他妈离开后 就没了电 你 岂有此理 在所有的同行面前 苏长海被卸了脸面 他怒气冲冲地说道 行 黄大师 这是他个人行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44章 该我上场表演了 黄天祈没有搭理苏长海 他静静地看着江沐成吃笑道 小子 就是你说台上的古董是假的 真是可笑 我当年学艺的时候 你小子还没出声呢 现在 你给我道歉 我大放点 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你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拍卖师也劝诫道 这位先生 想必你是不知道黄大师的名号 他在咱们魔都可是健保高手 是国家健保协会的会员 他认准的东西 肯定是真的 你别赌气 把自己搭进去 可不值得呀 你还是好好跟大师道个歉 看在你拍下我们预配的份上 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江沐成文言 摇头苦笑着 国家健保协会会员 现在阿猫阿狗也能进去了吗 他嘲讽着 实在是宋代胡天摇影亲自的破绽 太明显 他竟然没看出来 当真是岁数大了 有些头昏眼花 黄天骑见面前的小子如此嚣张 他脑袋一歪 森然怒喝道 小子 今天你要是说不来他哪里假 今天你甭想出这个门 在自己的地盘上 江沐成还是第一次见有人 当着主人家的面威胁的 他不卑不亢地看着老头子 冷哼一声 这门我想出便出 你算什么东西 罢了 看在你岁数大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他哪里假 要不然 你死也不会明目的 拍卖使见江沐成 如此不尊敬黄大师 他没好气地说道 小伙子 别太猖狂 黄大师可是魔都富豪地做上宾 劝你客气一点 小翠 黄天骑摆了摆手 拦着拍卖师 他直愣愣地盯着江沐成说道 你说吧 有一句话 他不得不承认 要是不知道 古董哪里假他死 也不会明目的 只见 江沐成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上台 他将宋代胡天摇影亲词 拿在手上 这个小盘子是花口的 内壁有这种棱棱角角 远看这个小盘 就像一朵小菊花 这个底部露胎 有明显的刮削痕迹 而且还有 从胎里渗出来的火石红 和油粘 这些非常符合胡天摇的特点 黄大师 你是不是根据这些判断 这个宋代胡天摇影亲词 就是真的 黄天骑文言有些震惊 他不可思议地 看向江沐成 你怎么知道的 他确实根据那些 判断这个古董的真伪 难不成还有他没发现的地方 江沐成微微一下 继续说着 这古董做得再精致 右面也会出现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薄的这种情况 这个右面均匀 摸上去手感差不多 黄天骑听到后 迫不及待地将古董拿在手上 所说的情况 确实如他说的那样 但这也不能完全说明 宋代胡天摇影亲词 就是假的 黄天骑见状 洋洋得意地 看向江沐成 小子 你说的这个 并不能判断真假 如果你说不出别的 就要跪下向我道歉 小翠是黄天骑的忠实粉丝 见自己的偶像被污蔑 他美好气道 让你跪下都是亲的 以后就算想出风头 也看看自己惹的是谁 苏长海见江沐成不说话 心里边非常得意 现在他终于 摆到机会落井下石了 就他 能说出假才怪呢 你放屁 我老公肯定说得出来 经历过上次的事情 苏宇萌 只把他这个扎爹当陌生人 他见有人欺负自己的老公 立马出言为户 而苏长海见跟自己顶嘴的是自己的女儿 他美好气地说道 我就赌他不知道 我要是赢了 你妈留给你的股份转给我 他早就基于这苏宇萌手里的苏氏股份 现在终于有机会拿出来了 苏长海是坠婿 他入坠婶家 成为婶家的上门女婿 老爷子没了之后 沈云青也就是他母亲 在生他不久之后 也去世了 自此 沈氏集团变成了苏氏集团 而苏长海 才是真正的凤凰男 对于扎爹的提议 苏宇萌欣然同意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老公 既然要赌 那就公平一点 他随即看向苏长海说道 你要是输了 也把自己的股份转给我 苏长海有苏氏15%的股份 苏宇萌手里有5% 要是打赌 他感觉自己有点亏 不过他相信 江牧成肯定说不出真假来 他就是在虚张声势 舍不着孩子 套不着狼 他咬咬牙一跺脚说道 行 我跟你赌 好 既如此在场的各位都是见证 你可别输了 玩不起 苏宇萌冷笑一声 老公是不会让他失望的 现在所有的目光 都在江牧成身上 不过他对苏宇萌眨眨了眨眼 好像在说 放心吧 老婆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他只说了前半句 后半句还没说呢 便认为他说不出来 这么瞧不起吗 既如此 他不紧不慢地 又看了看宋代胡天摇影轻词 这样做 是得给一些 认为他说不出真假的那些人 一点希望啊 小翠见江牧成 看了上面看下面 看完左边看右边 他冷哼一声催促道 你看了这么半天 不会还没看出来吧 就知道你不行 该跪下跪下 该给股份给股份 江牧成见他这么说 抬起脑袋指示小翠 你怎么就知道我看不出来 来人 帮我拿个手电筒过来 说完 旁边的服务人员 快速找个手电筒 交到他的手上 小翠见状 满不在乎 又在耍什么花招 最后的结果不还是一样 跪下道歉 他是外行人 黄天骑士内行人 不过他也不知道 江牧成拿手电筒有何用 对此 他不懈地轻哼了一句 小兄弟 你还是别挣扎了 挣扎不挣扎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江牧成自信一笑 然后将手电筒 照在宋代胡天摇影 青瓷的上面 他笑着跟大家说道 这种胎非常的薄 如果是真的 灯光放在上面 会有光透出来 如果是假的 那就透不了光 大家快看 这就是假的 众人见状 一阵唏嘘 想不到这宋代胡天摇影 青瓷真是假的 幸好我没拍 不然亏大发了 这个时候 有人嘲讽地看向黄天棋 黄大师 你这回看走眼了 第45章 又来一个坑爹的 眼见众人 怀疑自己的水平 黄天棋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和地位 他拧着脖子 不承认到 没有资料说 胡天摇影青瓷透光 才是真的 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 大家千万不要听他胡说 此话一出 厂下的看客们 立马赞同地点点头 黄大师说得有道理 小伙子 你不会是在糊弄我们吧 你好心告诉我们 拍品是假的 难不成是另有所图 就是啊 感觉我们 被你带进沟里去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都怀疑起他别有居心 看着这些人的嘴脸 江牧成苦笑地摇摇头 早知道自己就不多管闲事了 这次长记性了 虽然他不拍 但现在也不是撂挑子的时候 毕竟老婆和他的扎爹 还打着赌呢 只见江牧成鄙夷地看着黄天棋 你不知道 不代表这事件的真实性 魔独博物馆里 有一个跟着同时出土的 宋代胡天摇影 钦词的古董 拿来 一验便知真假 黄天棋文言冷笑着 小兄弟 博物馆里边的东西 能让你看 你这是痴人说梦吧 现在你也别挣扎了 赶紧道歉 这时 江牧成意味深长地看向他 怎么 你借不出来 就代表别人借不出来 哦 你这话说的难不成你能借出来 那可是国家博物馆 说大话前要过过脑子 黄天棋是一万个不相信 国家博物馆 哪有借给人观看的 别人不可以 不过他 可是江牧成 我就能借出来 他非常自信地说着 但话来的是别人的嘲讽 小翠毫不掩饰地上下打量他 然后讽刺道 你现在把话收回去还来得及 真当你无所不能啊 可不 那可是国家 你以为你是谁啊 可笑 简直是太可笑了 这辈子都没这么好笑过 下边看热闹的人 也不信江牧成 能从国家博物馆里边借东西 这一他见得多了 江牧成也不反驳 他随即打电话给张东辰 让他联系博物馆的馆长 宋书国先生 挂断电话后 他看向众人说道 20分钟 东西就会送过来 看他的样子 小翠哈哈大笑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 不就20分钟吗 我们等你 如果到时候没送来 看你怎么收场 江牧成文言反问道 那要是送过来呢 你们要如何 黄天气第一个不相信 能送过来 他非常自信地说道 要是送过来 我当场给你跪下 小翠也紧接着说道 要是能送来 玉佩就当我们拍卖会送给你的 好 一言即出四满难追 江牧成拍着手掌说着 不过 他不得不问 小翠一句 玉佩我可是 五百万拍下的 你有资格做主吗 小翠文言 得意地说着 当然 组织拍卖会的是我爸 更何况他认为 江牧成输定了 这就行 江牧成点点头 他无奈地摇摇头 又来一个坑爹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正在众人等得无聊的时候 拍卖会后边的大红布 被人扯了下来 里边是一个窗户 只不过 被窗帘遮住了 屋里边有两个人 他们正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众人见状 纷纷拿出手机 拍下这精彩的一幕 苏长海 见有热闹看 他赶忙凑上去 结果发现 躺在上边的 竟然是自己的小女儿 苏小琴 看见这一幕 他整个人都快气晕过去了 这个时候 有人认出来 里边的女主角 诶 这不是苏总的千金吗 大庭广众之下 竟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真是丢人啊 苏长海文言 怕自己成为笑话 赶忙辩解着 你们看错了 那不是我女儿 那只是跟我女儿 长得相似罢了 后来酒店的工作人员 赶忙将红布遮起来 而苏长海 只能小声地 跟刘欣元怒吼道 看你女儿做的好事 赶紧把她带出来 完了 完了 价值五一的地皮 肯定保不住了 现在苏长海最担心的 竟然是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他谁都不爱 只爱自己 风波过后 众人还有些意犹未尽 纷纷拿出自己 刚刚拍摄的视频 默一会儿 两人恩娜的场面 被传到各大平台上 与此同时 刘欣元赶忙来到隔壁 男人全身赤裸着 那个地方还坚挺着 见有人进来 男人赶忙穿上自己的衣服 落荒而逃 随后 刘欣元赶忙将床上 昏迷不醒的女儿叫醒 过了一会儿 苏小晴迷迷糊糊地坐起身 见自己身上赤裸着 而且还有很多红色的印记 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身体上的 他立马意识到 自己被完了 苏小晴看到刘欣元在身边 他赶忙询问着 妈 我怎么在这 还有我这身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是江牧城弄的 他这样想的时候 还有些娇羞 刘欣元文言 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不是 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长得很邋遢 好像是一个流浪汉 啊 流浪汉 听到这儿的时候 苏小晴都惊呆了 流浪汉不是自己 为苏宇蒙准备的吗 怎么把自己给 苏小晴疯狂地垂着被子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 自己刚喝完红酒 就感觉头昏眼花 难不成自己 喝了那杯有问题的酒 他急进癫狂地 跟刘欣元说道 妈 这些都是苏宇蒙搞的鬼 我有这个下场 都是因为他 是他换了那杯酒 就是他害我失去清白 我要杀他 我要杀他 好好 妈妈会帮你的 流浪汉元 将苏小晴搂在怀里安慰着 母女二人 对苏宇蒙恨极了 之后 他带着女儿离开酒店 临走之前 他将苏小晴 包成粽子一样 生怕被别人发现 而苏长海 像没事人一样 待在拍卖会的现场 他早就惦记上 苏宇蒙的股份 这回不拿回来 他后悔三辈子 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差一分钟 就到了江牧成所说的 二十分钟了 黄天奇认为 胜利在望 他洋洋得意地看向对方 怎么还不见有人过来 现在谎话缘 不下去了吧 第四十六章 真假已变 就在小翠等人 胜券在握的时候 拍卖会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张东成迈着高调的步伐 来到江牧成身边 他得意地说道 我准时吧 嗯 准时 江牧成看他两手空空地 不禁疑惑着 让你带的东西呢 张东成文言露出一副 高深莫测的表情 别急呀 这不就来了 说完 两人看向门口 只见一位头发有些发白 但精神绝硕的老人 拎着木盒子走了进来 许多人可能不认识 但是黄天琪知道 而且 这个人还是他非常佩服的一个人 只见他惊喜地走上前 疑惑地说道 宋馆长 您怎么过来了 看着面前的男人 宋书国脑子里没这好人 他反问着 你是谁啊 黄天琪摸着脑袋瓜 尴尬地笑道 之前咱们在古董交流会上见过 我叫黄天琪 哦 宋书国点点头 脑袋里依旧没什么印象 毕竟那次古董交流会的人很多 不记得他很正常 随后 宋书国在黄天琪的搀扶下 来到江牧成面前 他恭敬地说道 江总 你向博物馆 借的宋代胡天摇影亲词 我给你带来了 江牧成非常感谢着 谢谢宋馆长 此时 一旁的黄天琪无比震惊 他没想到 宋书国馆长 竟然认识面前的小伙子 而且还亲自将古董护送过来 他不禁好奇 面前的男人究竟是何身份 之前 江家 将好多 从国外拍回来的瑰宝 都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所以 江牧成才能如此轻松 将古董借出来 不过 宋书国有些好奇 不没忍住开口问道 江总 不知道你让我将这个给你拿过来 是想做什么 江牧成微微一笑 指着一旁的拍品回答着 我怀疑这个宋代胡天摇影亲词是假的 所以想从博物馆里 拿出真品对比一下 孰真孰假 就知道了 哦 宋书国点点头 自从入了古董这一行 对真假很执着 好长时间没见过一模一样的两个东西 他极有兴趣地对江牧成说道 我可以看看那个拍品吗 宋馆长 我做不了主 你得问他们 江牧成说完之后 看向小翠和黄天祺 还没等继续问 黄天祺就将拍品送到宋书国的手中 宋老您看 您可敬地看 嘿嘿 看了一会儿 他略带沉吟地说道 这个是假的 此话一出 全场骚动 其中当属苏长海和黄天祺 以及小翠最为震惊 黄天祺震惊的是 自己竟然打眼了 有些羞愧难当 更难面对刚刚的赌注 小翠则是因为痛失五百万 而心疼不已 要是老爸知道 肯定将他暴揍一顿 至于苏长海 则是因为百分之五的股份 不仅没了 还要赔上自己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只见他站起来 嚷嚷道 你这个老头子 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么大岁数 就你那眼睛 能看出古董的真假吗 还是从哪来 滚哪去 别以为你将古董送来了 就会辨别真假了 这个地方不是你能来的 保安 还不将他赶出去 黄天祺文言 怒发冲冠地 看向苏长海说道 放肆 你知道他是谁吗 竟然敢这么说话 苏长海猛了 难不成此人 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他还没反应过来 黄天祺便介绍着 这位是魔都博物馆馆长 宋书国 他可是健保界的太斗人物 你竟然敢质疑 他老人家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小翠 以后所有的拍卖 会这个人不准参加 是 小翠点点头 他没想到这个老人这么厉害 幸好自己没率先提出质疑 苏长海文言 立马贪坐在椅子上 现在他后悔都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 宋书国摆摆手 慈眉善目地说道 既然大家对我的结果有疑惑 相信江总有更好辨别真伪的办法 是吧 江总 嗯啊 江沐成点点头 然后当着大家伙的面 将手电筒照在 从博物馆借出来的 宋代胡天摇影 钦瓷上面 只见灯光透过瓷盘 四散开来 至此 所有人都明白 拍品就是一个赝品 而江沐成也证明 自己没有打眼 宋书国看见这一幕 由衷的鼓掌称赞着 江总真是厉害 连老朽都没想到 这种燕宝手法 江沐成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凑巧而已 肯定不是凑巧 江总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宋书国眼光毒辣 这法子一般人想不到 既如此 那件事情 或许可以知道结果 只见他真诚地邀请着 江总 过两天管理 会到一批新文物 您可以过来参观下 有时间我会去的 江沐成客气地说着 既然现在知道拍品的真假 一些人也是时候 该兑现承诺了 苏宇萌刚才还看见苏长海 一眨眼功夫竟然看不见了 后来还是在出口处发现了他 他赶忙跟江沐成说道 老公 苏长海要跑 他看见后 赶忙让安保将苏长海抓住 随后就被带到两人面前 苏宇萌见状 质问道 你刚刚赌的时候 不是很得意吗 现在输了 玩不起了 就想偷偷溜走 不可能 答应好的股份 必须转给我 在场的人都是见证 今天你要是不签股份转账书 就别想离开这里 那些股份 都是母亲留下的 根本不配在这个人渣的手里 苏长海闻言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就反悔了 你们能怎么的 既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江沐成闻言 英智地笑着 随即手下 就将苏长海的腿打折 一股惨叫声 回荡在拍卖室内 众人见状 皆倒吸一口凉气 尤其是黄天祺和小翠两人 他们的腿直打颤 有苏长海这个前车之剑 两人可不敢毁约 马上要飞他另一条腿的时候 苏长海赶忙求饶 蒙蒙 我可是你爸 你既然敢让你丈夫这么对我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只要你放了我 咱们一切好伤了 第47章 叫什么苏总 叫哥 苏宇蒙文言冷冰冰地看向他 我爸 你可不配这两个字 赶紧签字 不然另一条腿 也别想保住 苏长海听到后 迟迟不敢动笔 保镖健壮 立马将他架起来 准备飞他腿的时候 他为难地开口道 我签 我签还不行吗 放开我 只见苏长海 颤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被放开之后 他赶忙逃离这个魔窟 事后 苏宇蒙心满意足地 拿着股份转让输给江牧成看 老公 如果不是你 我拿不到这些股份 你真棒 这都是老公应该做的 江牧成温柔地摸着他的脑袋瓜 正在这时 小翠赶忙将他拍下来的清代玉佩送了过来 同时非常客气地说道 江先生 愿赌服输 我为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道歉 现在这枚玉佩 是你们的了 江牧成伸手将玉佩接过来 他不负众望地 交到苏宇蒙的手上 老婆 信不辱命 谢谢 苏宇蒙感激地看向他 不得不说 今天老公实在是太厉害了 空手套好多白狼 别人都完成赌约了 就剩黄天奇一人 他来到江牧成面前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江总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才是真的厉害 以后有需要你这一生 我万死不辞 江牧成见状 轻轻地回了一声 起来吧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推着小车 潇洒地离开了 回到家 已经是深夜 凡凡和宁宁 跟随两人跑了一天 估计也挺累的 虽然婴儿车里边很舒服 但是肯定不如床上舒服 放到床上的那一刻 小宝宝们伸了个懒腰 然后又继续睡了 看着他们满脸的胶原蛋白 苏宇蒙被可爱到了 他满脸幸福地抚摸着他们的后背 温柔道 妈妈和爸爸一直在忧 不止宝宝们累 苏宇蒙也非常累 洗漱完后 他躺在床上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三人 江牧成感觉无比满足 他贴心地给老婆盖上被子 安顿好几人后 他才上床睡觉 万来俱寂 月朗星熙 江牧成翻了个身 他本能地在旁边摸索着 就怕翻身的时候压到宝宝们 在床上试探着 没有碰到宝宝 可是他突然感觉 手上凉嗖嗖的 之后又仔细地触摸着 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立马坐起身来查看 原来江牧成感觉到凉嗖嗖的 可能是小宝宝刚刚尿的 至于哪个小宝宝 他猜测宁 因为那摊尿字离他最近 幸好之前买了隔尿垫 现在也算派上了用场 只见江牧成将隔尿垫 垫在尿字的上边 这样就感觉不到潮湿 不完 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宁宁尿完之后 怎么还挪了个地 难不成觉得不舒服 江牧成哑然是笑着 不过这对于不到两个月的宝宝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刚这样想着的时候 宁宁就咧着小嘴 开始哼哼唧唧 江牧成这才发现 宝宝的衣服都被尿湿了 然而脱下衣服 将尿布湿扒下来后发现 尿布湿外边还是干爽的 看来是从旁边渗透下来的 他赶忙拿了一件 粉色的连体衣给宁宁换上 小家伙全程都没醒 任由江牧成揉搓着 换好之后 宁宁举着投降姿势 又睡着了 看小家伙这么可爱 江牧成忍不住 亲了亲宝宝的额头 睡吧 我的宝贝 一夜很快过去 第二天 樊樊睡醒之后 睁开有黑的眼睛 小家伙虽然是睡得自然醒 但是也猝不及防地打着哈欠 之后 他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也不知道小小的脑袋里 思考什么东西 不过 樊樊也没闲着 思考了人生之后 他努力地蹬着小腿 在他的手舞足蹈下 身上的小被子 不知不觉地 要将他的小脑袋盖住 樊樊呼吸越来越困难 可能是有心灵感应 江牧成感觉小宝宝有危险 他突然睁开眼看小家伙 竟然发现 樊樊被被子捂住口鼻 他慌忙将被子拿开 见小家伙 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自己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现在江牧成还一阵后怕 他将脑袋 靠在小家伙的胸脯上 颤声道 宝贝 幸好你没事 江牧成思考片刻 终于想出对策 以后可得拿小枕头 把被子给压上 这样就不怕了 虽然宁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他想着以防万一 也得给她准备小枕头 刚吃完早饭 别墅就迎来一位尊贵的客人 这个人就是苏宇萌的哥哥 苏洪杰 他大包小包的 抱着各种包装盒 进入别墅内 苏宇萌看见后都惊呆了 哥哥 你这抱的都是什么 嘿嘿 我给我外甥 外甥你买的玩具呀 车里还有等我都抱完之后再说啊 说完之后 苏洪杰又出了门 江牧成听见动静后 抱着小宝宝们来到客厅 老婆 谁来了 我哥 买了一大堆东西送过来了 苏宇萌无奈地笑着 他以为这些东西 都是哥哥买给自己的 毕竟他非常疼爱自己 但当苏宇萌打开一看 全都是各种宝宝玩具 看到这些 他心里有些失落 唉 有了外甥 外甥女 哥哥买礼物 都没我的份了 刚吐槽着 苏洪杰远远地就听见妹妹的不满意 他拿着大包装袋 笑着来到苏宇萌身边疼爱道 怎么可能没有你的 等等看看这是啥 苏宇萌低头一看 发现是自己最喜欢的兔子 联名限量款 他激动地抱着苏洪杰 哥哥 你真好 江牧成见状 心底有些醋意 他吃醋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对老婆的爱好不了解 现在他知道了 以后这联名款的兔子 别人是买不到了 因为他会因为老婆喜欢 而将它们全都买下来 因为一只兔子 男人的胜负欲被激起来了 只见江牧成酸溜溜 看向苏洪杰的说道 江总 这么早就来了 苏洪杰文言 咧着嘴得意地看向他 叫什么苏总 叫哥 第48章 退婚 之前两人还没领证的时候 苏洪杰还在气头上 谁让江牧成 把自己最亲爱的妹妹给拐跑了 现在正领了 孩子都生了 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不过看大名鼎鼎的江总 叫自己哥 还是很不错的 江牧成文言 美好气地喊着 哥 谁让他输在了辈分上呢 苏洪杰听到后 心情倒是高兴得很 看两人现在相处得也算融洽 苏宇萌非常开心 他高兴地拉着江牧成 和苏洪杰两人拆礼盒 买的这些玩具 小宝宝大部分都玩不了 反正三四岁之前 都不用买玩具了 这个时候 苏宇萌发现一个好东西 是一个云朵风铃 拨动它 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幸好商家还送个支架 不然怕是挂不起来 趁着宝宝们还在客厅 江牧成手脚麻利地 将风铃挂在床头 想必小宝宝们看见后 一定很喜欢 其实苏洪杰今天来还有一件事 他看向苏宇萌 发出赞许的眼神 萌萌 听说你把苏长海的股份弄过来了 嗯嗯 苏宇萌点点头 没有隐瞒 昨天拍卖会上他打赌输给我的 听到这 苏洪杰沉思片刻 开口道 以后你小心点 苏长海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 就怕他报复 我会的 苏宇萌知道哥哥的担忧 他没想到 一家人竟然反目成仇 还以为电视剧只是电视剧 原来戏剧来源于生活 最近公司比较忙 苏洪杰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现在每天不见外甥们 他想得紧 甚至他想着 要不把妹妹接到自己家住几天 与此同时 苏长海一瘸一拐地坐在沙发上 他苦闷地抽着雪茄 心里边在盘算着什么 流行员见状 侧坐在他的身边 苦大愁深地看着他的腿说道 老公 萌萌真绝情 他竟然不认你这个爹 不认就算了 他还让人打断你的腿 你可是他亲爹 他竟然敢这么做 还是人干的吗 不仅如此 他还惦记上你的骨粪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流行员越说 苏长海眼里的怒意更盛 他徒手将雪茄掐灭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这个不孝女 我就当没生过这女儿 虽然他看不上苏宇萌 但是腿和骨粪的事情 他不会轻易接过 想要让他乖乖地将骨粪吐出来 只能拿那件事威胁他了 他刚这样想着的时候 别墅进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位就是老熟人 胡立德 他气冲冲地将门踹开 然后来到苏长海面前 指着他森然怒喝道 你女儿的不雅 照传得沸沸扬扬 这样处处留情的女人 我可不敢要 苏长海 我要退婚 他说的斩钉截铁 之前因为江牧成他 不好拒绝这门轻事 现在送上门的机会 任谁也不会要一个这样的女人 想必江总也不会说什么 昨天晚上 他浏览网站突然刷到那条视频 胡立德高兴地没睡着觉 这不一大早 就来苏长海家里 看着对方那夸张的反应 苏长海早已经准备好了说辞 胡总 你看错了 那肯定不是小情 至于那人 只是跟小情长得很相像而已 更何况 昨天他晚上就在家 哪也没去 胡立德看到对方油盐不敬的表情 他愤愤道 你当老子是瞎子 像不像我分辨不清 今天这婚 你退也得退 不退也得退 而且 你还要把三千万的定金退给我 不然咱们没完 胡立德能有今天这点家底 肯定也不是普通人 老虎不发威 当他是病猫吗 楼上 苏小情躲在屋子里没赶出来 以前他看不上人家 现在人家嫌弃自己 越想这些 他就恨不得将苏语蒙千刀万剐 要不是因为他 他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 此时一个疯狂的想法 在他脑子里蒙发 苏小情癫狂地看着镜子大笑 仿佛自己阴谋得逞 楼下 刘新元见两人剑拔弩张 他端着茶壶走过来 倒好一杯茶后 他讨好的 端到胡立德面前 胡总 喝杯茶吧 你们两个坐下来慢慢谈 胡立德直接将茶杯打翻 他恶狠狠地说道 老子现在不是在跟你们商量 我是在通知你们 赶紧还钱 要不然我就不走了 胡立德像每个讨钱的一样 直接耍起了无赖 苏长海见状 耐心解释着 立德兄弟 我是真想跟你做亲家 我发誓 小情到现在 还是个黄花大姑娘 反正现在医术发达 修复手术很简单 这样 你说的那块地皮 咱们两家一块开发 你们这个月就结婚怎么样 此时 他心在低血 要不是小情乱搞 怎么会白送一半给他 然而 胡立德文言摇摇头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 我不同意 现在苏长海慌了 自己已经做了很大的退让 他急忙问道 你说吧 要怎么样你 才会同意 胡立德淡淡一笑 我的要求很简单 必须退婚 更何况 苏小情他一开始就没看上 那长相跟苏宇蒙差远了 之前他愿意给一块价值五亿的地皮 取苏宇蒙 后来他给苏小情三千万 其中心疼两千九百万 见没得商量了 苏长海也耍起了无赖 不退 这婚 你们必须解 失去了股份 他就靠着那块地和三千万 逆风翻盘呢 之前穷了二十来年 现在他再也过不了穷日子 胡德利见苏长海破罐子破摔 他站起来冷冰冰地说道 苏长海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还不还钱 不还 他本想体面地解决这个事情 奈何对方根本不要这个脸 他拍了拍手掌 随即两个身高两米的标形大汉 从外边进来了 两人长得就比较凶狠 他们是胡理得为了要杖 特意请的保镖 既然苏长海敬酒不吃 只能吃罚酒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胡理得挥挥手 两人便摩拳擦掌地走上前 苏长海见状满脸惊慌 你们想要干什么 胡理得你疯了 第四十九章 宋青雅上门 两个绑大腰圆的壮汉控制着苏长海 然后就左一拳右一拳地揍着 没一会儿就打得他鼻青脸肿 嘴角和鼻子鲜血直流 刘星元健壮赶忙求饶着 胡总 别打了 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 胡理得健壮挥挥手 两个保镖收到命令后 助力在一旁 他蹲下身来 拍打着苏长海的脸蛋 训斥着 你要是早点把钱交出来 就不用受这么多皮肉之苦 何必呢 要钱还是要命 你选吧 胡理得只给两个选择 苏长海趴在地上思索着 他本来就很怕死 和怕没钱比起来 还是更怕死一些 他求饶着 我给 我给还不行吗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苏长海觉得很熟悉 死去的记忆突然复苏起来 昨天 他不正是被自己的亲闺女 逼得签下股份转让输 今天胡理得就逼他还定金 最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 只见苏长海不情不愿地 将钱转到胡理得的账上 收到钱后 他乐呵呵地离开了 终于摆脱了苏家 他可高兴得紧 然而苏长海一点都笑不出来 他现在趴在地上 只见他气愤地 吼着刘星云 还不快给我扶起来 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玩意 女儿被别人玩了 不然也不至于到手的鸭子飞了 你就在这趴着 我不管你 本来刘星云想将他扶起来 然而听到女儿经历那样的事情 他不安慰 就算了 还想拿他的宝贝女儿 当成赚钱的工具 他忍不了 刘星云虽然很恶毒 但是他却是一位好母亲 当初他就看上苏长海 有钱才去勾搭的 现在股份没了 没卖上一分钱 再加上他现在一直腿瘸了 还被做得这么惨 刘星云干脆不装了 他高高在上地看着苏长海 围着他转 说道 你真以为我是因为爱情 才跟你苟合的 别做梦了 你没钱 我会傍上你 真不知道 沈云青当初怎么看上你的 把憋在心里的话 说出来好说多了 紧接着 他蹲在苏长海的面前 揪着他的头发痛恨道 要不是因为你为了钱 把小情虚给狐狸得 女儿也不会想着 勾引苏宇蒙的丈夫 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苏长海 我恨你 从今天开始 你听话 就还有你一口饭吃 否则 就等死吧 说完 刘星云转身回到楼上 看着这女人的背影 苏长海气得嘴都歪了 即便这样 她的嘴里好似在骂着贱货这个词 随后两眼一蒙晕倒在地上 等发现她的时候 就剩一口气在 最后在医生的抢救下 就回了一条命 不过由于她是突发脑梗 说话和行动都不像正常人那样 苏洪杰知道这件事后 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虽说她不认这个父亲 该有的赡养责任 还是要负的 苏长海醒后 看到儿子在身边 她欣慰一笑 然而苏洪杰只是冷冰冰地看向她 你醒了 我给你请了个护工 专门照顾你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看着儿子的背影 苏长海想说好多话 因为脑瘫的后遗症 她说不出来 现在她后悔了 后悔不应该沾花惹草 不应该对不起沈云青 更不应该因为流行员 对不起她的一双儿女 有了后妈就有后爹 现在她才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可是这一切都晚了 苏长海的事情 苏与萌也听说了 看到她这个下场 也是觉得她最有应得 不是她当女儿的狠心 而是她这个当爹的 做得太绝 以至于她一次都没去医院探望过 不过她的心里还是很唏嘘的 江牧成看出老婆的失落 随即安慰到 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 老婆你就别多想了 别再回想以前不开心的事 现在有烦烦 宁宁 还有我陪在你身边 嗯 不想了 苏与萌文言 擦了擦眼脚的泪水 深吸一口气 随后笑着拥抱着这江牧成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这天宋青雅 敲响了儿子家的大门 小城 小城 开门 小居一大早就听见门外 有人呼唤 她赶忙将门打开 然后就看到宋青雅 站在门前 老夫人 您来了 小城他们还没醒吗 宋青雅一边进门 一边问着 她今天来可是有大喜事 想将这个消息 分享给儿子 儿媳 宋青雅在客厅的沙发上 坐一小时左右 才听到卧室传来宝宝的哭声 紧接着 江牧成抱着小宝宝出来了 看到老妈出现在自己家 她吓了一跳 妈 你怎么来了 宋青雅文言 没好气地拍了拍她的脑袋瓜 臭小子 跟你妈怎么说话呢 重新说 江牧成见状心口不一地说道 老妈 您光临寒舍 有什么吩咐 看着儿子说话阴阳怪气的 宋青雅翻了个白眼 她将宝贝孙子抱到怀里后 激动地说道 我前段时间找大师测了一下你 和萌萌的生辰八字 大师说 农历七月初七是个好日子 适合结婚 七月初七 听到这个日子 江牧成皱着眉头 宋青雅见状 还以为儿子不愿意 她没好气地 踢了她的屁股 开始说叫 臭小子 你什么意思 是不想娶萌为妻 人家孩子都为你生了 鬼门关都经历了一遭 你不想给人家一个名分吗 我不管 反正萌萌是我认准的儿媳妇 别人我一律不承认 你要是有别的滑滑肠子 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宋青雅说完 傲娇地将头扭过去 心里也不禁付费着 造孽啊 听到老妈的一顿输出 江牧成猛了 老妈 把她想成啥人了 再不解释 估计就要把她从族谱上除名了 老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有不愿意娶萌萌为妻 相反 我是非她不娶 真的 你信我 宋青雅将信江仪地看向儿子 你真的没骗我 那你刚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江牧成真诚回道 我只是觉得 时间太久了 想早点娶萌萌进门 第五十章 筹备婚礼 屋内 苏宇萌听到客厅说话的声音 也没了困意 她起身来到外边 就看见婆婆宋青雅抱着小宝宝 坐在沙发上 她亲切地喊着 妈 您来了 嗯嗯 宋青雅微笑地点点头 然后招呼儿媳妇 坐在自己身边 看苏宇萌像刚睡醒的样子 关心道 萌萌 是不是我和小诚说话的声音 吵到你了 要是还困 你就再去睡一会儿 咱们家你想睡到几点就几点 没人会催你 宋青雅说得很真诚 虽然她家是豪门 但是没有那么多规矩 她本来也不是个恶婆婆 见婆婆对她如此好 苏宇萌的心里很感动 甚至有种被妈妈宠爱的感觉 她轻易地靠在 宋青雅的肩膀上摇摇头 妈 我不困 陪您待会吧 突然她想起两人谈论的事情 不由地疑惑道 老公 你刚才跟妈谈什么呢 宋青雅听到后 率先说道 是这样 我找大师 根据你们两个的生辰八字 算了一下结婚日子 大师给你们算的是 农历七月初七 哦 那今天是几号 苏宇萌听了后 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打开日历查看 发现还剩不到二十天 她不禁疑惑地看着两人 现在筹备婚礼来得及吗 宋青雅点点头 来得及 婚礼的各项事宜都交给我 你和小城拍婚纱照 别的 就是结婚当天过来就成 只要有钱 这些都不是问题 哦 两人点点头 有宋青雅处理这些事情 两人轻松很多 虽然婚礼自己给两人筹备 但是婚礼本身的风格 是中式婚礼 还是西式婚礼 主要是遵循两人的意愿 不过看儿子那个样子 宋青雅知道 她肯定以老婆的要求为主 随即她询问着儿媳妇 萌萌 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是浪漫的 典雅的 还是奢华大气的 嗯 我不知道哎 苏宇蒙皱着眉头 她没想过这个问题 主要是自己 也没什么想法 浪漫的婚礼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 典雅和奢华大气的 更没见过 所以 她说不出来 宋青雅见状 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 一会儿我让婚礼策划过来一趟 他们专业一些 好 苏宇蒙点点头 有这么一位好婆婆 她真的很开心 不多时 婚礼策划的资深工作人员 来到别墅前 虽说他们工作室之前 服务过有钱人家的婚礼 看过眼前的这户人家才知道 那些有钱的 跟人家根本没有可比性 不过最让人兴奋的 不是他们多有钱 而是自己能挣到好多钱 策划师孙静怡 已经在计划着 做完这笔订单 一定要大手大脚地花个痛快 旁边她的同事 则想着 在魔都交个首付 买套房 按响门铃之后 小菊跑来迎接两人 你们是婚礼策划的 嗯 进来吧 关上门之后 小菊将两人 带到宋青雅几人的面前 看到别墅里边的装修 孙静怡内心里感叹着 毫无人性啊 周世康更是感慨着 自己要买的房子 也就人家 一个厕所的地方大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不过 做不成这笔订单 两人就失去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他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见工作人员来了 宋青雅率先开口 钱不是问题 重要是让我们满意 小成 你陪着萌萌看看婚礼方案 樊凡和宁宁就交给我 好 将牧成点点头 然后坐在苏宇萌的身边 孙静怡健壮 微笑地打着招呼 先生 太太好 我先拿出一些案例 给你们二人观看一下 你们先了解了解 之后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会努力 让二位满意的 行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滑动平板观看着 第一张照片是中式婚礼 整个色调采用的是大红色 非常喜庆 第二张照片是西式婚礼 浪漫的水晶风格 第三张照片还是西式婚礼 只不过不是室内 而是室外的草坪婚礼 也非常的浪漫 婚礼的风格多种多样 苏宇萌已经挑花了眼 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他询问着江牧成的意见 老公 你喜欢哪个婚礼风格 他听后 宠溺地摸着苏宇萌的头 只要你喜欢 我都可以 这个回答并不让他满意 他随即问道 那如果非让你选一个呢 江牧成成因片刻 开口道 第一张那个中式婚礼吧 老祖宗传下来的 喜庆 好 那就中式婚礼了 苏宇萌拍板决定着 本来他心里 已经有个潜意识的选择 就是那个中式婚礼 看一眼就很难让人忘记 为了一遍老公 更加坚定他的选择 也让他下定决心 就塌了 不换了 孙静怡听了后 微笑着点点头 可以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让二位满意的 整体的基调确定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细节问题 例如 在布置上加个灯笼 加个维曼等等之类的东西 经过半个小时的商定 策划这方面搞定了 他们已经了解好需求 这个时候 孙静怡突然意识到 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询问着 先生 太太 你们的婚礼在哪里举行 这个问题 江牧成早上 已经跟宋清雅商量好了 随即他回答 清江雅院 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 孙静怡不由地张大嘴巴 他不可置信地再次确认到 是外滩上那个清江雅院吗 嗯嗯 江牧成点点头 继续说着 我到时候跟那里的经理交代一下 你们直接过去就行 距离婚礼不到二十天 那就辛苦你们了 孙静怡文言连连摆手 不客气的先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 两人被送出别墅 孙静怡是婚礼策划的老人 上海大大小小的酒店 他都了解的差不多 周氏康氏他带的新人 跟他才一年左右 魔都才了解的大概 所以出来的时候 他便询问着 师傅 清江雅院是什么地方 你当时看起来 怎么那么震惊 第五十一章 老婆 要不我给你搓个走 孙静怡停顿片刻 才缓缓到来 清江雅院准确地来说 应该是一座庄园 因为它真的很大 它在魔都上流圈子 非常有名 应该是top一的存在 现在它是魔都高级社交中心 中外名流 都是这里的座上宾 像知名的导演 演员 甚至国外的总统 都来过这里 他们要在这里举办婚礼 能不震惊吗 啊 周氏康听到后 瞪大眼睛 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厉害 见师傅点点头 他继续震惊着 我的妈呀 有钱人的世界 真是难以想象 吐槽完 他高兴地跟孙静怡说道 师傅 咱们也是出息了 这辈子能到那地方去一次 也够吹一辈子了 嘿嘿 你呀 孙静怡苦笑地戳了戳他的脑门 同时不忘叮嘱着 这回要打起120分的精神 一定要把这单做好 我知道了 周氏康憨憨一笑 随即两人坐上车 直到再也看不见汽车尾气 送走两人 卧室里突然传来小宝宝的哭声 好似他们知道 妈妈和爸爸忙完似的 苏宇蒙两人听见后 立马跑到卧室 只见大宝卷着舌头 眯缝着眼睛 嚎啕大哭着 江牧成健壮 赶忙将宝贝儿子抱在怀里 谁料小家伙可能感觉怀抱不对劲 他努力挣脱着 好似不想让爸爸抱 苏宇蒙见宝宝哭得那么伤心 赶忙将儿子接到自己怀里 随即他几句轻声安慰 凡凡情绪慢慢稳定 没一会儿就不哭了 看老婆安慰凡凡几句小家伙 不哭不闹 他安慰了一会儿 没有任何作用 不禁有些伤心 只见他跟苏宇蒙吐槽着 老婆 凡凡刚刚好像不想让我抱 之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苏宇蒙文言哑然失笑 他安慰着老公 凡凡应该是做噩梦了 他比较认我 所以不让你抱 不做噩梦的时候 宝宝就不会这样 哦 原来是这样 江牧成点点头 了然于胸 按理说 他跟小宝宝们接触 也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他才发现 凡凡做噩梦的时候 是认人的 随即他指着宁宁问道 咱们宝贝闺女做噩梦 也只认你吗 苏宇蒙摇摇头 笑着说道 不认 他做噩梦的时候 只要安慰几具小家伙就好了 哦 江牧成知道了 果然一个小宝宝 一个脾气性格 旁边宋青雅见 两人哄孩子 非常有一套 心里就放心了 之前他还担心 小夫妻两人是新手 照顾不好小宝宝们 现在才发现自己多虑了 而且 他更没想到 现在儿子哄宝宝 也是非常的有一套 在他看来 江牧成 已经是一位合格的奶爸了 说起这个 宋青雅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看向苏宇蒙说道 蒙蒙 你和小成马上就要结婚了 咱们两家应该见个面 商量一下结婚的细节 比如说聘礼之类的东西 你看看 你父母什么时候有空 苏宇蒙听到婆婆说的这些话 顿时沉默了 他母亲很多年就去世了 父亲不是父亲 至于后妈和继母 就更别提了 现在他的亲人 只剩下一个哥哥 还有疼爱他的小姨 只不过 小姨没有在魔都 要是知道他结婚 肯定会来的 姜牟诚知道老婆又想起了伤心事 他本来还想安慰着 不料老婆坦然一笑 妈 我家就剩我哥了 我晚上跟他说一下 看看什么时候见面 好好 宋青雅尴尬一笑 自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知道儿媳妇父父母早逝 他越发心疼苏宇蒙 想给他最好的 该交代的 已经交代清楚了 宋青雅 要去忙儿子婚礼的事情了 他儿子 儿媳的婚礼 要办 一定要办得最好 晚上 苏宇蒙看了看时间 寻思哥哥 现在应该已经忙完了 才给他打电话 对方真的秒接通 哥哥 你回家了吗 嗯嗯 回了 电话那头 传来苏宏杰疲惫不堪的声音 苏宇蒙听出哥哥很累 便开门见山地说道 哥哥 小城的父母想要见你 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有空 听到这个事情 苏宏杰瞬间精神了 这关乎着妹妹的婚姻幸福 本来明天还要去外地出差 他想都没想直接推掉 然后宠溺地跟妹妹说 我明天就有空 要不就在你家见面 时间什么时候都可以 定几点 你到时候告诉我一声 好 苏宇蒙点点头 然后催促道 我没事了 听声音就知道你很累 赶紧去休息吧 明天见 行 苏宏杰应了一声 然后听话地躺到床上 不到一分钟 他就睡着了 另一边挂断电话后 苏宇蒙还是有些担心哥哥 他这个哥哥 就是个工作狂 一工作起来就不管不顾的 也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突然他意识到 老公的公司 比哥哥的公司大多了 怎么他这两天这么闲 紧接着 他疑惑地看向江牧成 老公 你这两天公司不忙吗 难不成你留下 是为了照顾我和宝宝 苏宇蒙有这个猜想 江牧成文言 尴尬一笑 心里付费着 糟糕 被老婆发现了 他随口找了个借口 这两天公司不忙 手下的人能处理好 不然公司花那么多钱 请他们干什么 嗯嗯 说的有道理 苏宇蒙点点头 他完全没意识到 老公说的是老板经典语录 突然他尖叫一声 哎呀 忘了跟咱妈说了 苏宇蒙说的是见面的事情 他赶忙给宋青雅打电话 通知他一声 忙完之后挂断电话 不过苏宇蒙盘腿坐着 他呆愣着 应该没忘什么吧 江牧成文言不禁提示着 老婆 你洗澡水已经接好了 应该去洗澡了 哦呦 忘记了忘记了 我这就去 苏宇蒙慌张地从床上下来 就拍浴缸里边的水流一污 好在去得及时 浴缸差一点就满了 江牧成看着老婆迷迷糊糊的样子 竟然觉得有些可爱 他不由地挑逗道 老婆 要不我给你搓个澡 第52章 给的太多了 今天苏宏杰打扮得格外正式 因为他是妹妹的娘家人 要给他争脸 看着镜中的男人 他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就出发前往妹妹家 早上自从他醒来 就在想两家见面的事情 如果对方因为自己妹妹孩子已经生了 就苛责 不尊重 甚至该有的结婚流程能省就省 他肯定不会同意 现在他是妹妹的靠山 别的女孩有的 妹妹一定要有 很快 苏宏杰就到了 宋青雅和江宝德得知萌萌哥哥今天过来 两人早早地就来到别墅迎接 听到外边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后 老两口从沙发上坐起来 热情地出来迎接 彼时 苏宏杰刚从车上下来 就见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 拉着自己的胳膊 自来熟地说着 你就是萌萌的哥哥吧 长得真是一表人才 开车路上辛苦了 赶紧回屋歇一会儿 苏宏杰见状 有些手足无措 他只能尴尬地点点头 坐在沙发上 他打量着面前的两人 想必他们就是妹妹的公公婆婆 看面相倒是个好相处的人 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哪样 刚坐不久 庸人端着茶壶走过来 宋青雅亲自给苏宏杰倒茶 小杰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 别拘束 快喝茶 嗯嗯 苏宏杰点点头 然后听话地拿起茶杯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自己 好像在见家长 此时气氛非常安静 宋青雅见状 也顺势提起两孩子的婚事 他微笑地看向苏宏杰说道 小杰 萌萌嫁进我们家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把她当成亲闺女照顾 不让她吃一点苦 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宋青雅说完之后 看向儿子 示意她自己也要说一些表率的话 江牧成立刻瞄懂 她非常真诚地 跟自己的大舅哥保证 哥 我发誓以后 肯定会对萌萌好 要是做不到 就天打雷劈 如果负她 不得好死 她发的是非常毒 这也证明了她的决心 只是苏宇萌听了 有些心疼 她拉着江牧成的手 会心一笑 老公 我相信你 妹妹都同意了 她这个当哥哥的 也不能说什么 随即苏宏杰 将苏宇萌的双手 交给江牧成 我把妹妹就交给你了 以后你要敬她 爱她 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一点伤害 知道吗 嗯嗯 我知道 我会做到的 江牧成点点头 非常坚定地说着 此生她非苏宇萌不娶 亲手把妹妹交到 其他男人手里 苏宏杰空落落的 不过只要妹妹过得好 她开心 接下来 就正式商量 两人婚礼的细节了 首先 宋亲雅将结婚日期 跟苏宏杰说了一声 小杰 我按照萌萌和小成 他们俩的生辰八字 找大师给算了一下 结婚日子 就定在农历七月初七 你看可以吗 苏宏杰毕竟是苏宇萌的家长 还是要询问一下 人家的意见 才算尊重人家 她都同意两人结婚了 日期两人看着办就行 她淡淡一笑 敏笑着点点头 哥 我和小成没意见 看到妹妹这个样子 恨不得今天就嫁过去 苏宏杰有些心酸 她真是拿她这个妹妹没办法 只见她宠溺地说着 那就七月初七 日期已经商定好了 这时 宋亲雅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纸开始说道 小杰 我和你叔叔商量了一下 准备给萌萌十个亿的聘礼 僵士集团5%的股份 还有帝都三环一套别墅 外加魔渡一座庄园 这上边全部写萌萌的名字 算作她的婚前财产 另外 我还为萌萌准备了一套 红宝石珠宝 一套绿宝石珠宝 十套高定珠宝 以及英国王妃同款皇冠 最后 我还准备了一个豪华游艇 送给萌萌 以她的名字命名 到时候 由她主持下水仪式 宋亲雅念完清单之后 看向苏宏杰问道 你看这些可以吗 刚刚苏宏杰听的 都惊呆了 聘礼十个亿 还有僵士集团5%的股份 这给的太多了吧 光是股份 苏宇蒙就轻轻松松拥有千亿 本想着对方可能会少给 没想到 竟然准备这么多 这足以证明 蒙蒙在他们心里的地位 苏宏杰 还有什么理由说不呢 可以 她点点头 不得不说 江家真是家大业大 竟然一口气拿出这么多 不愧是龙国首富 以及福布斯多榜上有名的家族 她见识到了 人家拿出聘礼 她也要准备嫁妆 虽然跟江家相比 不值一提 但这也是她当哥哥的一点心意 随即 妈早早地走了 咱们又摊上那样的吧 所以 哥哥为你准备的嫁妆 准备的不多 希望你不要嫌弃 苏宇蒙听完眼眶都湿润了 她摇摇头 哽咽地说着 哥哥 我不嫌弃 不嫌弃 只见她颤抖地接过哥哥 为自己准备的嫁妆单子 看到哥哥为自己准备的丰厚嫁妆 眼泪夺眶而出 哥 太多了 我不要 苏宏杰揉着她的脑袋刮安慰着 傻妹妹 一点都不多 你要不收下 哥哥可生气了 嗯嗯 苏宇蒙感激地抱着哥哥 有哥哥宠真好 其实 就算苏宏杰不准备嫁妆 他们江家也是不会介意的 他们在乎的是苏宇蒙这个人 不在乎他的家庭 更不会因为他带的嫁妆少 而苛待他 细节已经商定好了 在门外等候的律师 在江宝德的事宜下走进来 他们来主要是将别墅 转到苏宇蒙的名下 不仅如此 股份也是 苏宏杰看到江家准备得这么充分 不由得感激 他们对妹妹是真的好 那自己也就放心了 手续都办好后 苏宇蒙手里一达文件 还有几个鲜艳的红色本本 像怎么出嫁 怎么迎亲 两家也商量了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 苏宇蒙从哥哥家出嫁 因为哥哥家就是他的家 至此 关于结婚两家已经商量完了 接下来就是锦罗密鼓的筹备结婚 苏宇蒙和江沐成这新人 已经很很期待了 第53章 吃饱了好干活 商量完 苏宏杰接到一通紧急电话后就走了 公司项目出了点问题 需要他去看看 江宝德和宋青雅 两人也离开了 因为要准备邀请的宾客名单 半首礼等各项事宜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房子 立马安静了下来 然而两人还不及感慨 耳边就传来宝宝啼哭的声音 听着大嗓音 不用看就知道是凡凡在哭 怕把宁宁吵醒 江沐成赶忙将小家伙 从沙发上抱起来 看着小家伙 哭得委屈巴巴的样子 他心都要碎了 乖乖 爸爸抱抱 是做噩梦了 嗯 没想到江沐成问了一句 小家伙好似委屈地回答了一声 时间非常巧妙 要不是因为宝宝还小 他真以为宝宝能听懂他说话呢 不过 见凡凡回答自己 江沐成还是很惊喜的 他高兴地贴了 贴宝宝的脸颊安慰着 爸爸在呢 凡凡不害怕 有爸爸保护凡凡 不哭 不哭 以前 凡凡做噩梦 只能肃语猛哄 现在在江沐成的安慰下 宝宝的哭声越来越弱 他是非常有自豪感的 小家伙哭完之后 泪珠还在睫毛上 只见他睁开双眼 像个小可怜 紧接着 凡凡张着嘴巴 发出啊啊的声音 这一幕 直接将江沐成的心都融化了 他跑着来到苏宇蒙身边 老婆 你看咱儿子 是不是饿了啊 要不你给他喂奶 苏宇蒙见小家伙 吐着舌头灿然一笑 当听到老公让他喂奶时 他突然想起 凡凡早就到了喝奶的时候了 只是因为睡觉 没有按时喂他 随即 他将凡凡接到自己怀里 现在的苏宇蒙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羞涩 他随手撩开衣服 然后将口粮放进宝宝的小嘴里 凡凡小嘴如动着 躺在妈妈怀里 他的小腿还不老实 小家伙老是登苏宇蒙的手腕 江沐成见状哭笑不得地 按住凡凡的小脚丫 与重心肠的喂儿子讲道理 凡凡 不可以登妈妈 妈妈会疼的 你要和爸爸一样 爱护妈妈知道吗 他说他的 凡凡没有任何回应 倒是因为江沐成握住凡凡的小脚丫 小家伙非常不乐意 凡凡一边喝着奶 一边哼哼唧唧地 想挣脱爸爸的大手 就连他的小腿都在用紧着 见儿子有些不乐意 苏宇蒙看向江沐 承笑着摇摇头 老公 你别弄了 就让儿子登吧 也不疼 小孩子能有多大的劲能 这是他这样认为的 很快他就能感受到 虽然凡凡是小小的 但是能量大大的 江沐成将老婆都这样说了 只能放开凡凡 不过他依然嘱咐着 臭凡凡 轻点灯妈妈 为了让你好好和妮妮 妈妈还得忍受你的攻击 长大了 要好好孝敬妈妈知道不 嗯嗯 这个时候 凡凡又猝不及防地回应了一声 听得苏宇蒙心花怒放的 他满脸疼爱地看着宝贝儿子温柔道 宝贝登吧 妈妈不怕疼 真的是宝宝 有一点可爱的行为 当父母的 就是心甘情愿 且甘之如遗 苏宇蒙就是个例子 不过 凡凡蹬腿的时间不长 可能是蹬累了 想些些 不多时 小家伙也喝完奶了 拍完阁后 苏宇蒙就把他放在床上 此时凡凡的头顶 刚好是舅舅给买的风铃 不过因为宁宁 还没睡醒 两人没敢拨动 但是小家伙 也聚精会神地看着 非常好奇 现在小宝宝刚喝完奶 吃饱了好干活 现在讲究科学带娃 江牧成随 即将黑白卡片拿出来 他亲切地在宝宝耳边低语 凡凡 咱们该学习哦 随即 江牧成将卡片 放在小家伙眼前的正上方 大概15厘米的距离处 这个卡片 不用说上面是什么什么东西 重要的是 让小家伙看 所以得保持安静 只见小家伙 非常专注地盯着上边的图画 江牧成往左边移动卡片 小家伙的脑袋也跟着转 凡凡的追视 非常好 与此同时 江牧成的脑袋里 响起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第一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成 技能 浴娃无师自通 冥想睡眠 健保神通 物品 强身健体丸 已用 洗嘴丸 已用 神级婴儿车 系统检测到宿主 给宝宝看 黑白卡片50次 特奖力神级按摩技术 一瞬间所有的按摩手法 涌入江牧成的脑海 它像是一位 按摩多年的老师傅一样 手法熟练 动作娴熟 对于系统奖励的技能 江牧成很满意 很快 一盒黑白卡片 也看完了 这个时候 凡凡皱着眉头 打着哈欠 看起来非常困 下一秒 小家伙竟然神奇地睡着了 非常快 江牧成和苏宇蒙见状 非常开心 不用哄小宝宝睡觉 简直太幸福了 遇到宝宝们 非常困的时候还好 抱着在地上走一走 拍一拍 小家伙十分钟就睡着了 遇到宝宝困 但是睡不着的 那就得花上半个小时的功夫 才能哄他们睡着 总之哄宝宝睡觉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两人也能休息一会儿 只见苏宇蒙躺在江牧成的怀里 一翻身的时候 他的腰好似扭到了一下 似苏宇蒙发出痛苦的声音 看他皱着眉头 应该非常的疼 平常喂奶的时候 需要坐着 苏宇蒙的腰也会时不时地疼一下 因为疼得不重 再加上不常疼 所以他没放在心上 但这次 他疼得虚汗都出来了 江牧成见老婆捂着腰处 很痛苦的样子 他焦急问道 老婆 你怎么了 扭到腰了 有点疼 苏宇蒙难受地说着 要不我给你揉一揉 现在 江牧成有神机按摩 里边有专门针对扭伤的按摩手法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 嗯 好 苏宇蒙点点头 然后全身趴在沙发上 江牧成往手上涂抹点精油 然后给老婆按摩着 他的手法非常熟练 刚开始苏宇蒙会觉得有点疼 慢慢地他越来越舒服 整个被好似被火烤着 非常暖和 第五十四章 老公 臭味是宁宁身上的 老婆 力道合适吗 江牧成趴自己 下手重了 便询问着 合适 非常舒服 苏宇蒙趴 在床上懒洋洋地说着 老公按得非常不错 刚刚疼的地方 已经不疼的 不过他想享受着老公的服务 便焦滴滴地说道 老公 你多按一会儿 好舒服 行 老婆提出来的要求 必须满足 江牧成笑呵呵地说着 然后非常卖力 两人就在客厅 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传到小局的耳朵了 此时他在房间里想出门上的卫生间 然后就听到让他脸红心跳的虎狼之词 而且 适不适的 嗯 这声音传入他的耳朵里 更让他响入飞飞 以至于他刚刚想转动房间的门把手 瞬间放开了 总不能打扰少爷和夫人的正经事吧 更何况 他出去多尴尬 思索片刻 小局决定憋一会儿 可是这一憋 就是四十分钟 听着客厅好长时间 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 他赶忙推开房门 火速飞奔往卫生间 苏宇蒙见状 有些纳闷 小局这是憋多久了 这么着急 江牧成笑笑不说话 他现在很累 气喘吁吁的 按摩也是个体利活 这么一会儿 他已经汗流加倍了 小局出来之后 侧着脑袋瓜 不敢看沙发上的苏宇蒙和江牧成 他怕看到不该看到的 江牧成见小局行为 非常的诡异 他疑惑地问道 小局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不敢看我们 啊 没有 没有 小局摇摇头 慌忙地说着 心里则是付匪着 我是有这个贼心 没这个贼胆啊 只见 苏宇蒙来到小局面前 强行把他的手拿下来 关心道 你脸上也没什么东西 怎么不敢见人啊 见两人穿得整整齐齐的 他尴尬一笑 没有 没有 刚刚脖子扭到了 现在好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苏宇蒙把小局当成妹妹看待 听见他脖子扭到了 立马热情地说道 让我老公给你扭一下 他手艺可好了 刚当我的腰非常疼 他按完立马就不疼了 小局听到后 疑惑地在苏宇蒙和江牧成两人之间 看来看去 随后吃惊地说着 刚刚是少爷给你按摩呗 嗯嗯 怎么 见他反应这样大 苏宇蒙有些不理解 见此 小局哑然是笑道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在 说完半截 他戛然而止 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些愉悦 他连忙跑掉了 话说半截 苏宇蒙哭笑不得地看向他 失笑道 这小局怎么还跑掉了 突然 他灵光乍现知道了 小局未说完的话 随即他娇羞地 来到江牧 承耳边轻声说道 老公 小局刚刚误以为 咱们两个在某某 说完他轻轻地 拍打着老公的肩膀娇称道 都赖你 江牧成健壮 无奈地笑道 老婆 让你太舒服 也是我的错了 正在两人打情骂靠的时候 耳边又传来宝宝的哭声 这个哭声音音音的 一听就知道是宁宁 小家伙只有非常委屈 非常饥饿的时候 才会哭得非常大声 可能是小女孩的缘故 就连哭声 都是非常的淑女 江牧成虽然对两个小宝宝 不偏不倚的 但是他本身可是个女儿奴 所以 听见宁宁的哭声后 他立马将小家伙抱起来安慰着 宁宁也非常的乖 爸爸哄了几声 小家伙就不叫唤了 随即睁着有黑的眼睛 打量面前帅气的爸爸 这回正好到了 闺女喝奶的时候了 苏宇萌刚刚喂过 所以这次给小宝宝吃奶粉 他单手飞机抱抱着宁宁 一手拿奶瓶 往里边倒水 加奶粉 非常熟练 晃动奶瓶的时候 江牧成耳边 又响起系统机械的声音 叮 奶爸系统启动中 宿主 江牧成 技能 玉娃无师自通 冥想睡眠 健保神通 神级按摩技术 物品 强身健体丸 一用 洗水丸 一用 神级婴儿车 系统检测到 宿主给宝宝充奶粉 达成100次的成就 特奖励大师 及武打功夫 系统刚说完 江牧成就感觉身体骨头 在咯吱咯吱作响 一瞬间他感觉自己 有使不玩的力气 就连单手抱宁宁 都觉得没有重量 仿佛他已经习惯了这样 以前他非常喜欢看功夫片 好像每个小男孩 都有个武侠梦 现在系统奖励他功夫 也变相地让他圆梦 这让他非常开心 还没开心几秒钟 江牧成就被宁宁 哼哼唧唧的声音 拉回现在 小家伙看着奶瓶 有点等不及了 他伸着小手 好似自己要抱着奶瓶 江牧成健壮 赶忙加快消泡 奶瓶里没有默默了他 赶紧放入宁宁的嘴巴里 小家伙小嘴 绝成小家伙的样子 非常可爱 然而在喝奶的过程中 宁宁突然小脸憋得通红 好似在用尽 江牧成还以为宝宝噎住了 他干嘛将奶瓶拿出来 就听见扑的一声 这声音大的 让苏宇萌不敢相信 老公 刚刚那生僻真的是 宁宁放的 嗯嗯嗯 江牧成哭笑不得的点点头 原来闺女使劲 就是为了放僻 放完之后 小家伙的脸也不红了 可能宁宁感觉少点什么东西 开始哼哼唧唧 见小家伙皱着眉头 小嘴抿着 江牧成赶紧将奶嘴 放进宁宁的嘴里 放进去后 小家伙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仿佛刚刚不听话的小宝宝 是别人家的 很快 小宝宝就喝完了 江牧成像往常一样 把宁宁抱起来拍嗝 拍着拍着 他好似闻到了什么味道 随即他看向苏宇萌问道 老婆 你有没有闻到臭味 苏宇萌听见后 使劲吸了一口气 然后肯定地点点头 闻到了 这是啥味啊 他左闻闻 右闻闻地 想找到臭味的源头 最后 他停在宁宁的屁股后边 然后不确信地闻了一口 只见苏宇萌哭笑不得地指着宁宁说道 老公 臭味是宁宁身上的 他可能是拉巴巴了 第55章 美人妆婚纱纱摄影店 苏宇萌将宁宁的纸尿裤拉开 确实看见金黄色的巴巴 此时 江牧成也将隔离宝宝拍出来了 他哭笑不得将宁宁放在尿布台上 宝宝 你好臭 爸爸给你换臭臭好不好 宁宁可能是感觉到 自己做了坏事 他咧嘴小嘴 不怀好意地笑着 不过小家伙还算很配合 爸爸很快就清理干净了 不过小家伙的屁股黄黄的 闻上去还是有点臭 只见江牧成像爆刮剑一样 飞机爆凡凡来到洗手间 他将宝宝的小屁屁放在水龙头下 宁宁还露出享受的表情 不得不说 小宝宝的屁股真的好软好软 Q弹Q弹的 让人忍不住摸了再摸 晚上 江牧成刚要关灯睡觉 床上的手机嗡嗡嗡地响了起来 小宝宝们刚被他哄睡着 他二话不说直接将手机拿起来 要是宝宝被手机吵醒 那他刚刚的努力就白费了 见小宝宝依旧睡着 他亲手亲脚地拿着手机来到阳台 看联系人是自己的老妈 他有些无奈地接通电话 老妈 下回有事你早点打电话行不 差点把你孙子孙女给吵醒 嗯 行 本来宋清雅听到儿子前一句话 脾气莫名其妙地就上来 他本想发火 后来听到因为自己的电话 差点把亲孙给吵醒的时候 火一下子就被浇灭了 同时心里还有些愧疚 果然 小宝宝就是爷爷 奶奶的心肝宝被疙瘩 老妈 你打电话是因为啥事啊 听到儿子询问 他才想起来正事 随即说着 我给你和萌萌约了 魔都最有名的婚纱摄影店 好多明星都是从那里拍的结婚照 非常不错 明天你们直接去就行了 我跟店长说好了 好 我知道了 姜牧成点点头 回想起刚刚跟老妈发了点小脾气 他有些愧疚 老妈 为了我结婚你辛苦了 辛苦啥 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 宋清雅鼻子一酸 儿子好不容易成家 她做梦都会笑醒的 为儿子 儿媳准备婚礼 也是她非常开心的事情 挂断电话后 宋清雅不禁感慨一句 儿子真是长大了 一日 美人装婚纱摄影店内 店长王晴晴 留着一头金链的短发 她穿着白色的格子衬衫 下边搭配黑色阔腿裤 脚上还穿着白色高跟鞋 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是职场丽人 她的面前就是美人装的工作人员 全都穿着黑色的工作服 正在等着店长讲话 今天咱们店要迎来一对尊贵的客人 大家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好好对待 谁要是掉链子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行了 都个忙个的去吧 解散员工后 王晴晴突然回想起 昨天晚上的那通电话 那时的她刚刚下班 然后就接到老板打来的电话 听到电话内容后 她立马保证着 要让少爷和少夫人满意 此次拍摄婚纱照 姜牧成两人相当于微服私访 除了店长 其余人都不知道两人的真实身份 这个时候 王晴晴突然接到紧急拍摄电话 她必须过去看一眼 临走的时候 她再三嘱咐员工们 一定不能怠慢一会儿出现的尊贵客人 与此同时 姜牧成和苏宇萌刚从家里出发 尤其两人要拍摄婚纱照 可能照顾不到小宝宝 所以小局一同前往 美人装就在魔都市区 所以很快就到了 今天姜牧成开的是七座的 阿尔法特制保姆车 人多 小宝宝一人一个安全座椅 所以这个出行特别方便 她刚将车子安稳地 停在停车位上 远处传来跑车的轰鸣声 下一秒 车子一个急转弯 直接停在姜牧成的旁边 幸好她停得远 不然肯定会撞上 只见男人染着一头眨眼的黄发 她高傲地从车上下来 女人随后迈着大长腿 从副驾驶出来 她挽着男人的手夸赞着 秦哥 你停车技术真棒 刚才那个转弯真过瘾 随即 要不是那个大黑车碍眼 咱们就能停到正中间的车位上 那样才显示你技术高超吗 秦少听闻 冷哼一声 一个破保姆车 顶多三五百万 哪有咱们的车柜啊 咱这身份 哪能跟low货一般见识 走吧 咱们进去 说完 秦少戴上墨镜 笑呵呵地搂着女人 朝着美人装走进去 旁边 姜牧成将婴儿车拿出来 然后将凡凡 宁宁放到里边 本来小家伙睡得非常香 突然被轰轰隆隆地 看上去就是没睡醒 有些不在状态 小菊见状 不禁吐槽着 一个跑车有啥好显摆的 我们少爷的车 比你的贵多了 哼 把凡凡和宁宁都吵醒了 这样的人真讨厌 苏宇萌文言 也深深地点头同意道 说得没错 见老婆的嘴都能挂秤坨了 她哭笑不得地安慰着 好啦老婆 为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 今天可要拍结婚照 给美美的 姜牧成挑着老婆的下巴说着 哎 笑一个 嘿嘿 苏宇萌非常配合地笑了一声 随即几人也进入里边 美人庄门口 有负责迎兵的 今天负责迎兵的是 叫秀秀的一个女孩子 见有客人进来 她赶忙迎上去 您好 欢迎光临 当她抬眼看两人的时候 秀秀惊奇地发现 挽着男人的那个女人 是当下大热的女明星韩逸欢 这段时间 水果台正在热播 她主演的电视剧 春光灿烂的日子 她是女主角 在里面饰演一位清纯的大学生 虽然男朋友比较穷 因为这个剧 她还被网友称为 最想拥有的女朋友 秀秀见她来了 而且还是和男朋友来的 立马认为 他们就是店长说的 最尊贵的客人 随即热情地说着 先生 女士里边请 韩逸欢路过的时候 秀秀使出浑身解数夸赞着 逸欢 我很喜欢你演的电视剧 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 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第56章 不选对的 只要贵的 当然可以啊 韩逸欢甜甜地说着 她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遇到自己的粉丝 看来自己真是火得一塌糊涂 签完名字之后 她心里非常得意 脸上也泛起高傲的笑容 进店之后 秀秀将果盘 小吃 甜点 零食 都拿到两人的面前 逸欢 这个甜点是五星级大厨 做出来的很好吃 你如果还想吃 我可以再给你拿一些 嗯啊 韩逸欢露出微笑 然后拿起一块甜点 喂给情少 她见秀秀在一旁 生怕她把自己有男朋友的事情说出去 那样会对她清纯的印象有影响 随即笑着说道 秀秀是吧 我要结婚的事情保密哦 你不可以跟别人说 秀秀点点头 一欢 您放心 不仅是我 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 都不会说出去的 口风非常严 韩逸欢这就放心了 虽然她马上就要嫁入豪门 但是自己的事业也不能放弃 只有这样在豪门婆家 才能站稳脚跟 吃了点甜点 韩逸欢抬头询问着 秀秀 我们想看看拍摄套餐 好的 一欢女士 请您稍等 秀秀说完便跑去拿价格表 随即交到韩逸欢的手上 上边最高的拍摄套餐 是999万的 拥有最顶级的化妆 最顶级的摄影 和最顶级的妆造 什么都是最好的 韩逸欢两人商量着 这个时候 江牧成和苏宇蒙几人走进店内 一楼只有秀秀一个人 她看见客人的时候 虽然不像之前那么热情 但也是恭敬地说着 欢迎几位 请问你们是来拍婚纱照的吗 嗯嗯 苏宇蒙点点头 随即 秀秀将价格表交到她的手上 什么甜点 小吃什么的都没有 跟人家的对待差远了 看到价格表一眼 江牧成就选好了 几秒钟的时间 她霸气地说道 就给我来的最贵的 秀秀听到后 不免有些震惊 随即她打量着眼前的男人 穿的不是什么名牌 她不确定地问 最贵的可是999万 您确定吗 怕就怕男人是来捣乱的 没钱还要装大款 殊不知 江牧成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 苏宇蒙穿的衣服也是高定 像那种烂大街的名牌 才不符合两人的身份 只见江牧成反问道 我当然是确定才说的 她有些疑惑 老妈不是跟工作人员交代好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秀秀赶忙硬着 心里则是付费着 哎 又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 不是富二代片想象女人 证明自己有钱 这样的人下场很惨的 随即她接过银行卡 然后在POS机上一刷 刷卡成功了 随后 江牧成一行人 去楼上选衣服 好拍摄婚纱照 与此同时 韩一欢两人也商量好了 只见她不情不愿地 指着三百九十九万的拍摄套餐说道 我们选这个 啊 好 好 秀秀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其实心里在夸赞着 一欢果然人美又善良 不追求物质 其实韩一欢想选九百九十九万的套餐的 但是琴强不同意 她的大牛才一千多万 要是选那么贵的套餐 多不值啊 她见韩一欢有点生气 便安慰着 一会儿婚纱你选个贵的 千八百万我也给你买 可以吗 啊 真的吗 琴哥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韩一欢高兴地亲了上去 她要是选一件千万的婚纱 肯定让她的小姐妹们羡慕坏了 随后 韩一欢欢心雀跃地晚上琴强 来到二楼选衣服 二楼有自费的区域 也有免费的区域 自费的区域 是专门为了结婚的时候穿 当然 那些婚纱都是全新的 而免费的 则只是针对拍结婚照 一到二楼 苏宇萌就被中间摆放的托尾白纱吸引了 她包含了女人对婚纱浪漫 纯洁的幻想 江牧成见老婆看见这件婚纱时 眼睛都亮了 随即说道 老婆 这件婚纱你穿上拍照 一定很美 此时二楼的工作人员过来了 他非常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 先生 女士 这个婚纱是自费的 需要花钱购买 免费拍摄婚纱的衣服在那边 我带你们去 江牧成比划了一个禁止的手势 无所谓地说道 这件婚纱 无论多少钱 我们要了 工作人员听到后 不可思议地张大嘴巴 啊 您 您要了 虽说人家说 无论多少钱 但是他还是要讲一下价格 先生 我们这件婚纱 是大师设计款 纯手工缝制 婚纱上有99个钻石 意味着长长久久 所以价格比较贵 它的售价是 1599万 不打折 还不等江牧成回答 远处一个女人的声音 便抢先说道 这件婚纱我买了 说完的这个人 便是韩一欢 他趴在玻璃上 近距离欣赏这件优美的婚纱 在他眼中 这件婚纱 好似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随即 他拉着琴强的胳膊撒娇道 亲爱的 我就要这件婚纱 就要这件 好 给你买 给你买 琴强宠溺地说着 毕竟他刚才答应了 工作人员见状 有些为难地对韩一欢两人说道 不好意思 先生 女士 这件婚纱 已经被这位先生预定了 我们还有别的好看的婚纱 您二位可以挑选一下 琴强文言 美好气地看向江牧城 他最讨厌别人抢他的东西了 随即不客气地说道 你一个开几百万的保姆车 有什么资格 跟我开千万车的争 就你穷脚司一个 有那么多钱吗 你就想买 你也不打听 打听我是谁 老子可是 号称魔都护上皇 秀秀也跟着上来了 反正下边又没有别的客人 他听见男人说 自己是护上皇的时候 都惊呆了 随即吃惊地说道 你就是家里有矿的 秦强秦公子哥 不仅如此 家里有着上亿的公司 公司资产有几百亿 而且家里的产业遍地开花 交女朋友 全是女明星的那个 秦强洋洋得意地点点头 看看 他的名头是多么的响亮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第五十七章 是不是您的余额不够 说不好听的 他在魔都都能横着走 秀秀这么一说 二楼的店员芳芳 也有点印象 哦我想起起来了 是那个整日混迹娱乐圈的秦大少啊 之前他还交过一个网红女朋友 人家去国外 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听说当时打胎费都千万呢 虽然两人小声讨论着 但是在场的众人都能听得见 秦强也立刻黑脸 他美好气地看着两人嚷嚷道 你们知道什么 瞎说八道 再敢胡说 小心我告你们诽谤 秀秀两人文言 赶忙把嘴闭上 不敢再说话了 外人可能不知道真假 但是韩一欢一定知道这些是真的 那个女人收下打胎费 转头就跑到国外 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带孩子找上门 这不 他就成了那孩子的便宜后妈 现在听见外人说这些 他脸色铁青 今天说什么 这婚纱他也要买下来 随即 韩一欢跺脚 撒娇摇晃着秦强的胳膊 宝宝 咱们婚礼上 我想穿这件婚纱 好好 秦强忙口答应着 转头就拿出银行卡 递给工作人员 赶紧去刷卡 这婚纱我要了 见芳芳还看了看江牧成他们 他赶忙催促着 不用看了 他们买不起 苏宇萌最讨厌这种 嚣张跋扈的公子哥 幸好他哥不是这样的人 见自己喜欢的婚纱被抢走 他忍不住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买不起 我老公可比你厉害 苏宇萌傲娇地挽着 姜牧成的胳膊 虽说他不懂车什么的 但是今天开的那辆车 绝对不是几百万 就能买到手的 有些车只能说他没见过 但不代表没有 秦强文言 扑斥一笑 他可是专业玩车的 什么车没见过 现在这社会什么人 开什么车 车是男人的面子 所以他肯定几人 绝对买不起这个婚纱 正在这时 秀秀在方方的耳边说着 秦公子和韩小姐 是店长说的尊贵的客人 绝对不能懈怠 还不赶紧给秦公子刷卡 方方文言 只能抱歉地看向江牧成 然后接过秦强的银行卡 跑去刷卡 秦强见状得意地说道 看看 人家服务员就知道 你买不起这件婚纱 就你 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争 婚纱马上到手了 韩一欢也趾高气扬了起来 完全没有电视剧上 清纯的样子 现在的他 是一副尖酸刻薄的嘴脸 老公跟他们这种人说话 都浪费口舌 你看看他们 穿的哪一件 像是买得起这件婚纱的 不像咱们 身上的衣服 都是上万块 全身搭配 没有几十万 都不好意思出门 他们呀 能跟咱们 同时出现在这里 都是烧高香了 小剧听到后 眼皮子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他可怜地看着几个人 一会儿他们就知道 自己踢到铁板了 一旁 江牧成 就静静地看着几人装X 他淡淡一笑道 今天这件婚纱 你们买不走 韩一欢文言 冷哼着 你说买不走 就买不走 真以为这家店 你们家开的 诶 答对了 可是没奖励 江牧成自信一笑 属实是家里的产业有点多 他刚刚想偷偷买下来 结果发现 这竟然是老妈的产业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 不知道一家人吗 然而这个措辞 在秦强两人看来 简直非常可笑 他们放肆地嘲笑着 你说 这店是你家开的 你是不是对魔多的地价 不了解 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这个地方 占地面积如此之大 就靠你开三百多万的破车 能有这么多的家底 别开玩笑了 秦强不相信 就算是他们家要 想在这个地方开店 也得三四再三四 江牧成有些不理解 自己那六千万的豪车 竟然被说成三百万 这人眼睛咋看的 侮辱谁呢 罢了 对方眼瞎 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辩解呢 瞎子点灯白费辣 很快 方方跑回来了 他气喘吁吁地 对秦强说道 先生 您的这张卡刷不了 随即他冒昧地问了一句 是不是您的余额不够啊 苏宇蒙文言 没忍住扑斥笑了出来 刚才也不知道 是谁嘲笑别人买不起 原来小丑 竟然是自己 小菊见状也付匪道 就是 就是 没钱 还充大款 秦强嘴巴 快被气歪了 他明明记得 自己卡上 还有三千万 不可能刷不出来 其实真实情况 是江牧成让自家公司的黑客 动了点手脚 他钱才刷不出来的 要是让别人知道 这货竟然当面 把自己老婆看上的东西 给抢走了 说出去多丢人啊 见自己看上的婚纱 没有买下来 韩一欢皱着眉头问道 宝宝 你到底有钱没钱 为什么刷不了 有钱 只是我不知道为啥刷不了 秦强真 是哑巴吃黄莲 有口说不出 江牧成健壮 笑嘻嘻地看着 两人得意地说道 你不是说 我们买不起吗 今天 我们就买给你看 随即 他将银行卡 递到方方的手上 秦强眼睛 这个时候 非常的好使 他一眼就认出 那张卡价值不凡 准确地来说 是那些特权不凡 只见他像抓住把柄一样 得意地说道 哦我知道 你为什么有底气了 原来是偷了别人的黑卡 你真是胆大妄为 为了买件婚纱 不惜偷盗 今天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 如果你跪下道歉 我就不举报你 否则我就报警 江牧成倒不懂 怎么有人老是不愿意 相信别人 拿出来的东西呢 是羡慕别人有 自己没有 江牧成无奈地摇摇头 一身正气地说道 这卡就是我的 难不成 你没有 秦强被问得哑口无言 说实话 他还真的没有 不仅他没有 他们全家都没有 事到如今 他依旧不相信 开个破车的人 竟然比自己家还有钱 至于他手上的那张黑卡 一定是他偷的 对 一定是偷的 韩一欢知道 秦强是魔都 非常有钱的人家 再看看面前的人 不知道 是从哪里买的地摊货 连logo都没有 这样的人 怎配拥有黑卡 第58章 龙国首富江家 之前韩一欢拍过 霸道总裁的戏码 戏里边 有个场景 就是男主角 拿出自己的黑卡买单 不过剧组的那张卡 是道具 他不禁怀疑 江牧成这张卡是假的 可能是他 从网上买的仿制品 根本刷不出一毛钱 随即 他讥讽地说道 你们两个 像见过黑卡的样子吗 不是我说 这张卡做的 也太假了吧 还不如我们剧组 做的道具真 老公 让他刷 我就不信他能刷出来 秦强点点头 心里付匪着 我都没有的黑卡 你那肯定是假的 一会儿刷不出来 你才更丢脸 秀秀为了讨好韩一欢 和秦强两人 他自告奋勇地 接过那张黑卡 先生 那我可就刷了 要是刷不出来 你就是来店里捣乱的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翻着白眼 恶狠狠地说着 其实他也不相信 能刷出钱来 既然贵客让他试一下 那就试一下 随即 秀秀一路小跑 来到财务室 购买的婚纱 都有这里结账 只见他将银行卡 交到会计李姐的手上 看到是来付款的 李姐皱着眉头说道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的 POS刷不出来了 刚刚我检查了 一点毛病都没有 真是邪门了 可能这张卡也刷不了 秀秀文言 笑着说道 李姐你试一下 刷不出来就算了 听到李姐的一番话 他心里忍不住付匪着 人家秦大哨的卡 都刷不出来 这张卡肯定也刷不出来 真以为自己那么厉害 能左右 POS级 唉 普通人想咬过大腿 真是痴心妄想 这回 他也让人试了 相信结果出来了 他会死心 只见李姐在案件上 输入1599 0000 下一秒 竟然真的到账了 秀秀听见到账的声音都惊呆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这张卡 尼南着 竟然是真的 我的妈呀 刷完卡后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二楼 向众人宣告这件事 秦强看着秀秀慌张的样子 立马得意地说道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刷得出来 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赶来美人装撒野 这美人装 在魔都也是赫赫有名的 听说这家店的老板非常神秘 是个跺跺脚 就会让魔都抖一抖的人物 连他们秦家都不敢招惹 而这个男人 竟然敢号称是美人装的老板 真是太胆大妄为 他 秦强义不容辞地揭穿他们虚伪的面具 只见姜牧成根本不慌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秀秀 随口说道 你们怎么不听听他的回答 此时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 刚刚跑得太着急了 他有些喘不过气 缓了一会儿 他旋即说道 刷出来了 刷出来了 1599 0000 已经到了公司账上 此时 秦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刚他听到的是刷出来了 这张卡竟然是真的 真的刷了1599万 韩一欢不确信地来到秀秀面前质问道 你确定到账了 确定 确定 秀秀猛地点头 这个时候 他突然笑着说道 你完了 不仅偷了人家的黑卡 竟然还刷了这么多钱 下半辈子 就等着在监狱渡过 为了装一回 把自己的后半辈子 都搭上 真不值啊 秦强文言 也立刻附和着 这样的人 一辈子才有这样装大款的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住了 不过 你不幸的是 遇到了我 说完他立马将黑卡 从秀秀的手里抢走 然后得意洋洋地说道 现在证据就在我手 我要报警抓你 有什么 你跟警察说去吧 就在他拿出电话的时候 王晴晴出手阻拦 他刚刚处理完拍摄的事情 然后听店员说 尊贵的客人已经来了 就在二楼 听见这个消息之后 他快速地踏上楼梯 然后就看到一男一女 竟然对他们的少爷咄咄逼人 他立马来到两人面前 秀秀和方方见店长来了 两人恭敬地喊了一声 王店长 琴强健壮 立马笑着对王晴晴说道 王店长 这几个人竟然赶来你们店里撒野 而且这男人是小偷 他不知道从哪偷了一张黑卡 咱们赶紧报警 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 嗯 是吗 王晴晴文言 眼神锋利地盯着他 琴强被盯得有些头皮发麻 是啊 只见王晴晴大手一挥 他毫不留情地 指着琴强两人说道 将这两人赶出去 秀秀文言 有些震惊 啊 王店长 他们两位不是您说的尊贵客人吗 赶出去怕是不好吧 韩一欢也不屑地对王晴晴说道 王店长 我可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一线小花 琴强可是琴家的公子哥 把我们两个赶出去 你能承担得起后果吗 琴强也不理解地质问着 为啥你赶的不是他们 而是我们两个 难不成你们 沆瀣一气 王晴晴健壮步的不公布少爷的身份 只见他非常恭敬地说道 因为他是我们老板的儿子 不敢你们 难不成把老板的儿子赶出去 什么 听见这个回答 琴强两人的眼珠子瞪得很大 他们真没想到 面前的男人竟然说的是真的 这家店四舍五入 还真是他的 苏语盟见他的神情 比吃了八八还难受 随即笑着说道 我就说我老公比你厉害 现在知道了吧 琴强无所畏惧 不就是一家店老板的儿子 有什么得意的 他们琴家 才是魔独真正上层社会的人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如我们琴家家底的十分之一 你们等着 早晚我们把你这家店给收购了 说完 两人完全意识不到大难临头 只见王琴强看着两人摇摇头说道 美人装是江家的产业 你们琴家在江家面前 连提鞋都不配 更别说想说过江家的店铺 琴强文言难以置信地提问着 什么 你说这是江家的产业 是那个龙国首富江家 第59章 拍摄婚纱照 王琴强点点头 然后怜悯地看着对方 你们惹到的 就是江家少爷 江牧城 琴强听到 后腿立马软了 他直接跪在地上爬到江牧城的面前 江少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把我当得了批放了吧 要是知道您是江少 我肯定不敢在您面前放肆啊 我们家的生意 还指着你呢 韩一欢见琴强跪在地上哀求着 他不明所以地对他说道 老公 你们琴家那么厉害 怎么还用得着求他 是不是反了 琴强见这个女人 一点脑子都没有 他立马扇了他一个大逼兜 你给我闭嘴 说完 他像小狗一样摇尾起怜 江少 从现在开始 这个女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该打打该骂骂 只要你不停了我们家的生意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韩一欢现在明白了 琴强这是跟自己撇清关系 而一切都是因为面前的男人 如此 他也时去地跪在地上哀求着 江少 对不起 我不该寄予你老婆的婚纱 我的错 我的错 韩一欢哭得梨花带雨的 并且 他为了让几人消气 又狠心地扇了自己两个巴掌 任谁看了这演技 都得说声吼 但是江沐成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呢 一个戏子 真把自己当盘菜 只见 他冷冷地看着地面上的女人开口道 把她下海 王晴晴听到后点点头 然后他找了几个人 将韩一欢拖到外面 从此之后 他就会过上暗无天日的日子 而且 龙国娱乐圈 再也没有这个叫韩一欢的女明星 之前还在暑气当爆火的电视剧 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娱乐圈 好像没有这好人物一样 在这个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人们很快就把她淡忘了 说回现在 秦强听到韩一欢下海之后 整个人都在打仗 他没想到江沐成做事如此狠辣 怕自己的下场也会很惨 他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赶忙求饶道 江总 江总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您放过我吧 求求你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放我一条生路 我会一辈子感恩戴德 江沐成听到后 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脸蛋 玩味地说道 就这么放过你 别人怎么看我了 你爸在这儿 他都不敢说看在他的面子上 你以为他是谁 很厉害吗 我需要给他面子 你们秦家 只是魔都上流社会的最低档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秦强疯狂点头 是是 江总说的是 我们江家就是个屁 看着男人认错态度还算良好 江沐成笑着说道 想要我放过你 很简单 把你的大牛砸了 啊 砸 砸了 那个兰博基尼大牛 可是他最喜欢的爱车 他爸刚给他买不久 此时秦强的心在低血 不过跟韩一欢相比 他的下场好多了 只见他咬着牙 点头说道 我砸 砸 说完 秦强就冲向楼下 从后备箱拿出锤子 一锤两锤地砸在他的爱车上 江沐成几人 从楼上看着 小局见状欢呼雀跃 该 让你的破车 吵醒凡凡和宁宁 这下不用显摆了 砸完之后 秦强赶忙溜之大吉 看着他落荒而逃的样子 苏语蒙无嘴偷笑着 老公 我看他怕你吃了他 才跑那么快的 江沐成宠溺地摸着他的脑袋 然后在他耳边滴雨 瞎说 我只会吃了你 苏语蒙听见老公说的虎狼之词 小脸像熟透了的红苹果 明念动人 现在 没有碍事的人了 王晴晴来到小老板面前 亲自为两人服务 少爷 少夫人 听说您二位要拍这套婚纱 我立马让人将婚纱取出来 嗯 江沐成点点头 很快员工们 就将托尾婚纱取出来 此时 苏语蒙被化妆师叫去化妆 虽说他淡妆也很好看 但是化上精致的妆 更让人眼前一亮 化妆师有着从业二十年的经验 平常都是负责 超一线明星的妆容妆造 经过他高超的化妆手艺 很快苏语蒙 就如同脱胎换骨一样 他脸上的这个妆容 是非常干净 非常大气的 一点也不厚重 化完之后 化妆师都忍不住感叹着 女士 如果不是您天生丽质 这个妆容 不能完美地呈现在您的脸上 恕我眼拙 您是刚出道的新人吗 苏语蒙笑着摇摇头 被夸赞他很开心 不是 我不是娱乐圈的人 化妆师听完有觉得有些惋惜 可惜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要是您去娱乐圈 那些女明星都得靠边站 苏语蒙抿着嘴巴 微笑着没有说话 很快他的发型也弄好了 可以穿上婚纱时装了 好看的衣服穿起来 是非常繁琐的 所以有三个人 专门帮苏语蒙穿衣服 他将婚纱套进去 王晴晴将后腰上的绑带 仔细系好 江牧成早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 只见王晴晴 来到窗帘边笑着说道 少爷 少夫人已经换好了 接下来 不要眨眼睛 说完 王晴晴大手一挥 眼前的帘子 直接掉落下来 苏语蒙羞涩地握着婚纱 笑着看向江牧成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身装扮老公 是否喜欢 紧接着他惴惴不安地询问着 老公 我好看吗 江牧成都看呆了 听到老婆说的话后 他赶忙回着 好看 非常好看 就像仙女一样 出现在我的面前 苏语蒙文言 有些害羞地低下头 两人已经换装完成 接下来可以开始拍照了 摄影师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在他幽默的笑话下 两人笑得很自然 拍出来的照片 也非常好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人 是专业的模特 很快婚纱造型 所需要的照片 已经拍摄好了 苏语蒙还选了 黑色贺本裙 以及一套明代的婚服 现在 两人拍摄渐入佳境 别人拍摄一天的时间 两人只需要半天 就完成了所有的拍摄任务 接下来就等着婚纱照的制作 这半天 樊樊和宁宁非常乖巧 好似知道 爸爸和妈妈有事要忙 然而 两个小家伙不禁念叨 刚说完 樊樊的小嘴 就开始咧起来了 第六十章 警察叔叔 我要报警 然而 两个小家伙不禁念叨 刚说完 樊樊的小嘴 就开始咧起来了 瞬间 樊樊的小金豆豆就留下来 只见小家伙哭得非常大声 好像有人掐他Q弹的小屁股一样 江牧成二话不说 江宝贝儿子 从婴儿车里边抱起来安慰着 小家伙还是扯着嗓子大嚎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看得非常让人心疼 苏宇萌见丈夫还没哄好樊樊 他赶忙将宝宝抱入自己怀里 他轻拍樊樊的后背 小家伙还是依旧哭着 这个时候 江牧成惊奇地发现 樊樊樊的小胳膊弯曲着 小拳头钻得紧紧的 他担忧道 老婆 你快看樊樊的小胳膊 好像妈了的样子 苏宇萌低头一看 哭笑不得地点点头 是 好像就是胳膊妈了 知道哭的原因就好说了 随即他轻轻抚摸樊樊樊的小胳膊 刚开始可能越触碰 小家伙越难受 所以 樊樊哭得很大声 慢慢的小家伙的胳膊慢慢张开 手也就不抹了 也就不哭了 看着哭成累人的樊樊 苏宇萌心疼地擦干他的泪珠 然后无奈地笑着说道 宝贝有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睡觉都能压到你的小胳膊 以后睡觉的时候 妈妈把你的胳膊给你抽出来 嘿嘿 这哭的原因 让人忍不住笑 江牧成也抿着嘴笑着 谁让宝宝攥着小拳头 那么可爱呢 现在樊樊不哭了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笑得开心的爸爸和妈妈 小家伙一脸委屈地看着两人 好似在说 你们在笑话我 我就哭给你们看 见樊樊撩着小嘴 好似要撂挑子 苏宇萌和江牧成两人 赶忙将嘴闭上 他们的宝贝儿子 真是个傲娇的小宝宝 可能是刚刚哥哥的哭的声音太大了 妹妹被吵醒了 没睡好 小家伙闭着眼睛抽噎着 她急需安慰 不得不说 现在的小家伙 就连放屁都是香的 所以 江牧成满脸疼爱地 将宝贝女儿抱到自己怀里 宁宁 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睡吧 爸爸再拍拍 拍拍 江牧成脚步慢慢地走来走去 另一只宽阔的手掌 轻拍小宝宝的屁股 很快 宁宁又安静地睡着了 然而刚放进婴儿车里 没几分钟 小家伙突然睁开眼睛 打亮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现在宁宁完全睡醒了 所以不哭不闹地看着天花板 王晴晴看着这么可爱的一段小宝宝 忍不住想戳一戳他们嫩糊的小脸蛋 那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现在她都有职业病 见小宝宝们 漂亮又懦唧唧的 随即笑着说道 少爷 少夫人 这两个小宝宝几个月了 苏宇蒙文言 低头思索着 快两个月了 这个时候 王晴晴在心里盘算着 两个月就是六十天 那百天还没到呢 只见她自告奋勇地说道 少爷 少夫人 等小宝宝们百天了 给他们拍一组百岁照吧 留作纪念 我们可以带上工具 上家给您拍去 好啊 苏宇蒙欣然地点点头 她非常乐意 当初宝宝们出满月的时候 她就想给宝宝们拍摄满月照 但那时的她 实在是太穷了 现在终于能弥补这个遗憾 说真的 网上给宝宝们拍照的那些风格 苏宇蒙都很喜欢 她非常期待宝宝们的摆天照片 将宝宝们伺候得舒舒服服之后 一行人从美人装出来 上车的时候 被砸得稀巴烂的兰博基尼大牛 就停在一旁 江牧成看着这个说 对王晴晴说道 将这辆车拖去秦家 再敢放肆 这辆车就是他们的下场 是 王晴晴点点头 然后目送少爷的车离开 看不见汽车的身影 他才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拨打拖车电话 喂 我要拖车 地址是 在众人都离开之后 草坪处出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死人头戴鸭舌帽 脸上戴着黑色的口罩 脖子上挂着黑色的相机 这样的打扮不用猜 肯定是没干好事 只见他将照片发给一个女人 然后说道 他们刚离开 十分钟左右就路过呢 苏晴晴收到消息 脸上发出正宁的笑容 我的好姐姐 咱们很快就见面了 他说完之后 就钻进一个一个男人的怀抱 彪哥 一会儿 你可得好好帮我出出气 晚上人家都听你的 好好 男人猥琐地点点头 然后跟身边的小弟说道 一会儿将车辆逼停 你们直接揍就完事 那地方没监控 警察查不到咱们 说完 苏晴晴得意地说道 兄弟们 那车上有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 身材非常好 到时候 他就奖励给你们了 嘿嘿行 男人发出猥琐的笑声 仿佛已经迫不及待了 很快 时间已经逼近了 江牧城正常行驶着 过一个人烟稀少的道路时 车子哐当一声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他赶忙急踩刹车 苏宇蒙见状 疑惑地问道 老公 车子怎么了 可能是哪出现了问题 你在车上待着 别下去 直觉告诉江牧城 这一定不是平常的事故 等他从车上下来 发现有一个轮胎的气 完全跑没了 看来是有人故意操作的 这个时候 道路上突然出现一堆年轻的小混混 他们手持钢棍 砍刀 慢慢地向江牧城逼近 苏宇蒙从车上 也能看见外边的场景 他有些担忧地 拉开车门对江牧城说道 老公 感觉他们是冲咱们来的 你快上车 咱们报警 江牧城闻言 淡淡一笑 他轻拍苏宇蒙的手安慰道 老婆 别怕 他们都是有备而来 一会儿你别打开车门 知道不 说完 他重重地将车门关上 然后将车锁起来 并将车钥匙扔进很远的草丛里 这样 他们老婆他们暂时没危险 能挺到警察他们到来 苏宇蒙见状 害怕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好怕江牧城 有个三长两短 只见他擦干泪水 赶忙拿出手机 拨打110电话 警察叔叔 第61章 封批苏晓晴 众人将江牧城和车围起来 刚刚老大说 见人直接揍就行了 随即 小混混们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手持钢棍朝着他挥了过去 小子 怪就怪你 惹了不该惹的人 兄弟们 给我揍他 江牧城健壮 活动活动脖子和手腕 现在正好是事系统给的大师 及武打功夫 只见他弯下 腰轻轻松松躲下小混混的攻击 然后一拳头 打在另一个小混混的脸上 苏宇萌在车上担忧地盯着江牧城 生怕他有什么好歹 每一次小混混朝他挥去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焦急 老公 注意后边 还有左面 他提心吊胆着 好在丈夫每一次都能躲过去 很快 小混混们没将江牧城打趴下 倒是他快把所有的小混混打趴下 虽然系统送的大师及武打功夫非常厉害 但是也架不住这么多人的同时攻击 所有人都倒在地上 痛苦地捂着肚子时 突然苏晓晴穿着低胸吊短裙 挽着一个身材矮小 但是全身是肌肉的男人 这个人就是刚刚提到的彪哥 见自己的小弟全都被打倒在地 彪哥非常佩服地鼓掌 小兄弟 非常不错嘛 有没有兴趣跟我混 你是跟谁混的 我看看厉不厉害 再考虑到底跟不跟你 刚刚打得体力不支 唠唠嗑 也能恢复恢复 现在江牧城有种直觉 眼前的人肯定是个练家子 自己要是不恢复体力 很难占上风 苏晓晴见男人 竟然想收编这号人物 他赶忙劝阻道 彪哥 这个人不能留 他是祸害 他只知道 江家非常的富贵 不知道整个龙国 他们江家说一 别人不敢说二 要不也不会兵行险招 彪哥听到后 没有搭理他 反而哈哈大笑着 看着江牧城 你这个人 眼睛还怪好使的 看你是个人才 我告诉你 老子是跟户上黄琴墙混的 怎么样 够牛叉吧 听到这个名字 江牧城咧嘴一笑 原来是老熟人 看来是自己给的教训不够啊 说完 他笑着说道 我认识你们大哥 刚刚我们还在美人庄见过面 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立马过来 彪哥听到后 江姓江仪 这个人莫不是骗他的 苏晓晴本能地阻止 只要男人将苏宇蒙睡了 将江牧城打成残废 他的怨气也就出了 整那么多幺蛾子干什么 随即他撒娇地跟彪哥说道 你不能信他 他就是在拖延时间 他刚刚下编的 肯定是假的 你老大肯定不认识他 彪哥 他老婆在车上 长得貌美如花 比一线女生还漂亮 你们就不想体验体验 彪哥说得在理 然后色眯眯地跟江牧城说道 你老婆给我玩玩 咱们就是兄弟 以后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要不然 别怪我全都不认人 自从苏晓晴出现 苏宇蒙就知道 这是妹妹找来针对自己的 眼看着那凶狠的 男人就要动手了 他为了保护老公 情急之下 将车上的锁解开 然后跑了下来 苏宇蒙很天真 他以为自己出现妓妹 就能放过别人 殊不知 他想摧毁的是 所有姐姐所真实的人和物 江牧城见苏宇蒙 挡在自己面前 他焦急地说道 你怎么下来了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老公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随即 他眼神决绝地看着苏晓晴说道 我任由你们处置 放我老公他们离开 苏晓晴文言 仿佛在听什么 非常好笑的笑话一样 姐姐啊 姐姐 你还是天真无险 说完 他封批地盯着苏宇蒙厌恶道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你这副楚可怜 大公无私的样子 真让人恶心 凭什么你能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 我不能 就是你抢走我的一切 如果不是你和你妈 我妈才是爸爸名媚正娶的老婆 我也不会被别人 嫌弃是小三生的孩子 苏宇蒙 今天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他擦了擦眼脚的泪水 然后跟彪哥说 他老婆长得漂亮吧 是彪哥你的了 彪哥文言 立马露出贤猪手 然后色咪咪地朝着苏宇蒙走去 江牧成见状 直接将老婆护在身后 彪哥见男人如此不识趣 他可惜地摇了摇头 然后就跟他动起手来 现在的江牧成 体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很快他就占了上风 然后将彪哥钳制在地 说 谁派你们来的 其实他非常想知道 秦强参与了这个事情没有 如果是的话 那就让秦家破产 被男人如此拿捏 彪哥还想硬气地不想回答 然而在武力之下 他赶忙求饶道 我说 我说 就是这个女人找到我 勾引我 想让我在这给你们摄埋伏 没有你们老大的事 江牧成文言质问道 企图想从他的话里 听出蛛丝马迹 彪哥文言 坚决地摇了摇头 没有 真没有 江牧成又压着他的身子 只见他痛苦地说着 真没有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虽然是混混的 但是也是有职业操守的 江牧成文言冷哼一声 就你们还有操守 我呸 随即 他从口袋将手机拿出来 然后让彪哥拨通了秦强的电话 与此同时 秦强上午受到那么大的刺激 他赶忙找个女人求安慰 然而刚搂上 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没好气地说道 妈的 哪个杀笔打扰老子的好事 只见他不耐烦地接了起来 谁啊 彪哥听到后 还是很恭敬地说道 强哥 是我 彪子 有个人想见你 让你过来一趟 啥 秦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没好气地说道 谁啊 竟然敢让我去见他 不知道老子是魔都护上皇吗 彪哥文言 无奈地瞅了瞅江牧成 然后可怜兮兮地说道 他让我问你是谁 听到他的回答后 彪哥又回道 强哥 那个人说他叫江牧成 秦强听到这个名字 吓得差点从沙发上滑下来 他焦急回道 你跟他说 我马上就到 第62章 杀人诛心 秦强立马穿上衣服 女人见状娇软地拉着他的衣服说道 强哥 你舍得把人家留下 滚 秦强没好气地甩开他的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从包间离开 自己现在不走 怕是不要命了 他见过江牧成的手段 非常的可怕 不过现在秦强疑惑的是 彪子怎么会跟江总在一起 难不成两人起了冲突 现在他有些担心 江牧成认为自己上午因为不满 爱车被砸 然后找彪子 替他找回厂子 越想秦强越心惊 越想他越胆颤 他只希望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与此同时 苏小琴见自己找的帮手 都被江牧成打倒在地 他愤恨地指着他们说道 废物 你们都是废物 一个男人都打不过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从包包里 逃出一个黑色的东西 然后得意地说道 现在 游戏该结束了 只见他将手枪对准苏宇萌 然后痛恨地说道 我的好姐姐 再见了 随即他扣下扳机 苏宇萌意识到 自己逃不过 他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审判 江牧成健壮 赶忙用自己的身体 挡在老婆的前边 然而等了半天 都没有听到砰的枪击声 这个时候 听到身后传来崩溃 愤怒的声音 骗子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啊 其实苏宇萌 从网上买的手枪 根本不是真的手枪 卖家不敢非法制造枪支 所以 给他发的是玩具枪 能吃水的那种 这个时候的苏小晴 情绪崩溃 他发疯地逃走了 之后的他 像精神失常一样 闲逛在马路上 嘴里念叨着什么 后来被飞驰来的 大卡车撞飞了 直接嘎了 说回现在 苏宇萌见丈夫 挡在自己前面 他慌了 幸好没有子弹 不然他真的非常后悔 老公帮自己挡这一枪 现在所有的危机解除了 江牧成看到老婆 担忧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温柔地安慰着苏宇萌 老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别哭鼻子 咱们应该高兴 嗯嗯 高兴 苏宇萌灿然一笑 等了不到五分钟 琴强开着兰博基尼小牛 按着地址找过来 下车之后 都惊呆了 所有的小弟被打倒在地 而骁子 被江牧成手脚捆着 躺在地上 现在真如他所猜测的那般 彪子看见老大来了 以为看到了救星 没想到直接被琴强扇了一巴掌 妈的 你们竟然敢对江总动手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么大的事 竟然不通知我一声 是不是翅膀硬了 琴强赶忙撇清关系 生怕江牧成误会 现在感觉 他有理也讲不清 随即 他点头哈腰的 来到江牧成面前 笑得比哭还难看 江总 这真不是我指使的 您可要相信我 小弟一没有这个心 二没有这个胆 我真不敢啊 我也不知道 这些人是怎么惹到您的 您说 咋办就咋办 绝不顾惜 江牧成见他说得都快哭了 玩味地说了一句 不是你 难不成是你小弟自作主张 不是 都不是 而且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非常决绝地说着 因为他车被自己砸之后 直接跑到KTV里潇洒去了 根本没有见过彪子 江牧成看他说得非常真诚 也选择相信 你是他们大哥 你说怎么处理 琴强文言赶忙摆摆手 江总 江哥 您这不是折杀我了吗 我都是你小弟 至于他们你 当然有权利做主 您说吧 都听你的 此时 躺在地上的彪子慌了 他没想到 老大竟然对面前的人这么恭敬 这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小霸王吗 见琴强谄媚的样子 彪子都没眼看 真的很难想象 不过 当听到两人商量如何处决他们的时候 彪子吓得赶紧求饶 强哥 你可要为我们求求情啊 我们跟你也挺久的 你不能见死不救 越这样说 琴强越怕江牧成误会他们 真是自己派来的 感觉自己被他们坑死了 他美好气地踢了他一脚 然后恭敬地说道 跟我求情没用 你得跟咱们老大求情 彪哥以及在场的小混混们 瞬间描懂琴强说的 随即求饶道 江总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全都怪那个女人挑唆 所以我们才会冲撞了你 我们这是无信奸人 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我们当牛做马 也会回报给你的 以后大哥让我们往东 我们不敢往西 所有的一切全凭大哥吩咐 江牧成看着这些人 叹息一声 罢了 你们将那个女人抓回来 就算将功折罪 老大 放心 我们肯定不如使命 说完 小混混们一个个捂着肚子 瘸着腿从马路上离开 彪子看着他们没管自己 没好气地吼道 来个人给我松绑啊 不多时 警察就到了 这附近的派车所 最近的到这里 也需要二十分钟 等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一干二净 车上 秦强充当司机 为江牧成开车 他主要是想讨好对方 姜哥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你有什么事吩咐一声 小弟立马就到 他说完 江牧成没搭理他 他就以为对方是同意了 只见他立马进入角色 姜哥 小弟开的这速度 您还满意吗 江牧成闭着眼睛回答着 太快了 听闻这话 秦强马上将车速降下来 只见他信心地说道 以前跑车开惯了 我现在慢点 后排的苏宇萌和小菊 见男人上午还指导气扬的 现在竟然沦落成司机 也是哭笑不得 秦强怕江牧成秋后算账 他尽力地讨好着 一路上嘴 就没停过 这位是嫂子吧 长得真漂亮 比我完 不是 比我见过的女明星还漂亮 说完之后 他想起美人庄江牧成身边跟着婴儿车 随即吃惊地说道 大哥 你这么年轻 都有两个孩子了 这个时候 小菊立马接上话茬 你不是也有孩子了 现在多大了 这真是当着郑主的面 大胆开脉啊 杀人诛心 第六十三章 该喜香香了 要不然真成臭宝宝了 一小只 两小只 回到家后 苏宇萌将两个小家伙放到了床上 然后就一头栽倒了下去 累 太累了 身子累 心也累 此时此刻 他只想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 放松一小话 好在凡凡与宁宁还小 也很听话 放在那里 就安安静静地待着了 要是再长大一些 估计两个小家伙 就会爬来爬去 一会儿蹬鼻子 一会儿上脸 那时候可就不轻松了 嗯 苏宇萌揉了揉脸蛋 然后转过身 看着儿子和女儿 心情美丽了很多 如此粉雕欲拙的两个小家伙 谁看得不迷糊 谁看得不喜欢 在苏宇萌看来 哪怕再累 再辛苦 只要儿子和女儿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那一切就都足够了 不多时 帅气老公江牧成回来了 看到苏宇萌和儿女们在床上躺平 不禁露出一抹笑意 这一刻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概念 在心底更加清晰了 走上前 江牧成坐到床檐 拉起苏宇萌的一只漂亮玉卒 放在腿上 苏宇萌有感 扭过头去 再看到江牧成后笑着 拍了拍床面 嗯 老公 快躺下歇一会儿吧 江牧成文言 点点头 直接躺在了老婆和孩子们跟前 床是软乎的 三个宝贝是香软的 休息了一会儿后 苏宇萌忽然坐了起来 看一眼手机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老公 今天是凡凡和宁宁洗澡的日子 再不喜香香 可就要成臭宝宝了 听到这话 江牧成居然还真的抬起了女儿的小脚丫 嗅了嗅 嗯 不臭 但他也是知道 给宝宝洗澡 是十分有必要的 于是赶忙点头答应 好 我去放水 嗯呢 我看着凡凡和宁宁就好 顺便收拾一下东西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夫妻俩分工明确 事情办得有条不紊 只不过 当江牧成放好水回来的时候才看到 苏宇萌收拾的东西居然有那么多 玩具有小黄鸭 有发条带动的小海豚 洗护用品 更是有着大大小小样式不一的瓶瓶罐罐 很多 真的很多 这些都是凡凡和宁宁会用得上的东西 江牧成诧异地询问道 正在叠宝宝的小衣服的苏宇萌点了点头 是啊 有洗头发的 那个是桃子水 加入洗澡水中可以起到止痒的作用 苏宇萌叽叽喳地介绍了很多 听得人头大 江牧成感觉 只得实操一次才能记得清楚 毕竟东西太多了 居然连使用顺序都不一样 好在有苏宇萌在一旁耐心指导 江牧成也很快就将桃子水等一些 需要加入到水里的东西添加完成 老公 你在想什么呢 我呀 记一下 下次洗澡的时候就不用你知道了 放心吧 已经记住了 苏宇萌文言称赞了一下江牧成的记性不错 惹得后者老脸一阵发烫 毕竟这是在夸奖呢 还是在调侃呢呀 哪有你厉害 一个人还要做这么多 不过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有我 还有咱们儿子凡凡 江牧成感慨到 他相信自己有实力 给老婆和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也相信他们的儿子 会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然后父子俩一起照顾苏宇萌和宁宁 要准备洗澡了 开始之前 苏宇萌对凡凡和宁宁进行了分配 老公 你负责给宁宁洗澡吧 凡凡交给我 哦 怎么了 江牧成狐疑地问 在他看来 应该都一样吧 可是苏宇萌却不这样认为 而且 他还很有经验 老公 不一样的 咱们儿子凡凡怕水 给他洗澡的时候很不容易 又要洗得干净 还要不能吓着他 听到这话的江牧成笑了 原来如此 嗯啊 而且凡凡怕水 妹妹宁宁反而喜欢玩水 准确来说 是特别爱玩水 老公 让你负责给宁宁洗澡 其实也是 一个大任务 苏宇萌将儿子和女儿洗澡时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讲给了丈夫听 江牧成也才知道 当时苏宇萌生完孩子在医院 医护人员给宁宁洗澡的时候 这个小家伙 居然都不乐意从水里面出来 如此来看 妹妹宁宁和哥哥凡凡对于洗澡 真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啊 好 没问题 我小心一点 也多注意一点 那呢 老公 咱们先把凡凡和宁宁身上的衣服脱掉 然后你就跟着我一起来就好了 江牧成点了点头 然后学着苏宇萌 将小家伙们身上的衣服脱掉 虽然放水的时候 江牧成就将浴室里的温度 调节到了适宜的温度 但是凡凡和宁宁在脱掉小衣服 光溜溜的时候 依旧没忍住打了个寒颤 凡凡是真的害怕洗澡 而且在脱掉衣服的时候 似乎就有所预感 居然紧张了起来 小家伙的眼睛忽然瞪大 肉嘟嘟的脸蛋上 也是肉眼可见的 有着紧张之色浮现 反观妹妹 调皮活泼的宁宁 在脱掉小衣服后 也是打了个寒颤 但之后就眼睛发亮 胖嘟嘟的脸蛋上 则是多了一抹小开心 见此情形 江牧成忍不住在想 果然如同苏宇萌说的那样 对于洗澡 儿子凡凡和女儿宁宁 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凡凡别怕 妈妈在呢 爸爸也在 诺 你妹妹都不害怕 咱们男子汉 也要坚强一些哦 苏宇萌的声音很温柔 也很有效果 不光是江牧成爱听 凡凡也在这一声声温柔的 哄说与安慰中淡定了很多 宁宁就不用说了 小家伙早就按耐不住了 小胳膊和小腿扑腾着 简直就像是一条活泼好动的小金鱼 江牧成赶忙打起十二分精神 来抓紧女儿 同时也明白了 媳妇为什么会说给女儿洗澡 也是一项艰巨的大任务 苏宇萌先是用胳膊肘 试了一下水盆里面水的温度 水温刚刚好 老公 咱们先抱着凡凡和宁宁 然后腾出一只手 来往他们的身上泼一点点水 这样做 可以让他们先适应一下水温 一边指导 一边坐 苏宇萌撩起来了一些水花 然而 当水花淋在凡凡肉乎乎的小腿上时 小家伙居然熬得叫唤了一声 第六十四章 好小只 弄疼了的话 会哭很久吧 哦 凡凡忽然叫唤了一声 并且还吓了宁宁一个机灵 受到惊吓的宁宁 当即顺着声音像哥哥看来 并且小家伙的眉头还紧皱着 小脸蛋仿佛还有些气鼓鼓的 简直不要太可爱 好了好了 凡凡不怕 不怕呀 喜香香嘛 洗完之后就是香饱饱了 咱们凡凡也不想做臭宝宝的 对不对 凡凡是真的害怕水 天生汗鸭子圣体 沾着一点水花 居然就想逃脱 奈何她的妈妈经验丰富 紧紧地端着 让她无处逃脱 准确来说 就是太小了 也就比俩巴掌合在一起 大一丢丢 就这 还想跑 不可能 只见苏宇蒙面带微笑的 又聊起一阵阵的水花 泼在凡凡身上 小家伙就算是再不喜欢水 也只能任由妈妈处置 反观另一边 抱着女儿 宁宁的江牧城 也是见样学样 聊起一些水花 在女儿小腿上 和凡凡表现不同的是 宁宁没有叫 也没有做出其他反抗 居然还把小脚丫给撬了起来 那架势就像是在说 阿爹 继续啊 好好玩 见此情形 江牧城悄悄地松了口气 似乎给女儿洗澡 真的比给儿子洗澡容易点 正当他暗戳戳地学习着 思考着 等下一次再给孩子们洗澡的时候 要主动将给凡凡洗澡的任务接过来 好让媳妇轻松点的时候 出事了 只见宁宁胖乎乎的小手 忽然半举起来 然后就在江牧城的注视下 砸在了水面上 这个形容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宁宁的小手 是真的砸进了水盆里 然后溅起来了一大片水花 没有丝毫悬念 江牧城半个身子 被女儿溅起来的水花湿透了 甚至在苏宇蒙扭过头来看的时候 还看到江牧城的嘴角处 有着水流流下 没办法呀 在女儿宁宁拍打水面的时候 江牧城恰巧打了个哈欠 你就说巧不巧吧 哥哥 苏宇蒙被逗笑了 哪怕还抱着儿子 他也笑得花枝招展 怀里的小家伙 凡凡愣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狐疑地瞪着大眼睛瞅啊瞅 老公 我就说给宁宁洗澡不简单吧 嗯 确实 这下子我信了 江牧城哭笑不得地点点头 然后腾出手拿了一条毛巾 擦了擦脸和脖子 然后故作严肃地看向了女儿 宁宁 水咱们也玩过了 这下子该好好洗澡了吧 待夫妻俩都将怀里的小家伙稳定之后 两人开始将宝宝的身子用水打湿 而凡凡和宁宁的表现 只能用导笑来形容 凡凡是一个劲地想要逃离 苏宇蒙怎么摁都摁不进水盆里 宁宁则是不顾一切地想要 往水盆里面钻 江牧城 只得使出吃奶得劲 抓着女儿 以免她钻得太深 一时间 夫妻俩都在想 要是凡凡和宁宁兄妹俩 能够中和一下就好了 洗头的时候 苏宇蒙给儿子的小脑袋上 挤了一些婴幼专用的洗发泡沫 似乎是感受到了脑袋上有东西 凡凡顿时就着急了 小手也是刷的一下 就飞到了脑袋上 要不是苏宇蒙眼急手快 凡凡怕不是要揪下来一撮头发 只能说凡凡对自己也是非常狠的 宁宁就省心多了 躺在洗浴凳上 任由爸爸来摆弄 洗头 洗 随便洗 搞笑的是 当江牧城在给女儿洗头的时候 小家伙他居然很是享受地躺在那 然后用小手剥拉旁边的水花 要是再给宁宁带个墨镜的话 那完全就是来度假的 老公 肉缝里面也要洗啊 要不然会腌疼的 苏宇蒙茫不迭地提醒道 江牧城则是胸有成竹 因为他已经为女儿宁宁 清洗过全身所有的肉缝了 包括蛋不限于脖子处 割肢窝处 无论是烦烦还是宁宁 身上的肉肉都有很多 又或者是说 所有宝宝都是这样 肉嘟嘟的 一咕噜一咕噜的 肉挤肉 挤出肉缝 如果不及时清洗的话 天气一热 很容易就会腌 到时候疼 小家伙们就会哭个没完 只能说给宝宝洗澡是个大工程 又要和宝宝们做斗争 又要给他们清洗干净 配合一点还好 不配合的话 只能是落个腰酸背也痛 宝宝还小 洗澡的时间不宜太长 于是在差不多洗干净之后 苏宇萌喊着江牧成 将凡凡与宁宁 从水盆里抱了出来 从水盆里离开的一瞬间 凡凡和宁宁都打了个哆嗦 但凡凡却仿佛是放松了 宁宁就不是了 哪怕打哆嗦 居然都不想要离开 扭着头 看水盆 也不知道他能否看得见 能否看得清楚 反正就是 不想离开水盆就是了 儿子和女儿的表现 简直是两种极端 让得苏宇萌和江牧成哭笑不得 夫妻俩一人一只地抱着宝宝 来到了浴巾上 赶忙将两小只包裹起来 出狱后的凡凡和宁宁皮肤更水嫩了 仿佛稍微用力去掐都能掐出水来 在擦拭头发的时候 凡凡很抗拒 主要是不想蒙住脑袋 宁宁则是和他的爸爸 玩起了捉迷藏 当浴巾遮住宁宁的小脑袋 在掀开的时候 小家伙就会咧嘴 笑个不停 等浴巾蒙住脑袋的时候 就不笑了 等掀开的时候再笑 只能说 小可爱宁宁是真的爱笑 长大以后 也绝对是一个阳光漂亮 还爱笑的漂亮女孩 宁宁呢 估计是走高冷帅气路线了 擦拭干净后 要换一条干爽的浴巾 在包裹岩石之后 才能回去卧室 卧室里也很暖和 这些小戏 结江牧城都有注意 苏宇萌很开心 很欣慰 也很感动 脸上的温柔也是愈发的浓郁 老公 给宁宁穿衣服吧 好 在给宝宝穿小衣服的时候 江牧城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头 好小 好嫩 弄疼了的话 会哭很久吧 为了防止弄疼宝宝 江牧城真的是 把之前二十多年以来的 温柔都掏了出来 然而 他是温柔了 但宁宁还在风折腾啊 小家伙太活泼了 太好动了 穿衣服 才没那么容易 第六十五章 只要宝妈勤快点 宝宝的头型就难看不了 苏宇萌有过几次经验 眼急手快 直接就把小衣服 套到了反反脑袋上 再动动胳膊和腿 就穿戴完成了 江牧城不行啊 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下 最佳穿衣时机 就被他错过去了 宁宁扑腾着 小脚丫和小手 就是不配合 一时间 江牧城忍不住在想 这个年纪的小宝宝 这种表现 正常吗 后来 还是苏宇萌过来助攻 江牧城 才成功给宁宁换上衣服 之后 还忍不住在小家伙 肉乎乎的小屁屁上捏了一把 手感极佳 呼 江牧城靠着床头 长长地喘了口气 然后 向苏宇萌招了招手 带苏宇萌走过去 他轻轻地 将枝拉到了怀里来 媳妇 真是辛苦你了 江牧城是有感发 今天 只是给凡凡 和宁宁之中的 一小指洗走 就如此费劲 那苏宇萌之前 又是何等的辛苦啊 一想到这里 就忍不住的一阵 心疼与愧疚 苏宇萌很聪明 知道 丈夫在想什么 旋即轻轻地 趴在了江牧城的胸膛上 纤细的手指头 在其胸膛上戳啊戳 好了啦 老公 不要想那么多 都过去了 江牧城点点头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 不去多想啊 但是眼下能做的 只有好好呵护 好好弥补了 尽管凡凡 很不喜欢洗走 但是洗香香之后 还是会浑身舒服 眼下安安静静地 躺在床上 小家伙也是非常舒坦 与开心的 小手费劲地抬了起来 似乎是想要塞进嘴巴里面 奈何太小了 目前还办不到 苏宇萌在江牧城怀里 趴了一会儿后坐起身 看了眼时间 直接就判断出 凡凡和宁宁该吃奶了 两个小家伙 就像是和他们的妈妈 有心灵感应似的 苏宇萌才在想该吃奶了 凡凡居然就已经开始哭了 小家伙的哭声 是有区别的 困了 饿了 淘气 都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 饿了最好判断 如果是只哭不掉眼泪 那一般就是饿了 媳妇 凡凡和宁宁 好像是饿了 没错老公 我去冲奶粉 不等苏宇萌起身 江牧城就将他一把拉住 然后直接按在了床上 好了 你在这里坐着 陪凡凡和宁宁就好 我去冲奶粉 自从有了儿子和女儿之后 江牧城只感觉自己强得可怕 而且 虽然是第一次做爸爸 但毕竟一回生 二回熟 类似于冲奶粉和患尿不湿的事情 他做一遍 苏宇萌没有拒绝 乖巧地点了点头 老公 你去吧 奶粉和奶瓶就在卧室里 苏宇萌轻轻地躺在了凡凡和宁宁身边 一抬眼 就能看到江牧城其长的背影 左手奶瓶 右手恒温湖 倒水之后加入奶粉 动作很娴熟 行云流水 而且江牧城还是左右开弓 两只奶瓶一起摇动 苏宇萌看得眼睛发亮 有些像花痴 可是 他在给儿子和女儿充奶粉的时候 也是这样 只能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不多时 江牧城折返回来了床边 顺手递过去一个奶瓶 两个宝宝 两个大人 分工明确 江牧城负责给儿子喂奶 苏宇萌给宁宁喂奶 喂奶就没什么问题了 两个小家伙 在饿了的时候 就不会折腾胡闹了 凡凡轻轻地咬着奶嘴 小口小口地吸着 累了的话 还会停下来喘两口气 妹妹宁宁她却不一样 嘴巴张大 含住奶嘴 滋滋滋地吸着奶粉 光是看着 就让人很有食欲 知道的是在喝奶粉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在吃满汉泉席呢 宁宁全程没有停歇 一口气喝完了 六十毫升的奶粉 喝完之后 小家伙就扭过头去 眼巴巴地盯着她的哥哥 虽然是兄妹俩 但凡凡喝完奶粉 所花费的时间 要比妹妹长长 当然也更文静 然而 令江牧城没有想到的是 在凡凡喝完奶粉 她将奶瓶拿走的时候 小家伙愣了一下 然后直接嚎啕大哭起来 那哭声 简直比喝奶粉之前还要大声 老公 怎么了 好像是没喝饱 江牧城猜测道 因为他看到 自己将奶瓶拿走时 凡凡甚至有想用舌头挽留 小家伙 也是在舔了几口嘴唇后 才开始嚎啕大哭 要不我再去冲一点 老公 先等等看 你看凡凡的小肚子鼓起来了 应该是喝饱了 也没准 是在闹诀呢 说着 苏宇蒙将凡凡抱了起来 先给他拍隔 然后打算哄小家伙睡觉 正如苏宇蒙猜测的那样 凡凡就是困了 哪格都还没有打出来 小家伙 直接趴在他妈妈的肩膀头上睡着了 小脑袋搭在肩膀上 看起来很可爱 但是可爱归可爱 淘气也是真的 不过 好在凡凡和宁宁睡着之后 就会踏实安稳 直接往床上一滚 就会接着睡觉 而不会忽然惊醒过来 凡凡率先睡着了 占据了爸爸妈妈的大床 苏宇蒙拿来一只小枕头 移在了凡凡的后背 这样既可以给予小家伙一些安全感 也可以防止样奶 唯一的缺点 那就只有睡头型了 说起睡头型 苏宇蒙就会有些焦虑 毕竟头型的好与坏 可是会直接影响到颜值的 老公 我想让凡凡和宁宁睡成小源头 但是感觉好拿 真的好害怕睡不成 把小脑袋睡偏了 咱们多注意注意 没问题 江木诚柔声安慰着 然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掏出了手机 我昨天刷视频还看到有人说 可以指导宝妈宝爸 给宝宝睡头型 要不咱们询问一下 不用了老公 别 苏宇蒙赶忙打断 就插上手去抢手机了 怎么了 不管用 苏宇蒙哭笑不得的点了点头 然后迟疑了一下 又摇了摇头 江木诚看猛了 没理解了 老公 只能说教学有用 但用处不大 咱们花钱买的那些理论知识 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 准确来说 宝宝最终会睡成一个什么样的头型 基本上都和妈妈 也就是我 有关系 网上不是有人说吗 只要宝妈勤快点 宝宝的头型就难看不了 还是我太菜了 得练才行 第66章 让你偷吃 让你偷吃小辣条 凡凡睡着了 一点也不受外界的影响 而所谓的外界的影响 则是她的妈妈 也就是苏宇蒙 在摆弄宁宁的小脑袋 和哥哥不同 宁宁似乎还很精力旺盛 别说睡觉了 一个劲地看着爸爸妈妈咧嘴 苏宇蒙很好奇 不知道女儿 是否真的看得清楚他们二人 老公 你看 要想给宝宝睡头型的话 其实也不难 主打一个勤快 简单来说 这边睡两天 那边睡两天 然后再观察 看看哪里凸起 就在睡哪边 嗯 说起来简单 办起来却很难 主要就是没时间 说着 苏宇蒙帮着女儿 扭了扭小脑袋瓜 小家伙 还以为在和她玩耍呢 好一阵咧嘴 那小笑脸 真的是威力十足 让得她的爸爸和妈妈 满心欢喜 玩累了 宁宁的上眼皮和下眼皮 开始打架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居然都没有让爸爸和妈妈哄睡 自己就睡着了 很省心 江牧成和苏宇蒙 也是交替着去洗漱 然后回到床上 关掉灯 睡觉 苏宇蒙枕着江牧成的胳膊 小手还不老实地 在后者身上挠来挠去 很调皮 两人也是有的没的聊着天 聊了很多 而且还什么都聊 后面苏宇蒙困了 便睡下了 主要是怕睡晚了 会呃呃 江牧成也睡着了 但是 自从她有了孩子以后 睡觉就更轻了 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来 毕竟凡凡和宁宁还在床上 不谨慎一点怎么行 醒来的第一件事 那必然是看一看儿子和女儿了 还好 两个小家伙睡得安稳 然而 床上却没有苏宇蒙的身影 江牧成看到卫生间灯亮着 也就放下心来 而后躺在床上等着妻子回来 可是他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等到苏宇蒙出来 一时间 有些担心 江牧成轻轻地翻身下床 来到了卫生间门口 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里面 苏宇蒙的声音随之响起 老公 是我 媳妇 怎么了 是不是拉肚子了 江牧成猜测到 毕竟苏宇蒙都这么久没有出来了 嗯 肚子突然好痛 我就来厕所了 我都来厕所快半个小时了 站着卫生间这么久 真的蛮不好意思的 老公 你是不是也要上厕所了 等等我啊 我马上出来 马上 又痛了 听得出来 苏宇蒙肚子真的很疼 就连说话的时候 都隐隐约约带有一丝丝颤音 他在里面难受 江牧成在门前着急 我去给你拿热水 我不上卫生间 是担心你 等我 说着 江牧成跑回了床边 去到热水之前 肯定是要先将凡凡和宁宁安顿好的 虽然说 两个小家伙还小 不会翻身 但万一呢 所以 江牧成还是拿来了枕头和被子 挡在了两个小家伙周围 这样一来 就算是会翻身 也不可能翻过去 等江牧成回来的时候 手里端了一杯温度较高的热水 苏宇蒙也是终于要出来了 随着卫生间门打开 矮了一劫的苏宇蒙随之走了出来 老公 苏宇蒙肚子疼得厉害 走路都情不自禁地弯了腰 江牧成赶忙上前 将他搀扶到床上 待水温差不多后 又递了过去 怎么回事 吃坏东西了 还是着凉了 应该都不是 我下午偷吃了一个辣条 可能是他的过 我以前有肠胃炎的 好像每年都得翻病一次 苏宇蒙念诺着 关于偷吃了小辣条这件事 他实在是难为情 不好意思开口 好在江牧成虽然无奈 但也没有揪着偷吃辣条不放 而是轻轻地弹了他的小脑袋刮一下 以后生冷的 辛辣的东西 咱们还是要少吃 你看 遭罪的是你 苏宇蒙连忙点头 毕竟吃这些东西 嘴巴是过瘾了 但自己还是遭殃的 接过水杯 苏宇蒙小口小口地抿了几口 随着热水下肚 顿时好受了很多 肠胃炎真的很熬磨人 疼起来的时候 感觉肚子里面肠和胃都在拧疙瘩 苏宇蒙那洁白的额头 也是被腾出一丝丝冷汗 伴着床头微弱的灯光 还能看到他那张泛白的小脸 你躺下 我给你揉一揉 嗯啊 撂下水杯 热呼之后 掀开了苏宇蒙的睡衣 宽厚且温暖的大手 在与温良的肚皮接触的一瞬 苏宇蒙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而姜牧成也没有闲着 手掌开始在苏宇蒙的肚皮上 转着圈按摩 很快就暖和了整个肚皮 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 老公 好多了 真的 嗯嗯 真的 没有骗你的老公 苏宇蒙用力地点点头 背齿轻咬唇瓣 看起来又人又可爱 看到管用 姜牧成也是松了口气 她都在想 要是还疼 那就必须媳妇去医院了 苏宇蒙有些惭愧 深夜都没能让丈夫好好睡觉 反而陪在自己身边 又是倒水 又是捂肚子 估计一会儿凡凡和宁明就该醒来 还得喂奶 很快 苏宇蒙就被肠胃炎折磨了一个多小时 待肚子不疼之后 整个人也是有些历劫 困意更是席卷而来 好巧不巧的是 凡凡醒了 准确来说是被恶醒的 尽管苏宇蒙尽力提起精神 但还是耐不住困意 最后干脆坐起身 靠在床头 然后让丈夫帮忙 老公 你帮我把凡凡抱过来吧 我为她吃母乳 待接过凡凡之后 苏宇蒙又看向江牧成 老公 你赶紧睡觉吧 剩下的我来就好 然而话是这么说 但苏宇蒙却困得不得了 整个人啄米的小鸡似的 脑袋一下一下地往前搭了 还是江牧成 伸手帮了儿子的忙 要不然 小家伙就该饿肚子了 凡凡滋滋滋滋的吃着母乳 江牧成哭笑不得的守在一旁 他哪里敢去睡觉啊 要真是听媳妇的去睡觉 小家伙吃母乳 还得看准头啊 待凡凡喝饱了之后 江牧成将小家伙送回被窝 然后又将女儿抱了起来 虽然宁宁还没有哭闹 还在睡着 但兄妹俩吃母乳的时间都差不多 顺便了 等到忙活完 江牧成又将媳妇安顿好 然后才放下心地躺回去 这一宿 真的挺折腾人呐 真的是比月亮睡得还要晚啊 第67章 缘分妙不可言 最近宋清雅忙儿子的婚礼 忙得昏头转向 连麻将都没空打 前一秒刚确定好儿子结婚用的厨师 下一秒就要敲定婚礼上的喜堂 所有的环节她层层把关 为了就是给孩子们一个毕生难忘的婚礼 不过 她虽然有些累 但是非常的快乐 这个时候 宋清雅接到一则电话 交谈的过程中 她非常开心 挂断电话后 看了看时间 就给儿子打去电话 现在是早上 宋清雅寻思着 这回臭小子 可怪不着她 吵醒孙子和孙女了 视频电话很快就拨过去了 几天没见孙子 孙女 她还怪想念的 江牧成刚喂完凡凡和宁宁 现在两个小家伙精神的一批 她刚接通电话 老妈望眼欲穿 江牧成见状时去地调转摄像头 有些哭笑不得 这回你孙子 孙女没有睡觉 凡凡 宁宁 好好跟奶奶唠唠嗑 宋清雅很满意儿子的操作 她满眼欢喜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小家伙 自从江牧成举着手机照两个小家伙 樊樊扑扇着小手 看起来尤为兴奋 这一幕看得宋清雅 恨不得从屏幕爬过来 好好亲亲自己的大孙子 其实 樊樊也不是开心 只是小家伙面前 突然出现挡着自己视线的东西 肉嘟嘟的小手 嫌弃手机碍眼 想拿掉 不过 凭她那双小手 怎么够得着爸爸那只大手呢 相比较樊樊 宁宁这回很安静 小家伙静静地盯着上方 她认真地打亮着爸爸的手机壳 江牧成的手机壳 非常的简单大方 整体是黑色的设计 背部没有花里胡哨的图案 只有两个白色的大字 随缘 为什么选择随缘这个手机壳 那是因为缘分妙不可言 可能是江牧成的手机壳 跟黑白卡的本质上一模一样 小家伙眼睛都舍不得一开 爸爸动一动 小家伙的眼珠子就跟着动 看着宁宁小眼神一直盯着 宋清雅 还以为宝贝孙女盯着自己都出神了 甚至她有些疑惑 难不成是在惊叹她的颜值 想起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忙 宋清雅只能先暂停跟孙子 孙女的会面 然后叫着江牧成 小成 哎 妈 江牧成点点头 然后将摄像头对准自己 她还以为老妈看完孙子 孙女就挂断电话 没想到还想着她 让她有点受宠落惊 宋清雅开门见山地说道 小成 我让刘白大师写了一万份青帖 今天你有空就过去取一趟 好 江牧成点点头 刘白大师是书法界数一数二的人物 权贵们很喜欢买她的字 江牧成没想到老妈 竟然请得洞老爷子携请帖 看来这婚礼老妈真是上心了 要是宋清雅知道 儿子这么夸奖自己 肯定会没好气地拍着她后脑勺说道 谁叫你妈给的多呢 这个时候 苏宇蒙端着牛奶来到江牧成身边 老公 给 刚才是谁打来的电话啊 江牧成接过牛奶 喝了一口 说道 咱妈 下午让我去去清帖 最近这几天累坏了 你和宝宝 在家里等我 苏宇蒙摇摇头 嘟囔着小嘴 不吗 人家和宝宝 想陪你一块去 咱们要从小培养宝宝的健身 所以你需要带我们 出去见见世面 好吧 江牧成哭笑不得的点点头 现在的凡凡 和宁宁 出门一坐车 就睡觉 老婆说的难不成 是梦里见世面 反正出门的时候 宝宝不哭也不闹 非常的安静 现在多出来接触也好 自从生了娃后 包包里面的东西 都是宝宝的 收拾好后 一行人就出门了 凡凡刚坐上安全座椅 小家伙咧着小嘴 笑得很开心 看他样子好似在说 真好 可以睡会觉了 宁宁像是习惯了一样 小家伙跟个大佬似的 目空一切 他肉嘟嘟的小手 摸着安全座椅上的安全带 好似想拿个东西耍耍 全都坐稳之后 姜牧成踩着油门 刘白大师的住址姜牧 成不清楚 所以他完全跟着导航走的 但是 苏宇萌却对周围的街道 越来越熟悉 他急忙喊老公停下车 等等 车上有小宝宝 姜牧乘车速开得不快 很快 车子稳稳地停在马路边 老婆 怎么了 苏宇萌望向窗外 脑子中有个想法 老公 我想回家一趟 前边路口 拐进去就是我家 好 姜牧成点点头 在老婆的指引下 来到家门口 此时 家门口的大门紧闭 看上去像没人住的样子 苏宇萌要是打开门 房间已经空无一人 家里的庸人们 全都遣散了 就连他的继母和继妹 都没有在家 苏宇萌回到房间 将妈妈留给他的珠宝 拿了出来 幸好刘欣源母女俩没发现 不然肯定会被扫荡一空 不过 他还是很疑惑 别墅内怎么没人 人都哪去了 彼时 刘欣源正在警察局 他被警察叫过去认识 停尸房的担架上 躺着的正是苏小晴 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直接晕了过去 后来 还是听别人说 刘欣源接受不了 女儿死去的消息 直接疯了 被送去精神病院 拿走母亲留下的遗物后 苏宇萌一点都不留恋地离开 车上 他打开手势盒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妈妈摸的时候 他还太小 记不得母亲的样子 手势盒 还是母亲当时的庸人 给他藏的 不然这些 早被那些人瓜分了 看到老婆伤心难过 姜牧成内心很心疼 不过他 并不能做些什么 因为母亲的爱 是伟大的 和他的爱不一样 很快 苏宇萌关上手是和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盒子放到一旁 现在 自己身边 有两个最可爱的小宝宝 自己没怎么体会过的母爱 他一定好好爱凡凡 和宁明 姜牧成希望 苏宇萌忘掉那些不愉快 他随即兴奋地说道 老婆 我突然想到 一个好笑的笑话 讲给你听好不好 苏宇萌点点头 有一天 皇上微赴私访 回到皇宫 去向皇太后请安 皇太后关切地问 我儿此有泪吗 皇上回答 My name is Lee Kuo 苏宇萌听后 笑得直不起腰来 后来想起高考英语作文 他更加哭笑不得 第六十八章 结婚邀请函 很快 一行人就到了 刘白大师的门口 姜牧成稳稳地 将车停在停车位上 苏宇萌和小局下车 然后将樊樊和宁宁 放进婴儿车里 此时 姜牧成暗响门铃 很快就有人出来开门 开门迎接的是他的徒弟 名叫钱强 钱强看着门外的这些人 疑惑地问道 你们也是 来找我师父求子的 姜牧成摇摇头 不是 我是来取结婚邀请函的 快请进 快请进 钱强一听此人的目的 热情地邀请几人进门 路上他有些歉意地说道 邀请函 还有二十多章还没完成 我们没想到 你们来得这么快 稍等一下 我师父马上就写完了 没事 姜牧成摆了摆手 表示没关系 主要是刘白大师七十多岁了 肯接这个事就不错 而且 提前这么多天教功 已经很不容易了 钱强将一行人邀请至前厅 彼时 里边坐了好几个人 看见姜牧成他们来 各个表情有些不善 因为他们都是 找刘白大师提字的 而且 刘白大师提字 是讲究缘分的 人越多 分到自己的机会就非常少 钱强送上茶之后 就跑到师父屋里伺候去了 在他走后 一个身穿堂装 手上拿着扇子的中年人 看向姜牧成说道 小兄弟 你也是来找刘白大师提字的 嗯嗯 姜牧成思索了一下 点点头 自己这算是吧 男人听了后 嘲讽地笑了一笑 没想到现在年轻人 竟然对毛笔子感兴趣 还真是难得呀 苏宇蒙听出来 他语气非常不善 他没好气地说道 有什么好笑的 姜牧成拉拉拉老婆的手 这样的人搭理他干嘛 只不过是想找存在感 没必要浪费口舌 其实 说是提字 但也是架高者得 而且刘白大师 一天只提一幅字 所以 今天来的都是有备而来 他们全都带好了现金 这时 另外一个虎视眈眈的年轻女人 不懈地看向中年男人 撇撇嘴 她戴着墨镜 穿着红色的长裙子 脸上 画着精致的妆容 由于神奇的化妆技术 根本看不出来 女人已经三十多岁 她今天来是为了母亲求字的 马上就是她母亲的六十大手 由于母亲非常喜欢国画 她买了一幅大师的名画 然后过来找刘白大师 提个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剩下的两个男人 是非常年轻的 看上去应该是专门提字的 两人应该是准备收藏这些字 然后等刘白大师离世 他们的字就会水涨船高 盆得盆满钵满 不过 两人也是有备而来的 几人互相看几人不顺眼 很快 前墙走了出来 众人见状 赶忙围了上去 大师什么时候有空啊 让我们见见大师 他什么时候能提字 前墙摆了摆手 然后在众人的围攻下 来到江牧城的面前 恭敬地说道 先生 我师父邀请你们进去 众人一听 立马不满 他后来的 凭什么是他先进去 就是 他都没有带钱 一点也不按要求 我不服 你要是不给个说法 你们别想过去 现在 众人凝成一股绳 拦着几人不让过去 前墙见状 不耐烦地说道 要是还想提字 就把路让开 几人闻言 就算不满 也让开一条路 其实 前墙已经见怪不怪 他都习惯了 每天早上 都会有人闹这么一出 也是很烦的 很快 将牧城 在异行人的带领下来到 刘白大师的书房 此时 大师坐在椅子上 虽然头发 已经花白 但是整个人非常精神 看见江牧城几人进来时 他赶忙从椅子上起身 来到他们面前 是送丫头 让你们过来的吧 嗯嗯 江牧城点点头 然后有些疑惑 刘白大师 你认识我妈 刘白大师微笑地硬答着 他当时 跟我学过一段时间的毛笔字 你妈妈 她非常有天赋 江牧城有些疑惑 她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妈妈 竟然会写毛笔字 难不成 是在她没嫁人之前 之后 刘白大师也没有说什么 随即对钱 强挥了挥手 钱强了然 很快在师父的吩咐下 将结婚邀请函 全部拿过来 整整一万份 全部加起来 有一麻袋那么多 江牧城接了过来 这些看着多 但是也是有分量的 拿了邀请函之后 几人 就被钱强送了出来 其实 刘白大师 将江牧城叫进去 只是想看看 宋青雅的儿子 长什么样子 毕竟他算是 他半个师父 而他接这笔订单 也全是因为 有些惋惜这个徒弟 他本来可以在书法界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从书房出来后 前厅的众人 围了上来 见江牧城 拎个大麻袋出来 全都震惊不已 他拎得的是什么呀 难不成 是刘白大师的废狗 妈呀 要真是 那可就发了 这时 那两个年轻男人 眼貌精光地说着 他们来 本就是哄抬书法 自画的商人 尤其是当事人去世后 这些艺术品水涨船高 那挣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 眼瞅着江牧城 一星人离开 那个打扮的精致的女人 拉着钱 抢笑着问道 小哥哥 那个人是来干什么的 他手里的麻袋是 钱墙清心寡欲惯了 没怎么搭理他 师父没说不能说 所以他回了一句 那是 他从我师父这里 订的结婚邀请函 足足一万份 此画就像是一块石头 激起惊涛骇浪 几人 看着江牧城的身影 久久不能平复 中年男人反应过来 有些震惊地问道 什么 一万份 虽然精致女人 做了足够的准备 但是在人家面前 那连妹妹都算不上 只能是小小小小小妹妹 妈呀 真是把钱不当成钱 这个时候 年轻男人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刚刚说 那是人家订的结婚邀请函 妈呀 这婚礼的是什么规格啊 他刚刚先进去 我一点都不生气 如果婚礼 能混进去吃个饭就好了 男人明白 想实现 只能做白日梦 第69章 博物馆 回家的过程中 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江牧成忙着开车 苏宇萌将手机掏出来的 看着手机上的联系人 他看着老公说道 是宋书国打来的电话 这个人还算各老相识 是当初在拍卖会上 送古物的馆长 江牧成有些纳闷 他给自己打电话有什么事 带着疑惑 他让苏宇萌接通电话 那头 很快传来宋书国的声音 江总 没打扰您忙吗 没有 江牧成摇摇头 听着对方的口气 他感觉 此人肯定是有事找自己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宋书国之前 邀请他去博物馆 看最新的展品 难不成 是为了这个事 现在对方不说 江牧成也不反问 对方有什么事 他要求自己 肯定会说的 最后 电话那头传来 一阵叹息声 江总 我们博物馆 想请您帮个忙 您能过来一趟吗 可以 江牧成 很快同意了 主要原因是 老婆听见博物馆 眼貌金光 正好过去逛逛 顺便给两个睡着的宝宝 增长见识 挂断电话 宋书国旁边 穿着一位穿着淡蓝色衬衣 戴着黑色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男人 焦急地询问道 馆长 这个人 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我看你叫他江总 他该不会是个商人吧 徐长江对宋书国很尊敬 但是不代表 尊敬他的眼光 他们是这儿八经学 考古出身的 来为他们鉴定 这款古物的真假传出去 岂不是要一笑大方 再说 徐长江根本不信 此人能有什么办法 鉴定真伪 该不会是个说大话的 其实 宋书国也是想尝试一下 这款古物 所有的专家教授都看了 大家各执一词 有人说是真 有人说是假 根本没个结论 他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过 江家对国家文物的贡献非常大 徐长江这个人学问大 一根精 兴气高 看不惯这种半路出家 或者没有师门传承 他怕江牧城 一会儿来的时候 徐长江会给人脸色看 随即不放心地嘱咐着 长江 你一会儿说话的时候注意点 毕竟是江家的人 要不是 人家大公无私 把从国外拍卖回来的文物 捐献给国家 你能近距离研究 馆长 我知道 徐长江点头 毕竟馆长说的不无道理 很快 工作室内又进来两位 六十多岁的老年人 走在前边的 戴着银色边框眼镜 他穿着一身 灰色的工作服 身后跟着一位头发花白 下巴留有长胡须 他时不时地偷看周围 有些贼没鼠眼的 让人很反感 徐长江看见两人 疑惑地跟前边的人说道 老郑 你怎么把外人带进来了 管得规矩不懂 老郑文言 不恼反而高兴地 跟宋淑国两人说道 你们听我说 这位大师人家 祖上是剑宝的 我特意请不来 让人家帮咱们看看 这尊佛头 啊 他 祖上剑宝的 不是徐长江不信 而是此人的打扮 更像是一个算命先生 还是骗人的那种 宋淑国也觉得 此人有些不靠谱 随即两人 将老郑拉到一旁询问着 你有没有考验 考验他的实力 不会是骗子吧 放心吧 验证过了 老郑拍着胸仆子保证的 只见他兴奋地说道 现在人已经到齐了 咱们开始吧 宋淑国见状 赶忙阻拦 稍等 我也请过来一个人 他们现在就在路上 马上就到 刚说完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一看是江牧成打来的电话 他赶忙跑出去迎接 老郑看见馆长欣喜的模样 不由地疑惑道 长江 馆长请的人是谁啊 需要他亲自去迎接 徐长江听了后 赶忙将馆长 将江牧成请来的事情 说了一遍 只见老郑握着拳头 有些生气地说道 馆长这不是胡闹吗 你怎么不拦着点 他一个商人 哪懂得见宝 买宝还差不多 老郑眼睛里 写满了轻面 实在不是他看不起 实在是馆里的能人多 连他们加起来 都没能给这颗佛头定真假 一个商人 肯定也不行 徐长江听了这话 有些委屈 他怎么没拦 实在是拦不住啊 怕老郑情绪激动 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他赶忙将宋书国 嘱咐自己的话 又嘱咐一遍 给老郑听 他听后冷哼一声 只要他是胡说 没有一点真才实学 天王老子 我也不给他面子 徐长江见老 正脾气如此倔 也没再说什么 到时候 就静观其变吧 很快 宋书国 就在门口看见 江牧成一行人 从车上下来 他赶忙上去迎接 同时略带歉意地说道 江总 让您跑一趟 真是不好意思 江牧成微笑着摆摆手 哪有 宋管长 帮上帮不上忙 还另说 你真是太客气了 两人客套着 然后向博物馆里边走去 不得不说 博物馆里边真大 里边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古董 每一件上边 都有历史气息 之前苏宇萌 就想来这里参观参观 人家这里周六日闭馆 由于他以前忙着工作 每次都赶不上 看着老婆 对古董的好奇 江牧成在他耳边说道 一会儿好好陪你逛逛 咱们现在 先跟宋管长过去看看 好 苏宇萌懂事地点点头 任由老公 拉着自己的手朝前走去 而小菊在后边 推着婴儿车 一脸艳羡地看着二人 他脑海中 不禁浮现一个念头 什么时候 我才能找到 如此体贴的男人 此时 婴儿车里的两个小家伙 还在熟睡着 他们出来 基本就是补教 不过这让几人很省心 很快 宋书国 带着一行人来到后边的工作室内 老郑看到馆长 带着人家 一大家子就进来了 脸上非常不悦 馆长 你请的帮手可真多啊 不知道 是哪位啊 宋书国拉着他的胳膊 眼神紧告着 别说话 随即 他笑着打着哈哈 这位 是江牧成 以及他的家眷 介绍完 他又跟江牧成介绍着 另外几个人 这个是郑青山 这个是徐长江 他们都是本馆的副馆长 至于那位是老郑 请来的人叫刘晴 第七十章 一锤子便真假 江牧成文言微微点头 虽然那几个人没说话 他也能感受到对方的轻蔑 不过他毫不在乎 倒是苏语萌 看到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 愤愤不平 他在心里付匪着 我老公那么厉害 你们就等着下巴掉到地上 现在人聚集齐了 宋书国看向被邀请的两个人 哀声叹气地说道 今天邀请两位来 主要是因为一颗佛头 这颗佛头 是我们捣毁一次地下古董拍卖获来的 按理 我们博物馆对这些文物 要先辨别真伪 然后从何处得来写清楚 最后就是进行入库 然而我们在判别真假的时候 内部出现质疑 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 这颗佛头的发际和材质 有很大的分歧 现在还请两位仔细辨别一下 看看这颗佛头 究竟是不是真品 听到此话 刘晴率先出列 他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先来 他和郑青山 是在矿省认识的 当初他凭借一点小伎俩 买了一个民国时期的老物件 后来郑青山打听得知 人家几辈子是健保的 没准他还真能帮管内 解决一个难题 最后 两人商量 不管刘晴能不能辨认出来 他都掏一万作为物工费 食宿费等等 要是能说清来利 就奖励五万 所以他屁颠屁颠地跟过来了 只见刘晴拿起放大镜 认真地观看着佛头的外观 他皱着眉头 心中一惊 对于佛头 他也简单地了解过 虽然祖辈是健保的 但是到了他这一辈 手艺没传过来多手 所以他心里也不能肯定 这佛头是真是假 要说疑问 就是佛头的发迹 这种发迹样式 在龙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但是他的材质 却是跟唐朝出土的佛头一致 很多专家认为 发迹的样式 只是以前没有出现过 不代表他没有 所以认为 这是真的 另一部分专家认为 每个朝代都没有这样的发迹 所以 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佛头 所以认为是假的 双方各执一词 刘晴看见这颗佛头 又想着郑青山 答应自己的五万块钱 他装成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颗佛头是真的 发迹的样式 我家老祖宗跟我说过 所以我们肯定 这就是真佛头 他想着 佛头不管真假 他说的是真的 以后别人再有证据 推翻他就是了 那个时候 他早已经把五万块钱 都花光了 不过刘晴心里 还是有良心的 万一这颗佛头 本身就是真的 因为自己要是说 它是假的一席化损坏真品 那他就罪过了 郑青山也自认为 这颗佛头就是真品 现在被认可他 非常开心 不过 他高兴一瞬间便询问着 刘哥 你家祖宗对这颗佛头 有没有记载 当时是怎么说的 之前有没有出现过 跟他是同一个法式的佛头 没有 刘晴摇摇头 然后装成很失落地回答着 我也只是 听我爷爷提过一嘴 不过说的不多 宋书国知道 光凭刘晴的口述 还是不能真正肯定 佛头的真假 随即他看向江牧成说道 江总 要不您上眼瞅瞅 嗯嗯 江牧成点点头 走上前 他没有用放大镜观看 全凭双眼 郑青山和刘长江两人 见状嫌弃的直摇头 两人在心里忍不住付匪着 放大镜都不用 看来也是个门外汉 不看清细节 怎么知道真假 年轻人还真是太年轻了 好歹拿个放大镜装装样子 郑青山两人对江牧成一阵失望 不过也没失望太多 因为两人根本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有这么会 两人干脆拿出手机刷会短视频 都比看他验真假有兴趣 虽然江牧成是宋书国邀请过来的 但是看他连放大镜没拿 心里也直犯嘀咕 他都有些怀疑自己 将他请过来 这个决定做得是不是对的 江牧成只是简单地看了几眼 就知道他的真假 不过系统检测的有点东西 因为这次检测的不一般 只见系统面板上显示 佛头里边冒着金光 而这个时候系统也送上贴心的讲解 佛头最外边一层是假的 里边才是颗真佛头 只要宿主轻轻用锤子一砸 就能砸开 江牧成文言点点头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文物 别人都使劲把假的做成真的 但是做假的这个人 却把真佛头做成假的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他想的没有那么多 随即拿起一旁的锤子 郑青山和刘长江见状 两人心提到了嗓子眼里 你要干什么 宋书国也忙着过来 想拉住江牧成 江总 佛头可不能砸呀 几人见江牧成仰起胳膊 马上就要砸的时候 全都粘了 完了 全完了 就说他是个门外汉吧 什么都不懂 即便这佛头是假的 也不能砸呀 更何况 现在还没定论 馆长 你说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正当几人垂头丧气的时候 突然听见咯吱的声音 紧接着霹雳啪啦式石头 掉落下来的声音 宋书国文言 连忙抬起头观看 结果惊掉了下巴 这 这 这 他不敢相信自己 眼睛看的 郑青山和刘长江见状 也纷纷抬头 看见眼前这一幕 他们震惊的张大嘴巴 反应片刻后 三人快速走上前观看 甚至眼睛里有了泪珠 宋书国激动地说道 这才是真的佛头啊 郑青山痴迷地看着 嘴里发出惊叹 简直太不可思议 刘长江则是翻阅资料 肯定地说道 这才是唐代应该的佛头发迹 水波文 现在判定出真假 刘青也非常震惊 他真没想到 自己看不上眼的后生 竟然真的做到了 如果他能有这么厉害的 剑宝术就好了 现在真假已变 刘青灰溜溜地离开了 不过他的心里 受到极大的震撼 此生能见一次这样的场景 就算让他闭眼也值了 只见 宋书国三人 完全沉浸在佛头的喜悦中 他们细细地观察着 不放过一丝一吼 第71章 通知结婚 这个时候 苏宇蒙走上前 他惊叹地看了看 不得不说 这佛头做得真精美 怪不得总是被那些坏人惦记 他看完回到江沐成的身边 也是毫不掩饰地露出大拇指 老公 你刚才真的太棒了 刚刚砸那一锤子的时候 真帅气 江沐成文言 宠溺地摸着他的脑袋瓜 温柔道 你不是想参观一下博物馆吗 咱们现在去吧 说完他拉着老婆的小手 悄悄地离开了 等宋书国几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家已经不在了 这个时候 郑青山心里非常的内疚 他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身份 瞧不起任何一个人 刘长江心里也不好受 他们这种搞文物研究的 没有那些花花肠子 对就对错就是错 只见两人异口同声地问宋书国 馆长 江总回去了 宋书国摇摇头 回道 没有 他们想看看文物 估计是在外边的展馆 两人文言 一前一后地走出去 刚从工作室出来 就看见江沐成一行人 站在一幅巨大的古画前 郑青山两人健壮 赶忙来到他们面前 苏宇蒙见两人风风火火的 好似要干架 他防备感十足 江沐成见状疑惑道 你们这是 只见刘长江两人 深深拘了一躬 然后真诚地说道 江总 对不起 我们二人小看了您 对此 我们跟您道歉 听到这些话 江沐成很诧异 他没想到 两人专程过来 是跟自己道歉的 他还以为 两人是想让他赔偿文物呢 随即 他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没事 任谁也不相信 我一个门外汉 能验出佛头 换我 我也不相信 江沐成半开玩笑地说着 两人心里暖暖的 这时 古董痴子郑青山继续问道 江总 你是怎么发现 他里边还藏了一件真品 当时我们馆里的好多专家 都看过这个佛头 谁都没有发现 他那有乾坤 你真是太厉害了 说着 郑青山不免崇拜起了江沐成 看他们把自己说得神神乎乎的 他总不能直接说是系统 告诉自己的吧 只见他大手一摆 笑着说道 我也是凑巧发现有个接口 所以断定里边有东西 不值一提 看着面前的年轻人如此谦虚 郑青山越来越 感觉自己之前的想法 有多么的天真 这以后 肯定是年轻人的天下 和江沐成又寒暄了几声 两人就准备回工作室 研究佛头去了 临走的时候 郑青山突然意识到 当时江沐成 根本没拿放大镜看佛头 不愧是年轻人 眼睛比他们这些 拿放大镜的还要好使 为了感谢江沐成的帮助 宋书国给几人联系了 和博物馆合作的讲解员 很快 他就来到了一行人的面前 微笑地打着招呼 你们好 我是宋馆长叫来的讲解员邱毅 接下来让我来带你们在馆内参观 逛博物馆叫讲解员就是不一样 古董的故事了解的不少 等一行人从博物馆出来 已经中午了 反反早都睡醒了 小家伙还盯着陌生的阿姨看了看 耳朵里也听了点知识 只是不知小家伙 左耳朵 近右耳朵出没出 回家之后 吃完午饭 江沐成和苏宇萌 两人没歇过 挨个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说结婚的事情 到时候让他们来喝喜酒 亲戚们听到结婚的消息 很高兴 但是两人的朋友们 突然听到结婚的消息 可就惊呆了 尤其是江沐成的朋友 现在 他打电话通知的这个朋友 是他的好兄弟 家里是做商杀生意 名叫王思素 当他看见好兄弟 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 都惊呆了 随即关上笔记本电脑 躺在沙发上 按下拨通键 大忙人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江沐成微微一笑 调侃着 谁知道 你在跟哪个女网红搞在一起 所以就没打扰你呗 兄弟两人见面 肯定免不了互损 不过王思素 也不甘示弱 对于好兄弟 那钻石王老五的条件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他都有些遗憾地摇摇头 还以为 谁都跟你是得清心寡欲 不想男女之事 人生在世 当然要及时行乐了 说完他还劝诫道 千万别等老了玩不动 江沐成文言 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这算是一步到位吗 不想听王思素唠叨 他赶忙打断 不然还要唠叨个没完 这个时候 王思素终于想起来 有些人没有事 是不打电话的 随即他询问着 阿诚 你打电话 不是想听我唠叨你吧 江沐成咧嘴一笑 当然不是了 我是来通知你上礼的 两个星期后 我结婚 本来还悠闲地 喝着咖啡的王思素 听见这话时 惊得一口咖啡 堵在嗓子羊里 难受得很 他吃惊地询问着 啥 你要结婚了 谁啊这么不开眼 王思素没想到 他们伙伴几个 竟然是江沐成先结婚 这真是小刀拉屁眼 开眼了 听见他的反应 江沐成不喜地说着 怎么 我结婚有这么惊讶吗 现在王思素 来不及震惊 他满脸八卦地问着 谁家的姑娘 被你霍霍了 你可得对人家好点 可别让人家独守空房 江沐成没好气地 骂了一句 滚 真是一点正形都没有 自己跟他说正事 还以为是在开玩笑 随即他嘱咐着 结婚那天多上点份子 不然把你给赶出去 没打听到好兄弟的老婆是谁 王思素真是难受怀了 这就像有人跟你说一件事 但是只开着头一样 他继续询问着 阿成 你快说嫂子是谁啊 哪家的姑娘 我认不认识 长得好看不 你们两个不会是相亲认识的吧 就连你也顶受不住 家族的压迫联姻了 王思素一个人在脑补着 要是他能看见江沐成 就能看见他的眼皮 快翻到了天上去 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神经病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有的时候 男人的八卦之心 也是非常强烈的 打完王思素的电话之后 江沐成不准备 给别的好兄弟打电话 因为那个大喇叭 肯定跟每个人都说一遍 省得他一遍一遍解释了 第七十二章 阿成结婚群 江沐成挂断电话 王思素果真如他想的那般 给每个兄弟都发了一条消息 阿成要结婚了 此话一出 他的微讯立马炸了 嗡嗡嗡地响得不停 王思素一个人回复不了 那么多条消息 一个群聊阿成结婚群 组建好之后 他将好兄弟都拉进群聊里 结果群里边清一色地发出疑问 阿成有女朋友了 没听说啊 消息不会是假的吧 宿管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个玩笑还挺好笑的 宿管是王思素的外号 说话的这个人 便是王世家剧的公子哥 王承杰 本来开着会呢 他被老爸拉在一旁旁听 听别人汇报他困得不行 也头疼 收到消息之后都惊呆了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震惊起来 卧槽 随即 他就被老爸赶了出来 上面两条消息发出去之后 很快又一个进群的 他难以相信 也质问着 阿成要结婚了 宿管 你脑子瓦特了 这怎么可能 小成那个人 咱们还不清楚 身边连个床扮都没有 我甚至怀疑过他的性取向 这是绝对是你瞎说的 我一万个不相信 说话的这个人 是江木城的发小温达菲 他和别人不一样 两人是从小认识的 所以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除了不相信 还是不相信 明明连绯闻都没得传的优质男 怎么会突然结婚呢 那一定是假的 看着两人质疑的话 王思素非常真诚地发了一段语音 我真的没开玩笑 阿成刚刚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当时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不过 这就是真的 尽管他如此真诚地说着 但是两人的心里还是 有些疑问 尤其是没有收到 好兄弟发来的结婚邀请 王思素见两人 如此倔强地不相信 也是没谁了 只见他灵机一动 随即跟两人说道 你们要是不信 咱们晚上 去阿成家看看 不就知道了 不过 我挺好奇是什么样的女人 把他拿下的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一起去 他说完之后 王成杰和温达菲 非常痛快地同意了 几人约定 晚上一起来江木城家 探个究竟 这边 江木城 已经通知自己的好朋友们 亲戚那边 有老妈给他们发放邀请函 不过 苏宇萌这边还没结束 刚刚跟闺蜜 和摄友们聊天 花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现在还没有打完电话 最后的这通电话 他是打给自己的小姨的 只见苏宇萌皱着眉头 而电话 那头也没有人接听 直到嘟嘟嘟的提示音 他才不得不挂断电话 看着联系人 苏宇萌有些疑惑 难不成小姨在忙 所以电话 才没人接听 江木城文言 摸了摸他的脑袋挂安慰着 可能真的在忙吧 等晚一点咱们 再给小姨回个电话 苏宇萌点点头 现在只能如此了 与此同时 帝都一处一百平的三居室内 传来摔打东西的声音 同时 还有男人的骂骂咧咧 你还以为 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沈家小公主 现在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搞清楚 现在养家的是我 要是惹我不高兴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最好失去点 说话的这个人 便是苏宇萌的小姨父王凯军 躺在地上被打的则是她的小姨沈云柔 这个时候 外边传来要是开锁的声音 王凯军看见老爸 又打老妈 他气不过上前 对其拳打脚踢 没想到王凯军 使劲一推便将王凯军 推倒在地 看见孩子受伤 沈云柔心疼地赶紧上前 护住自己的大女儿 然后不满地说道 王凯军 你还是不是人 她可是你的女儿 起料王凯军 嫌弃地瞥了一眼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一个赔钱货而已 老子养着她 她竟然不知足 下次再敢对我动手 学费我不交了 趁早出去打工 说完 王凯军又指着沈云柔吐槽着 还不是怪你肚子不争气 生了三个 都是赔钱货 我们王家的根 迟早要断在你这里 我外头的是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 你们娘仨就等着喝西北风 王凯军说完 就摔门离去 由于声音太大 直接将礼物睡觉的小宝宝给吵醒 小家伙现在只有三岁 被吵醒 就做起来叫妈妈 沈云柔听到后 赶紧将自己最小的女儿 抱在怀里安慰着 她一共给王凯军生了三个女儿 大女儿今年上初二 二女儿上一年级 小女儿还不到三周岁 看着小妹妹 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大女儿王盈盈 拉着妈妈的手 心疼地说道 妈妈 你跟我爸离婚吧 她都打你多少回了 你怎么任由她打 咱们家没了她 照样能活 小孩子 想事情还不全面 沈云柔苦笑着摇摇头 盈盈 现在生活不容易 更何况 妈妈不希望你被别人嘲笑是 没爸的孩子 爸爸打得不重 妈妈忍一忍 就过去了 王盈盈见状 愤怒地松开了沈云柔的手 你身上那么多伤 还叫打得不轻 这样的爸 我宁愿不要 说完 她跑进屋子里 然后将门关上 她非常不理解妈妈的座位 而沈云柔 何尝不想离婚呢 可离了婚这三个孩子王凯军 是肯定不会要的 而且钱也不会给 那三个孩子可怎么办 更何况 她是不会让王凯军 和外边的狐狸惊如意的 今天两人吵架的原因 就是因为沈云柔发现 王凯军外边有人了 没想到这个人渣 为了讨好小情人 竟然把父母送给她的手镯 想偷偷拿出去变卖 她不肯 然后就遭到王凯军的毒打 不过 手镯她保住了 这些都是以后 她留给女儿们的 傍晚 王思素从公司出来 三人相约江牧城小区门口 很快 三辆豪车在门口聚集 保安知道三位公子哥 知道他是来找江总的 所以很痛快地 就将起江杆升上去 第73章 把你的爪子拿开 不到一分钟 几人就将车子 停在楼王门口 王思素从车上下来 王成杰和温达菲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大门前 暗响门铃 将牧城见状有些疑惑 这么晚了 谁会过来 苏宇萌也听见门铃的声音 他猜测到 不会是我哥吧 说完 他激动地跑向门口 几人在外边 很快就听见屋内 传来脚步声 然而当开门的那一刻 三人都惊呆了 王思素看清来人 眼睛睁得大大的 嘴里的哈喇子 都快流出来了 只见他一脸花痴地说着 这是仙女姐姐吧 王成杰 虽然没有王思素那样夸张 但是他的眼睛 就没移动过 可能是为了 展示自己的魅力 他特意撩拨了 一下自己的头发 温达菲也自认为 见过无数美女 但是都不如眼前的青春可爱 只见他笑着问道 小仙女 有男朋友了没 苏宇萌开门之后 也惊呆了 还以为 是自己的哥哥呢 随即灿烂如花的笑容 枯萎了 不过 听到几人的夸赞他 还是很开心的 随意客气地问道 请问你们找谁 王思素 一脸花痴地说着 我们找你 苏宇萌文言 不禁后退一步 他警惕地看着几人 总感觉几人 不是什么好人 王成杰见仙女好似 很害怕的样子 毫不犹豫地 拍了王思素的后脑袋 然后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别把人家吓坏了 说完他继续解释着 我们是来找人的 我朋友嘴比较快 虽然看到仙女 很开心 但是温达菲可没忘记 几人来的目的 只有他认认真真的 看着门牌好疑惑着 这里不是一号别墅吗 阿诚难道不住在这了 苏宇萌听到 阿诚这个名字 试探性询问几人 你们是来找江牧成的吗 对对对 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王思素热情地说着 之前他确实是找好兄弟的 现在看到仙女后 可就不确定了 苏宇萌玩耳一笑 然后将门口让开 邀请着几人 他在家 你们进来吧 三人见状 将信将疑地进入别墅 这个时候 王思素又来到苏宇萌身边 欢喜地询问着 小姐姐 你是阿诚什么人啊 以前没见过你 苏宇萌微微一笑 她是我老公 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 王思素顿时觉得 胸口堵得慌 刚恋爱就失恋 真是太难受了 王成杰和温达妃表面上 都很震惊 只不过心里有些失落 不过身为好兄弟 朋友的女人 他们肯定不会惦记的 进门后 苏宇萌赶忙招呼江牧成一声 老公 你朋友来了 江牧成扭头一看就见 王思素三人狡黠地看着自己 阿诚 你真不够兄弟 快结婚我们才知道 你找的嫂子这么好看 温达妃走过来 拍着她的肩膀 也说道 苏宇萌说得对啊 你保密工作 做得也太好了 难不成 要金屋藏娇 就是 就是 听苏宇萌说 你结婚 我们都不相信 这简直就是老母猪上述嘛 王成杰也不满地吐槽着 苏宇萌见他们兄弟几个 聊得起敬 随即温柔地说了一声 你们聊 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些水果去 说完 苏宇萌就走开了 现在没了包袱 三人搂着江牧成的肩膀 质问着 江牧成有些哭笑不得 当时我可是在朋友圈 公告我结婚的消息 谁让你们没看到 王思素文言 吐槽着 这年头 谁还看朋友圈啊 随后 三人几乎同步 将手机拿出来 然后打开江牧成的朋友圈 然而 被设置了三天内 朋友圈可看 所以几人 什么都没看到 虽然好兄弟结婚的消息 有些让人意想不到 但是几人 是发自内心地祝福着 好歹江牧成 是他们几个 最先结婚的一个人 也算是烫烫路了 不过 王思素 还是非常八卦的 他贼眉鼠眼地 看了一眼厨房 然后小声地说道 阿诚 嫂子你俩 怎么认识的 不会是家族相亲吧 江牧成摇摇头 笑着回答着 不是 一时间也说不清 主要是他不好意思 跟几人说是因为孩子 才有了联系 那样显得自己太渣了 正当三人 想对江牧成 来个袍根问底的时候 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王思素 距离主卧的位置最近 当听到小宝宝哭泣的声音时 他还以为自己幻听了 然后没当回事 不过 江牧成 却是立马起身 然后丢下几人 就来到主卧 将宝贝闺女抱起来 三人见状 则跟着走了进来 要说知道 他结婚的消息 比较震惊 那也没有眼前的一幕 更震惊 阿诚 这 孩子 你的 王成杰吃惊地疑问着 江牧成文言 没好气地回着 废话 不是我的 还能是谁的 你以为我是垃圾站 什么都说 可能是吼的声音 有点大了 宁宁害怕地 扁着小嘴 皱着眉头 简直就是一个小可怜 江牧成见状 赶忙安慰着小家伙 宁宁乖 爸爸在 是不是因为这些 坏叔叔害怕 爸爸给他们赶出去 他玩笑话地说着 小家伙很快就情绪稳定 随后眨巴着小眼睛 看着周围 此时 三人也顾不上询问问题了 全部围在江牧成的身边 看肉嘟嘟的小宝宝 只见小家伙 吐着小舌头 王思素 感觉萌发了 他想拉一拉宝宝 肉嘟嘟的小胖手 马上就要触碰到的时候 直接被江牧 城拍了一下手 他嫌弃地说着 把你的爪子拿开 干不干净 说完看 像洗手间的方向 然后没好气地说着 快去洗手 把细菌都洗掉才能摸 好嘞 王思素听见这话 也顾不上反驳 随即快速地跑去卫生间 他都快把自己的手洗 吐露皮了才回来 嘿嘿 这回忆绝对干净 说完 他温柔地看向小宝宝 加子音地说道 宝贝 我是你宿管叔叔 这次叔叔来得匆忙 下次再给你带礼物 华宁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好似在回应着 看见这一幕的王思素质嘚瑟 你看 宁宁很喜欢我吧 第74章 你个怪叔叔 喜欢 喜欢 王承杰和温达飞健壮 笑着 用加子音回复着 这两人 就是明晃晃地嘲讽 加羡慕 王思素没有搭理两人 毕竟没有这待遇的他们 不配跟自己比 只见他揉搓着宁宁的小手 脸上满是满足的表情 他一边摸着 一边跟姜牧成感慨着 阿诚 小宝宝胖乎乎的手感真好 真想一直摸 怎么摸都摸不够 姜牧成文言脸上烧便 然后不情愿地说着 咋的 你还想 一直摸我宝贝闺女 臭不要脸 他吐槽着 自己已经狠给对方脸了 然而 他还想得寸进尺 这他可忍不了 宝贝闺女的手 可不能给别的男人随便摸 姜牧成想了 想直接将王思素的手给拿开 现在不许摸我闺女手了 你个怪叔叔 诶 说错话了 王成杰和温达 非两人倒是幸灾乐祸 王思素心里哭唧唧 呜呜那滑溜溜的小手 摸不着了 这个时候 宁宁突然咧嘴一笑 看得几人如沐春风 尤其是王成杰 见宝宝胖嘟嘟的 像个瓷娃娃一样 他也想忍不住地摸一下 然而刚有这个歹心 姜牧成就将他的大手 给打了回来 刚说他 没说你啊 不许碰我们小手 三人见状 真是敢怒不敢言啊 刚进来的时候 几人就注意到 床上有两个小宝宝 兄弟怀里的这个小宝宝的主意 不能打 那床上的可以吧 原本众人都围在姜牧成身边 现在王思素 直接围在凡凡身边 只见他们三人认认真 真的盯着凡凡睡觉 离得近的都能看见 小家伙身上的绒毛 小家伙睡觉时 吸气呼气 也非常可爱 看得几人心里直痒痒 然而宝宝更可爱的是 吸小嘴唇 只见凝凝如动的小嘴 那样子好似 是在吸奶似的 姜牧成见三个壮汉 将自己儿子围在中间 他美好气地拉着几人的胳膊 然后小声地说着 我儿子还睡觉呢 你们别给吵醒了 离他远点 他又怕自己 给小宝宝吵醒了 所以说起话来轻声细语 可能是找到反击的机会 王思素三人 根本没搭理姜牧成这茬 他们美好气地 将阻拦他们的手拿开 赖在床上不走 那表情相当嘚瑟 好似在跟姜牧成说 有本事 你过来啊 没办法 他只能任由三人 围在儿子身边 不过原则问题 必须保留 随即 他美好气地跟王成杰 和温达飞两人说道 你们要摸宝宝 必须去洗手 现在宝宝小 抵抗力低 好 两人听闻 点点头 然后跑去卫生间 不到三分钟 就回到宝宝身边 凡凡睡不好 教室非常淘气 和难哄吧 所以姜牧成 对三人千叮咛 万嘱咐道 你们千万 不能吵醒他 千万不能 三人自信地应下了 放心 我们肯定不乱动 说完 三人眼巴巴地 盯着凡凡睡觉 异常乖巧 他们胳膊肘处在床上 那么趴着看 看上去还怪好笑的 等苏宇萌 洗完水果发现 他们没在客厅 竟然都围在宝宝身边 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老公 你这些朋友真有趣 姜牧成知道 老婆在隐晦地表达着 他哭笑不得地回着 应该说非常搞笑 现在有三人帮他看孩子 然后两人带着宁宁 回到了客厅 喝完奶之后 小家伙变得活泼起来 咿咿呀呀的非常可爱 然而这个时候 凡凡突然开始皱起眉头 好似下一秒就要哭 王思素见状 担忧地看向两人说道 宝宝不会要醒吧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叫阿诚 温达菲看着小家伙那委屈的小表情 思索了一下 回答着 叫吧 说完 王思素就被两人指定 来叫宝宝爸爸去看一眼 他来到客厅 焦急地跟姜牧成说 阿诚 宝宝马上就醒了 你过去看看 哦 好 姜牧成点点头 然后将宁宁放到苏宇萌的怀里 随即两人来到凡凡的身边 刚刚小家伙还咧咧 现在又睡得好好的 王思素见状赶紧解释着 他刚刚真的快要哭醒了 真没逗你 姜牧成文言点点头 安慰道 我知道 你说的那个样子 可能是宝宝在做噩梦 只要轻拍一下小宝宝 他就不咧咧了 哦 原来是这样 王思素还是第一次听说 屁大点的小宝宝 竟然会做梦 现在他像好奇宝宝一样 询问着姜牧成 阿诚 宝宝都会做什么梦啊 你说他会梦到怪兽吗 姜牧成文言没好气地说道 我乃知道 你自己问问去 丢下这句话 他就离开了 其实王成杰和温达菲 两人也非常好奇 只是怕被对 所以没问出口 又过了一段消停时间 这回梦梦又咧着小嘴 皱着眉头 王思素像姜牧成说的那样 轻拍小家伙的身体 但是丝毫没有用处 只见小家伙 马上就要扯着嗓子嚎啕大哭 他又来找姜牧成 阿诚 宝宝马上醒了 你来看看 刚说完 姜牧成就听见宝贝儿子杀猪般的声音 他赶忙跑到宝宝面前 将梦梦抱起来 爸爸在 爸爸在 咱们不哭 不哭 好在 樊樊经过安慰不哭了 但是要立马喝奶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喂奶的时间 再加上 樊樊是个急脾气 一会儿喝不到 就哭给你看 现在姜牧成单手泡奶越来越溜 三人看着他 操作佩服地竖起大拇指 阿诚 你真是太厉害了 带娃真有一套 就是 就是 在我眼里 你已经是一位非常合格的奶爸 只是现在几人很难将眼前的男人 跟雷厉风行的姜总扯在一起 王思素 见好兄弟熟练地操作 笑眯眯地说道 阿诚 等我以后有孩子 你来给我带吧 姜牧成文言美好气地说道 滚蛋 他带自己的孩子 那是心甘情愿 带别人的孩子 那是受罪呢 再说了 他闲称了 才会去带别人的孩子 有那功夫 还不如让老婆生一个 带自己的娃多好 第75章 小沙锤 凡凡喝完奶后 小脸肉嘟嘟地看着眼前的怪叔叔 他不笑也不哭 就这么呆呆地望着几人 可能小孩子天生就有滤镜 即便小家伙不笑 三人对他的喜欢也只多不少 这个时候 温达飞笑着看向姜牧成问道 阿诚 这个小宝宝 是男孩还是女孩 还没等回答 王思素美好气地拍着他的脑袋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傻呀 当然是男孩了 现在他智商在线 然后继续说着 这两个小孩子明显长得不一样 一样的话 那就是双胞胎 所以 阿诚这两个孩子是龙凤胎 温达飞听完恍然大悟 他捶了捶自己的脑袋瓜付菲着 真是笨死了 兄弟的宝贝闺女不让碰 碰宝贝儿子行了吧 只见王思素三人 围在凡凡的身边 一个摸肉嘟嘟的小手 一个摸胖呼呼的大腿 王成杰则是捏了捏宝宝 白嫩白嫩的小脸蛋 对于三人的行为 凡凡的眼睛里满是困惑 可能是觉得不舒服 或者是不想让生人触碰 小家伙甩着胳膊 瞪着小腿 看起来非常的不情愿 然而王思素三人 还以为宝宝在跟他们 耍洋洋得意 凡凡的阻止 换来了几人的变本加厉 只见他抿着小嘴唇 眼睛勤满泪珠的抽掖着 三个见状 顿时有些慌了 温达菲赶忙安慰着 宝贝 你别哭啊 你要是哭我也哭了 王成杰也赶忙摆摆手 焦急道 不能哭 不能哭 叔叔给你唱首歌行不 说完他咳了咳嗓子 然后演唱着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我要进来 王思素没什么才艺 他赶忙拿起旁边的纱锤 吸引宝宝的注意力 最终在三人不懈的努力下 反反努力地 把眼泪憋了回去 不过小家伙非常的高冷 一点都没有笑 倒是在旁边看热闹的宁宁 咯咯地笑了几声 王思素又晃动了几下纱锤 小家伙咧着小嘴 看起来非常高兴 随后 他将纱锤放到宁宁的手里 宝贝 小纱锤给你玩 宁宁肉嘟嘟的小手 使劲地攥着纱锤 这个纱锤比较小 小纱锤也跟着想 他可玩高兴了 不过看得周围人 也是喜欢得不要不要的 这样一对比 王思素还是觉得生女儿好 多可爱啊 不像小男孩 表情严肃地像得大老板 两个小家伙 也就跟三人玩了半个小时 随后他们打着哈欠 挤着眉头 看起来非常的困 如果不早点睡觉 小家伙们只会更难哄 为了让丈夫 跟他的好兄弟多聊会儿 苏宇萌带着两个小家伙 回主卧哄他们睡觉觉 苏宇萌离开之后 三人赶忙将江牧成围在中间 咽现地说道 阿诚 嫂子漂亮又温柔 这么好的老婆 你从哪找的 说完 王思素的眼睛亮了 随即有点扭捏地问道 那个 嫂子还有姐姐 妹妹没 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你现在结婚了 也得想着兄弟们点啊 江牧成文言 咧嘴一笑 他家还有个哥哥 没结婚 要不介绍介绍 温达飞听见后 瞬间嫌弃地推了推他 然后翻了个白眼 哥们我们兴趣向没有问题 性别难 爱好女 王思素 两人也附和着 不过几人 也能听出来 嫂子家里没有姐姐 妹妹 不免有些失望啊 如此 几人只能安慰着自己 缘分强求不得呀 说完这个话题之后 一行人又聊结婚的事 可能是兄弟们好久没聚了 一不小心 聊到了很晚 王思素知道 江牧成现在有了孩子 老婆不能想干什么 都干什么 随即贴心地说道 阿诚 时间已经很晚了 你再不回去睡觉 嫂子该生气了 那我们先走了 改天再聚 说完 兄弟三人从沙发上 起身往外边走 江牧成也没挽留 将几人送到门口 看着汽车灯光渐渐消失 他才回屋子 推开主卧的门 床上有一抹亮光 江牧成见状温柔地问道 老婆 你怎么还没睡 苏宇萌放下手机 拉着他的手灿然一笑 没你在身边睡不着 江牧成听见后 掀开老婆的被子钻了进去 这要求肯定满足 一夜很快过去 第二天早上吃完饭 苏宇萌还没有收到小姨的消息 给他发微信没有回 电话没有接 他不禁有些担心 随即又拨了一通电话回去 与此同时 沈云柔正在喂三宝吃饭 手机在卧室 他根本没听到 昨天将所有的宝宝哄睡着 又将屋子打扫干净 他还没来得及看手机 就累得倒头就睡 而今天是星期天 沈云柔起很早就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昨天王凯军一晚上没有回来 他早上要回家吃早餐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为了要淫淫的卷子费 他很早就为丈夫做了三餐一趟 刚喂完小宝宝吃饭 门口处就传来解锁的声音 紧接着王凯军走了进来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直接来到餐桌上 然后像大爷一样 等着沈云柔给他拿碗 拿筷子 盛饭 王凯军一边刷着视频 一边吃饭 有点噎到了 看旁边没水又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妈的 沈云柔 怎么不给老子准备白开水 让你干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我还能指望你干什么 老子快噎死了 还不快给我拿水来 他筷子一摔 猙獰的说着 沈云柔健壮 只能乖乖的跑去给他拿水 然后不免为自己辩解一声 早上我忙得晕头转向 谁早就烧好了 只是没有拿上来 水壶距离 你这么近 下回自己拿一下 王凯军喝了一口 饭终于咽了下去 然而听到沈云柔对自己顶嘴时 他气得咒骂了一句 我某某妈 老子是不是给你脸了 这个家是我说了算 生活费你是不是不想要了 以后老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没你说话的份 第76章 去帝都 你还以为 你是高高在上的富家小姐 行行吧 你爹妈早死了 以前沈家经商 虽然生意不是很大 但年收入也是有千万 二老去世后 就将产业分一分 沈云柔的姐姐 也就是苏宇萌的母亲 获得了沈氏集团 她就获得一些店铺 房子之类的 还有帝都一个小的公司 结婚之后 王凯军打理公司 而她因为怀孕 就一直在家 婚后 公司蒸蒸日上 而她也越来越膨胀 根本不将沈云柔放在眼里 因为公司的资产 她早就偷偷地 转到自己的名下 为什么不离婚 那是因为老婆手里 还有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现在帝都的房价涨了又涨 这房子 早已经能卖上千万了 这房子是沈云柔的婚前财产 所以她只能另想办法 这个时候 王凯军觉得不解恨 又一巴掌扇了沈云柔的后脑勺 突如其来的大手 直接将她打蒙在椅子上 她脑瓜子嗡嗡嗡地 很久才反应过来 王凯军见状 赶忙护住自己的妈妈 然后倔强地盯着王凯军 那眼神好似要杀了对方 你根本不是个男人 你就会打女人 只有没能力的男人 才会跟女人撒气 你个小兔崽子 反了天了 王凯军闻言 撸起袖子 就要教训王凯军 沈云柔立马将她护在身前 皮鞭子抽在她的背上 血淋淋地 她打累了 才骂骂咧咧地回房间补教 看到老妈被打王凯军 心里非常难受 她又鼓动沈云柔 妈 你跟她离婚吧 我求求你了 大不了我不上学了 出去打工养你和妹妹们 王凯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 她非常不喜欢这个家 不喜欢那个动手打人的扎爹 妈妈会考虑的 沈云柔心疼地抚摸着 大女儿的脑袋瓜 王凯军很懂事 她贴心地给老妈上药 进屋拿手机的 正好看到手机在震动 她轻手轻脚地将手机拿出来 如果打扰王凯军睡觉 肯定又是一顿暴走 打开手机 看见联系人是萌萌 王盈盈非常开心地接通了 萌萌姐 是你吗 电话被接通了 苏语萌激动地说道 盈盈 我给你们打了很多通电话 怎么才接通 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王盈盈文言 嘴角开始抽噎着 她偷偷来到卫生间 痛哭流涕道 我爸刚当打我妈了 不只是今天 我爸一直在家暴我妈 他不让我跟你们说 沈云柔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更何况他在帝都 又没有亲朋好友 根本没有人能帮到他 这边 苏语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瞬间气得火猫三丈 不过他还是安慰着盈盈 别怕 我现在回帝都 你先别跟你妈说 如果提前说的 他小姨肯定不让他去 王盈盈答应得很痛快 他希望萌萌姐姐 能帮到妈妈 脱离爸爸的掌控 这时 江牧成见苏语萌脸色凝重 好似随时要火山喷发 他赶忙询问着 老婆 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生气 苏语萌文言 气得捶沙发 刚才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是他女儿接的 现在我才知道 我小姨一直遭受 他丈夫的家暴 他突然想起 有一次见小姨 他手腕上有淤青 那次他说 是自己磕的 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是王凯军打的 从那次一直到现在 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难不成小姨一直在忍受着 想到这些 苏语萌赶忙跑回房间 开始收拾行李 他要去帝都一趟 小姨是除了妈妈和哥哥之外 对他最好的人 而且小姨和他的妈妈 长得很相似 所以苏语萌不希望 小姨受到伤害 只见苏语萌一边收拾行李 一边对江牧成说道 老公 我得去趟帝都 凡凡和宁宁这两天 就由你照顾一下 辛苦了 回来我会犒劳你的 江牧成文言 拉着他的手 笑着摇摇头 萌萌 我跟你一起去帝都吧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凡凡和宁宁带上就行了 宝宝们很乖的 嗯 那好吧 苏语萌点点头 然后将两人的衣物 宝宝需要的东西 都装进行李箱里 万事俱备的时候 他才想起 去帝都的飞机票还没有买 随即打开购票软件 搜索一看 今天飞往帝都的飞机票 都卖光了 最早只有明天 五点的飞机有票 他随即落寞地坐在一旁 然后情绪低落地说道 老公 先别忙活了 明天早上五点的飞机才有票 咱们只能明天再去帝都了 江牧成摸着他的脑袋 刮笑着说道 不用 咱们今天就能走 啊 我刚才看没有票了 老公你能买到票 不用买票 江牧成自信一笑 咱家有私人飞机 想去哪都行 收拾吧 咱们半个小时后 出发可以吗 可以 苏语萌点头如捣算 现在他终于体会到 超能力的快乐了 衣服 宝宝的东西都装好之后 江牧成一行人来到了机场 这里停着他们 放在这里的私人飞机 据说每天的停飞机费用 都高达好几千万 坐自家的飞机 最好处的用处 就是不用等 直接可以登机 所有的东西过入安检后 机长和乘务长的人员 已经在飞机旁等候着 看见江牧成一行人出现 他们露出八颗牙齿微笑地说道 江总 我是本次的机长 很高兴为你服务 江总好 旁边乘务员也高兴地欢迎着 江牧成点点头 他们在前面走着 工作人员将行李拿上飞机 江家的这架 私人飞机是客机 但是跟普通的客机有所区别 飞机里边的装修 就感觉进入了五星级酒店 所有的设施一应俱全 江牧成和苏宇蒙坐 在真皮沙发上 便有乘务员 推着餐桌走了过来 江先生 江太太 请问您二位喝什么 苏宇蒙扫了架子上的饮料 突然想起自己还在喂奶 随即苦涩地说道 给我一杯白开水 江牧成知道 老婆选白开水 是因为小宝宝 刚刚他注意 到老婆的视线停留在咖啡上 便要了一杯咖啡 第77章 凡凡 爸爸 坏坏 之后 他将咖啡交到苏宇蒙手中 笑着说道 老婆 咖啡少喝点没关系的 真的吗 苏宇蒙惊喜地问着 随后他快速地端起 老公面前的咖啡抿了一口 好似生怕老公会反悔似的 随后 浓厚的咖啡 在他的嘴中四散开来 非常好喝 一尝就是首莫咖啡 不过苏宇蒙并不贪杯 能品尝一口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不多时 飞机起飞前的各项检查没问题 乘务员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力量 他使劲一拉舱门就关上了 紧接着 机长开始操作起飞 慢慢的飞机开始滑行 直至飞离地面 从出发前 凡凡和宁宁就在睡觉 到了飞机上小家伙也没醒 江牧成见状 看向苏宇蒙说道 老婆 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帝都 你先睡一会儿吧 我睡不着 苏宇蒙摇摇头 他实在有些担心小姨 想到这 他就恨不得将王凯军痛揍一顿 说实话 苏宇蒙有些唏嘘 妈妈和小姨找男人的眼光 真是太差了 都是大渣男 幸而他运气好 遇到了江牧成 想到这 苏宇蒙不禁钻进老公的怀里 感慨地说道 老公 你会不会永远对我这么好 江牧成刮了刮他的鼻尖 不假思索 那当然了 你可是我老婆 我不会你好对谁好 傻瓜 别瞎想了 有些男人就是人渣 但是世上也是有好男人的 江牧成 不免为自己广大男同胞辩解着 嗯嗯 苏宇蒙点点头 然后靠在江牧成的怀里 也不知为什么躺在老公的怀里 特别温暖 非常有安全感 没一会儿 他就睡着了 听见老婆平稳的呼吸声 江牧成将他放在床上 他来到外边 用飞机上边的无线电话 给帝都那边的负责人 打了个电话 与此同时 办公室内 江海刚处理完办公桌上的文件 手机在桌上嗡嗡嗡地响 拿起来一看 他端坐起来 然后接通电话 尊敬地说道 少爷 请问 你有什么吩咐 帮我查一个叫王凯军的人 他老婆叫沈云柔 江牧成淡淡地说着 老婆的家人 就是他的家人 他会竭尽全力帮助 好的 江海点点头 挂断电话 他赶忙吩咐下去 只不过他很疑惑 少爷怎么会调查这个人 难不成他得罪了少爷 想着想着 江海突然感觉 王凯军这个名字很熟悉 怎么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呢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 飞机就在帝都国际机场 准备降落 江牧成见状 赶忙拍了拍身边的苏宇萌 轻声细语地说道 老婆 醒醒了 咱们到地多了 嗯 这么快吗 苏宇萌嘀喃地说着 然后睡眼惺忪地从床上起来 他揉着眼睛望向窗外 现在飞机已经稳稳地停在了机场 苏宇萌拍了拍自己的脸 让自己清醒清醒 随即两人抱着凡凡和宁宁 就从飞机上下来 本来凡凡睡得很好 但是江牧成触碰到他的小嫩肉时 小家伙扭动着身子 表示非常不高兴 就在他拖着小家伙的屁股 准备将凡凡抱到怀里的时候 凡凡立马嚎了起来 没有任何征兆 他哭得舌头都翘起来了 就好像别人掐他一样 哭得撕心裂肺的 凡凡非常的有脾气 你吵醒我睡觉 我就要哭给你看 而且不哭过瘾还不行 虽然江牧成安慰着 但是小家伙的哭声 一点都没有弱 苏宇萌健壮 心疼地将凡凡接到自己怀里来 凡凡也没有给妈妈面子 片刻后 小家伙哭累了 抽叶了几声 才停止哭声 只见他擒着泪珠 一脸委屈地 看着面前的苏宇萌 一压地说着 那样子看起来很像告状 而他也是笑嘻嘻地 看着凡凡说道 宝贝 爸爸把你吵醒了 嗯 只见凡凡拉着长音 抿着下巴回了一声 直接逗得两人哭笑不得 江牧成也是非常给凡凡面子 他拉着小家伙的手 真诚地说道 宝贝 是爸爸错了 爸爸不应该吵醒凡凡 下次爸爸不会了 那样子好似在说 那我就原谅你了 看着聪明的凡凡 苏宇萌没忍住 直接在小家伙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我儿子怎么这么可爱呢 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可爱多吗 不一会儿 乘务员将行李从飞机上拿下来 一直送到出站口 彼时 VIP通道的镜头 早已有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等候多时了 看见江牧成一星人出现的时候 男人尊敬地走向前 尊敬地说道 少爷 别墅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是先回去吗 不用 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 说完之后 一行人就上车 管家一边开着车往出口开去 一边询问着 不知道 少爷您要去哪 这个时候 苏宇萌已经问了 盈盈家小区的地址 他将地名 位置 给管家看了一眼 去这个地方 好的 少夫人 管家点点头 然后踩着油门 刚刚凡凡睡醒了 现在已经到了喝奶的时候 还不等小家伙坑机 江牧成就开始冲奶 他拿出保温壶 将水倒进干净的奶瓶里 然后从背包里拿出奶粉 摇晃均匀后 江牧成将凡凡接到自己的怀里 此时 小家伙看见奶瓶表现得十分心急 他张着小嘴啊啊的 好似非常想喝 奶嘴放进凡凡的小嘴里 小家伙咕咚咕咚地喝着 不过小家伙一点也不老实 他只冷着自己胳膊 好似想自己拿奶瓶 为了他还拨拉江牧成的手 嫌他有些碍事 江牧成健壮 哑然失笑道 樊樊 老实点 这个是玻璃奶瓶 你拿不了 乖 好好喝奶 等爸爸 给你换的清点的奶瓶 你再自己拿 然而 樊樊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他依旧我行我素 才几天不见小家伙的指甲长得很快 樊樊一用尽 直接将江牧成的手背扣破了 第七十八章 真不是东西 别看樊樊年纪小 小家伙可是戾气不轻 不是有人说吗 小孩的手 脚 可以纳入管制刀具类目里边了 只见樊樊用他肉堵堵的小手 直接将奶瓶拖了起来 然而坚持没两秒钟的时间 小手 就松开了 江牧成健壮有些无可奈何 你这个大将种 是随了谁呢 好在奶喝得很快 没一会儿 樊樊就喝完了 没奶瓶完了 他低流元的眼睛 打亮着周围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与此同时 帝都 商品房 沈云柔从早上开始 一直忙到现在 做完早餐后 就开始洗碗 收拾厨房 洗衣服 打扫家里卫生 今天是星期天 三个孩子都在家 王盈盈在屋子里写作业 二宝和三宝 则在客厅看电视 两个小孩 在追逐打闹中 三宝摔了一个跟头 脑门上 直接磕流血了 现在三宝还小 疼得哇哇大哭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一直流不停 沈云柔听见三宝的哭声 赶忙跑到宝宝身边 仔细查看 好在伤口不大 磕得不深 上点药就行了 然而三宝的哭声 直接将熟睡的王凯军给吵醒 他骂骂咧咧地从床上起来 二话不说地来到三宝面前 踢了他一脚 哭什么哭 天天就知道哭 你是哭包转世啊 本来伤口又疼 现在又被踢了一脚 三宝刚平复好的心情 又哭了起来 他在那站着 肉嘟嘟的小手很无措 连鼻涕都流了出来 沈云柔见状 怒气地说道 你打孩子干啥呀 他又不是故意吵醒你的 他脑袋上的血你没看见啊 你不安慰就算了 还剃脚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 王凯军瞅了丑三宝的脑袋 满不在乎 不是没死吗 谁也免不要磕了碰了 还有你这当妈的是怎么看着的 你不静心 他会磕脑袋吗 你天天在家想轻浮 也不用上班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我要你有啥用 王凯军觉得不解气 直接揍了沈云柔几下 别的老婆那么漂亮 而她的老婆 现在就是个黄脸婆 她都懒得看 沈云柔想着忍忍 就过去了 然而一辈子 还有那么长 都看不到头 现在她想 为自己活一次 随机愤怒地看着她说道 我想轻浮 这家的衣服 是谁洗的 饭是谁做的 家是谁打扫的 垃圾是谁扔的 你就只会当大爷一样 坐在那 饭就差我喂到你嘴里 这就是你说的想轻浮吗 要不然 你在家看孩子 我出去上班 王凯军顿时没话说了 但是她不容许别人说自己 尤其是沈云柔 随即怒发冲冠地抬起胳膊 一巴掌结结实实地 拍在了沈云柔的脸上 这次 她不想忍了 她开始还手 但是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是男人的对手 由于沈云柔还手 王凯军打得更狠了 她拽着沈云柔的头发 用力地踢着她的肚子 王凯军在房间里 听到外边吵闹的声音 赶忙跑出来看 正好看见王凯军 在打自己的妈妈 她气愤地拿起旁边的水果刀 就开始威胁着 你在打我妈试试 是不是我捅死你 王凯军见状 嘲讽一笑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甚至她还挑衅地往前走了走 随后 她冷笑道 沈云柔 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 她都敢是父了 说完之后 王凯军又看向王凯军指了指 自己的胸口 有本事 你就朝这通 你倒是动手啊 不敢 王盈盈被她逼得一直在后退 她恨得大叫一声 然后乱挥着 然而刀子 只是划伤的王凯军的肩膀 感受到身体的疼痛 她一把将刀子 抢了过来扔在了地上 随即拽着王盈盈的衣服 开始脱在地上 暴走 二宝和三宝 看到这种情况吓坏了 两个小孩子 只能无助地哭 邻居们早已经司空见惯 路过他们家的门口时 都摇头叹气 一开始邻居们 还打电话报警 找社区帮助 后来王凯军报复他们 最后也就没人管这闲事了 管家很快将车子 听到单元楼下 刚下车 就能听到 上边的咒骂声和哀嚎声 苏宇萌一听 就知道小姨 又被她的丈夫打了 江牧成将宝宝 交给小局照顾 两人赶忙跑到楼上 他们家是三楼 有着一道铁栅栏 江牧成来到门前 愤怒地踢门 王凯军听见后 没好气地跑到门口 他倒是要看看 是哪个不开眼的 竟然敢管他们家的闲事 门打开之后 他骂骂咧咧的 你们TM是谁啊 赶紧滚开 苏宇萌看见王凯军之后 愤怒地说着 王凯军 你给我开门 你还是不是男人 竟然敢打女人 我小姨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你好看 这个时候 王凯军也注意到苏宇萌 他摸了摸鼻子 然后不满地说道 这是我们夫妻 两个人的事 你们赶紧滚开 说完 王凯军就要关门 姜牧成眼疾手快 他直接拉住门 然后打开栅栏门 最后一脚 将王凯军踹在地上 看到老婆的小姨 被打得躺在地上 他愤怒地揍她的脸 一时间 他被打得屁滚尿流 一个劲地求饶 对不起 我不敢了 别打了 打人不打脸啊 别打了 苏宇萌进门后 便来到沈云 柔和王凯军身边 两人被打得很重 他赶忙叫姜牧成 老公 你快过来 我小姨 和盈盈晕过去了 姜牧成听见后 连忙松开王凯军的衣领 来到老婆的身边查看 临走前他吐槽着 呸 真不是东西 第一时间他 立马叫了救护车 在这个时候 王凯军连滚带爬地 偷偷溜走了 出来之后 他揉着自己的脸蛋 英智地说道 沈云柔 你竟然敢找娘家人揍我 你给我瞪着 这小区周边 有医院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当医护人员 看到躺在地上的两个伤员时 也是心疼地直摇头 干急救的这个场面他见过不少 一眼就知道是家暴 将沈云柔和盈盈推上救护车 苏宇蒙带上小姨的两个孩子 一同向医院前去 第79章 小姨 我老公超厉害的 医院病房内 沈云柔和王盈盈躺在病床上 刚刚医生已经对伤口进行包扎和消毒 看上去血淋淋的 但其实都是皮外伤 就是沈云柔被王凯军踢的肋骨断了两根 所以需要静养 看着病床上苍白的两个人 苏宇蒙气得想把王凯军大谢八块 这什么人啊 连老婆 孩子都下得去手 真不是东西 此时 苏宇蒙身边的两个小宝宝 就呆呆地站在一边 小家伙现在还小 有很多事都不明白 不过 他们有些怕生人 所以警惕地看着江沐城几人 苏宇蒙见状 笑嘻嘻地将他们拉到怀里边温柔道 我是你们的姐姐 以后姐姐保护你们 小家伙虽然还有些听不明白 可能是因为血缘的关系 不知不觉靠在苏宇蒙的怀里 很快 沈云柔和王盈盈两人醒了过来 睁开眼 看见面前出现几位有些面生的脸庞 你们是 我这是在医院 苏宇蒙微笑地坐在床边 亲切地喊着 小姨 是我 蒙蒙啊 怎么 不认识了 王盈盈听见后 哭笑得摇摇头 小姨一时间 还真没认出来 没想到 我们蒙蒙转眼都成大姑娘了 真是女大师八变 越变越好看啊 小姨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苏宇蒙甜甜一笑 这个时候 沈云柔注意到 病房里边还有一位男士 看向苏宇蒙询问道 蒙蒙 这位是 苏宇蒙文言 来到江牧成身边 拉起他的手 笑着回答着 小姨 这是我丈夫江牧成 老婆介绍完之后 江牧成也笑着打招呼 小姨好 沈云柔点点头 第一眼他见着男生很不错 但是不知道人品怎么样 他在心里期盼着外甥女 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这个时候 苏宇蒙继续说着 之前给你打电话 是想告诉你 我要结婚了 想让你过来喝喜酒 你电话没接 我怕出什么事 这才来帝都一趟 没想到 你竟然被王凯军欺负 苏宇蒙越说越气愤 那样的男人 不配他叫小姨夫 沈云柔一脸苦涩 他笑着摇摇头 温柔道 咱们不提那个扫兴的人 你们婚礼定在什么时候 小姨一定过去喝喜酒 农历七月初七 小姨 你可是我的娘家人 一定要来啊 苏宇蒙娘家那边 没什么亲人 现在只剩一个哥哥和小姨了 自己结婚这天 他非常希望有两人的见证 一旁王盈盈 见自己妈妈和萌萌姐姐说话 自己根本插不上嘴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找到机会说道 萌萌姐姐 你结婚的时候 我可以当花童吗 我去给你撒花 我从电视上看人家的婚礼 可是要撒花的呢 苏宇蒙点点头 笑着说道 好啊 你到时候 可要给姐姐多多撒一些 姐姐可要当最漂亮的新娘 没问题 王盈盈欣然答应 一高兴 突然扯到身上的伤口了 痛得她皱着眉头 沈云柔健壮 赶忙关心道 盈盈 伤到哪里了 都怪妈妈不好 没有保护好你 她深深自责 王盈盈笑着摇摇头 随口回了一句 没事 现在不疼了 江牧成看到母女俩一身伤 她不解地询问着 小姨 她都这样打你和孩子 怎么没想过离婚 沈云柔苦涩一笑 仿佛有千言万语 但在堵在嘴边 反正现在萌萌他们已经知道了 她也不强撑着面子 回复道 我没有一天不想离婚 但是离婚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现在一枚工作 要是离婚孩子 肯定会判给王凯军 那个男人根本照顾不好三个孩子 而且动不动还会把臭脾气 撒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不敢离婚 这三个孩子 就是我的命根子 王盈盈听闻 眼睛倾满泪珠 以前她老是抱怨母亲 为什么不跟那个男人离婚 没想到 他们姐妹三人 竟然是妈妈的脱油瓶 现在她有些后悔 那个时候 不应该跟妈妈耍脾气 今年她已经14岁 已经是个小大人 随即 王盈盈拍着胸脯子说着 妈妈 你放心地跟她离婚 妹妹们 我会照顾好的 现在我也会做饭 保证 让她们饿不着 看到大女儿这样懂事 沈云柔很欣慰 不过她怎么放心 更何况盈盈她还要上学 可不能因为家里的事情 拖累她的学业 苏宇萌内心也很感慨 她现在当了妈妈 最能体会小姨的感受 但是她不忍心 小姨还在狼窝里 随即看向江沐成祈求道 老公 你要不帮帮小姨 江沐成摸着她的手安慰着 放心 小姨是你的亲人 现在也是我的亲人 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只见 她跟沈云柔保证道 小姨 我有办法帮你离婚 并且 孩子的抚养权 全都判给你 江家身后有顶级的律师团队 一个小小的离婚案还打不赢 那真是白拿那么多钱了 沈云柔听了后 眼睛闪着亮光 她不可思议地问道 真的 你真的有办法 当然 没把握的事情 我是不会说的 江沐成有这个自信 毕竟她的律师团队 号称南山必胜客 苏宇萌也拉着沈云柔的手安慰着 小姨 阿诚有这个能力 你就放心吧 王凯军一定后悔那么对你 说起这 她还记得 小姨当初可是长得非常漂亮 有魅力 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美少女 现在竟然被家庭蹉跎成这样 她有些疑惑 听哥哥说 外公给小姨留了一些财产 现在怎么沦落的 要看王凯军的脸色了 随即她询问着 小姨 外公不是给你留了一个公司吗 那公司不景气 没有 沈云柔摇摇头 然后自责地打着自己 都怪我当时对王凯军太信任 那个时候我怀孕 医生让我静养 所以公司的事情 就交由她打理 时候我才发现 她诓骗我将我的股份 转到她的名下 最后被她的甜言蜜语 蒙住了双眼 才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第八十章 妈妈不喜欢吃 宝宝吃 沈云柔没有一天不后悔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之后 她又生了三个孩子 根本无暇顾及公司的事情 而从那以后 王凯军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对她冷暴力 还扑了她 被自己的男人否决 什么事都干不成 她真的有些迷茫 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这话说的一点不假 公司越做越大 王凯军回家也越来越晚 衣服上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 衬衣上还有别的女人的口红 以前沈云柔发现 她外边有女人 她还苦口婆心地求原谅 现在她连装都不装 就差把女人带回家了 果然男人的真心最廉价 而且说变就变 三宝看到妈妈醒了之后 她轻易地跑到她身边 看到沈云柔手上贴着什么东西 小家伙天真的问道 妈妈 这是什么呀 沈云柔耐心讲道 妈妈生病了 需要输这个 这个是可以让妈妈快点好起来的 哦 小家伙好似听明白的点点头 随即同真的说着 我不希望妈妈生病 嗯嗯 妈妈不生病 沈云柔摸着她的脑袋瓜 温柔一笑 与此同时 王凯军被打了一顿之后 直接前往父母家 之前她父母住在乡下 她挣钱了之后 直接在帝都买了一套养老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装修 地理位置 比他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还要好 为了怕沈云柔分走自己的家产 她直接写的二老的名字 自从老两口来了帝都之后 一天 孩子都没帮沈云柔看过 倒是时不时地过来指手画脚 咚咚 王凯军从电梯里出来之后 敲响了父母家的大门 屋里边 唐琴正摘着斗角 听到敲门的声音后 他看了看门询问着 谁啊 我 你儿子 王凯军回了一声 门很快就被打开了 老母亲看到自己儿子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满脸心疼 儿子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被打了 疼不疼啊 要不咱们上医院 不用 皮外伤 王凯军摇摇头 唐琴皱着眉头愤恨地说着 这个是哪个杀千刀的下的手啊 真往死里打 打坏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看电视的老爷子 听到交谈的声音也走了过来 他看见儿子脸上 青一块紫一块的那表情 都能吃了人 君啊 谁下的手啊 该不会是你老婆沈云柔打的吧 不是 是他娘家人 王凯军摇摇头继续说着 好像是他姐家的孩子 带着自己的男人过来的 那男的好像是个练家子 下手真TM的重 老爷子听了后 气愤地拍桌子 妈的 沈云柔竟然敢找娘家人来帮忙 君啊 我当初跟你说过 这媳妇不能要 连个孙子都没能给咱们老王家上 这我死了之后 如何面对咱们家的列祖列宗啊 这王家的根 可不能到你这就断了呀 爸 我知道 王凯军点点头 为了伤孩子 他还不止一个家呢 外边还养着一个小老婆 而唐琴看到自家儿子这么被欺负 他气不过地跟儿子说 君啊 下午我去一趟 你们家 哪有打自家男人的 到时候看见你媳妇 我得好好说说他 以父为天 这就是女人的命 妈 你还是别去了 我怕那小子对你动手 王凯军有些担心 毕竟自己刚刚被揍 可不能把老妈给搭上 他还是非常有良心的 只是良心不多 一点也没分给老婆 孩子 留给他们的 只是深深的算计 唐琴听到这 洋洋得意地说着 动手 我还怕他不动手呢 你妈我现在岁数大了 他只要敢打我一下 我就躺在地上不起来 我要是不讹他的十万 八万我都不叫唐琴 说完之后 唐琴还非常 为自己骄傲自豪 这说的他 现在都想过去一趟了 他本想着 直接拿上包 就冲向儿子家 然而被王凯军拦住了 妈 我饿了 你先给我弄点吃的 好 妈给你弄点肉补补 中午多吃点 唐琴关心地说着 然后走向冰箱里 拿出一大块肉 这肉 还是他从沈云柔那里拿来的 沈云柔本来是想给孩子做红烧肉吃的 孩子早都缠着他说想吃肉了 结果刚买了肉 那天唐琴就去了 二话不说 直接将三分之二的肉 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拿回家 丝毫不为三个孩子考虑 另一边 病房内 沈云柔和几个孩子 正吃着午饭 现在他和王盈盈饮食需要吃清淡的 将牧成直接打电话给周顿酒店 让他们做了两份营养餐 两份同餐送了过来 二宝和三宝吃得很香 因为他们的餐盒里边 有大块的红烧肉 三宝的嘴边吃得满是肉 只见小家伙非常满足地 对沈云柔说道 妈妈 这肉好香啊 我好喜欢吃 妈妈也吃一口呗 给小家伙用肉嘟嘟的手 拿着勺子 馋起一块肉 递到沈云柔的嘴边 懦唧唧地说着 妈妈你快吃 妈妈不喜欢吃这个肉 你吃吧 吃得饱饱的妈妈就开心 沈云柔说的 三宝天真的相信了 他大口地 吃掉勺子里的肉 妈妈果真笑了 笑得是那样开心 二宝和三宝 可能还不懂大人的弯弯腰腰 但是盈盈知道 他将碗里的瘦肉 夹到妈妈的碗中 怕妈妈还回来 他赶忙说道 妈 你要是不吃 我也不吃了 沈云柔见状 戳着王盈盈的脑袋 刮娇撑着 你这孩子 行吧 妈妈吃了 你看 这才对吗 王盈盈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他们一家四口 苏宇萌甜甜一笑 他心里多么希望 他们有个好父亲 这个时候 沈云柔看向江木城 两人询问着 萌萌 你们不一起吃点吗 苏宇萌摆摆手 笑着说着 不了 小姨 我们出去吃 等下午来给你带个惊喜 已经有好一会儿 时间不喂奶了 现在他有些长奶 现在 凡凡 宁宁 他们在酒店里 等着两人回去 第81章 听不听话 全看命 周顿酒店 总统套房内 小菊寸步不离地 守在凡凡和宁宁的身边 现在两个小家伙 乖巧地躺在床上睡觉 果然 现在小宝宝不是吃就是睡 没多长时间 宁宁小家伙 好像是睡醒了 他睁开有黑的双眼 小嘴吐着泡泡 宁宁也没有哭闹 小菊 就躺在他身边温柔地说道 宁宁宝贝 睡醒了 宝贝好乖哦 哥哥还睡觉呢 阿姨陪你玩一玩好不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黑白卡片吧 小菊作为最专业的运营师 每次出门的时候 他负责准备宝宝们的玩具 水杯之类的东西 说完之后 他从母婴包里 将黑白卡片拿出来 宁宁看到后 好似很兴奋 他挥舞着小手小脚 笑嘻嘻的 好似想跟小菊阿姨说 我想看卡片 一亿快点 小菊动作非常迅速 他静静地将卡片 放在距离宁宁眼睛15厘米的地方 这个卡片主要是刺激宝宝视觉发育的 所以不用说话 他安安静静地举着卡片 每隔几秒钟的时候 就会换下一张卡片 小家伙认真地看着 随着卡片的移动 宝宝的小脑袋也会移动 看了大概五分钟 宁宁打着哈欠 眯缝着眼睛 看来是学习得有些困了 不过小宝宝刚睡醒 肯定没有那么快睡 最起码要玩半个小时 他才会睡着 随即 小菊用宝宝的小被子 做了一个斜坡枕 然后将宁宁放上去 这样可以帮助小宝宝排气 来缓解宝宝肚子的不舒服 趴在上边 小菊还给宝宝按摩按摩后背 宁宁侧着脑袋瓜享受着 可能是小菊阿姨按得太舒服了 宁宁眼睛迷离着好似要睡着 现在宝宝即便睡着 过一会儿也会恶醒 所以小菊给宁宁充了点奶 小家伙叼着奶嘴 闭着眼睛咕咚咕咚喝着 感觉喝不动了 小家伙用他肉嘟嘟的小手 推着奶瓶 真的是非常可爱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宁宁立马就睡着了 小菊将他嘴角的奶自擦干净 然后就把他放到床上好好睡觉 然而刚放下的时间不久 旁边的樊樊扭动着身子 他皱着眉头 小脸憋得通红 片刻后 小家伙努力蹦出一个屁来 这才觉得舒服许多 现在宝宝正好经历二月闹 所谓的二月闹 就是宝宝的肚子不舒服 睡不好 肚子胀 肚子有气想放屁 这个时候 多给宝宝做排气操 多多的趴会 小家伙会好受险 只见小菊将樊樊抱起来 安慰一会儿 将小家伙 也放在他刚刚叠好的斜坡枕上 磨一会儿小家伙的屁 就嘟嘟嘟的 而且放得还很响 要是人多的话 肯定不认为 那批是樊樊放的 不多时 房门处传来解锁的声音 紧接着江牧成和 苏宇萌就到了房间 看见儿子和闺女 还在睡觉 两人脚步轻轻的 本来苏宇萌有着胀奶 随即他 看向小菊询问着 宝宝们喝奶了吗 宁宁喝了 樊樊樊樊樊还没喝 哦 苏宇萌点点头 本来他想 等樊樊睡醒了再位 然而乳汁直接滴了下来 现在也没有吸奶气 没办法的他 直接将樊樊抱到怀里 然后将口粮塞了进去 小家伙睡觉 也不忘了吃 没过一会儿 他的小嘴开始蠕动着 可能越喝奶越清醒 只见樊樊樊睁开双眼呆呆的 看着苏宇萌 他感受到宝宝的目光之后 温柔一笑 樊樊 是不是妈妈打扰 你睡觉了 华樊樊咧了 一会儿小嘴笑了一笑 那样子并没有怪妈妈 吃完一边后 小家伙又吃了另一边 这回樊樊非常的给力 没一会儿胸就变得软软的 而苏宇萌也不像之前那样 仗得跟个石头似的 小宝宝就是天然的通乳师 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喂饱樊樊后 苏宇萌将她放到床上 这个时候房门被敲响 将木成定的午餐送到了房间 是经理亲自带服务生送上来了 经理将餐食放到餐桌上 随即尊敬地来到江木成面前 江总 午餐已经摆好了 你要没什么事 我们就出去了 嗯 江木成点点头之后 两人就离开了房间 这家周顿酒店 是江家在帝都的产业 不是非富即贵的人入住不起的 更别说总统套房了 准备好后 江木成走向卧室笑着说道 老婆 小菊 吃饭了 快过来吧 此时已经过了十二点 马上就一点钟了 苏宇萌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 刚坐上餐桌 她顾不上形象 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准确地来说 她现在一个人吃饭 喂饱得不仅仅是她自己 还有两个孩子 所以 现在这个阶段 无论她吃多少油腻的 身材几乎没怎么变 就连体重都没怎么长 因为大部分脂肪 都通过乳汁 传给了两个小宝宝 这个时候 江木成一边抱着樊樊 一边吃饭 过程中她看向小菊询问着 上午的时候 宝宝听话吗 有没有淘气 小菊听闻之后 赶忙摆摆手 小少爷和小小姐非常的听话 非常乖 一点也没淘气 这真是我见过 最听话的小宝宝了 说实话 之前小菊干孕婴的时候 什么孩子她都见过 像凡凡和宁宁 绝对是天使宝宝 那就是来报恩的 其实 有来报仇的 从生下来 小家伙就非常的不好带 脾气急 天天哭 尤其是半夜的时候 得哭个好几次 最关键的是宝宝有的时候 不喝奶 要是不喝的话 一口也不想喂进去 真是丑死个人 小宝宝 也是千人千面点 听不听话全看命 江木诚听到宝宝听话 就放心了 他还担心宝宝习惯了跟爸妈 突然让小菊看一会 他们会不听话 现在看来挺好的 不过他思索着 现在还没有到任母期 所以谁哄都跟 也不知道过三个月的时候 是哪样的 老话都说 三月任母 那个时候 宝宝指的妈妈 就是不知道 凡凡和宁宁是哪样的 当然 江木诚 是不希望宝宝 只缠着苏宇萌 一个人 看两个小宝宝 实在是太累了 他不忍心看到 老婆受累 第82章 极品恶婆婆 中午吃完饭后 王凯军悠闲地 躺在爸妈家 给自己的小情人 包电话粥 而他的爸妈 则跑到夫妻两人的家里找茬 看到自己的儿子 被打成那样 老两口说什么 也要对沈云柔 劈头盖脸地骂一本 不然 他日后怕事 更不服从老两口的命令 动不动就甩脸色 咚咚 咚咚 王母气愤地 框框敲门 可是里边 并没有任何动静 她看向王父疑惑地说道 这沈云柔没在家 她不在家能去啊 肯定就是躲着 咱们不想开门 咱们没那么好打发的 再敲门 王父自作聪明地说着 随即两人的敲门声更盛 隔壁中午 刚刚睡着的小孙子 哄了很长的时间 才睡着 由于对面 框框的敲门声 直接吵醒了 虽然不想跟这一家子 奇葩人 惹上关系 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孙子的爷爷气愤地开门 看向两人没好气地说道 大中午的你们 这么敲门 扰不扰明 现在 正是午睡的时候 你们就不能轻点 一把年纪了 真是没有素质 王父健壮 脾气顿时上来了 他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立马回怼道 我敲我自家的门 想敲就敲 不想敲就不敲 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 他又使劲敲了几下门 孩子爷爷健壮气愤地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这一家子人真奇葩 遇上这样的邻居 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彼时 楼上的邻居听见 框框的敲门声 也吵得下楼看看 结果就看见 两人在那互骂 他本来也一肚子气 但看到 是那户人家的时候 也认怂了 遇到他们就算有理 也会他们说得没理 当看到他们 是在敲门的时候 他随口说道 你们是来找媳妇的吧 对 王母点点头 那他应该没在家 上午的时候 被救护车接走了 说完之后 女人带着异样的眼光 瞅着两人 不用想 就知道男人 又把女人打了 而男人的父母 竟然恬不知耻地 上门找说法 说出去都丢人 真是奇葩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老两口当得知 沈云柔被救护车 接走的时候 表情非常诧异 仿佛没想到 王母赶忙询问着 你看到 是哪家医院接走的吗 就是附近的中心医院 女人还以为 两人听到 媳妇都送上了救护车 是想去探望 探望就好心地告诉了 然而两人 并没有这个意思 既然沈云柔没在家 他们就准备去医院找 这个时候 女人和孩子的爷爷说道 大叔 这家人蛮不讲理 别跟他们讲道理 气到的只会是自己 孩子的爷爷点点头 然后一脸沧桑地回答着 你说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这家的儿媳妇 也是命不好 找了个这样的人家 恶人自有恶人魔 以后 会有人收拾他们的 对 就是这个道理 女人也点点头 随即两人各回个家 现在 没了敲门声 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 从小去出来 王父 王母来到公交站 回想起邻居 刚刚说儿媳妇 被救护车接走了 王母一脸愁容 帝都的医疗多贵啊 被打成哪样了 就跑医院 一点也不知道 我儿子挣钱辛苦 也不省点话 去医院没个万八千 根本出不来 一会儿咱们 去医院的时候 让他打个欠条 这钱 可不能让儿子掏 嗯 说的对 他不上班这钱 就得让他掏 很快 公交车过来了 两人坐上车 前往医院 帝都的公交车 很方便 老两口 直接在医院门口下了车 来到医院的前台上 两人还算比较客气地 询问前台 小姑娘 帮我们找个人 这个人是我们的儿媳妇 叫沈云柔 应该是上午送过来的 哦 好 小姑娘点点头 以为两位 是来关心病人的 便亲切地回到 叔叔 阿姨 等一会儿 我这就帮你们查一查 好 很快 前台就查到了 沈云柔的住院信息 她笑着对两人说道 叔叔 阿姨 病人 在二楼的住院部 往前走 左转 上楼梯 上去之后 找206病房 好的 老两口点点头 然后前往二楼 临走的时候 正好听见 有别人的家属 在交住院费 王母听了一耳朵 赶忙跟王府说道 在这里住院的押金 都要交一万 真是太贵了 咱们王家遭了什么念 怎么会娶了 这么一个儿媳妇 王母有点哭腔地说着 她说 什么也要这笔钱 让沈云柔自己掏 反正没钱 可以打欠条 与此同时 病房内 二宝和三宝 吃完饭之后 就乖乖地躺在床上睡觉 江牧成特别给小姨 找了一个总统掏的病房 这家医院 她有股份 所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地方大了 干什么都方便了 没了家务的操劳 沈云柔总算能休息一会儿 正当她睡得正香的时候 依稀听到推门的声音 她还以为是苏宇蒙他们 就没想睁开眼 想再睡一会儿 没想到来的 却是她不想见的人 王府 王母进来之后 就被病房的奢华程度所震撼 两人吃惊得睁大眼睛 震惊道 我的妈呀 这还是病房吗 这简直就是宾馆啊 住在这里得花多少钱啊 沈云柔文言 扭过身子看向两人 然后冷冰冰地说道 你们怎么来了 这里不欢迎你们 请你们出去 现在沈云柔 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婚 那她可不要像之前那样 热脸贴着冷屁股 这些年 她对两位老人 已经仁至义尽 自己也不欠他们什么 看见他们时 眼睛里都是厌恶 王母听见沈云柔说的话后 表情立马刻薄起来 你怎么跟我们说话呢 我们可是你的公公婆婆 你态度给我好点 再说了 我们好心好意地来看你 你什么态度 听见这话 沈云柔冷笑一声 哼看我 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再说一遍 确定是来看我的吗 第83章 想白漂 没门 当老两口出现的那一刻 沈云柔就猜到了 这两人是来给儿子出气的 但是 自己现在躺在床上 究竟是谁被打得比较惨 可能老两口 岁数大了 眼神不好使 根本看不见 他们只心疼自己的儿子 从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把沈云柔当家人 所以肯定想着 自己儿子 王母伸着脖子 底气十足地说道 我们当然是来看你的 这不是看到了吗 她表情不屑 同时心里付匪着 这死丫头如今 嘴皮子可真厉害 竟然敢跟我顶嘴了 回去的时候 非得跟儿子好好说说 这个时候王父也继续说道 我们这么大岁数 手里也没啥钱 就不给你买东西了 再说了 哪有公婆给儿媳妇买东西的 不应该是儿媳妇孝敬公婆吗 说完之后 两人看见桌子上的果篮 然后非常不客气地说道 这篮子里的水果真新鲜 正好你妈想吃芒果了 我们就拿走了 王父说了之后 就想将果篮 跨进自己的手里 王盈盈见状 赶忙将果篮护着 然后没好气地看向两人 这是萌萌姐买给我们的 我和妹妹们还没吃呢 你们要是想吃 自己去买点 王盈盈说完 傲娇地将头扭过去 她根本不想 看见这么厚脸皮的两个人 在学校的时候 别的同学放学 大部分都是爷爷和奶奶去接的 放学之后 不仅给他们买好吃的 还给买玩具 不仅如此 有什么好吃的 都紧着孙子孙女吃 她爷爷 奶可好 什么好事都想着自己 怎么自己的爷爷 奶奶就不能跟别人家的一样呢 记忆中 王盈盈对爷爷 奶奶的印象就很好 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们来自己家拿东西 然后让妈妈忙前忙后 说实话 她感觉有这样的爷爷 奶奶都有些丢人 王父见王盈盈 护着果然不松口 她立即破口大骂道 你个小没良心的 有好吃的怎么 不想着给爷爷爷 奶奶吃 爷爷 奶奶岁数这么大了 没吃过芒果 你就这么不情愿 看来学校的老师都白教了 人家不是让你尊老爱幼吗 你就是这么做的 连水果都不舍得给爷爷 奶奶吃 哎哟 咱们王家怎么出了这个不孝子孙啊 我死了之后 怎么面对列祖列宗啊 王父说她的 王盈盈还是无动于衷 其实她的脾气 也是非常倔的 认准的事情 就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见她没反应 王父又将矛头对准沈云柔 然后指着她的脸 破口大骂 瞧瞧 这就是你教的好孩子 这都教成什么样了 你不上班就带孩子 你对得起我们家凯军的起早贪黑吗 我们王家怎么娶了 你这么一个儿媳妇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赶紧好好教育你的女儿 让她把芒果拿过来 王父嫌弃地说着 沈云柔健壮 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地 要跟一个孩子抢水果吃 就算说破天牢两口 也不占领 随即 她双手环抱胸前 冷冰冰地看向两人 不客气地说道 水果是她萌萌解买的 你们有什么理由要 是靠你们的厚脸皮 还是蛮横不讲理啊 今天 这芒果 你们需要拿走一颗 你 你 你反了天了 王母健壮 眼睛睁大 气急败坏地说着 她没想到 如今的沈云柔 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这简直是跟以前窝囊的形象 判若两人 她跋扈惯了 见沈云柔不同意 王母竟然想上去抢 沈云柔从床上下来 挡在王盈盈的跟前 将他们推得老远 说了不让你们拿 就是不让你们拿 以前的事 我不想跟你们计较 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们 现在 看见你们就恶心 老两口见沈云柔 想赶他们走 怎么可能 只见两人赖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这个时候 王母继续打量着 VIP病房 片刻后 她翻着白眼 美好气地说着 沈云柔 你真是败家啊 竟然花着 我儿子辛辛苦苦 挣来的钱 在这里享受 今天你要是不把这钱 吐出来 还有那一篮子水果 我们老两口 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你看着办吧 老两口 把无赖耍到了极致 沈云柔愤恨地看着两人 然后掏出手机 拨通了王凯军的电话 与此同时 王凯军 还以为他给自己打电话 是为了求饶 所以很快接通了 只见他洋洋得意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会哭着回来求我的 只要你给我跪下 我就不跟你计较 沈云柔听到后 冷笑一声 呸 你做梦 你现在 赶紧把你爹妈领回来 否则我就不客气 我看你能怎么不客气 王凯军就不相信 沈云柔真敢拿他父母怎么样 反正他父母年纪大了 要是真敢动手 那他可就不会轻易妥协 挂断电话后 男人继续和小三浓情蜜意 他对医院的事情 根本不担心 这边 老两口得知 沈云柔给自己儿子打电话之后 洋洋得意地说着 反正我们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你要是敢对我们动手 我们就躺在地上不起来 看谁弄过谁 对于老两口的厚颜无耻 沈云柔真是忍无可忍 他情绪激动地跑到沙发前 拎着老两口的衣服 想将他们赶出去 然而 一个人怎么能弄过两个人呢 王府看见这个情形 反而将沈云柔摔倒在地 王母则是抓着他的头发 霸凌他 王盈盈见状 也赶忙从病床上下来 然后拉着老两口 你们不许打我妈 都给我走开 你们是大坏蛋 老巫婆 我恨你们 老两口听了这些话后 王府气急败坏地 仰起胳膊 朝着王盈盈的脸蛋扇过去 啪一声清脆的掌声 响彻房间 紧接着他瞪大双眼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们是你的爷爷 奶奶 你怎么能这么骂人 平常你妈太惯着你 今天我们老两口 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第84章 摆了一道 说完之后 老两口就开始揍王盈盈 虽然被打得很疼 但是他一句也没有叫出声 想让他跟他们认错 根本不可能 沈云柔见女儿被打 他心如刀脚 然而他被两人控制着 根本疼不出来手 与此同时 病房外 江牧城推着婴儿车 苏宇萌挽着老公的胳膊 正在朝VIP病房走来 看着婴儿车里的小宝宝 苏宇萌甜甜一笑 然后温柔道 樊樊 宁宁 一会儿小姨妈看见你们 一定很高兴的 小姐姐也会非常开心哦 睡醒后 就让小姐姐们陪你们玩吧 苏宇萌知道 小姨很喜欢孩子 樊樊和宁宁这么可爱 她一定也会喜欢的 然而走着走着 她突然听到楼道 传来哀嚎的声音 怕是自己出现幻听 随即她疑惑地 看向江牧城问道 老公 你有没有听见哭声 嗯 听见了 怎么感觉这声音 像是从走廊尽头传来的 江牧城点点头 然后两人看向西边 只见两人有些心惊 然后苏宇萌 快步向走廊尽头跑去 她感觉 小姨他们又被欺负了 果然 推开病房门 就看见长相有些 尖酸刻薄的老两口 正在对王盈盈拳打脚踢 苏宇萌看见这一幕 赶忙喊道 你们给我住手 说完 她将王盈盈和沈云柔 拽到自己身边 然后看向江牧城 老公 有人欺负人 赶紧报警 江牧城听到后 掏出手机 就拨打110的电话 老两口不以为意 你打呀 又没有证据证明 是我们动的手 哎 没办法吧 气死你们 说完之后 王母突然回想起 儿子脸上的伤口 随即气急败坏地 指着苏宇萌一行人说道 我儿子身上的伤 是不是你们打的 我跟你们拼了 王母还以为自己年轻 随即伸着胳膊 就朝江牧城掐来 然而 他手轻轻一推 王母不禁往后倒退了几步 你 你竟然敢推我 我不活了 王母开始躺在地上 撒泼打滚 王父见状 悄悄地朝着 王母眨了眨眼睛 就开始说道 哎呀 老婆子你怎么了啦 你可别吓唬我呀 只见他装模作样地 继续说道 什么 你胸口疼 喘不上气来 王母心领神会 随即配合地 捂着胸口说道 哎呀 他刚刚推我那一下 我胸口疼得厉害 老头子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要是活不过精的 你可要 替我讨回宫吧 沈云柔一眼 就知道老两口在演戏 他气愤地看向两人 手指颤抖地指着他们说道 你们这么大岁数了 就别出来坑人了 给你们后背积点得心不行 我求求你们 赶紧走吧 沈云柔再也不想 跟这一家人扯上关系 他更不希望 萌萌夫妇 为了帮自己讨回宫道 而被这两个人缠上 现在的他只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而 王父 王母两人怎么敢罢休 两人虎视眈眈的 看向江牧成 仿佛有种不达目的 就不走的样子 王父没有理会沈云柔 反而看向江牧成说道 你把我老婆子 推出毛病来了 不赔钱 今天你们甭想走 哦 赔多少钱 江牧成淡淡地询问着 听见这话 苏语萌拉着老公的胳膊 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老公 这两个人一看就是装的 咱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他们竟然敢那样对小姨 才不要让他们讹到钱 放心 江牧成拍了拍苏语萌的胳膊 是以他相信自己 老公都这么说了 他就准备在旁边看好戏 王父王母 见男人这么痛快地赔钱 他们肉眼可见地开心 不过两人 没有表现出来 只见王父试探性地伸出 一根手指头说道 一万 江牧成笑着摇摇头 一万太少了吧 我看大妈 这病怎么说也得十万吧 旁边 沈云柔和王盈盈 两人都惊呆了 他们像看傻子似的 看江牧成 沈云柔气不过 本想上前理论几句 不料被苏语萌拦住了 他小声地在两人耳边说道 你们相信我老公 如此 两人只能在旁边观望着 不过沈云柔已经打定主意了 要是他们 真敢拿着这十万块钱走 那自己 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这个时候 王母听见后 赶忙点点头 他心里 都要笑开花了 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 上赶着送钱 对对对 医生说我这并花钱多 所以一万块钱根本不够 十万块刚刚好 小伙子 大妈也不跟你多要 你只要给十万块钱就行了 嗯 好 江牧成点点头 然后看向两人 不过我手里 没有这么多现金 这样 我让人给我送一下 你们等一会儿 好 好 两人痛快地点点头 不费吹灰之力 十万块钱 马上就要到手 这简直不要太爽 与此同时 江海接到江牧成 打来的电话后 快马加鞭地 拿着十万块钱送了过来 病房内 老两口抱着 沉甸甸的十万块钱 心里甭提多开心了 没想到 今天还真是天上掉线饼了 这钱挣得太容易 以至于老两口 起了碰瓷的想法 然后 就当老两口 准备抱着钱离开的时候 江牧成拦住了两人 大说 大妈别着急走啊 江牧成话音刚落 病房内 进了几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看着满屋子的人 为首的中年男人 扫尸一圈询问道 你们谁抱得紧 我 江牧成出声 然后看着老两口说道 警察同志 这两位老人 故意伤人 而且他们 还敲诈勒索我 十万块钱 那钱 正好在他们 怀里抱着呢 听见这话 老两口 中气十足地说道 瞎说 警察同志 我们两个 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能打得过他们 这是没有的事情 这个时候 警察注意到他们手里的包裹 打量地看着两人 怀里抱的是什么东西 打开看看 刚刚听到敲诈勒索的时候 老两口顿感不妙 本以为遇上傻子 没想到被摆了一刀 然而 让他们放弃 唾手可得的十万块钱 老两口做不到 第八十五章 没病 不 我有病 警察同志 我们老两口 可没有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王妇 王妇 还是第一次这么客气的说话 两人笑容灿烂 企图想凭借自己的岁数大 不接受警察的盘问 然而 警察却没搭理老两口那茶 再次看向两人说道 怀里的东西打开 如果你们再不打开 我们就动手了 现在有人举报敲诈勒索 警察不能不管 剑实在匡骗不住 王妇将包装袋拿到警察面前 率先为自己辩解道 警察同志 这钱不是我们老两口敲诈的 是这人心甘情愿给我们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指向一旁的江牧城 这个时候 警察又扭头看向江牧城 打量着 这钱是你主动交给他们的吗 是 江牧城点点头 不过他继续说着 刚当他想要袭击我 我出去自卫 推了一下 我当时并没有推到他 但是之后 这个老人竟然捂着胸口疼 说自己喘不上气 让我赔钱 我这才把钱交给他 说完之后 他看向警察们又说道 现在我看老太太生龙活虎的 根本不像有病的样子 所以 我有理由怀疑他敲诈了锁 这个时候 老两口深感不妙 因为他们的病确实是装的 不过 为了不让警察抓起来 王母赶忙装病 只见他捂着胸口 假装难受 疼得死去活来 然而 他这个演技实在是业余 随便找个人一看 就能知道他是装的 不过 这也没办法证明他没有病 了解到现场的情况后 警察为难地看着两人 虽然他知道老太太是装的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江牧成知道警察纠结什么 随即开口说道 大妈 你胸口不是难受吗 这家医院的院长我刚好认识 我叫他过来帮你检查检查 咱们有病治病 该我承担的 我一分都不会推托 不该我承担的 谁也不能赖在我身上 顺便说一下 这医院医疗器械是最先进的 能检查出你是真有病 还是没病装病 那你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江牧成说完之后 就走到一旁去打电话 网母见状 打忙阻拦道 不用 我现在不疼了 可能是刚刚太激动 就不让你破费了 你看 我现在好多了 江牧成笑着将他的手扒拉下去 那怎么行 万一我推了你一下 有后遗症怎么办 咱们还是检查清楚 正好警察同志也在场 咱们做个见证 免得你日后找我麻烦 这 要不还是算了 我不找你麻烦 网母急了 要是一会儿检查出她没病 那不就是坐实了敲诈勒索的罪名 她现在正是享受老年养老的生活 才不想在监狱内度过 网母还想继续推辞 这个时候 旁边中年警察开口了 大妈 人家小伙子 说给你检查检查 那你就配合一下 岁数大了 任何伤都不能掉以轻心 你就安心地等医生来吧 苏宇萌和沈云柔健壮 捂着嘴不敢笑出声 将牧城打的这个主意 事后 苏宇萌想着 一定要好好奖励老公 看老太婆有苦不能言 真是太解恨了 沈云柔心里 也是非常的解气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只能怪自己太贪 众人都等在一旁 这个时候 王父拉着王母的衣服 小声地在耳边嘀咕道 老婆子 怎么办 一会儿检查的时候 不就露线了 要不咱们把钱还回去 不行 王母坚决地回绝了 这十万块钱 能让他们的老年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就算机器一会儿 检查出来他没病 只要他说自己有病 众人又能奈他何 很快 穿着白大褂 一张国字脸 戴着黑色边框眼镜的 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身后 还跟着几位年轻的小护士 看到江牧城后 男人走上前尊敬地说道 江总 电话里明说的是哪位 他 江牧城看向王母说道 男人点点头 随即拍着胸脯子保证着 我们一定好好检查 请您放心 阿姨 你跟我们走吧 护士几乎架着王母离开的 他有些欲哭无泪 这算是赶鸭子上架吗 医院的检查非常快 胸痛拍的CT 不仅如此 B超 心电图 胸部X光等等 检查得非常仔细 不到半个小时 王母就被送到了病房 而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院长对着江牧城说道 江总 这位阿姨并没有什么大病 只不过血压有点高 他点点头 随即询问着 那他胸部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喘不上来气的症状 没有 院长摇摇头 不明白江总为何这样问 现在露线了 王母慌张地说道 你这什么破医院 连我病了都检查不出来 我胸口疼死了 你们真是废物 这么大的医院 也太坑人了 王福建老婆子眼上了 他复合道 我老婆子胸口一直疼 每次发病的时候 疼得死去活来的 你们竟然敢说他没病 庸医 真是庸医 被侮辱 院长板着一张脸 带着怒气说道 我们医院的医疗器械 是全国最先进的 机器不会说谎的 而且我们医院 也是政府轻便的验商中心 绝对不会砸自己招牌 院长搞不清楚 现在有人没病 自己找病 真是奇葩 院长说的警察 警察非常认同的点点头 有些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明明没有精神病 却装成精神病的样子 最后机器判定 罪犯就是装的 那现在结果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 没病装病 随即警察 看向王母 王福两人说道 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 啥 警察同志 我老婆有病 你别听他们一面之词啊 没准这两人是串通好的 王福指着江牧成 和院长二人说着 看着两人垂死挣扎 江牧成淡淡一笑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第八十六章 请你吃牢饭 对于牢两口的无理取闹 苏宇萌算是见识过了 他没好气地看向他们 愤愤不平地说道 警察同志 你赶紧将他们抓起来 你们来之前 他们两个还打人 我们肯定要找律师告他们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苏宇萌说完之后 将沈云柔和王莹莹 两人推到警察面前 然后将胳膊 腿身上的伤口 给警察看 几人看见后 面面相去 因为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孩 被打得轻一片子一片的 还真舍得下去手 随即警察看向沈云柔说道 你们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沈云柔淡淡地回答着 他们是我的公公婆婆 说完他又搂着王莹莹说道 这个是我的大女儿 随后 他看向苏宇萌 江沐成介绍 一个是我侄女 那个是我侄女的老公 所有的人际关系了解了 不过还要带回去做笔录 这个时候 江沐成看向警察说道 警察同志 这间VIP病房有摄像头 可以把监控录像调出来 他差点忘掉 这个重要的证据 中年警察听到后 随即跟旁边年轻的警察耳边 小声说道 你去调一下监控 与此同时 王父 王母两人 听到病房有摄像头的时候 都惊呆了 他们仿佛失去支柱 摊坐在地上 王母双眼无神地呢喃着 完了 完了 警察见状 直接将两人从地上抬起来 然后带着回到警车上 这个时候 中年警察看向沈云柔一行人 说道 你们也得跟我们去趟警局录个口供 苏宇萌担心小姨和盈盈的身体 她客气地询问着 警察同志 他们两个现在身体还没恢复好 可不可以在病房录口供 我们跟你回警局 中年警察看了看 很人性化地点点头 行 随即她又看向江木城两人说道 那一会儿 你们去红旗派出所找我 嗯 好 两人点点头 目送警察离开 关上病房门 苏宇萌将沈云柔和王盈盈 扶到病床上 并担心地询问着 怎么样 哪里难受 要不我将医生叫过来看看 不用了 沈云柔摇摇手 身体上的疼痛她早都习惯了 王盈盈也笑得坚强地看向苏宇萌 天天一笑 萌萌姐 被打的时候疼 现在好多了 想想自家人 再想想他们一家子奇葩的人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苏宇萌真想小姨 早点跟那一家人断得干干净净 江木城答应帮小姨离婚 这件事情也要趁早办 随即她看向沈云柔说道 小姨 一会儿你去做个验伤报告 这个报告对你离婚非常有利 我跟院长说好了 你到时候直接过去就行 好 沈云柔点点头 然后感激地看向江木城和苏宇萌两人 如果没有两人 她怕是现在深坑里出不来了 这个时候 王茵茵注意到 病房里有辆婴儿车 她记得 妈妈给妹妹买的车不是这样的 随即 她疑惑地看向苏宇萌 萌萌姐 那婴儿车里面是什么 苏宇萌咧嘴一笑 然后温柔地抚摸着王茵茵的脑袋瓜 娇称道 傻瓜婴儿车里当然是小宝宝了 啊 小宝宝 王茵茵疑惑地睁大眼睛 她不可思议地再次问道 萌萌姐 你生孩子了 沈云柔也不敢相信 萌萌 婴儿车里的是你的孩子 嗯 对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将婴儿车推到两个病床的中间 这样 两人都能看见小宝宝了 见婴儿车里 真有两个懦记记的小团子 沈云柔温柔一笑 宝宝长得很白净 真好看 咦 竟然还是龙凤胎 萌萌 你真幸运 沈云柔不免羡慕着 一胎生俩 也就累一次 两个小宝宝就长大了 这个时候 王盈盈也夸赞着 小宝宝好可爱啊 萌萌姐 等他们醒了 我可以摸一摸吗 当然了 你是大姐姐 要带他们两个一起玩哦 没问题 王盈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由于一会儿 还要去警察局录彼录 所以 苏宇萌将小菊和两个孩子 托付给沈云柔 小姨 宝宝们就有你们照看了 我跟阿诚早去早回 嗯 你俩放心去吧 沈云柔点点头 毕竟她带过三个孩子有经验 之后 江沐成和苏宇萌就出门了 很快 两人就到了警察局 进去之后 就有警员录彼录 两人根据问题 实事求是的回答着 彼录很快结束了 警员看向两人说道 非常感谢二位的配合 你们可以先回去了 苏宇萌最想知道王父 王母的处理结果 随即她询问着 送的那两位老人呢 他们交代了吗 抱歉 办案细节不能透露 回去等通知 警员冰冷地回答着 这是原则问题 不能打破 之后 江沐成拉着苏宇萌的手离开了 走的时候她安慰老婆 放心吧 人在坐天在看 做错事都是有代价的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江沐成眼睛一眯 心里付匪着 惹到我家人 你们好日子是到头了 另一边 审讯室内 经过一段时间的盘问老两口 对自己的犯罪内容 供认不会 刚开始 两人还垂死挣扎着 直到将监控录像 摆在两人面前 他们没有辩解的余地 才认了嘴 这个时候 王母还恬不知耻地 看向警察同志说道 我这算不算 主动交代 做案细节 能从轻发落吧 不算 因为你开始并没有交代 警察直接拒绝了 现在犯人 已经交代清楚 之后就将两人 移交给看守所 转移犯人之前 王母苦苦哀求着工作人员 求求你们 让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不然 他不知道我们被 抓了起来 工作人员为难着 虽然有组织规定 但是没有说 自己不能通知犯人的家属 随即工作人员 心善地答应了 王母一边 抱电话号码 他一边输入着数字 第87章 骗子 休想骗我钱 警察将王父 王母 带到看守所之后 那名好心的工作人员 随即拨通了电话 很快 那头的就传来 男人疑惑的声音 谁啊 我们是红旗派出所 你父母都被抓起来了 有时间过来一趟 警察人员如实地说着 倒是王凯军听到后 嗤之以鼻 这年头 还真有骗子假装成警察 实话告诉你 老子没爹 没娘 要骗也不打听清楚 随即王凯军挂断了电话 他看着手机呢喃着 我都这么说了 骗子应该会死心了 爹妈 儿子可不是咒你们啊 只见他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刷黑丝小姐姐的视频 另一边 听着电话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心善的女警察皱着眉头 表情非常无可奈何 这年头 人们的防骗意识太强了 把真警察也防住了 不过 他有些纳闷 这当儿子的连爹妈都不要了 随后 女警察又给王凯军拨了过去 还不等对方说话 他率先开口道 我真不是骗子 我是红旗街道派出所的民警 你父母涉嫌诈骗 故意伤害 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 我严禁于此 信不信有你 不给对方反驳的机会 女警察挂断了电话 对方不信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王凯军抱着电话出神 听对方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他内心开始动摇 难不成老爸 老妈真的被抓了 一想到两人 是去找沈云柔了 他赶忙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医院病房内 沈云柔看到王凯军打来的电话 他毫不犹豫地 就给挂断了电话 而且还将他的手机号拉黑了 放下手机后 他疼爱地 看向婴儿车里的小宝宝 心里真是欢喜 这个时候 沈云柔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睡醒了 小家伙们还有些迷迷糊糊的 待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直接二女儿从床上蹦下来 然后来到婴儿车身边 他好奇地打量着 竟然看到里边有两个小婴儿 随即看向病床上的沈云柔 妈妈 这小婴儿谁家的 好可爱啊 沈云柔微微一笑 他们是你萌萌姐家的孩子 也就是你们的弟弟 妹妹妹 等他们大一点 你们可要带着他们一块碗哦 没问题 二女儿欢喜地答应着 可能是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懦记记的小团子了 二女儿守在婴儿车里 看小宝宝睡觉 三女儿也跟二姐一样 他在婴儿车里盯着里边的小宝宝看 可能是因为 凡凡和宁宁睡觉的样子太可爱了 三宝伸出小手 想触摸一下妹妹的脸颊 然而小手刚伸出来 就被二宝挡了回去 三妹 现在不可以弟弟 妹妹哦 他们在睡觉 你一碰 他们会醒的 等醒来了 再碰他们好不好 哦 三宝茫然地点点头 虽然有些听不懂二姐的意思 他还是回应着 不过之后 他也没碰小家伙们了 与此同时 王凯军给王父 王母两个人 打了很多个电话 对方都没有接通 现在他心里有些慌 难不成那人说的是真的 随后 他又给沈云柔打很多电话 对方显示 在通话中 他知道是沈云柔挂断了自己打来的电话 随即气急败坏地拍桌子 怒骂道 这个某某 竟然敢挂我电话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别让我逮到你 否则我非得将你打的 再也不敢跟我顶嘴 虽然他很气愤 但是现在当务之 即是联系上劳两口 之后 他又尝试着打很多条电话 显示的是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着急的他 赶忙从父母家离开 来到电话亭 给沈云柔拨去电话 这回 沈云柔接通了 喂 你好 沈云柔 竟然敢挂我电话 你真是欠打 王凯军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声 随即又说道 爸妈是不是去你那了 他们人呢 沈云柔冷笑一声 刚刚他们是来了 只是被接走了 王凯军一愣 嗯 被接走了 被谁接走了 老两口在帝都没什么认识的人 被谁接走了他很疑惑 沈云柔文言得意地笑道 被警察接走了 这回进去之后 没个几年 怕是出不来咯 他说话的语气 都掩饰不住他的开心 不过王凯军怕是笑不出来了 他气愤地说道 你把我父母怎么了 他们怎么会被警察抓走 他们可是你的公公婆婆 你怎么敢报警抓他们 你这个不孝的儿媳妇 娶你进门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王凯军怒火中烧地说着 沈云柔听了后心里的火气 直接窜了上来 握着手机的手 都被指甲压出了血 王凯军 我嫁给你才是倒了八辈子没 你父母那是罪有应得 活该在监狱内待一辈子 至于你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律师已经找好了 我要起诉你 离婚 该是我的财产 我会让你一分不少地吐出来 咱们走着瞧 说完之后 沈云柔用力地按下挂断键 这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最硬气的一回 以前都是为了别人而活 现在他要为自己活 这边沈云柔说的可是非常解气 王凯军那边倒是一肚子没处撒 最后还是手机承担了所有 只见他气愤地将手机摔在地上 屏幕立马就摔碎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将老妈 老爸 从派出所捞出来 随即 他又将地上的手机捡起来 看到屏幕亮了 赶忙开车向红旗派出所开去 不多时 就到了派出所门口 将车停好后 他赶忙走进去 正好看到一个警员路过 他赶紧拦住此人询问着 你好 刚刚被关的那对老夫妻在哪呀 我是他们的儿子 哦 是你呀 女警察点点头 然后没好气地回着 被人误以为是骗子 他调侃道 你不是说你没爹 没妈吗 现在想起来了 王凯军尴尬地摸了摸头 小声地解释着 我那是怕骗子老骚扰我才那么说的 没想到给我打电话的警察 是真警察 第88章 缝纫机踩到底 现在的王凯军非常客气 女警察也没为难他 将他带到了探望犯人的地方 女警察事先说好 你只能探望一个人 选择一个 王凯军思索着 随即回答着 我看我妈 女警察点点头 然后将唐琴带了出来 他看见儿子后 眼泪夺眶而出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君啊 你来了 你快把妈救出来 在里边吃不好 睡不好 还要干活 真的太难了 唐琴止不住地跟儿子吐酸水 王凯军见状也满是心疼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是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随即他询问着 你和我爸 怎么会被关起来了 你们俩不是找沈云柔 帮我主持公道吗 怎么会把自己搭进去 唐琴闻言 眼神闪躲着 儿子追问后 他才犹犹豫豫地 将事情的过程 讲给儿子听 王凯军听到后 无语到家了 那小子明显就是给你们俩下套呢 你们还当真了 敲诈勒索 怎么也会被判几年 更别说你们动手的时候 还被监控拍了下来 这下可麻烦了 王凯军有些无奈 今天沈云柔还要跟他说离婚 那怕是不会轻饶他的父母 儿子 那咋办 你去求沈云柔 让他放过我和你爸 之后 我保证好好对他 他心里想着自己先出来 到时候可就说不准了 唐琴的如意算盘 打得很响 王凯军文言摇摇头 不行 他是不会同意 那怎么办 你忍心看我和你爸在里边受苦 唐琴着急了 他才不想在里边待到死 王凯军也有些气愤 谁叫你们那么笨 中人家圈套能赖谁 唐琴知道 现在不是怪罪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能够出去 这个时候 女警在旁边提醒着 还有一分钟探视时间 抓紧聊 唐琴文言 仿佛像抓救命稻草一样 隔着玻璃呼喊着 儿子 你一定要救我和你爸出去 说完之后 唐琴就被带走了 王凯军捂着脸 深吸一口气 有些无奈 事到如今 他只能去找沈云柔 从警察局出来 王凯军开车 前往医院 从刚才老妈的叙述下来 到了206病房前 推开病房门 就看见江牧成和苏宇萌 站在病床前 王凯军 见江牧成第一眼 腿直打哆嗦 他是被打怕了 苏宇萌看见来人 非常气愤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王凯军厚脸皮的 看向病床上的沈云柔 说道 我来看我老婆 天经地义 这是我们夫妻俩的事 你们一个外人插什么嘴 苏宇萌萌想回对他 不要被沈云柔阻拦了 萌萌 算了 紧接着 他看向对方 我知道 你来是为了什么 不可能 我不会放了你爸妈 他们将盈盈打得皮青脸肿的 今天我要是原谅了他们 我就不配当他们的母亲 王凯军文言 无所谓地说着 哪个孩子不是被打大的 我爸妈也是想帮你教育教育孩子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 再说了 他们可是你的公公婆婆 你当儿媳妇的 竟然把他们老两口给靠了 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 我妈说了 只要你这次放过他们 他们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沈云柔冷哼一声 如果她相信唐琴说的这些话 她就是傻子 名声不名声的 我不在乎 更何况也不知道是丢谁的人 反正不是丢我的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 我还用在乎他们吗 再说了 他们是怎么对我和孩子 还要用我一笔一笔 跟你讲清楚吗 王凯军发现 他根本说不过沈云柔 要是搁以前 他肯定早就动手了 现在有求于人家 再加上江牧成 就在旁边虎视眈眈 他不敢动 现在谈不拢 王凯军开始威胁沈云柔 你要是不放过 我爸我妈 这个婚女休想力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那我肯定也不让你好过 一旁 江牧成听到后 笑着白白手 此言诧异 不就是婚姻吗 有什么不好离的 说完他看向沈云柔 小姨 你的离婚 申请我已经让律师 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很快就会受理 沈云柔文言 感谢的点点头 终于要结束 这段错误的婚姻了 领离婚证那天 他一定要吃顿好吃的 犒劳犒劳自己 王凯军听了后 冷嘲热讽地笑着 离婚官司 没个半年下不来 至少这段时间 你还是我的老婆 他心想着 沈云柔找来的帮手 肯定不能365天 守在身边 那样他自己 就有机会了 到时候 一定将他打得 服服帖帖的 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王凯军说的没毛病 不过有江牧成在 离婚官司 一个月就会有结果 然而刚说完这个话题 他手机上 就收到一条消息 他以前找人 查王凯军的各种信息 现在有了回复 看着上面的内容 江牧成咧嘴一笑 心里付费着 现在事情好办多了 看完之后 江牧成笑嘻嘻地 看向王凯军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有发慌的感觉 甚至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王凯军 你现在 不用忙活了 因为你马上就要 跟你父母团聚了 什么意思 王凯军不懂 难不成对方 抓住了自己什么把柄 随即 他气急败坏地回着 你什么意思 什么和父母团聚 就你 想扳倒我 痴心妄想 江牧成健壮 哈哈大笑 他还是第一次 见有人这么自信 随即 他将王凯军 贪污受贿的手机 摆在他的面前 王凯军 你暗中转移一千万 真是敢想敢干 这一千万估计 够你牢底坐穿了 王凯军看到江牧 乘手机上的证据时 都惊呆了 他赶忙 将手机拿到手里 然后将自己 贪污的证据删掉 随即 又装成受害者的样子 对江牧成说道 你胡说八道 我才没有贪污一千万 说话要讲究证据 不然我告你诽谤 第八十九章 想用孩子威胁我 做梦 王凯军本以为 照片删了 就没有证据 能证明他贪污受贿 殊不知 那照片早已经 做好了保存 无论删多少张 还能恢复过来 就你们随便 找张照片 就能诬陷我 做梦 王凯军 得意洋洋地说着 苏语蒙冷笑一声 还真是有人 不见棺材不掉泪 老公 他不是不相信吗 那就报警给他看 看看警察是不是抓他 嗯嗯 江牧成宠溺地点点头 然后掏出手机 拨打报警电话 王凯军看见 这一幕都慌了 毕竟他没贪污 他自己最清楚 虽说照片被他删了 但是报警之后 警察就要受理案件 到时候查 一查就清楚了 别报警 你们不是 想帮沈云柔离婚吗 只要你们不报警 我就签离婚协议书 苏语蒙文言 傲娇地看向王凯军 一字一句地说着 我们不同意 沈云柔即便是想离婚 也同意他这个题 反正都等那么久了 还怕等半年吗 他娘家的财产 早被王凯军霸占 甚至拿他们 夫妻共有财产 给小三买东西 王父王母 两人买的房也是 他们出的钱 这些属于他的沈云柔 通通都要带走 不属于他的 多给一分都嫌恶心 现在他有娘家人 做自己后盾 不怕王凯军 你想离婚 让我什么财产 都得不到 休想 更别妄想 用孩子来把控我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 钱和孩子我都要 沈云柔说完 王凯军气急败坏地 指着他咒骂道 你痴心妄想 那你就等着看 我究竟能不能做到 他说完之后 扭头看向苏语蒙淡淡地说道 蒙蒙 报警吧 别 别 虽然王凯军想阻拦 江牧成一脚将他踹劳远 眼看人家已经报完警 他想偷偷溜走 逃脱警察的逮捕 然而这个小心思 被苏语蒙发现了 只见他 站在他的面前咧嘴一笑 想往哪跑啊 现在跑也跑不掉 被警察逮住 估计就要牢底坐穿 王凯军眼神一冷 表情英质地 看向旁边的水果刀 心里付费着 既然你要拦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随即 他冲向一旁的果盘 将水果刀握在手里 洋洋得意道 现在我说了算 王凯军 你想干什么 沈云柔见状着急地 从床上下来担忧地说着 你赶紧将萌萌放开 有什么话好好说 江木城也眼如寒霜地 盯着王凯军 你要是敢对我老婆动手 就算你今天侥幸逃脱 我也会动用我江家的关系 将你抓回来 挫骨扬灰 王凯军文言满不在意 都到这一步了 他还怕什么 呵呵 现在知道着急了 晚了 他 我是不会放走的 没了人知我怎么逃出去啊 说完 王凯军一边威胁着苏语蒙 一边朝病房的出口走去 这个时候 负责经济犯罪的警察过来了 看见事情发展到动手的地步 又赶忙呼叫同事过来 你先别激动 有话好好说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 给我准备一辆车 越快越好 王凯军看向警察说道 没问题 警察点点头 就吩咐旁边的同事去准备 苏语蒙见王凯军稍稍松懈 他瞅准时机 用力踩了他的脚 随即从他的刀下逃脱 江木城见状 赶忙将老婆拉入怀里 彼时 冥警的手枪对准王凯军的头 他只能将刀扔了 然后被手铐烤上 给我老实点 冥警将王凯军制服住 拍着他的脑袋刮说着 随即又走到苏语蒙的面前 女士 你没受伤吗 没有 苏语蒙摇摇头 自从上次经历了季妹那次事情 他回去后 就搜索 如果被敌人当人质 应该怎么做 事实证明 他没有白学 不过也亏这次运气好 王凯军第一次犯罪 没经验才给他逃脱的机会 事后 警察同志将王凯军带走 临走之后 江牧成将他所有的犯罪证据上交 给警察 现在王凯军的罪名 不只有经济犯罪 还有绑架他人 够他在牢里带到牢 说实话 王凯军被抓起来 沈云柔心里悬着的大石头 终于放下来了 现在他被关起来 没有机会出来威胁恐吓他们母女 离婚官司也能好好地打 当然 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苏语蒙 和他的丈夫江牧成 随即沈云柔拉着外甥女的手 发自内心地说道 蒙蒙 谢谢你们夫妻 要是没有你们 小姨我还在泥坑里翻滚 苏语蒙文言微微一笑 小姨 你就别跟我们夫妻俩客气了 只要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那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好好好 小姨一定去参加你们的婚礼 沈云柔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 能把小姨从泥坑里救出来 苏语蒙也非常高兴 沈云柔和王盈盈伤得不算太重 主要靠静养 所以又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出院了 将小姨母女送回家后 江牧成和苏语蒙就要返回魔都了 随即 他们来到小姨面前告别道 小姨 一会儿我们就回魔都了 婚礼在即 我们得回去看看 沈云柔点点头 大婚当前确实应该回去看看 怕两人在路上饿 她担心地看向两人说道 你们吃完中午饭再走吧 小姨给你们包饺子吃 不了 小姨 魔都那边有点事 我们需要赶回去 江牧成婉拒了 反正几人刚好中午到魔都 见几人还是坚决要走 沈云柔只能将他们送到楼下 彼时 车辆早已停在单元门口等候多时 看见少爷和少夫人出来 管家赶忙走上前 少爷 咱们现在可以出发吗 嗯嗯 江牧成点点头 坐稳之后 苏语蒙摇下车窗 小姨 你们回去吧 好 路上注意安全 沈云柔主拖着 大宝 二宝 三宝 也非常不舍地说道 蒙蒙姐 姐夫再见 这段时间苏语蒙对三宝非常好 小家伙不舍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看着三个小宝宝 他灿然一笑 咱们过几天就要见面了 到时候 让妈妈带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结束后 姐姐好好带你们逛逛逛多 要是还哭鼻子 姐姐就不带你们玩了 第九十章 带小宝宝就餐 果然 三宝听见后 痛快地将眼泪擦了擦 三宝不哭 蒙蒙姐姐 可要说话算话哦 嗯 拉狗狗好不好 苏语蒙当了妈妈之后 也会非常的哄小孩子 他笑着伸出匆匆御手 三宝则乖乖地说道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谁说慌谁就变小狗 几个孩子里边 大宝 二宝很懂事了 只有三宝孩子心性 这下他相信 苏语蒙说的是真的 随即笑着 挥挥手跟几人告别 看着车子离去 沈云柔心里空落落的 短暂的离别 是最好的重逢 到时候一定给他们 展现最好的自己 这个时候 他甜甜地喊着几个小宝宝 闺女们 跟妈妈回家吧 星期天 妈妈带你们去逛街 到时候妈妈 给你们一人 买一件新衣服 用来参加 蒙蒙姐姐的婚礼好不好呀 妈妈 我要白色的纱裙 蒙蒙姐姐 让我做她的花童呢 妈妈 妈妈 什么是花童啊 姐姐做的话 三宝也想做 虽然江牧 成回了魔都 但是小姨的事情 她也放在了心上 帝都那边 她打好了招呼 原本三个月 才能宣判的案子 没用上几天 很快就有了结果 王府王母敲诈勒索 殴打他人 还被查出占有公家财产 恕罪并罚 一个判了八年 一个判了九年 那么大岁数 还要去采缝任机 只能说是罪有应得 而王凯军 魔用公司财产 贩卖公司机密 由于数额重大 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之后的离婚官司 也很顺利 孩子们的抚养权 都交由沈云柔 公司的股份 给小三花的钱 沈云柔把钱追了回来 由于王凯军 婚内出轨 是过错方 所以法院 判他净身出户 王父王母的那套房产 也是王凯军 和沈云柔 共同出资 虽然写的 不是他们的名字 但是沈云柔有权力 提出诉讼 王凯军出轨 所以那套房子 经由法院判决 也归沈云柔的名下 只能说 王凯军算计了一辈子 结果到头来白杆 也是叫人唏嘘 上了飞机 苏宇柔将凡凡和宁宁 放在床上 小家伙出门 最喜欢睡觉了 这个时候 他将小姨 给他们带的包裹打开 里边都是宝宝的衣服 和玩具 打开之后 就是粉粉嫩嫩的 一看就是女孩子穿的 将木成健壮 笑着说道 原来小姨送的是衣服啊 苏宇柔点点头 嗯 这些衣服 都是三宝穿过的 以后用不到了 就想着给咱们 还行 穿过一遍的衣服 比较安全 宁宁可以穿 凡凡是个大男子汉 可不能穿这些粉嫩的小裙子 将木成哭笑不得地说着 现在的男孩 男不男 女不女的 没有一点阳刚之气 所以凡凡他要 从小培养 苏宇柔很赞同老公说的 男孩子就该 穿男孩子的衣服 女孩子 穿女孩子的衣服 不过 苏宇柔还以为老公 不会让宝宝穿这些 穿过了的衣服 没想到 他想得如此周到 将木成想法很简单 有利于宝宝健康的优先 其次是 给宝宝提供最好的 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并不丢人 更何况包裹里 有一半以上的衣服 还没有拆封过 随机 苏宇柔将衣服收拾好 到时候 有合适宁宁的衣服 再拿出来 小宝宝们在睡觉 夫妻二人 也乐得清闲 自从这几天来帝都 苏宇柔也没有收到 哥哥的消息 看着通讯录的电话 上一次联系 还是再上一次 难不成哥哥 还没忙完 反正现在也没事干 苏宇柔给苏宏杰 对此 苏宇柔不禁有些担心 哥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江牟诚听到 老婆担忧的声音后 抚摸着他的脑袋 刮温柔道 一会儿到魔都之后 咱们吃个午饭 顺便去公司 看看你哥 好 苏宇柔点点头 他倒要看看哥哥 最近究竟在忙些什么 魔都很快就到了 一行人 从机场出来后 便有司机来接机 坐上麦巴赫定制款 江牟诚扭头 看向苏宇柔说道 老婆 中午想吃点什么 苏宇柔思索了一下 回答着 嗯 蟹黄拌面吧 行 就吃这个 车子很快停到餐厅前 将凡凡和宁宁 放到婴儿车上 一行人便来到餐厅吃饭 这家餐厅 在魔都非常有名 门口的停车位上 不是法拉利 就是兰博基尼 豪车很多 但是都没有江牟诚的那辆车柜 进到餐厅后 便有服务员来点餐 苏宇柔已经选好了 他要吃蟹黄拌面 随即看向小菊 你想吃什么 小菊看着菜单 一道蟹黄拌面 888 真贵 最便宜的是拍黄瓜 一盘竟然卖到了88的高价 最终 小菊点了一道最便宜的酱油炒饭 388 都点好后 服务员拿着单子走了 几人悠闲地坐在位置上等候 然而这个时候 婴儿车里的烦烦肉嘟嘟的小手 使劲蹭着小脸蛋 下一秒 小家伙就嗷嗷大哭起来 难不成是没蹭高兴 江牟诚健壮 赶忙将小家伙抱起来安慰着 可能小家伙饿了 怎么哭都哄不好 小菊见状 赶忙充奶 由于小宝宝的哭声 引来餐厅众人的不悦 他们齐刷刷地 朝着江牟诚这边看来 表情非常的不耐烦 苏宇蒙见状 非常歉意地跟大家说道 不好意思 我家宝宝饿了 哭声吵到大家 非常抱歉 一会儿喝上奶 我们宝宝就不哭了 平常他非常的怪 苏宇蒙解释着 然而有些人根本不领情 反而还吐槽着 有孩子就别带出来了 影响大家的心情 就是 孩子是你们的 又不是我们的 凭什么 我们要忍受他们的哭声 这家餐厅真是的 这么高档 但是客人的就餐环境 也太不好了 这个时候 身穿燕尾服的中年男人 从后厨出来 他从里边 都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刚出来 便有客人向他建议 店长 那孩子 哭声影响 我们就餐了 你赶紧将他们赶出去 第91章 这铁板真硬 就是 在这吃饭都吃不好 要是你不好好处理 我们以后就不来了 要我说 这带孩子来吃饭的 就不能让他们进店 吵吵闹闹的 一点也不像高档餐厅 这话我非常的赞同 周围人纷纷附和着 他们中间有职场的高管 还有些家里有点小钱 小生意之类的 以至于有些歧视 店长见大家都这样说了 然后来到江牧成一行人的面前 态度还算非常的和善 先生 女士 大家的话你们也听到了 你们还是去别家店吃 不行 江牧成坚决地说道 老婆是想吃蟹黄拌面 才会来这里的 今天说什么 也要让苏宇萌 吃到想吃的食物 被拒绝后 店长脸色一冷 板着脸说道 先生 你们要是不出去 那我们只能 将你们赶出去了 苏宇萌听到后 非常不服气 凭什么 我们是来吃饭的 你门口牌子上 有没有血不能 带孩子进来 更何况我的宝宝 只是饿了 着急喝奶 现在我们的宝宝 非常乖巧 再说了 你们难道就没有孩子吗 就能保证 以后不生孩子吗 现在你们区别对待 保不起以后 别人也会区别对待你们 现场大部分来吃饭的 都是男士 只有很少的几位女士 然而 那几位女士 打扮得非常像职场女强人 人家可能都没想过生孩子 所以一点也不会理解 只见 旁边穿西装 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 放下筷子 嘲讽一笑 我要是有孩子 绝对不会带出来影响大家 更何况 这是你们的孩子 为什么要我们去包容你 你们 苏宇萌真是无语 难道现在 带孩子出门 就注定被厌恶吗 这个时候 店长将店里的员工 都叫到身边 然后不客气地 看向江牧成几人 几位 再不走 我们就动手了 你敢 江牧成愤怒地说着 这年头 出来吃饭都不消停 随即 几名店里的员工 在店长的事宜下 就开始推小菊和苏宇萌 一把抓住店员的胳膊 手一弯 那名店员疼得直哭 店长健壮 怒发冲冠地说道 你想干什么 赶紧松手 与此同时 店门口停了一辆奔驰大剧 当走到店门口 就听到里面 传来的争吵声 琴枪冷哼一声 南南道 妈的 竟然有人 敢在我开的店里找事 真是不耐烦了 随即 他走进里边 嚣张地说道 谁啊 敢在我这闹事 不知道这是我琴枪开的店吗 在店里吃饭的客人听到后 小声地议论着 琴枪 就是那个护上皇 人家家里非常有钱 而且挺有后台的 来的人竟然是琴家的公子哥 那几个找事的完了 听说琴家黑到白到都有人 找事的那几个人 怕是没那么容易出去 哎 早知今日 当初就应该听劝出去 否则也不会横遭祸端 谁说不是呢 咱们就看看他们 下场如何 老板来了 店长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点头哈腰地说道 小秦总 您怎么过来了 路过 顺便看看店里 我刚刚进门的时候 听到有争吵的声音 怎么回事 琴枪疑惑地问着 他扫视着店里 忽然发现 远处的几个人影比较熟悉 但因为距离远看不太清楚 店长听到后 立马开始刀撞 那几个人在咱们店里找事 我想将他们赶出去 没想到那男人好像是店家子 咱们的员工手 都被他弄骨折了 店长心里暗暗思存 小秦总是非常互独子的 想来那个人的下场 一定不好过 琴枪听完 脸色铁青 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 竟然赶在他的店 对他的人动手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琴枪也看向闹事的几个人 就当众人以为 他会找人将对方胖揍一顿时 但结果 让人大跌眼镜 看见闹事的人是江牧成 他心咯噔一声 然后点头哈腰 极尽谄媚之意 江 江总 怎么是您啊 您光临小店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一定亲自招待 周围的客人听到琴枪的话后 都惊呆了 什么 小琴总好像很害怕 那个人的样子 没打起来 还喊宣上啊 那人竟然认识琴枪 那人到底是谁啊 竟然让琴枪扶手称臣 完了 踢到铁板了 吃饭的人心里一阵唏嘘 然而更害怕的 怕是店长一人 因为他刚刚对待江牧成几人 非常的不客气 此时 他浑身打颤 吓得腿都有些软了 这边 江牧成看见来人竟然是琴枪 也是无奈地笑了 只能说 魔都这个圈子太小 吃饭都能碰上 对于琴枪说的 江牧成摆了摆手 可不敢 我来你的店里吃饭 差点被赶出去 这谁还敢来你这里吃饭啊 琴枪吓得冷汗直流 他一巴掌甩在店长的脸上怒吼道 不长眼的东西 竟然敢将江总赶出去 真是不耐烦了 苏宇蒙见状 打抱不平道 你这话的意思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随便赶 真是可恶 琴枪文言后 慌张地拍了拍自己的嘴 赶忙改口 嫂子 是我口误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赶出去 就算是乞丐进来了 咱们也应该奉献爱心 苏宇蒙文言没有搭理他 本来肚子非常饿了 现在气都气饱了 这个时候 店长也赶忙跪下连连道歉 对不起江总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们是店里的客人 我不应该将你们赶出去 是我的错 我的错 琴枪见状 笑嘻嘻地看向江牧成说道 江总 这个人 你看着处置吧 我没有任何意见 店长兼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对方的手中 他赶忙求饶 江总 我知道错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下次不再犯了 不 没有下一次 江牧成没搭理他 世界上没谁地球 都会照样转 只见他冷冷地回答着 开了吧 第92章 被老板截胡了 既然江牧成都已经发话了 琴枪赶忙让员工 将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赶出去 十分钟之前 谁能想到被丢去的不是吃饭的那几个人 而是店长 这个时候 店里吃饭的人见男人不留一丝情面 更何况 他们刚刚还落井下石了 此事不跑更待何时 众人 纷纷从位置上起身 想要结账 从店门口走去 江牧成看着他们的背影 冷冷地说道 诸位 别急着走啊 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卑微 只见那个 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 笑得比哭 还难看地说着 那个 我们吃完了 就不打扰您用餐了 男人怕男人手眼通天 到时候自己的工作也保不住 随即客气地说着 有人打头 后边的食客 纷纷附和着 然而 众人想走 江牧成 偏偏不要他们走 我们你们都没吃完呢 农民伯伯很辛苦的 咱们不能浪费粮食 你们说是吧 是是是 众人点点头 他们哪敢说不啊 我们这就回去吃完 说完之后 又纷纷跑回座位上 开始吃饭 这个时候 江牧乘服着苏语 蒙坐在位置上 笑着说道 老婆 咱们开始吃饭吧 秦强见状 微笑着看着几人 客气道 江总 您点餐了吗 想吃什么 我跟后厨说一声 点了 哦 那就行 我去看看后厨 让他们坐快一些 秦强说完之后 赶忙跑去后厨 现在 只剩下自己人 苏语蒙撅着小嘴 表情非常不情愿 老公 那些家伙想走 你就让他们走吧 我都不想 跟他们同坐在一个屋檐下 他们竟然骑士带娃 没有人生娃 哪有祖国的下一代 现在挣了点钱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苏语蒙气得腮帮子鼓鼓的 江牧成健壮 笑着安慰他道 老婆 他们会认为咱们娃淘气 老是哭鼻子 那咱们 就让他们看看 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大错特错 凡凡 你你那么乖巧 咱们要证明 给他们看 不然多冤枉咱们 小宝宝 你说是吧 嗯嗯 苏语蒙仔细一思考 发现老公说的甚有道理 如果一个人质疑你 那你就要拿出证明 让别人心服口服 与此同时 后厨 大家都坐在板凳上耍手机 琴墙见撞气的血压立马飙升 你们怎么不干活 上班玩手机 是不是不想要工资了 主厨听闻后 赶忙解释着 不是的 老板 现在前台没点菜的 我们也没法做呀 是啊 老板 琴墙有些疑惑 什么叫没点餐呢 不是有一桌 刚进来的客人吗 主厨知道琴墙说的哪桌 便开口解释着 你说的是那桌带孩子来的客人 主厨说让我们不必做他们的菜 他们影响其他客人用餐 被店长赶出去了 琴墙听闻后 恨不得再甩店长一个耳瓜子 这人真是耽误事 随即 他看向众人说道 那桌的客人点的餐赶紧给我做 要是送上去晚了 你们全都给我走人 以后 本店谁也不许给我赶人 就算是乞丐 也得给我好好招待 做好事积点功德 是 老板 众人点点头 然后开始忙活着那几道菜 主厨使用浑身解数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上餐 不到五分钟 蟹黄拌面就出锅了 服务员本想给客人端上桌 结果被老板截糊了 这桌的客人我去送 随即 琴墙端着蟹黄拌面朝江牧城走去 老板走后 后厨的人员纷纷议论着 妈呀 这桌是什么客人啊 竟然让老板亲自伺候 我自从来就没有看见老板给其他人服务的 都是别的客人想要对老板搭讪 他都没搭理人家 哎 店长呢 刚刚他还想将人赶出去 这回 怎么没见到他的人 此时 在前厅的服务员来到后厨拿点东西 主厨赶忙询问着 咱们店长去哪了 被炒鱿鱼了 服务员后怕地说着 幸好自己的工作饭完保住了 不然真是后悔死了 众人听到这句话 唏嘘不已 而主厨更加卖力地颠着手里的炒勺 要是上碗了 他的工作饭碗 怕谁也保不住了 蟹黄拌面掀上 苏宇萌看着色泽金黄的蟹黄 想吃得直咽口水 他看向江牧城和小菊 两人微笑着说道 嘿嘿 那我先吃了 吃吧 苏宇萌拿起筷子 随便拌了两下 就赶忙吃进嘴里 一口下去 真是满足 秦强在旁边候着 他笑着看向苏宇萌说道 嫂子 你要是对这蟹黄拌面有点意见 就直说 我好让后厨改进改进 苏宇萌擦了擦嘴 思索了一下 好吃是好吃 就是有点少 量大点就好了 感谢嫂子 给我们提建议 我跟后厨说一下 以后让他们多放点蟹黄和面 秦强感激涕零地说着 这个时候 服务员端着石盘走了过来 秦强还是接过来 放到江牧城和小菊的面前 不得不说秦老板的服务 非常周到 吃饭的过程中 秦强就在旁边看着 怪难受的 江牧城让他坐在了旁边 这小子挺有眼力见 办事也算可以 就是性格太张扬跋扈 不然他也不认识 彼时 餐厅里有客人们吃完了 他们纷纷看向江牧城 有些不敢动 再不走 就过了上班的时辰 随即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个男人 跺跺脚就来到江牧城面前 江总 饭我们都吃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可以走了 江牧城点点头 然后看向那些想走的人说道 以后不要骑士出门带娃 我的宝宝从那以后非常乖巧 所以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人 记住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不要以为自己 在公司是个高层 就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比你厉害的人太多 江总教训的是 我们受教了 男人点点头之后就离开了 其他人也跟着离开了 看着那些人 勤强忍不住对江牧城竖起大拇指 江总 你说得太好了 小弟也受教了 第93章 哥哥 我带来的饭也不吃吗 放下筷子 苏宇蒙吃得一脸满足 虽说刚开始很影响用餐心情 但好在蟹黄斑面做的味道非常不错 秦强看着几人用完餐后 满脸讨好的说道 诚哥 以后来我店里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亲自为您服务 嗯 江牧城点点头 小子还挺会办事的 这个时候 苏宇蒙想起来 一会儿要去苏氏集团看哥哥苏宏杰 便看向秦强说道 秦老板 再给我做一份蟹黄炒饭 我要打包带走 嫂子 你叫我秦老板 真是太见外了 诚哥是我大哥 你叫我强子就行 要一份蟹黄炒饭是吧 我这叫后厨给你做 秦强说完之后 笑嘻嘻地离开了 能攀上江牧城这层关系 那是他的荣幸 很快 后厨就做好了蟹黄拌饭 他拎着打包带子 走到苏宇蒙面前 嫂子 做好了 好 谢谢了 苏宇蒙客气地说着 秦强听到后 赶忙摆摆手 嫂子 别客气 以后想吃再过来 牧送江牧城一行人离开 秦强回到店里 将所有人集合给大家开会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与此同时 车子很快停到苏氏集团的楼下 苏宇蒙表明身份后 就来到18楼 之前给苏宏杰打电话没打通 吃完饭后 苏宇蒙也没打 想给哥哥一个惊喜 现在中午休息的时间已经过去 所有员工都开始上班了 苏宇蒙给前台说了一声后 便由总经理秘书 领着几人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苏宏杰听到开门的声音 不满地说着 我不是说不吃饭了吗 怎么还来问 秘书刚想解释 就被苏宇蒙止住了 紧接着他让秘书出去 自己来搞定哥哥 只见苏宇蒙将蟹黄炒饭 放在办公桌上 甜甜地说道 哥哥 我带来的饭也不吃吗 听见熟悉的声音 苏宏杰抬头一看 满是惊喜 蒙蒙 你们怎么来了 苏宇蒙文言 撅着小嘴 有些不满地说道 还不是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嘿嘿 手机开静音了 没听到 被亲妹妹吐槽 苏宏杰拿起手机一看 果然有好多未接来电 这不是盲项目 有些晕头转向的 他都没时间吃饭 不过 亲妹妹来了 就算没有时间 也要挤出时间 苏宏杰从位置上起来 来到婴儿车面前 看看自己的外甥们 两个小家伙 自从坐上车之后就睡着了 还真是吃喝拉撒三大任务 虽然宝宝们睡着了 不能将他们抱在怀里宠溺着 但是苏宏杰吃饭的时候 可光顾着丁凡凡和宁宁 好似他们两个睡觉的画面 就是最好的下饭神剧 吃饱喝足后 苏宏杰满足地擦了擦嘴巴子 妹妹送来的饭就是好吃 然而刚放下筷子没一分钟 秘书便敲门进屋来 苏总 微远公司来人了 他们现在在接待室 让他们等一下 我一会儿就过去 苏宏杰脸色沉沉地说着 本来哥哥吃的饭就比较急 现在又要处理公司事务 苏宇萌有些心疼地说道 哥哥 你工作这么拼 还没给我找到嫂子 身体就垮了 放心 你哥哥身子骨贼硬 苏宏杰安慰着苏宇萌说道 不过 即便那边已经在等着自己 他拖拉着 非常不想过去 姜牧成健壮 询问着 大哥 怎么看你愁眉不展的 那微远公司不好相处 苏宏杰文言 深深叹了一口气 微远公司跟我们公司合作 开发了一个楼盘 之前政府说 要在那个地方建造地铁 那地皮的价值 就会水涨船高 我们共同开发的那个楼盘 微远公司占主导地位 现在他想将苏氏集团踢出局 想自己承包 他们这次来 就是商量收购股份的事情 姜牧成不减 既然如此 咱们回绝了不就行了 苏宏杰摇摇头 不行 苏氏集团跟微远集团的合作很多 如果这次直接掀翻脸面 那原材料供应方面 怕是会被对方掐脖子 哦 姜牧成动了 这么大的蛋糕 谁也不舍得放 事到如今 只能商量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歇息了一会儿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准备去跟微远集团交涉一番 随即 他看向妹妹说道 萌萌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哥哥处理完就会来 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 好 苏宇萌点点头 看着哥哥离去的背影 他不放心地跟姜牧成说道 老公 你跟过去看看 行 姜牧成点点头 他明白老婆的意思 他肯定不会让苏洪杰吃亏 从办公室出来 他就打电话给张东辰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 看到老板打来的电话 他满脸忧怨 万恶的资本家 终于想起来 你还有公司啊 你不爱公司 所有的事情都我一个人做 我不管 我要涨工资 行 给你涨 姜牧成咧嘴一笑 别说 当甩手掌柜的感觉真不错 随即 他严肃地说着 小陈 给我查一下微远集团 上班呢 套什么近乎 请叫我张总助 姜牧成微微一笑 张总助 请给我查一下微远集团 好的 姜总 我马上就去办 张东辰说完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工资涨了 他得好好表现 与此同时 接待室内 苏洪杰坐在主位上 对面来了三位微远集团的人 最中间 那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乍一看 有点眼熟 好似是琴强店里吃饭的那个客人 只见他咄咄逼人道 苏总 劝你十项点 把东郊那片地的股份 转让给我们公司 苏氏集团花费的所有钱 我们微远集团都给你 这样那块地跟你们集团 便没有任何干系 苏洪杰文言 眼皮一抬 不满地说道 账可不是这么算的 那块地附近也没说通地铁 就那么点钱想打发我 没门 第94章 宁宁 这个肉肉好香香 你吃吗 为首的 那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文言 不客气地拍着桌子 如果苏总不同意 那其他别的合作 也只能终止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公司 不想把这块大蛋糕拱手让人 只能说有钱 有实力 有地位 就是王道 苏洪杰忍着怒气 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 正在这时 江牟诚走进接待室里 刚刚张东辰将 微远集团公司的资料 已经发了过来 他已经想好 怎样拿捏对方的七寸 进来之后 江牟诚看向苏洪杰说道 哥 商量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苏洪杰看向那群人 满脸怒气地说着 他们就差把 不要连写在脸上 这个时候 微远集团为首谈判的那个人 看见来人时 眼睛都亮了 他非常尊敬地 从座位上起身 来到江牟诚面前 点头哈腰地说道 江总 真巧 苏总竟然是你哥 江牟诚看清来人 也有些意想不到 只能说 魔度真的很小 这边便是他们 刚刚在餐厅吃饭的那个人 江牟诚点点头 苏总是我老婆的亲哥 自然也是 我的亲哥 他亲口表明了 两个人的关系 来人闻言 满脸笑脸地 跑去握苏洪杰的手 笑着说道 苏总 你怎么不早 标明自己的身份呢 这事儿闹的 这样 股份的事情 微远集团不收购了 还是咱们两家公司 共同开发 我回去跟我们老板说一声 男人笑嘻嘻地说着 苏洪杰听到这个回答 非常意外 什么 就这么轻松地决定了 他原本还想吃下 这个哑巴亏 准备答应 微远集团的要求的 没想到自己的妹夫 往这一站 人家就轻松改口 这竟然让他 有些猝不及防 反应过来后 苏洪杰连连点头 好 那就多谢了 不用谢 我这就回去复命 西装男人说完之后 随即带着 自己团队的人离开 进入电梯里边 电梯门关上后 团队的人有些不理解 老大 咱们今天来 不是逼他们交出股份的吗 对啊 这样咱们回去怎么交差呀 你们懂什么 男人美好气地反驳了一句 因为只有他知道 那男人的厉害 毕竟微远集团 在秦家人面前都不够看的 更何况连秦强 都对那个男人点头哈腰 如此就知道 他是绝对不能招惹的人物 男人回到公司 还没等汇报 就收到老板打来的电话 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男人点点头 到了老板办公室 果不其然 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之后 男人将前因后果解释清楚之后 老板亲自将他请到沙发上夸赞着 甚至给男人升职加薪 而老板抱着胸铺子安慰着自己 幸好 公司差点就保不住了 难题解决了 苏洪杰和江牧成 两人回到办公室 苏宇萌看见两人 笑着问道 哥 事情解决了吗 解决了 多亏你老公了 苏洪杰笑着说着 然后感激地看向江牧成 只能说 妹妹找的这个老公太厉害了 魏远公司股份的事情已解决 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江公司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苏洪杰来到众人身边 咧嘴一笑 我忙完了 咱们出去吃饭 阿诚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苏宇萌文言 鼓着腮帮子 故作生气地看向哥哥说道 你怎么不谢谢我 阿诚可是我老公 我要是不来 那他是不是就帮不上你的忙了 对对对 我妹妹说的对 感谢我亲爱的小公主 苏宇萌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苏洪杰宠溺溺地说着 嘿嘿 这才差不多 苏宇萌高兴地说着 从公司出来后 一行人来到一家火锅店 苏宇萌早就想吃一些有味道的饭 这回终于吃上了 点餐的时候 他点了好几盘肉和毛肚 今天哥哥请客 他要吃到爽 点完餐之后 等餐的过程中 苏宇萌将小姨的事情 跟哥哥描述了一遍 苏宇萌听完也是气得牙痒痒 小姨真傻 他还有咱们 过得不好 跟他离就行了 好在他们一家 几口全都进了监狱 也算是恶有恶报 嗯嗯 苏宇萌非常赞同地点点头 这个时候 服务员将点的肉送上了桌 苏宇萌馋地流了口水 他直接将一大盘羊肉 卷到进锅里边 彼时 宁宁睡醒了 江牧城将小家伙抱在怀里 可能是周围的环境比较陌生 小家伙眼珠子来回观看 苏洪杰见状 笑着说道 宁宁宝贝 是不是没来过这儿啊 等你大了 舅舅也带你来吃火锅哦 呃 也不知道 宁宁是听懂了还是怎么的 小家伙非常顺口地回了一句 听得苏洪杰咯咯大笑 他宠溺地拉着宁宁的小手 再次说道 小宝贝 你咋这么可爱你 此时 火锅已经沸腾 苏宇萌赶忙加了一大筷子肉 放进碗里 蘸上麻将 一口下去无比满足 嗯 真香 好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 不够哥给你点 苏洪杰大方地说着 只要妹妹吃 想要多少盘肉都没问题 嘿嘿 还是哥哥好 苏宇萌夸赞着 但是嘴巴就没停下来过 而宁宁则在旁边观看着 小家伙眼睛眨都不眨地 看向苏宇萌 表情呆呆的 仿佛没见过妈妈吃饭一样 苏宇萌健壮 笑着加一块肉 放在宁宁的面前 勾引道 宁宁宝贝你吃肉肉吗 这个肉肉非常香哦 宁宁只是呆呆地看着 小家伙的小手 并没有要去拿的欲望 甚至苏宇萌主动将肉 放到宁宁的嘴边时 小家伙赶忙将头扭过去 仿佛生怕吃到这块肉 苏宇萌看见宁宁的反应很意外 他看向江牧成说道 老公 咱们宝宝 竟然对吃得不感兴趣 可能小家伙没有到年纪吧 江牧成思考了 一下回答着 毕竟宝宝五六个月的时候 才添加腐蚀 而现在 宁宁两个月还不到 确实早了点 第九十五章 凡凡 我的 不许抢 虽然小家伙不吃 但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苏宇萌 难不成看别人吃更有满足感 这个时候 凡凡也睡醒觉了 小家伙可能睡得比较满足 所以醒来的时候并没有哭 凡凡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见小家伙这么懂事 乖巧 苏宏杰将大外声抱在怀里亲腻着 凡凡宝贝 睡醒了呀 让舅舅轻轻小脸蛋 软软糯糯的小团子 就连大直男都抵挡不住宝宝的魅力 对于苏宏杰的贴贴 凡凡并没有闪躲 他的一双眼睛 快长在苏宇萌身上了 可能是妈妈吃东西时满足的声音 吸引了小家伙 凡凡张着小嘴 好似很想吃似的 甚至小家伙的哈喇子 都流了出来 苏宇萌健壮 拿着肉在凡凡面前挑逗着 凡凡 你想吃吗 小家伙不像宁宁似的 快速扭过头去 凡凡则是伸着胖乎乎的小手 就想着去够 苏宇萌看见后 咧嘴一笑 凡凡想吃啊 妈妈不给你吃 你现在还小 等长大了就能吃了 凡凡撇着小嘴 好似对妈妈说的话非常不高兴 可能小家伙心里也在抱怨着 不能给我吃 为啥要问我 既然妈妈不给 那她就主动创造条件 苏宏杰单手抱娃 另一只胳膊则是夹着肉吃 就在她往嘴里放肉的时候 凡凡一巴掌拍在了筷子上 小家伙的本意是想去够 但是她现在手指的灵活度 没有那么高 所以 苏宏杰倒嘴的肉 就被凡凡给打掉了 打掉之后 小家伙还很高兴地 咧着小嘴笑着 看到小家伙这样天真无邪 怎么舍得对她进行说教呢 见凡凡非常想吃 苏宏杰偷偷地将桌子上的黄瓜条 放到凡凡的手里 小家伙拿到之后 肉呼呼的小手 就将黄瓜往嘴里放 不用担心 现在小宝宝没有牙 只能缩一点味 这个时候 苏宇萌发现偷吃的凡凡后 咧嘴宠密一笑 这臭小伙 真馋啊 见小宝宝缩着黄瓜可爱的模样 她忍不住想摸一摸 宝宝白嫩的小脸蛋 没想到 凡凡握着黄瓜就想跑 苏宇萌健壮 哭笑不得地说道 凡凡别怕 妈妈不抢你的黄瓜 缩吧 缩吧 她没想到 凡凡还挺忽实 真是太可爱了 哥哥缩着黄瓜 自然也不能亏待了妹妹 随即苏宇萌往宁宁手里 塞了一小条黄瓜 没想到 宁宁根本不要 小家伙拿到手的那一刻就扔了 扔完之后 她还低头看看扔哪了 真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 一顿饭下来 虽说黄瓜还完整如初 但是凡凡已经将黄瓜缩得很干吧 好似 她把所有的汁都吸走了 苏宇萌见凡凡实在是没得吃了 便想着将小家伙手里的黄瓜条拿出来 然而刚触碰上 小家伙胖嘟嘟的小手 就躲闪着 不让她碰 同时 凡凡还坑击着 生怕妈妈把她的黄瓜给抢走 苏宏杰见状赶忙将妹妹的匆匆御手拨拉开 宠溺地说道 别来抢我们凡凡的黄瓜条 舅舅把我们凡凡一起保护着 咱们不让妈妈拿走 哥哥 你真偏心 苏宇萌吐槽地说着 其实她也不是想抢凡凡的黄瓜条 她只是想给小家伙换一个新的而已 奈何小家伙窝得紧紧的 非常不好抢 既然小家伙不让动 那她就不动了 吃饱喝足后 看小家伙缩黄瓜 也是一种享受 姜牧成见儿子胃口那么好 又看向怀里的宁宁 说道 你看哥哥缩的香的忧 宁宁就不想吃一口 宁宁闻言依旧无动于衷 她呆呆地坐在爸爸怀里 看着哥哥缩的尽兴 从火锅垫出来 苏宏杰和苏宇萌一行人就分开了 将宝宝们放到安全座椅上 樊樊依旧握着黄瓜条不撒手 现在小家伙没再缩了 可能是味道不对了 那樊樊也没舍得丢了 等回到家 将樊樊放在床上 樊樊樊乔在樊樊面前晃动了一下小沙锤 樊樊樊听到声音后立刻被吸引 小家伙只纠结了一秒钟 就将手里的黄瓜条撒开了 然后就去够小沙锤 江牧成和苏宇萌看见这一画面 咧嘴一笑 樊樊樊真是让两人很意外 玩吧 人吧 妈妈和爸爸在旁边陪着你们 时间过得很快 这几天 江牧成在家和公司两头跑 他坐这么长时间的甩手掌柜 是时候去公司看一眼了 刚到公司 张东辰就满脸抱怨 阿诚 你可来了 这些都是重要的合同 需要你进行签字 哦 姜牧成点点头 看来今天不能那么早回家了 与此同时 别墅内 苏宇萌和小菊正在给小宝宝们换上衣服 早上 太阳没那么晒 两女想带小宝宝们出门晒晒太阳 宝宝晒太阳可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可以补钙 补微量元素 不过晒的时间不能太长 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后 两人就推着婴儿车出门的 姜牧成所住的这个小区 不愧是高档小区 里边的绿化面积非常大 空气非常的清新 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小亭子 这片也是有名的别墅区 住的富人还是不少的 早上 小区里边遛狗的 锻炼的人还是非常多 由于凡凡和宁宁是一对龙凤胎 所以出门后还是有很多人进行围观 尤其是别墅区内的老头老太太们 满脸羡慕着 哦呦 这两个小宝宝长得好白啊 真漂亮 我儿子要是给我生一个就好了 我也不至于出来遛狗啊 哇塞 原来是龙凤胎 真幸运啊 一下子儿女双全了 简直就是人生赢架啊 被别人夸赞着 苏宇萌微笑地回应着 婴儿车里的凡凡和宁宁也不认生 他们睁着低流圆的眼睛看着大家 小小的眼睛里装满了疑惑 这也不认识 那也不认识的 经常带小宝宝们出门 他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绕着小区里溜达了一圈 小宝宝们并没有哭闹 太阳慢慢地上升 阳光也堵了起来 两人又带着小宝宝们回家了 第96章 婚纱照 从外边绕了一圈回家 小宝宝们非常高兴 回到家后 凡凡和您您没多会儿就睡着了 正在这时 外边传来敲门的声音 小区赶忙去开门 拉开门后 竟然是美人装的店长 他看到苏宇萌时 尊敬地说道 江夫人 您和您丈夫的婚纱照已经出来了 我们把您安装上吧 好 麻烦了 苏宇萌点头道谢着 随即把几人迎了进来 婚纱照非常多 足够把屋子装满 进来之后 店长询问着苏宇萌的意见 才好安装 江夫人 您看一下客厅这个 放哪张照片 苏宇萌将所有照片看了个遍 最后指着一个超大画框说道 嗯 贺本锋的那样 好的 没问题 确认好所有照片的归属问题后 安装师傅就开始干活了 打眼的时候 苏宇萌突然想起 卧室里正在睡觉的小宝宝 怕安装的声音吵醒两人 随即他前往卧室进行查看 两个小家伙睡得呼呼的 一点也没被影响 客厅和餐厅的位置 都挂上照片了 最后就剩主卧还没有挂 其实苏宇萌主要是担心吵醒小宝宝 外边安装的时候 可能不会吵醒 但是里边空间小 声音大 宝宝十有八九会醒来 所以 苏宇萌有些不好意思的 跟美人装的人说道 主卧里有小宝宝在睡觉 一会儿安装 或者改天 你们再来安装也可以的 店长摆摆手 笑着说道 没事的江夫人 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嗯 那就麻烦你们了 苏宇萌客气地说着 然后将人领到客厅的沙发上休息 后来吩咐小菊 去拿来几瓶瓶装的矿泉水 交给工人们 就这样 一堆人在客厅里 等着烦烦和宁宁睡醒 可能是早上晒太阳的缘故 亦或是出门宝宝们累到了 两个小家伙 睡了两个半小时 还没有苏醒的迹象 往常 他们最多睡两个小时就醒了 苏宇萌也不好意思 让人家一直在客厅坐着等着 随即他又说道 我宝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要不你们还是改天再来 嗯 好吧 店长点点头 他们已经在这里 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也有点不好意思 在人家一直坐着 然而 一行人刚踏出门口的时候 主卧传来宝宝的声音 苏宇萌文言 往里边看去 发现萌萌和凡凡已经睡醒了 两个小家伙 看着床上的风铃耍呢 看到这一幕 他忍不住笑着说道 宝贝 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睡醒了呀 我们凡凡和凡凡 怎么这么乖巧呢 妈妈爱你 现在小宝宝醒了 可以安装照片了 苏宇萌赶忙让小菊 将他们叫回来 殊不知 一行人就在门口等候着 在小菊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主卧 看着床上两个懦记记的小宝宝 店长说道 江夫人 要不您抱小宝宝出去等会吧 我怕一会打动的时候 宝宝们会害怕 好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将凡凡和凡凡抱出来 客厅里 两个小家伙的耳朵非常好使 听见打动的声音 他们就呆呆的 好似想知道 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苏宇萌看到两个小宝宝可爱的模样 忍不住将他们拍成视频 给江木成发过去 随后又发了一段语音 老公 你猜宝宝们在干嘛 几乎是同一时间 江木成收到消息 今天出来之后 他怕老婆有事情找他 随即把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 现在看来 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江木成拿起手机 就看到老婆发来的一段视频 刚看到封面 他嘴角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看完之后 他疑惑地问老婆 嗯 凡凡和宁宁在干嘛 没看出来啊 苏宇萌看到老公发来的消息后 得意地笑着 嘿嘿 凡凡和宁宁是在听打动的声音呢 这边 江木成看完消息后 皱着眉头 喃喃道 打动 老鼠打动 自己不在家 他多少有些不放心 随即他询问着 老婆 谁打动啊 咱们家是独栋别墅 没有邻居可以碰瓷啊 苏宇萌见状 微微一笑 今天婚纱店给咱们送照片来了 顺便帮咱们把照片挂上去 哦 原来是这样 江木成点点头 没想到婚纱店服务还挺不错 不过 他不知道的是 只有他一家能有这服务 其他的 那都是要自己去店里取照片 又腻歪了一会儿后 江木成放下手机 赶忙处理手中的文件 这个时候 他心血来潮地点了一下手机屏幕 上边是他们母子三人的照片 看完之后 江木成咧嘴一笑 仿佛有很大的动力 此时桌上的文件 已经有一半 已经处理完了 还有一半 他加油 争取下午四点到家 另一边 安装师傅们 已经将照片都安装好了 店长来到苏宇萌面前尊敬地说着 江夫人 照片已经安装好了 您进屋看看 有什么问题没 好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进入主卧 看了一圈没什么问题 他满意地点点头 没有问题 很不错 我很满意 谢谢您的夸赞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嗯嗯 苏宇萌将一行人送走之后 他打量着客厅的照片 也不是他自夸 真是俊男配靓女 天生一对 彼时 小菊也夸赞着 少夫人 您和少爷的照片拍的 真是太好看了 这几个系列我都好喜欢啊 真是太美了 美的让人一不开眼睛 苏宇萌娇称地戳着小菊的脑袋刮 调侃道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可一点都没有夸张 谁让你和少爷的颜值那么高呢 拍出来的婚纱照 自然也好看得很 苏宇萌抿着嘴笑着 被人夸赞也是非常不错的 见小菊还盯着婚纱照 苏宇萌赶忙将她拉开 笑着说道 小菊 快中午了 还是先想想 咱们吃什么吧 中午阿诚不回来 就咱们两个 就随便吃点吧 第97章 婆婆来敲门 这个时候 小菊想起来 冰箱里还有几块菲利牛排 随即见一拙 少夫人 要不中午咱们煎牛排 再做一份意大利面怎么样 好啊 小菊 那就麻烦你了 苏宇萌高兴地说着 虽然就两人吃 但是也是非常不错 现在决定好中午吃什么 小菊 就准备做午饭去了 临走的时候 她对苏宇萌嘱咐着 少夫人 您要是忙不过来 一定要叫我 知道了 快去吧 苏宇萌点点头 笑着催促着 想当年 她可是一个人看两个娃娃 所以 她完全照看得过来 主要是现在的小宝宝 也不会翻身 也不会爬 就那么乖巧地躺着 所以 哄凡凡和宁宁 还是非常容易的 两个小家伙现在睡醒了 看着头顶上的风铃出神 苏宇萌正好玩一会儿手机 不多时 小菊 就把午餐做好了 她一边端着盘子 一边呼叫着 少夫人 午饭做好了 快来吃饭吧 来了 苏宇萌回应了一声 然后将两个小宝宝 放进婴儿车里 婴儿车上也有风铃挂键 所以宝宝们非常听话 一点也不闹人 乖乖 你们玩吧 妈妈吃完再陪你们 哗小家伙张着嘴巴 好似是在同意 小菊和苏宇萌 刚吃上没几口 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小菊闻言 有些纳闷地说着 难不成是少爷回来了 应该不会吧 苏宇萌皱着眉头 毕竟老公 跟她说不回来吃饭了 正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门铃再次响了起来 她看向小菊说道 去看看谁来了 小菊打开门 宋青雅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老夫人 她将手里的包放下 环视四周 看见儿媳妇和婴儿车在餐厅 随即高兴地走了过来 苏宇萌见婆婆来了 欢喜地说道 妈 您来了 嗯嗯 我刚刚从你们这附近办完事 想樊樊和宁宁 我就过来了 宋青雅一边逗小家伙们 一边说着 片刻后 她才感觉家里少了点人 随即询问着 萌萌 阿诚呢 这小子跑哪去了 竟然把你们娘撒丢在家 真是太过分了 苏宇萌文言 赶忙替老公解释着 妈 阿诚公司有事 她是去忙正式去了 好吧 宋青雅点点头 紧接着她注意到餐桌上的几个盘子 然后震惊地说道 你们两个中午就吃这 嗯嗯 苏宇萌点点头 她绝对相当没问题 怎么婆婆看上去那么惊讶 难不成他们两个中午吃得太奢侈了 殊不知 下一秒 宋青雅就将牛排和面 倒进垃圾桶里 然后心疼地说道 你们中午吃得也太随便了 阿诚也不好好照顾你 等我见到这个臭小子 一定帮你好好说说他 婆婆刚才说的 苏宇萌差都差不上嘴 两人吃得也不差 只是苦了姜牧城了 又要背飞锅了 对于宋青雅的倒盘子的行为 苏宇萌和小菊都很意外 啊 我的牛排 我的意大利面 这个时候 宋青雅看向两人继续说道 中午 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 你们两个收拾收拾 就跟我走吧 苏宇萌和小菊点点头 紧接着回房间换衣服 凡凡和宁宁 就留奶奶看着 不得不说 小孩子过了满月之后 真是一天一变化 宋青雅这次看凡凡和宁宁 明显地 就能看出来 两个小家伙长了一点点 身上的肉也更多了 看到白胖的 孙儿他比什么都高兴 只见他拉着凡凡和宁宁的手 笑嘻嘻地说道 奶奶的乖孙儿们 等你们长大了 奶奶也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 你们可要快快长大 不多时 苏宇萌和小菊 各换了一套衣服就出来了 一行人推上婴儿车就出发了 坐上车 宋青雅对司机说道 去君雅集 说完 他扭头对着二女说道 君雅集主要做的就是西餐 一会儿 你们可以吃到正宗的菲利牛排 意大利面 也是主厨亲自做出来的 口感没得说 你们两个多吃点 千万别不好意思 两人点点头 很快君雅集就到了 宋青雅将凡凡和宁宁 放在婴儿车上 然后推着宝宝走进去 苏宇萌和小菊紧随其后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宽敞明亮的包间内 彼时 君雅集的老板得知 宋青雅带人来吃饭 随即来到包间里热情地欢迎 青雅 你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给你留个更好的包间 书芬 我就简单带着媳妇过来吃个饭 你怎么还亲自过来了 宋青雅笑着拉着女人的胳膊 客气地说着 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她的好闺蜜 名叫徐书芬 两人认识很多年了 这个时候 宋青雅将苏宇萌叫到身边 亲切地说道 萌萌 这是妈的好姐妹 你应该叫她书芬姨 书芬阿姨好 苏宇萌文言 非常有礼貌地打着招呼 徐书芬见状 笑呵呵地拉着苏宇萌的手夸赞着 原来这位就是阿诚要娶的新媳妇 不错 不错 长得非常漂亮 到时候 我可要去喝你们的喜酒啊 来吧 我们热烈欢迎 苏宇萌笑嘻嘻地说着 只见徐书芬又注意到一旁的婴儿车 她笑着将宋青雅拉到一旁打去着 青雅 你老来得子了 你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我都多大岁数了 宋青雅轻轻地拍打着她 随即解释着 那是我孙子 孙女 啊 竟然是龙凤胎 徐书芬只是从后边看了一下婴儿车 没想到 里边竟然有两个小婴 随即 她走到前去 果然里边有两只诺唧唧的小团子 这小宝宝长得真白净 真的好可爱啊 青雅 是不是很喜欢他们啊 宋青雅点点头 那当然了 自己的亲孙儿当然喜欢得很 什么好的都想留给他们 一会儿看不到就想念的景 想时时刻刻守在他们身边 宋青雅说的时候 脸上还洋溢得幸福的笑容 第98章 尊贵的客人 又客套了一会儿 徐书芬还有自己的事忙就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她让人给老闺蜜送了好几道招牌菜 这家店的菜上的还是很快的 菜齐了之后 宋青雅看向儿媳妇说道 萌萌早都饿了吧 快吃 嗯嗯 好 苏宇萌点点头 不得不说 婆婆带他们来吃饭 就是丰盛得很 餐桌上一共八道菜 再来两个人都吃不完 怕苏宇萌吃不饱 宋青雅还一直给她夹菜 夹得她的碗都放不下了 妈 您不用给我夹了 我自己来就行 好 那你可多吃点 我看你这段时间都瘦了 阿诚那小子 是不是对你不上心 宋青雅摸着苏宇萌的胳膊 心疼地说着 就差把自己小子 绑到儿媳妇面前谢罪了 眼见老公又被冤枉 她赶忙解释着 没有妈 阿诚她对我很好 还有几天就结婚了 瘦点穿婚服好看 哦 这样啊 那你也要注意身体 宋青雅点点头 女人爱美 喜瘦 不过也要重视多 她怕儿媳妇 为了减肥不吃不喝的 随即嘱咐一旁的小菊 你回去的时候 给少夫人准备一些剪制餐 而且还要监督她按时吃饭 夫人 我明白 小菊点点头 少夫人的身体 她来守护 不得不说 小菊真的很羡慕少夫人 能找个对她这么好的婆婆 之前她看网剧里 婆婆和儿媳妇 都快打起来了 现在她相信 豪门也有非常善解人意的婆婆 要是自己日后 也遇到一个这么贴心的婆婆就好了 苏宇萌被婆婆细心照顾 心里一暖 她偷偷拍了一张 和婆婆吃饭的合照 然后发在朋友圈上并配文 世界上最好的婆婆 吃饱喝足后 宋青雅将苏宇萌一行人送回家之后 就离开了 回来之后 樊樊和宁宁开始了午睡 苏宇萌也跟着睡着了 与此同时 沈云柔带着三个女儿 坐上了前往魔都的飞机 这是她得知苏宇萌结婚之后 趁着票价便宜抢的票 虽说现在她的渣老公和渣公婆 都进监狱了 财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这几年勤俭节约的习惯 一直影响着她 不然也不会为了省机票钱 提前五天来魔都 沈云柔上飞机的时候 没有给苏宇萌发消息 她想着 是到了魔都 再跟两人说 好给他们一个惊喜 飞机上 三宝抱着一个粉色的玩偶 和蓝色的玩偶 默唧唧地说道 妈妈 小弟弟 小妹妹 他们会喜欢吗 会 肯定会的 等咱们到他们家了 就把玩偶送给樊樊和宁宁好不好 沈云柔温柔地说着 三宝听后点点头 这还是小家伙们 第一次坐飞机 三小只新奇得很 他们从窗外 看到一朵好大的云 随即惊喜地说道 哇塞 刚刚飞机 从云朵里穿了过去 真的好神奇啊 嗯嗯 沈云柔咧嘴一笑 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瓜 等你们放暑假了 妈妈还带你们坐飞机去玩 好哎 好哎 妈妈最好了 谢谢妈妈 我最爱妈妈了 三小只非常开心 同时非常期待暑假的到来 两个半小时的行程 也不算很长时间 一眨眼 飞机就落地了 沈云柔带着小宝宝们 从飞机上下来 从出口出来之后 她拿出手机 才给苏宇蒙打去电话 然而 电话响了很久 没有人接通 奇怪 怎么没人接啊 与此同时 苏宇蒙睡得正香 电话铃声 都没有把她给吵醒 最后 还是小宝宝的哭声 将她从睡梦中拉了出来 只见她模模糊糊地坐起身 然后将宁宁抱到怀里 宝贝 睡醒了呀 苏宇蒙打着哈欠说着 这个时候 手机恰巧又响了 她没来得急看联系人 便赶忙接通电话 你好 喂 蒙蒙 这个声音很熟悉 苏宇蒙一耳朵 就听出是谁打的电话 小姨 沈云柔点点头 笑着说道 对 蒙蒙 你们家在哪呀 我们现在就过去 听到这话 苏宇蒙瞬间惊醒 随即她惊讶地说道 小姨 你们埋魔都了 现在到哪了 怎么不提前说 我好去接你们 沈云柔文言 咧嘴一笑 不用 我们自己打车过去就行 你给我发个位置 说什么 苏宇蒙也不同意 这显得非常不重视 她让小姨在机场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有人去接他们 沈云柔倒是不在乎这 都是自家人 何必那么多弯弯绕绕 不过 既然外甥女让他们在机场等一会儿 那就等一会儿好了 这边 苏宇蒙挂断电话 赶忙又给江牧成打去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 老婆 你打电话过来 是家里有什么事吗 老公 我小姨他们从帝都来了 现在在机场 你要不派人去接一下他们 苏宇蒙简单地说着 他怕一行人等着急 江牧成听完之后 笑着答应着 好 我跟魔都机场那边的人说一声 接到人之后 就直接送到家里边 好 老公最好了 挂断电话之后 苏宇蒙又给小姨回了一个电话 让他们在原地等候着别人来接机 沈云柔点点头 几人在接战机的前边等候着 很快 就有几位穿着西服的青年人走了过来 尊敬地看向他问道 您好 请问您是沈云柔吗 是 沈云柔点点头 立马明白 几人就是外甥女找来接他们回去的 人已经接到了 青年人便想着接过行李 然而 这个时候王盈盈突然发现 少了点东西 他们来的时候 带了一个白色的大旅行箱不见了 明明从出口出来的时候 还在身边 王盈盈赶忙跟沈云柔说道 妈 你看见 咱们那个白色的大旅行箱了吗 没有啊 出来的时候 不是你一直拉的吗 沈云柔摇摇头 然后询问着大闺女 王盈盈文言 又赶忙说道 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我拉的 刚刚我就放在身边 现在怎么不见了 第99章 找到犯人的踪迹 沈云柔母女 现在意识到 白色的旅行箱被偷走了 随即 他们望向周围推着行李箱的人 发现没有人推着白色的行李箱 出来接战的青年人见状 立马询问道 沈女士 您是不是有东西丢了 沈云柔点点头 是 我们带来的白色旅行箱 好像被别人偷了 她很着急 因为那里边放着她的各种证件 还有三宝 送给凡凡和宁宁的礼物 放在里边了 这要是丢了 可咋办啊 青年人见状 赶忙安慰着几人 沈女士不要着急 我赶忙跟机场警察联系 放心 行李箱一定给你找回来 那就麻烦你们了 沈云柔感谢着 随即 青年人就联系到机场的警察 随后一行人前往机场的监控室 在监控中 几人从出站口出来 确实看见王盈盈 拉着白色的行李箱 沈云柔赶忙说着 我们丢的就是这个白色的行李箱 监控视频也在快进 随即就是几人等待青年人的画面 这个时候 画面中出现一个身穿黑色T恤 头戴鸭舌帽的男人 脸上还戴着口罩 可谓是全副武装 只见他推着一个很大的黑色行李箱 趁几人不注意的时候 直接将黑色行李箱 套在了白色行李箱的上面 随后溜之大吉 知道怎么偷的之后 沈云柔不禁感慨 这骗子手段也太高明了吧 要不是看监控 根本发现不了 是这么被偷的 机场警察见状也皱着眉头 最近他们接到过很多起 机场丢失行李箱的事情 小偷也抓过不少 现在看来 还是有漏网之鱼啊 顺着男人的监控发现 最后发现 他在拐角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里是监控的盲区 所以这些人才能不被抓住 沈云柔看到男人消息了 不禁有些担心自己的行李箱 到底能不能找回来 自己的警员在犯人消失的那片区域 加大排查 务必将几人绳之以法 青年男人也带着自己的手下 加入其中 与此同时 一辆箱是面包车内 男人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回来了 车里的女人健壮 立马欣喜地跳到男人的身上 搂着他 亲爱的 今天怎么样 这个箱子里有大货吗 应该有吧 男人点点头 随即自作聪明地说道 现在的人被偷拍了 出行都不敢装得太有钱 我看那几个女的穿得很好 有条件能养三个孩子的家庭 一定有点小钱 咱们赶紧打开看看 男人说完后 女人很兴奋 她心里付费着 要是能从里边开出来 有价值的珠宝 首饰就好了 其实 两人每天打开行李箱 也是在开盲盒 因为根本不知道 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打开行李箱之后 女人开始翻里边的东西 除了衣服就是玩偶 还有证件之类的 昂贵的一件都没有 哎 又白干 这个时候 女人搂着男人的胳膊出竹一刀 亲爱的 这回咱们得换个思路 你应该挑那些打扮的 像成功人士的男人 像那种大包小包的 一定很有钱 嗯 行 一会儿我去机场再看看 男人点点头 然后抽了一根烟 一根烟的时间 她用手指将烟头掐灭 然后从车上下来 开始寻找猎物 男人走后 女人美好气地 看着那白色行李箱 突然她觉得布娃娃 还比较顺眼 便将它们拿到怀里 男人每次出去 猎物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女人吃着口香糖 吹着泡泡 搂着两个布娃娃 就出门买吃的去了 机场里有超市 还有餐厅 不过机场里面的东西比较贵 女人只能买两桶最便宜的泡面 剩下一桶是留给男人的 买完泡面之后 她跑去饮水机接热水 正好这个时候 王盈盈带着两个妹妹 从卫生间出来 从门口路过的时候 她瞥了眼旁边 正好看见女人怀里抱着的是 他们准备弟弟 妹妹的玩偶 那玩偶很特别 不是非常大众的那种 所以王盈盈立马意识到 就是他们偷了白色旅行箱 眼见女人接完水 马上就要离开了 王盈盈赶忙让妹妹去那边找妈妈 而她自己自跟上女人 另一边沈云柔见二宝 三宝没有见到大女儿 随即她询问着 你们姐姐呢 她去哪了 姐姐跟着坏女人呢 她让我们告诉你 赶紧找警察去逮捕她们 什么 听完二宝的话 沈云柔不免皱紧眉头 她一个孩子 竟然去跟踪犯人 那是多危险的事情 万一被发现 那可就完了 随即 她赶忙联系着警察 他们听到有线索 赶紧追了过来 在二宝和三宝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他们和姐姐分别的地方 同时还将女人的特征 告诉给警察叔叔 与此同时 王盈盈背着书包 假装很自然地走着 跟着跟着 她发现 女人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她手腕上有电话手表 怕地下室没有信号 她赶忙给沈云柔拨打电话 王盈盈一边朝里边观望着 一边期待着 妈妈能快速接电话 沈云柔不负众望 赶忙接通了 她焦急地询问着 盈盈 你没事吧 你别跟着犯人了 一个人危险 要是你出事了 妈妈可咋办 沈云柔急地 都带着哭腔说着 王盈盈文言 赶忙安慰着 妈 我会很小心的 你放心啊 那个偷咱们行李箱的坏女人 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赶紧过来吧 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说完之后 王盈盈挂断电话 然后朝里边走进去 停车场有上千辆车 要是不知道 女人开的是哪辆车 肯定很难捉住他们 要是大张旗鼓 犯人们肯定会提前逃脱 那个时候 就更难逮到他们了 这边 女人端着泡面 满脸悠闲地看着手机 突然 她感觉身后有人跟着自己 扭头一看 什么也没发现 王盈盈胸口跳得厉害 幸亏她躲得快 不然就被发现了 正当她抚平胸口 想要再跟上去 突然对上了女人的那张脸 第100章 箱子找到了 王盈盈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她紧紧地握着拳头 生怕女人对她吓毒手 就在她紧闭双眼 坦然接受自己命运的时候 女人突然咧嘴一笑 询问着 小妹妹 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泡面 我鞋带松了 哦 哦 可以 王盈盈点点头 刚刚真是把她吓死了 女人蹲在地上系紧鞋带 然后微笑着道谢 小妹妹 谢谢你啊 不用谢 王盈盈摆摆手 尴尬一笑 小孩子的想法都是很简单的 她以为偷自己箱子的 会是穷凶极恶的大坏蛋 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么一位小姐姐 最关键的是她 看起来不像是坏人 不过为了找到箱子 王盈盈继续跟上前查看究竟 与此同时 机场内 一名精英男士 刚从出战口出来 她赶忙给公司下属打电话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等她想拉着自己的行李箱 离开机场的时候 箱子早已经不见人影 看着人来人往 她赶忙巡视四周 也没有任何发现 这边 男人因为又偷到行李箱的时候 暗暗得意着 蠢货 你的箱子在我这里 随即 她拉着战利品返回了地下停车场 这个时候 沈云柔在大女儿的引导下 一行人来到机场 一行人刚要进去 警察眼神非常毒地 看到男人全副武装地拉着行李箱 她非常有理由怀疑 这位就是那个小偷 她快速走了几步 然后将男人控制住 这个时候 她的警员赶忙从男人手中 将行李箱抢过来 然后将最外面的行李箱拉开 里边果然还有一个行李箱 这瞒天过海的做法 真是非常的高明 本来男人还想质问 围住自己的是什么人 没想到自己做案的手法 被别人发现了 她平淡地说道 你们几个是警察 没错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们叫我抓起来 男人主动将双手伸出来 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 她只希望警察 不要将她女朋友牵扯出来 这个时候 沈云柔揪着她的衣领子 愤怒地问道 我的箱子你放在哪了 赶紧说 要是说出箱子在哪 那女人也会落到警察的手里 男人傲娇地将头拧过去 冷冰冰地回答着 里边我翻了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让我给扔了 沈云柔听到后 真是恨不得给她一巴掌 你这个坏人 真是可恶 那些东西对你来说微不足道 但是对我来说 却很重要 男人文言无动于衷 警察见状 拎着他的手臂 高喊一声 将行李箱扔奶了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赶快如实招来 男人有点油烟不尽 我忘了 看到男人这个样子 警察怀疑 男人不是忘了 而是不想说出来 箱子在哪 随即 警察看向男人的眼睛询问着 你是不是想保护你的队友 告诉你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现在坦白 争取宽大处理 就算你的同伙侥幸逃走了 但是日后 也一定会被我们捉到 哼 男人冷哼一声 依旧一句话不说 这个时候 沈云柔突然意识到 周围没有自己闺女的身影 他冲着停车场 喊了几声 盈盈 盈盈 盈盈你在哪啊 除了回音 别的什么也听不到 这个时候 负责接沈云柔回别墅的青年男人 赶忙安慰着 沈女士 你不要着急 盈盈说不准 一会儿就回来了 嗯嗯 沈云柔点点头 突然他意识到 一行人还没到停车场的时候 女儿已经跟踪上一个一个女人 这说明 男人肯定还有一个同行 他赶忙将这个想法 分享给警察同志 听到沈云柔这个分析 警察点点头 说得不无道理 他们既然回地下停车场 那就说明 他们在这里停留一辆车 但是偌大的停车场 想找到几人的老巢 却是极为困难 男人又不开口 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 王盈盈身上 随即 沈云柔怕盈盈一个人危险 她带着孩子 就在停车场寻找起来 警察们也出动警力 开始寻找 另一边 王盈盈跟女人 一直跟到她坐上一辆车上后 赶忙将车牌号拍下来 给妈妈发过去 接下来 她就在暗中观察着 生怕女人想逃跑 沈云柔收到女儿发来的消息后 赶忙带着警察找过去 结果就发现一辆红色的面包车 王盈盈看到妈妈 带着警察叔叔过来了 她赶忙跑到沈云柔的身边 然后指着那辆面包车 小声地说道 警察叔叔 另外一名同伙就在车上 警察点点头 然后赶忙将车包围起来 女人正吃着泡面 结果就有人敲她的车窗 她将车窗摇下来 紧接着一把黑色的手枪 对准了她的脑门 并说道 双手抱头 从车上下来 女人文言 立马知道她和男朋友 做的事情暴露了 随即乖顺地配合着 别开枪 我下来 下来后 女人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这个时候 男人也被警察带了过来 她发现自己的女朋友 被警察捉了 她疑惑道 怎么会这样 这就叫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警察摇摇头回答着 之后 众人将面包车的后备箱打开 里边有很多被他们偷来的行李箱 沈云柔的白色行李箱 就被平铺在那里 见状 她赶忙将属于自己的东西 装回箱子里去 王盈盈也将他们送给 凡凡和宁宁的玩偶 从车上拿了下来 这个时候 女人发现 王盈盈抱着她刚刚抱着的玩偶 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 现在也为时已晚 只不过 王盈盈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 她来到女人旁边 对看守她的警察叔叔问道 叔叔 我可以问这个姐姐一个问题吗 问吧 警察点点头 随即 王盈盈将自己的疑惑问出口 姐姐 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坏人 你们为什么要偷东西啊 女人一时语色 她甚至不知道如何回答 可能是因为没什么学历 亦或是想不劳而获 第101章 又见小姨 行李箱找到之后 西装男人就将沈云柔一行人送上车 之后前往少爷别墅 魔都不愧是魔都 非常繁华 饶是在帝都长大的几个孩子 看到外边的花花世界 也被迷了眼睛 尤其是三宝 看什么东西 都新奇得很 妈妈 那个大兔子好漂亮啊 可以坐吗 傻孩子 那不是坐着玩的 是观赏用的 沈云柔摸着三宝的脑袋瓜 温柔地说着 虽然王盈盈和二宝 没有三宝那样 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 但是他们心里也在感叹着 出来真好 与此同时 苏宇萌看着墙上的时钟 距离小姨给自己打电话 已经快过去两个小时了 怎么还没到 她不禁有些担心几人 随即给小姨回拨了电话 哪知电话刚响起嘟嘟嘟的声音 就听到门外 有车在鸣笛 苏宇萌探窗望去 发现小姨带着她的三个孩子 从车上下来 她换上拖鞋 赶忙出门迎接 刚进入别墅区的时候 小家伙们 就被城堡一样的房子吸引了 姐姐的房子 是这里边最大的 他们真的很喜欢 沈云柔也被这别墅震惊掉了 她本以为外甥女家的是个 有点小钱的丈夫 没想到 竟是这么财大气粗 就在几人愣神之时 苏宇萌激动地开门 呼喊着几人 小姨 你们终于来了 我都等你们半天了 嘿嘿 路上出了点事情 沈云柔尴尬地说着 那咱们先进屋 你再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苏宇萌说完 就迎着他们进门了 到了房间里边 换上拖鞋 几人才真的像 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对什么东西 都充满了好奇 尤其是有一强的玩具 将三个小家伙给吸引住了 苏宇萌见状 赶忙跟他们说道 你们想玩什么 就打开玩吧 现在你们弟弟妹妹 还小玩不了 嘿嘿 谢谢萌萌姐姐 小家伙们甜甜地说着 然后就将喜欢的玩具给打开 沈云柔见状 不免嘱咐着小家伙们 你们玩的时候小的声音 不要吵 弟弟妹妹还在睡觉呢 嗯 我们知道了 小家伙们说话的声音 都是很小的 将小家伙们安顿好后 苏宇萌拉着小姨 来到了沙发上 她好奇地询问着 小姨 你们路上出什么事了 按理说 你们早应该到了 沈云柔文言 随即将机场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苏宇萌听闻 不禁感慨 现在骗子的手段 真是太高明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 要不是他们每次出行 都坐的私人飞机 怕是早就被那些小偷 给盯上了 这个时候 苏宇萌看向沈云柔 继续询问着 小姨 你们这次来 准备在魔都待几天 一个星期左右吧 沈云柔思索了一下 回答着 盈盈和二宝还要上学 不能请太长时间的假 这次除了参加你的婚礼 剩下的 就是带他们好好玩一圈 他们姐妹三个 早就想去迪士尼乐园玩一玩了 嗯 小孩子都喜欢呢 挺好 苏宇萌点点头 作为东道主 她想着 可要好好招待小姨一家 随即她继续说道 要不咱们一块去吧 阿诚这两天 可能要忙公司的事情 正好我在家也嫌得无聊 出门正好带凡凡 和宁宁见见世面 要是小宝宝们 知道妈妈的想法 肯定会忍不住吐槽着 妈妈 我们这么小需要见世面 我看妈妈就是想自己去玩 拿我们当借口 苏宇萌确实是 比较贪玩的性格 她才不想每天都捐在家里 那岂不是无许死了 另一边 姜牧成终于将这段时间 堆积的文件处理完 她赶忙快马加鞭地回家了 推开家门 老婆和小姨坐在沙发上闲聊 孩子们则是坐在阳台上耍着玩具 他们看到姜牧成回来后 亲切地跑到她身边 笑嘻嘻地说道 姐夫好 嗯 你们去玩吧 姜牧成点点头 温柔地说着 紧接着 她来到沈云柔面前 小姨 你们来摩都就多住几天 只是我这段时间 可能会有些忙 顾不上你们 没事 你们男人还是忙工作重要 我们也没什么正经事 不用担心我们 沈云柔赶忙劝解道 可不要因为 他们来而影响自己的大事 那他们可就罪过了 这个时候 沈云柔还调侃了一句 小诚 你可别忙的婚礼那天都顾不上去了 姜牧成摸着脑袋瓜 咧嘴一笑 那肯定是不会的 我怎么忍心将我老婆丢在哪 说完 她用力地抱紧苏宇萌的肩膀 看到这个家伙 对自己霸道的爱 苏宇萌幸福一笑 现在是夏天 即便是七点钟 天还很明亮 但这个时候 也要吃晚饭了 小姨一家是客人 苏宇萌赶忙询问着几人 小姨 你们晚上想吃什么 我们不挑 在家里随便坐点就行 沈云柔摆摆手 又继续说着 你们想吃什么 要不我去做吧 那怎么能行 眼见小姨就要往厨房走 姜牧成赶紧拦住她 小姨 你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做饭 现在时间不早了 做饭又得好一会儿 下午坐了那么久 飞机已经停累了 你就歇歇吧 说完之后 她看向苏宇萌说道 老婆 咱们干脆请小姨出去吃 不行 不行 沈云柔赶忙拒绝着 魔独的物价跟帝都相比 只高不低 他们人这么多 得花多少钱啊 小姨 咱们就去吧 钱你不用担心 苏宇萌赶忙劝接着 这个时候 她问向旁边的几个小宝宝 你们几个想吃什么呀 他们几个看了看沈云柔 感受到妈妈的眼神之后 什么也没敢说 苏宇萌见状 出口提议道 咱们去吃海鲜怎么样 有大闸蟹 皮皮虾 还有小龙虾 这些你们想吃吗 光是听萌萌 姐姐念叨 小家伙们就馋得流口水了 他们兴奋地点点头 想吃 想吃那就换衣服 咱们出发 苏宇萌跟小家伙们说着 他们立马行动起来 这样 沈云柔就算再不想外甥女破费 也得跟着去了 第102章 海鲜大咖 换好衣服后 一行人就出门了 由于人多 这次开的是保姆车 苏宇萌一行人想吃海鲜 江牧成便带他们来到唐朝先品 很快 车子停在唐朝先品的停车位上 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饭店 沈云柔第一感觉就是贵 本来还想说些拒绝的话 没想到苏宇萌直接驾着他走上前 小姨 咱们快走吧 大宝 二宝 三宝 他们肚子都咕咕叫了 进入饭店里边 在服务生的带领下 一行人坐在了天字包间 随后 菜单就出现在挤人的手中 沈云柔打开菜单 看到大闸蟹乃一栏 写的是398 她摸着胸脯子 笑嘻嘻地说道 没想到这家店装修得很豪华 但是菜价一点也不贵 一盘螃蟹卖398块钱 真是良心价 王盈盈听到妈妈说的后 她赶忙拉着她的胳膊尴尬道 妈 那螃蟹不是398块钱一盘 而是一只 啊 什么 398块钱一只 她怎么不去抢呢 沈云柔精打细算惯了 她可舍不得吃 而苏宇萌怕小姨 又会舍不得他们花钱请客 便跟服务生说道 先上十只大闸蟹 再来两只澳洲龙虾 来一份海鲜粥 苏宇萌噼里啪啦地点了一堆 看着差不多了 才合上菜单 好了 先上这么多啊 不够我们再要 好的 请您稍等 服务员点点头 然后退出房间 并将房门关上 刚刚一听外甥女点那么多菜 沈云柔心里盘算着 这顿饭 没有万八千是下不来的 尽管两人可能有点小钱 但是也不能这么花啊 尤其是 两人现在结婚了 还有小孩要养 那孩子可是吞金兽 处处都要花钱的 随即 她好心嘱咐这两人 萌萌 小成 你们两个 还是省着点花吧 现在钱不好赚 小姨 我知道的 苏宇萌点点头 笑着说道 然而江牧成健壮 宠溺地搂着她的肩膀 淡淡一笑 小姨 萌萌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我龙国首富 难不成掏不出这么多钱 啥 龙国首富 你们家 沈云柔文言 震惊不已 她刚刚没有听错吧 小宝宝们还不懂首富的概念 但是王英英懂 她满脸兴奋地 看着江牧成也询问着 姐夫 你真是咱们国家的首富 嗯嗯 江牧成点点头 随即笑着询问着 怎么了 难道我长得不像吗 不太像 王英英摇摇头 继续说道 首富都有挺大的架子的 你没有 而且很好相处 江牧成听完后 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瓜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另一边 沈云柔在听到江牧成的准确回答后 突然感觉自己刚刚的说教 就像是说笑话一样 人家首富还用省着钱花钱 真是笑话 之后 沈云柔再也没有说过 东西太贵的话 可能他们认为的这些大钱 在人家的眼中 连一分钱都比不上吧 唐朝鲜品的上菜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海鲜清蒸一下最鲜美 最能保留它原始味道 上完海鲜后 就是上各种海鲜的蘸料 先生 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 下去吧 江牧成点点头说道 彼时 三个小家伙早已经跃跃欲试了 但是之前妈妈教过他们 主人家不动筷子 客人就不能动筷子 这是礼貌 规矩 所以 即便小宝宝在想吃 他们也是乖乖地等在那里 苏宇蒙健壮 赶忙笑着说道 你们三个快吃螃蟹 这螃蟹闻起来真香 他们见萌萌姐 拿了一只螃蟹之后 也兴冲冲地拿来一只 嗯 好香啊 真好吃 江牧成健壮 也笑着看向他们三个宠溺地说道 好吃 你们就多吃点 嘿嘿 谢谢姐夫 小家伙们感谢着 然后尽情地缩着螃蟹 这海鲜看着挺多的 但是江壳去了之后 就没有多少肉了 不一会儿 桌子上的螃蟹壳 就堆成一小堆 一只螃蟹398 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概念 但是沈云柔知道 所以 他吃螃蟹的时候 可是缩得干干净净 那螃蟹壳上是一点肉都没剩下 该说不说 这398一只的螃蟹 就是比外边100块钱三只的 吃起来更鲜美 一分钱一分货 说得一点都不错 小家伙们都会比较浅 吃了 没多少海鲜就饱了 这个时候 二宝和三宝 来到沈云柔面前请求道 妈妈 我们可不可以出去玩 进来的时候 小家伙们看到外边有鞦韆 还有亭子 想玩一玩 沈云柔怕两个孩子 会被别人拐了去 刚想开口阻止 苏宇萌便回答他们 你们去吧 就在门外玩 别跑远 好 我们知道了 两个小家伙 生怕妈妈反悔 他们赶忙答应着 然后就跑出去了 既然萌萌都说了 沈云柔也不好 拨了他们的意 也默认了 只不过吃饭过程中 他一直看着门那边 苏宇萌感觉到 小姨担心两个孩子 吃饭都吃得心不在焉 他赶忙看向沈云柔说道 小姨 不用担心 这饭店里到处都有监控 不会有坏人 跑到这里偷孩子的 哦 好吧 沈云柔点点头 全身也松懈了下来 不多时 王盈盈也吃完了饭 他担心两个妹妹 便出门寻找他们 最后 他在门前的亭子下边 寻到两人 二宝正在推着三宝 荡鞦韆 见他们无事 王盈盈便坐在他们的不远处 方便随时观察两个宝宝的近况 二宝推了三宝 玩了好长时间鞦韆 三宝这时从上边下来 他拉着二姐的手 让他坐在了鞦韆上 之后 他兴高采烈地推着姐姐 然而 这个时候 过来了两位长得一模一样 双胞胎小男孩 两人被亭子下边的鞦韆吸引了 便来到二宝和三宝的身边 只见穿蓝色衣服的小胖男孩 突然抓着鞦韆的绳子不松手 紧接着 另外一个小男孩对两人说道 你们从上边下来 我们两个要玩鞦韆 第103章 得不配位 凭什么 我们先来了 二宝听见后 义正言辞地回答着 更何况 他们刚玩鞦韆没多久 还没玩够呢 所以更不可能让他们玩 不给你们玩 三宝也堵着小嘴 咬着脑袋瓜说着 随即 小家伙指着一旁的悄悄板说道 你们去玩那个吧 等我们玩够了 就让给你们 不行 我们就玩这个 两个小男孩拒绝了 然后他们握着鞦韆的绳子 想将二宝晃下来 之前 这个地方没什么小朋友来玩 所以妈妈带他们来上班 他们就会来这个地方耍 在家里被逛坏了 以为别人也要惯着自己 所以才养成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样子 两个小男孩的年纪 跟二宝差不多大小 由于他们身材有些胖 看着非常壮实 见二宝和三宝不离开鞦韆 他们两个人 直接将二宝 从鞦韆上拽了下来 然后让自己的弟弟坐了上去 三宝见他们欺负姐姐 小家伙嘟囔着嘴巴 气得跺脚 然后就想将他们推下来 体重在那摆着呢 瘦弱的三宝 根本推不动 不仅如此 他们见三宝纠缠 反而一使劲 就将小家伙推倒在地 三宝趴在地上 手腕处擦破点皮 都流了血 他委屈得嚎啕大哭 不远处的王盈盈 听到三宝的哭声 赶忙来到他们身边 三宝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手 疼 小家伙将小手伸出来 然后委屈巴巴地说着 王盈盈见状 心疼地握着他的小手安慰道 姐姐给你吹吹 就不疼了 等咱们回家的时候 让妈妈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嗯嗯 三宝也不抽掖着 他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小家伙安慰好 二宝指着两个胖男孩 扭头对王盈盈说道 大姐 就是他们 把小妹给弄哭的 嗯 到底是什么回事 他没有立刻发作 而是询问着来龙去脉 了解过后 王盈盈一把 将坐在鞦韆上的男孩 给拎下来 然后不客气地说道 这个地方 是我妹妹他们先来的 想完你们 就排队等着 真不知道 你们家长是怎么教你们的 说完之后 他就坐在旁边 要是两人 在欺负他妹妹 那就别怪他一大欺小 见王盈盈那么高大 两个小胖男孩 非常识趣地就离开了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他笑着跟两个妹妹说道 你们两个玩鞦韆吧 姐姐就在身边陪你们 嗯 好 小家伙高兴地点点头 然后放肆地玩耍着 与此同时 两个小男孩离开后 则是来到奶奶面前 开始告状 奶奶 奶奶 有人欺负我们 啊 因为六十来岁 头发微卷的老太太 听到自己孙儿被欺负 气得立马站起来 询问着 宝贝啊 谁敢欺负你们啊 真是活你了 不知道 你爸爸是这家饭店的总经理吗 感得罪了你们 咱们今天让他们走不出这家饭店 这家饭店名叫唐朝仙品 坐落在魔都市区 是权贵们最爱来的饭店之一 总经理前万夫每天跟权贵打交道 也小有人脉 两口子生完孩子之后 就将两个宝宝交给保姆和婆婆带 现在孩子大了 从幼儿园回来之后 在家再吃个饭 然后他就带着孙儿们来酒店玩耍 两个小胖蛋来 酒店玩已经很长时间了 期间他们就像小霸王一样 在院子里奔跑 之前有好几回 差点撞上服务员 而他们手上的餐食 差点就被打翻 由于两个孩子 是总经理的儿子 大家为了保住工作 都敢怒不敢言 所以 小霸王来了 众人都离他们远远的 走 谁欺负的你们 奶奶带你们找过去 好哎 还是奶奶最好好了 一会儿你可要 好好帮我们收拾他们 小家伙们高兴地 拉着奶奶的胳膊 向凉亭走去 很快 来到凉亭里边 小男孩 指着他们姐妹三人 开始告状 奶奶 就是他们三个欺负的我们 这个人 还把我从秋千上拽下来 双胞胎弟弟 看向王盈盈 得意地看向奶奶说着 老太太文言 眼皮子一挑 然后趾高气扬地 看向王盈盈说道 你们知道 我孙子是什么人吗 就敢欺负他们 现在 你们赶紧向我 孙子磕头认错 不然 我跟你们没完 三宝看到 老太太那尖酸刻薄的样子 赶忙跑到王盈盈的身后 而王盈盈 以为两个孩子撒谎 没有将实情说出来 她便解释着 老奶奶 实情是这样的 我这两个妹妹 一开始 是他们在这里玩的秋千 是你孙子过来 想将他们 从秋千上赶下去的 不仅如此 还把我妹妹推倒在地 手腕都流血了 说完了吗 老太太文言 态度冰冷地看向王盈盈说道 随即 开口说道 这个地方 就是我孙子 两个人专属玩的 他们两个在这里 玩那就大错特错 所以 我孙子 将他们赶出去 那是天经地义 说完 老太婆还夸奖着两个胖孙子 奶奶的心肝宝贝 你们做的一点都没错 遇到这样的人 就应该将他们赶出去 嘿嘿被夸奖 两个小男孩 还得意地笑着 王盈盈 听到他们说的 真是无法理解 再看看眼前这凉亭 这玩耍的地方 根本不是私人游乐园的样子 既然是开放的 那就是谁逗玩 怎么就变成 他们两个人的了 王盈盈 真是没见过 如此霸道的人 她本来 还想礼貌地说着 现在她才不想惯着他们 老太婆 这东西 是你们家 就只能你那两个孙子玩 你未免 也太霸道了吧 我们是这里的客人 就有权利 在这个地方耍 你这么大岁数了 不明便是非 竟然还助纣为虐 你会把你孙子教坏的 你 老太太文言 气得伸出手指 指着王盈盈 你这个小丫头 竟然敢教育起老太婆我了 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你信不信我让我儿子 将你们赶出去 第104章 与其委屈自己 不如发疯 创死所有人 老太太瞪大双眼 气急败坏地说着 王盈盈文言 挣了正身子 一点也不害怕地回答着 我们是来吃饭的 你凭什么叫我们赶出去 更何况从史之中做错的 都不是我们 你真以为这饭店 是你们家开的吗 让你们这么肆无忌惮地做死 自从扎爹 扎爷爷 扎奶奶 进橘子采缝刃机后 只要遇见不公平的事情 王盈盈 就会据理力争 你如果妥协第一次 那就会妥协无数次 更何况那样 只会换来别人的嚣张气焰 与其委屈自己 不如发疯 创死所有人 老太婆 还从来没有被这样 指着鼻子骂 她气得说不出来话来了 随即她坐在一旁 大口喘着粗气 休息了好一会儿 才觉得胸口舒服了 然后就开始指着鼻子骂 你等着 我现在 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他把你们赶出去 以后 再也不让你们踏入 唐朝先品一步 要是你们不想 连累家人 那就赶紧跪下道歉 兴许我孙子高兴了 会原谅你们呢 呸 谁要你原谅 王盈盈吐了口唾沫 表情非常的不屑 不就是不来唐朝先品吃饭腰 那有什么 我们又不会少掉一块肉 不来就不来 搞得好像谁稀罕似的 她想着反正 他们过段时间 就要回地兜了 哪还有空过来 说完 王盈盈就想拉着妹妹们离开 不是想让他们走吗 那就走给他们看 谁料刚出亭子 就被老太太叫住了 站住 我说 让你们走了吗 给我孙子道完歉才走 不道歉 王盈盈态度 非常坚决 她才不想 跟她在这扯皮 与此同时 天字号包间 总经理钱万福 小心翼翼地敲响外门 听见里边传来请进的声音后 她才推门进入 进来后 她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小江总 您来唐朝先挺 也不说一声 我好 亲自侍奉你们用餐 江牧成文言 白白手回答着 我们就是普普通通 吃顿饭 不用钱经理特别招待 那好吧 小江总 我还有事要忙 那就不打扰了 说完之后 钱万福 就从包间里退了出来 苏宇蒙见状 疑惑地看向江牧成问道 老公 怎么你去哪吃饭 那些餐厅 以及酒店的高层 都要来问候你 嗯 可能是看你老公 长得比较帅气吧 江牧成玩笑地说着 其实 那些高层尊敬的原因 无非就是家事 财力 江家的生意 做得不止有魔都 那些生意遍布全国 只要有名的酒店 都有江家的投资 所以他们肯定要来拜会 一下自家的股东 所以每次想吃个安静饭 都不能如愿 这大概就是 太有钱的烦恼吧 眼瞅着饭吃的差不多了 餐桌上的海鲜 吃得没剩几个 苏宇蒙心满意足地 靠在椅子靠背上 今天 是他吃海鲜 吃得最过瘾的一天 吃得小肚子 都鼓囊起来了 几人又歇了一会儿 苏宇蒙说道 一会儿咱们不回家 去公园逛一逛 萧萧是怎么样 夏天吗 最适合逛公园了 江牧成文言 拒绝道 老婆 吃完饭咱们 直接回家吧 小姨他们今天 坐飞机挺累的 还是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咱们再去逛公园怎么样 苏宇蒙听见老公说的 连忙给他竖起大拇指 老公你考虑得太周到了 今天咱们 还是早点回去吧 那咱们走吧 说完一行人 就从包间里出来 沈云柔出来后 就四处寻找着 三个孩子的踪迹 同时在心里 忍不住付匪着 这三个孩子 玩得都忘了回家了 这是在哪玩呢 一行人往前边走了几步 就听见争吵的声音 沈云柔一听 就知道是自己的大女儿 见小姨快步向前 苏宇蒙也赶紧跟了上去 看到王盈盈 被一个老太太拉着手腕 沈云柔赶忙上前 将三个孩子搂入怀里 温柔道 宝贝们 你们没事吧 呜呜呜 除了王盈盈 二宝和三宝 听到妈妈的担心 眼泪哗啦哗啦的 就流出来了 这个老奶奶 不让我们走 孩子就是沈云柔的命 她保持理智地询问着 你为什么要扣下 我的孩子 老太太见状 恶人先告状 你孩子 抢我小孙儿做的秋千 我让他们道歉 他们不到 沈云柔听了后 一点也不相信她说的 见她诬陷 王盈盈摆摆手说道 妈妈不是这样的 妈妈相信你们 不是这样的孩子 发生了啥跟妈妈讲一遍 嗯嗯 说完 王盈盈一五一十地 全部讲了出来 沈云柔文言 脸色铁青 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枉她那么大的岁数 原来是满嘴喷粉 随即 她带着怒气 看向老太太说道 听见了吗 根本不是我闺女的错 倒是你孙子 将我女儿推倒还没道歉呢 现在倒一个吧 老太太听了后 跋扈地说道 你们想的没 你知道 我儿子是干什么的吗 就想让我们为你道歉 我告诉你们 我儿子 可是这家店的总经理千万福 你们是什么东西 配吗 听到千万福的这个名字 江牧成几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 苏宇蒙嘴唇上扬 坏笑着 原来是前经理啊 怪不得你们这么放肆 现在知道 我儿子的身份了 麻溜的 赶紧跟我们道歉 要不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他将你们赶出去 江牧成听了后 微微一笑 那你现在 就打电话吧 我们在这里等着 看看 是我们被赶出去 还是你被赶出去 老太太好似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 大笑着 你真是无知 我儿子放着我 这个亲生母亲不帮 居然会帮你一个外人 说出去谁信啊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现在 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说完 老太太走到一旁 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片刻后 她得意地来到众人 面前说道 我儿子 马上就来 第105章 我从没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等我儿子来了 你们就死定了 老太太指着周围的人 恶毒地说着 苏语蒙见状 笑嘻嘻地捂着嘴 哎呀 我们好怕怕 看着众人放肆地笑 老太太心里付菲着 你们现在就笑吧 一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 没到五分钟 钱福来风风火火地赶来 她高喊一声 谁这么不张眼 竟然连我妈都敢欺负 好儿子 就是他们 这群人欺负我们 你可要为我们报仇 不要轻易放过他们 老太太挽着 钱福来的胳膊 开始哭诉着 放心 钱福来拍了拍妈妈的手 然后扭头 看向欺负他们的人 当看清众人的面貌时 她吃惊得双腿发软 江总 怎么是您吗 嗯 确实是我们 江牧成点点头 淡淡地回答着 这时老太太小声疑惑地 询问着钱福来 儿子 你认识他们 妈 这相当我老板 一句话就能将我从饭店里赶出去 钱福来小声地回复着 然后就开始收拾烂摊子 她鞠躬讨好几人 江总对不起 我妈岁数大了 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苏语蒙文言不领情地说道 就你妈那嗓门 哪项岁数大的 我还从没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男人有些尴尬 她赶忙用眼神 示意老妈让她道歉 一想到全家人的经济来源 都在儿子身上 更何况 她还有这么一份好工作 老太太直接跪在地上 开始道歉 各位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们有气冲我仨 别冲我儿子 老太太上了岁数了 怎么能真的跟她一般见识 万一因为这是去世了 一家人都被讹上了 江牧成点点头 看向钱福来说道 让你妈起来吧 谢谢江总 钱福来感谢着 之后 她赶忙让老妈带着孩子离开了 万一再惹怒了在座的贵人 那就惨了 看钱福来工作还算细心 江牧成没忍住 教育了一通 钱店长 爱孩子可以 但千万别溺爱 否则你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 都会被你孩子败光了 还有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别把无关的人带到饭店 严禁于此 你自己看着办吧 感谢江总的嘱托 我知道怎么办了 钱福来虚心接受着 心里已经有了方法 送走贵人之后 她来到自己的休息间 老太太见状 赶忙询问着 儿子 那男人没有对你怎么样吗 没有 钱福来摇摇头 那太好了 怕儿子因为这件事记恨自己 老太太赶忙解释着 我真不是故意给你惹事的 我没想到 他们有那么大的本事 以前他工作太忙了 把老妈和儿子带来 就没有管他们 现在听到老妈讲的这番话 他有些不可思议 妈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没本事的人 你就能欺负了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尖酸刻薄的 我都不敢认了 钱福来觉得 老妈的改变 都是因为 他把老妈从老家接到魔都来 让他有些忘记初心 现在看来 魔都已经不适合他待了 随即 他将工作间 老太太和儿子的东西 开始装进行李箱里 以后他再也不会带他们来饭店 老太太简直 着急地询问着 儿子 你这是干什么 钱福来淡淡地说着 江总说 饭店不允许无关紧要的人呆 从明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带你们来饭店 不仅如此 我还会把你送回老家 啊 你要把我送回老家 你也太狠狠心了 老太太听闻儿子的话后 愤怒地拍打着钱福来 她不禁抱怨着 好啊 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 竟然想将他老妈赶回老家 是 现在孩子长大了 不需要我帮你们看了 谢莫杀驴吗 我都懂 老太太愤怒地说着 其实心里是不想离开魔都 这纸醉金泥的大城市 以前他老跟家里那边的老姐妹视频说 大城市有多么多么好 要是被儿子送回去了 他得被笑话死 而且 他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孙子 钱福来深知 要是老妈不走 孩子肯定教育不好 他下定决心 今天回去我就给你订车票 明天你就走吧 不走 我不走 老太太非常抗拒 但是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回去后的第二天 他就被儿子送走了 但是钱福来也没亏待他 每个月给他们打三千块钱 老家这些钱吃吃喝喝绝对够了 孩子间最像着自己的奶奶走了 刚开始也闹了两天 后来就老实了 没有了老太太撑腰 孩子脾性秉性 也慢慢地改过来 钱福来见状 很是欣慰 从那以后 他打心底里 感激江牧成当时的好言相劝 他会感激一辈子 从饭店回家的路上 王盈盈纠结了一路 最后他看向苏宇萌和江牧成说道 姐姐 姐夫 真是对不起 又给你们惹麻烦了 苏宇萌文言 扭头看向他 不解地说道 嗯 惹麻烦 你没有惹麻烦啊 反应 因为我们姐妹三人 差点让你和姐夫难做人 我向你们道歉 对不起 王盈盈真心地说着 这没有沈云柔的受益 完全是发自内心 王盈盈说完 二宝和三宝 也软动动地说道 姐姐 姐夫 对不起 看着这么懂事的三人 苏宇萌一阵唏嘘 要是那孩子也这么懂事 根本就不会有后面 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他温柔地看向几人说道 你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不用跟任何人道歉 以后觉得 有不公平的事情 咱们就据理力争 更何况 你们今天好样的 没有让人欺负 苏宇萌很欣慰三个孩子的表现 毕竟他们现在跟没了父亲一样 日后难免有被欺负的时候 被夸赞 三个孩子非常高兴 很快之前的不愉快 一扫而空 这个时候 苏宇萌看向身边的凡凡和宁宁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受欺负 能幸福安稳一生 这怕是世上所有妈妈的愿望 第106章 新的一天 回到家后 苏宇萌就吩咐小菊 给小姨和三个孩子准备房间 家里房间多 一人睡一间都放得下 沈云柔不想太麻烦外甥女 随即开口说道 萌萌 我和你妹妹们挤一张床就行了 放得下 那样睡觉多难受 怎么行 苏宇萌开口阻止着 他想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三宝还小 让他晚上跟你睡 二宝一个人睡觉 晚上可能会害怕 那就跟营营睡一间房间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说完之后 苏宇萌通知小菊 让他收拾两个房间出来 平常没人住 还是有些灰尘的 打扫完房间 又换上四件套 这个房间才算收拾完 二宝和三宝 看到粉粉嫩嫩的房间后 真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他们道谢着 萌萌姐 这间房间好漂亮 谢谢你 咱们是一家人 跟我客气啥 苏宇萌微笑地摸着他们的脑袋挂 从帝都回来后 他就知道 小姨一家肯定来 所以一早就准备了 洗漱用品和睡衣之类的 随后他拿着一大袋的东西 放到众人的面前 这些都是 给你们准备的 回家记得带走哦 哇塞粉色蝴蝶睡衣 二宝眼神很好 他一眼就看到 包装袋里面的睡衣 打开来之后 更是自己喜欢的款式 不过看到吊牌架时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件衣服 599 萌萌姐 这太贵了 我不能要 听到二宝说的话 沈云柔又将剩下几套睡衣打开 吊牌架都是599 他赶忙拒绝着 萌萌 睡衣 我们都带了 这些睡衣 你还是退回去吧 真是太贵了 宝贝们 赶紧将睡衣叠好 放进包装袋里 三个小家伙 非常的懂事 他们听话照做 苏宇萌文言 赶忙阻止着 我就是 给你们买的退什么退 说完 他想让几人放心地收下 随即找了一把剪子 将吊牌剪下来 得意地说道 好了 现在不能退了 你们就得收下了 你们要是再跟我见外 我就生气了 好吧 沈云柔 只能无奈地答应着 但是心里很过意不去 他想着临走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请苏宇萌 和江牧成好好吃一顿 来感谢他们的招待 你们还不快谢谢 萌萌姐姐 谢谢萌萌姐姐 小家伙们甜甜地说着 然后各自拿着睡衣高兴地 在身上比了比 知道小姨今天来肯定累 所以苏宇萌跟他们待了 一会儿之后 就回房间了 推开主卧房门 凡凡和宁宁已经睡着了 江牧成则是等老婆 看到苏宇萌进来 他笑着说道 老婆 你回来了 嗯 他点点头 然后钻进江牧成的被窝里 搂着他 老公 你明天是不是要忙啊 嗯 江牧成点点头 然后有些歉意道 明天让小菊陪你和凡凡 宁宁跟小姨一家去耍 等我这阵子忙完了 就回家陪你和孩子们 你就不用担心我们了 工作重要 不然我就要跟宝宝们 喝西北风了 苏宇萌非常体贴地说着 毕竟男人还是要赚钱的 听到老婆这番话 江牧成也会放心地 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沈云柔早早地就起来了 他之前 每天在丈夫上班前做好饭 久而久之的生物中 已经养成了 现在每天到五点半 不用闹钟他自己 就能主动醒来 换好衣服 从床上下来 贴心地给三宝盖了盖被子后 就来到厨房 他们一家几口 在外甥女家睡 还是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现在沈云柔唯一 拿得最出手的那就是厨艺了 反正睡不着 干脆起来做点走餐 打开冰箱 里边东西非常齐全 他思索了一下决定 做小笼包 拿出点白菜 肉 沈云柔就开始忙碌着 这个时候 小局六点钟也睡醒了 本来每天的吃食 是他做的 来到客厅 他就听到 厨房里边有人 推开门 竟然发现是沈云柔 他赶忙打着招呼 云柔姐 你起得怎么这么早 我睡不着 就寻思着做点饭 沈云柔一边包着包子 一边回答着 那我来帮你一起弄吧 小局说完之后 就上手开始帮忙了 与此同时 其他房间里的人 还在呼呼大睡 只有一个揉着眼睛的小家伙 好似要醒 可能是揉得疼了 樊樊突然哇哇大叫 将牧城听到后 立马弹坐起来 然后将樊樊抱到怀里 宝贝不哭 爸爸给你弄奶喝 小家伙好似听懂了 他哼唧了几声 就乖乖地躺在爸爸的怀里等着 基本上 每次醒来 小家伙都是恶醒的 不过小家伙的胃还很小 吃得太多肚子 该不舒服了 冲好奶后 姜牧城快速 将奶嘴放进宝宝的嘴里 樊樊知道是口粮 立马咕咚咕咚地喝着 很快小家伙 就吃饱喝足了 姜牧城贴心地 用纸巾擦拭小家伙的嘴角 现在樊樊已经完全睡醒了 他抱着小家伙来到客厅 刚喝饱 姜牧城将他放到啪啪店上 再将旁边的风铃拿到小家伙的眼前 随后小家伙就自己耍了 这个时候 沈云柔和小菊已经包好了包子 开始放到锅里蒸 推开厨房的门 就看到姜牧城陪在孩子身边 沈云柔见状笑着打着招呼 阿诚反反醒得这么早啊 要不你把孩子交给我照顾 你再回去补个觉 我带过三个孩子非常有经验 你放心就行 对于小姨的好意将牧城心领了 他笑着白白手拒绝道 不用了 小姨 我现在不困 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昨天休息得好吗 姜牧城怕小姨 换了环境 住不惯 也关心地询问着 挺好的 就是我习惯早起 沈云柔笑着回答着 随后 他看向厨房说道 我刚刚做了小笼包 你今天还要去上班是吧 一会儿吃了饭再去 行 那就麻烦小姨了 姜牧城感谢着 他知道 小姨觉得不好意思 想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 就没说别的 第107章 小姨 要不你开个店 早上七点的钟声刚过 宁宁打了个哈欠后就醒了 他睁开眼睛 晃动着小脑袋瓜 可能是在寻找什么 小家伙睡觉非常不老实 晚上不爱盖被子睡觉 这不 姜牧城出去之前 刚给宝贝闺女盖上被子 这回睡醒了后 就开始踢被子 被子也是有点重量的 小家伙手舞足蹈地踢着 没一会儿 身上的宝毯子 就跑到宁宁的脚下 小家伙晃动的时候 肉嘟嘟的小手 还触碰到苏宇萌的身上 他感觉有东西在摸自己 怕床上有虫子 他立马惊醒 然后从床上起来 看了看周围没有发现任何虫子 相反 则是看到宁宁小宝贝 咧嘴小嘴在朝着他笑 苏宇萌看见这一幕 心动融化了 他轻腻地 将宁宁抱到怀里 然后在小家伙的小脸上贴了贴 宝贝闺女 谁醒了都没哭 妈妈真的好爱你哦 早上 对于小宝宝的爱又是百分百 紧接着 他把尿布湿给宁宁换上之后 就准备抱小家伙 来到客厅来耍 刚拉开房门 一阵香气钻入了他的鼻子中 苏宇萌闭上眼睛细细感受着 好香 好像是包子的味道 出来之后 正好看到小菊 他笑着询问着 小菊 今天早饭是包子吗 小菊文言点点头 是 包子是云柔解作的 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嘿嘿 好 正好他肚子有点饿了 这个时候 沈云柔见外甥女抱着孩子出来 他笑着说道 萌萌 睡醒了 嗯 苏宇萌点点头 同时还打着哈欠 好似没睡醒的样子 看着萌萌眉睛打彩的 沈云柔观心道 咱们马上就开饭了 你先去洗漱精神精神 好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将宁宁放到小姨的怀里 看着怀里的宝贝 沈云柔眼脚含笑 宁宁小宝贝 我是你小姨妈 华小家伙咧着小嘴 眼珠子来回转 好似在打量着 眼前有些陌生的女人 与此同时 沈云柔的三个女儿 也全都洗漱完了 他们来到妈妈身边 看到妈妈怀里抱着小妹妹 小家伙们有的 欢喜地拉着宁宁的小手 有的还想摸摸宝宝白嫩的小脸蛋 三宝则是想摸摸宁宁的脑袋瓜 不过被沈云柔阻止了 他耐心地跟三女儿说道 宝贝 不能碰弟弟和妹妹的脑袋瓜哦 他们现在还小 碰不得 知道吗 嗯嗯 小家伙懂事地点点头 现在 宝宝们还小 信门还没有闭合 沈云柔怕三宝 没轻没重地碰到小家伙们 那就不好了 之后 三个小家伙 坐在啪啪店上 逗弄着弟弟和妹妹 沈云柔见时间差不多了 他赶忙去厨房 将店关上 然后准备再闷三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 他将一大家子的碗筷拿上桌 这个时候 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的包子 已经出锅了 沈云柔将他们端上桌 苏宇萌从洗手间出来 他闻到包子的香味 赶忙跑到餐桌旁 奈何他刚刚摸了一下 太烫了 不然肯定一手一个 开饭了 走 咱们去吃饭 听到声音 众人来到餐桌前 桌子上不仅有包子 沈云柔 还做了一份紫菜鸡蛋汤 这样吃起来 也不会噎得慌 包子做得好吃 一行人 吃得很满足 苏宇萌吃得饱饱的 甚至都打了饱格 沈云柔健壮 很开心 他笑着对几人说道 等我走之前 再给你们包一些包子 到时候想吃了上锅 蒸一下就好了 嘿嘿 小姨 你真好 苏宇萌文言 笑着靠在小姨的身上 以前小姨是家庭主妇 现丈夫和公婆进去了 虽然她手里有点钱 但是只花不挣 早晚会坐吃山空 随即苏宇萌 看向小姨询问着 小姨 过几天 你回地都怎么打算的 要找个工作吗 嗯 我打算回去给三宝 找个幼儿园 然后我就找个公司去上班 这个问题 沈云柔早就想过 这就是她最好的去处 当然 她知道地都的工作 不是那么好找到的 这十来年 她没有上班 很多公司 可能不会要她 她相信 只要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肯定会找到的 苏宇萌文言点点头 看向眼前的包子 她灵机一动 随即说道 小姨 要不你别去上班了 现在年轻人太倦 你带着孩子 肯定卷不过他们 要不你干脆开个包子店 你包子做得那么香 肯定会有很多人买的 王盈盈听了后 肯定地点点头 妈 萌萌姐说得没错 要不你干脆开个店吧 等我放学了 放假了能帮帮你 沈云柔健壮 不敢想象 我 真的可以吗 她现在手里有钱 开个包子店的问题不大 就是有些担心 自己做的包子 能否受大家的欢迎 当然可以了 江牧城也肯定地回答着 我们都喜欢你做的包子 想必那些食客们也会喜欢 小姨 你要是真想开包子店 我可以帮忙 江牧城诚心地说着 她本来就想帮帮小姨 但是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见沈云柔还在犹豫 苏宇萌赶忙挽着她的手腕激动道 小姨你就别犹豫了 你的手艺 大家都非常肯定 开个包子店 肯定能挣钱 现在干什么都不如自己当老板 这可比你去打工容易得多 那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试一试 沈云柔眼神坚定 大家那么信任她 她也要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等从魔都回去后 她就着手准备包子铺的问题 下定决心了 沈云柔就开始思索包子店的事情 她寻思着到时候要买的东西 正当她想得出神时 江牧城说道 小姨 包子店的选址 装修 设备就包在我身上 有专业的团队做 肯定让你满意 沈云柔听到后 非常激动 小诚 那真是太好了 小姨先谢谢你 装修开电话的费用 你到时候告诉我 我把钱给你 人家帮了 她这么大的一个忙 她不能让人家出力还出钱 那多不好意思 第108章 游乐园 江牧城文言 笑着摆摆手 小姨 咱们是一家人 跟我就别客气了 那些就当是我们夫妻俩 送你的开业礼物了 装修加设备 乱七八糟地加起来 少说都得20万 这笔费用沈云柔说 什么都不能让外甥女 他们夫妇出 随即她非常强硬地拒绝了 萌萌 小诚 你们帮小姨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 这笔不能你们出 该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我来付 不然 的话我就不用 你们帮忙了 唉 好吧 苏语蒙点点头 他们想帮助小姨 谁让小姨的脾气太绝了 一个单亲妈妈 带三个孩子 在帝都开店赚钱不容易 不过她相信 小姨会成功的 吃饱喝足之后 江牧城就出去上班了 苏语蒙坐 在爬爬店上 被凡凡和宁宁换上出门的衣服 她笑着看向 三小指询问着 宝贝们 你们今天想去哪玩啊 嗯 想去迪士尼 三个孩子 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苏语蒙听了后点点头 也是 外地人来磨度 尤其是带孩子的 迪士尼乐园 肯定就是首选 好 那咱们 就去迪士尼乐园 她笑嘻嘻地说着 不一会儿 一行人收拾好 就从家里出发 江牧城给苏语蒙 留了一个司机 所以他们出行的问题 不用担心 上了车之后 司机便尊敬地询问着 少夫人 你们去哪 迪士尼乐园 好嘞 司机点头硬着 然后踩着油门 便出发了 车上 三小只兴奋地看着窗外 没出来旅游之前 感觉外边空气 都是香甜的 小家伙们兴奋地 指着周围的建筑 激动地谈论着 在他们谈论的声音中 樊樊和宁宁也睡着了 每次出来 两个小家伙 必定会睡觉 这都成惯例了 很快 迪士尼乐园就到了 小局排队去买票 入园进行了两次检查 刚进入里边 三小只 就非常的兴奋激动 而樊樊和宁宁 还沉浸在睡梦中 无法自拔 只见三宝兴奋地 拉着沈云柔的手 蹦蹦跳跳地说道 妈妈 爱杀公主 爱杀公主 说完 小家伙就跑向前去观看 沈云柔见状 赶忙在后边追 三宝慢一点 追到宝宝后 他跟三个女人 郑重其事地说道 你们千万不能 离开妈妈的视线 人多的时候 要拉着妈妈的手 要不然你们走丢了 妈妈会找不到你们的 妈妈跟你们说的 知道吗 知道 小家伙们懂事地点点头 然后就跟在妈妈的身边 现在这个时候 是花车巡游 小宝贝们 看得很起劲 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的喜欢 之后小家伙们 又玩了旋转木马 和别的游戏设施 转眼间 就到了中午 里边有吃饭的地方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苏宇萌随便找了一家餐厅 一行人就进去了 进入里边服务员 很快就将菜单 拿到挤人的面前 沈云柔盯着菜单上的价格 都快惊掉了下巴 不得不说 里边的菜价真是贵 一份普普通通的酱油炒饭 88亿份 西红柿打卤面 128亿份 这价钱就差名抢了 苏宇萌见沈云柔有些心疼 他赶忙安慰道 小姨 景区里边的饭都贵 更何况 这还是魔都 出来玩 那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你们放心个点 这点小钱不算钱 早上江沐成去公司之前 将主卡交给了苏宇萌 他知道 老妈送给老婆的那张卡 他没动 所以主动将自己的工资卡上交 临走的时候 他还交代 有什么想吃的 想花的随便买 老公挣钱 就是给老婆花的 苏宇萌美滋滋地收下了 这回他非常傲娇地 将老公给的卡拿出来 你们这几天的 游玩我老公包了 可千万不要想 这替他省钱哦 听我老公说 这张银行卡 一个月花费不超过一百万 就不能用了 小姨 你可不要再拒绝了 沈云柔听完 呆愣地点点头 现在他脑瓜子发麻 什么卡 竟然还有这种苛刻的要求 以前 他感觉外甥女的男人不简单 现在他觉得更不简单了 他甚至在心里付费着 难不成小成身家千亿 选好餐之后 服务员拿着菜单 就离开了 可能是上午玩得比较累 饭上来的时候 三个小家伙狼 吞吐咽地吃着 王莺莺可能是真饿着了 吃饭的时候 一下子叶住了 沈云柔健壮 赶忙递了一杯饮料过去 盈盈慢点吃 别着急 嗯呐 王莺莺点点头 上午玩得 真是太兴奋了 平常二宝和三宝胃口不大 吃了没几口就饱了 今天两个小家伙吃了很多 看来真是饿坏了 吃饱喝足后 肃宇蒙结账 一行人又开始玩耍起来 中午一点多的时候 有个表演 在他们进入乐园的时候 就点了预约 现在吃完饭 正好可以去观看 排队检票入场之后 房间黑漆漆的 台上还放着动画片 观看这场表演的好多 都是大人带着孩子 他们闹哄哄的 直接把还在睡觉的 凡凡和宁宁给吵醒了 两个小家伙 要是没睡好 那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怕影响到别人 苏宇蒙跟小姨说了一声后 她跟小菊 就带着凡凡和宁宁出来了 两人赶忙快速安慰着小宝宝 不哭了之后 小家伙们也睡醒了 宁宁看着周围 向童话城堡 她低流圆的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 凡凡则是盯着那些 漂亮的小姐姐们看 那眼睛快长在人家身上了 看到儿子 还是小小的一只 竟然泛起了花痴 苏宇蒙哭笑不得地 挡住凡凡的眼睛 笑着说道 宝贝 小姐姐好看吗 你还那么小 就知道看美女 长大之后 肯定是小渣男 小菊听了后 也笑嘻嘻地说道 少夫人 小少爷长得这么帅气 长大了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的 苏宇蒙非常相信 毕竟她和姜牧成的颜值不低 见小家伙 还想将自己的手爬拉开 她咧嘴一笑 好了 妈妈不逗你了 看吧 好多漂亮的小姐姐哦 第109章 插队 这个时候 对面迎来一位 推着婴儿车的宝妈 车里的宝宝不大 也就五六个月的样子 人家已经会坐着了 所以是坐着看外边 凡凡在苏宇蒙的怀里 看到对面婴儿车里边的小宝宝时 笑嘻嘻地 小眼睛一直盯着 对面的小姐姐 小姐姐也感受到 烦烦炙热的目光 小家伙朝着烦烦的方向 激动一扑 甚至嘴里 还哼哼唧唧的 好似想说话 身后推着婴儿车的宝妈见状 哭笑不得地看着女儿说道 宝贝 你在看什么 怎么这么激动 随即 她顺着女儿的目光看去 然后就看到一位帅气的小婴儿 皮肤白白的 眼睛大大的很有神 苏宇蒙也注意到女人的目光 她点头 微微一笑 后来女人 推着婴儿车来到她面前 你家小宝宝好白净啊 真可爱 是男孩 女孩 我怀里的这个是男孩 旁边这个是我女儿 苏宇蒙温言 幸福地回答着 女人听了后 非常羡慕 哇塞 竟然是双胞胎 你真的太好运了吧 真的好羡慕你啊 一下子就让你双全了 还好吧 苏宇蒙听到人家的夸赞 含蓄地回答着 虽然她心里也非常得意 但是也不能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 要不然多扎心 两人谈论完 女人想要走的时候 发现有些阻力 她四周看看 竟然惊奇地发现 女儿的小手 拉着对面小宝宝的小手 凡凡还咧着小嘴 笑嘻嘻地看着女人 看见这一幕 她真是笑得不行 苏宇蒙也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这么大胆 公然拉人家 小女孩的小手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 将凡凡的小手拿回来 小家伙 还有些不情愿呢 小姐姐要走了 跟她说拜拜哦 说完 苏宇蒙握着凡凡的小手 朝几人挥了挥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她非常严肃地 盯着凡凡嘱咐道 臭宝贝 以后可不能随随便便 就拉人家小女孩的小手哦 凡凡听后 抿着小嘴 好似非常的不情愿 经过这个小插曲之后 不多时 沈云柔带着她的三个孩子 从里边出来了 看得出来孩子们 看得非常高兴 之后一行人 又带着小宝宝们 去玩别的游戏设施 现在孩子们 要玩的这个项目 叫米奇妙妙屋 要玩的孩子非常多 大家都在有序地排队 下午两点钟的太阳 非常毒 幸好苏宇萌早有准备 她带了几把遮阳伞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当然 凡凡和宁宁 虽然躺在婴儿车里 但是一点也不热 因为这辆婴儿车 不是普通的那种 是系统送的神级婴儿车 能根据外边的环境 以及宝宝自身的温度 调节出一个 舒适的渡数来 外边非常热 队伍排得很长 有些人不愿意排队 就开始插队 苏宇萌之前的人 都是非常有素质的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在前边的人 往前移动了几步 她赶忙推着婴儿车 跟上的时候 前边突然出现了一家三口 刚开始苏宇萌 还好言提醒 现在轮到我们了 你们想看米奇妙妙屋 请去后边排队 这么大的人了 还插队 不怕教坏孩子 她这小抱脾气 最受不了这样的人 前边的人听到 苏宇萌的这番话后 想耍脾气 可能是知道自己没理 随即好言相劝道 妹妹 我这孩子就想看米奇妙妙屋 你就通融一下吧 一会儿 我们还要赶最早的搬车回去呢 就知道你最善良和乐于助人了 大姐先谢谢你了 女人态度还算不错 就是身旁的男人 表情非常不情愿 要是哥以前 苏宇萌断断 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但是看在孩子想看的份上就算了 队伍正在有序的前进中 突然苏宇萌听到前边的一家人 小声地议论着 我就随便编个理由 没想到这蠢女人 竟然真的相信了 妈呀 这也太好骗了 下次 咱们还按照这样的方法来 不过 你可不要顶着一张苦瓜脸了 我知道了 还是老婆最厉害 那咱们玩完 这个项目之后 去玩哪个项目 苏宇萌耳朵比较好使 她没想到自己的大方 竟然在人家眼中 净是蠢 让你插队你不敢谢就算了 竟然还嘲笑 这她说啥也不能 随即她拍着几人的后背 怒气冲冲地问道 原来你们并不是赶时间 只是不想排长队 本来还想看待孩子的份上帮你一把 结果你就是想骗取同情心 想让我帮你 现在 老娘不帮了 赶紧从我面前消失 苏宇萌气愤地指着他们一家子 这个时候 女人和她的老公露出丑陋的嘴脸 两人天不怕地不怕地说道 刚刚谁看见我们插队了 这队伍 明明就是我们自己排的 你可不要睁眼说瞎话 苏宇萌从没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随即 沈云柔站出来说道 我刚刚亲眼看见你插的队 不只是我 我身后的人都看见了 大家都是带着孩子来的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竟然利用我们的同情心来插队 真是可恶 沈云柔说完之后 身后的游客们纷纷表示同意 说的对 不是因为孩子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赶紧滚出队伍 别在我们眼前啊眼 滚出去 滚出去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着 两夫妻看到这个架势 皱着眉头 有些害怕 但是马上就轮到他们观看表演了 此时离开 那岂不要排一小时 随即 男人洋洋得意地说道 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在站 想要把我们赶出去 没门 谁让你们当时不阻止我们 现在晚了 没有用了 看到男人这样无赖 苏宇萌气愤地指着他 你 真是可恶 这个时候 有一个男人站出来 看向大家安慰道 没事 咱们找园区管理员 让他来主持公道 很快 穿着员工 工作服的男人 便来到苏宇萌一行人的身边 他态度和蔼地问道 您好 女士 请问遇到了什么麻烦 第110章 一个做死的想法 苏宇萌指着面前的一家人 不客气地说道 他们插队 麻烦你们让他们后面去排队 哦 好的 工作人员点点头 插队的他们 每天都能遇到不少 好在员工培训的时候 说过 这类情况该怎么处理 随即 男人来到一家三口的前面 非常严肃地说道 先生 女士 请去后面排队 两人见状 顿时耍起了无赖 我们就在这 不走了 我们买了你们园区的门票 那就是你们的上帝 现在 你竟然想让我们重新去排队 门都没有 工作干久了 什么人都能遇到 之后男人将保安叫过来 当着众人的面 将两人抬了出去 小男孩见状 着急地说道 你们快把我妈妈和我爸爸放下来 爸爸 妈妈 我害怕 小男孩一边哭着 一边追着他们 看到小孩子这样 家长们也是有些心疼 不过谁让他们爹妈 当得太不靠谱了呢 只能是吃一欠长一智吧 队伍里的毒瘤青了 很快也轮到苏宇蒙一行人 进到米奇妙妙屋 不得不说 孩子们喜欢来这里玩是真的 里边确实不错 三个小宝宝玩得非常的过瘾 从妙妙屋出来 已经过了半个小时 之前插队的一家三口 却在出口等候着 他们没有重新去排队 可能拉不下这张脸吧 看到几人出现在这里 苏宇蒙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女人拧开矿泉水瓶子 就想朝她泼去 她见状直接将遮阳伞打开 所有的水又反弹在女人的身上 感受到水的那一刻 女人气得哇哇大叫 啊 好凉 好凉 随即 她气急败坏地 看向苏宇蒙怒吼道 你瞎呀 没长眼睛 竟然把水泼在我身上 啊 我的香袋包包 刚才谁撒在她的身上 包包上面也沾了水 这个包包的材质不能沾水 一沾水就废了 眼界爱包开裂了 女人又不依不饶地说道 你们这群穷酸 竟然敢弄坏我的包 你们知道这包多少钱吗 三万块 你们得攒半年 说完之后 她挡着众人又说道 今天你们要是不陪我包 就别想走 老公 看住他们 好 听到女人说的话 沈云柔都被气笑了 世上竟然还有如此颠倒黑白之人 此时周围有很多停下来看热闹的人 随即她看向大家说道 各位 刚刚是这个女人怀恨在心 想将矿泉水瓶子里边的水 泼在我外甥女的身上 我外甥女反应及时 将遮阳伞打开 这女人才偷鸡不成十把米 现在她的包被自己泼的水给弄坏了 竟然还要我们赔偿 这人还要脸吗 周围的人听了后 纷纷指着那对夫妻说道 你们也太不厚道了 自己想祸害人家 结果祸害不过 就想坑人家 真不是东西 这两人一看 就是贼眉鼠眼的那种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小姑娘 咱们不陪她 这样的人 咱们可不能惯着 对啊 我们大家伙都给你们做主 说什么也不让坏人得逞 见周围的人都是为他们说话的 女人的老公哄着众人 骂骂咧咧地说道 有你们什么事 赶紧滚开 滚开 就是 这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事情 轮不到你们在这里说嘴 该干嘛干嘛去 此时 一位大哥看不下去 他穿着砍袖 一身肌肉 看起来就像经常健身的男人 他站出来说道 这话说的 我们就不乐意听了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今天咱们不帮助他们 等咱们受欺负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帮 大家伙说的是不是啊 说的对 今天这个闲事 咱们就管定了 对于大家伙的热情 帮助苏宇萌和沈云柔几人 非常的感动 在大家伙的齐心协力下 女人一家三口 扛不住大家伙的 指指点点下离开了 之后 游玩别的景点的时候 也没遇见 看来是放弃了 游玩了一天 迪士尼乐园的景点 全都逛了个遍 苏宇萌看向三个小家伙 笑着询问着 怎么样 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非常开心 这里真是太好玩了 以后我还要过来玩 二宝努力地点点头 这是他这些天 最开心的一天 以后别的同学们 说自己暑假 或者双休天 去哪里哪里玩的时候 他终于能插得上嘴了 看到三个小家伙们 脸上都是笑容 苏宇萌再放出一颗 重磅炸弹 明天咱们接着出来玩 想去哪玩 你们决定 好哎 谢谢萌萌姐姐 你太好了 三个小家伙听到这个消息后 一股脑地抱着苏宇萌 他们简直是太开心了 沈云柔也会心一笑 看到女儿们灿烂的笑容 他想着应该带他们多出来走走 从景区出来 苏宇萌一行人 坐上专车之后 就离开了 在他们刚出景区的时候 身后跟着几个人 女人见状 赶忙吩咐老公 你快去开车 今天不让他们 把包包的钱赔给我 我就不行了 苏宇萌一行人的车子 在前面开车 女人的老公在后边追 车上 男人看到车标上的小黄人 赶忙对老婆劝劫道 要不咱们别追的 人家应该是有钱人 咱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女人对车不了解 但是男人可是相当的了解 不过 当女人听到他们 非常有钱的时候 眼貌金光 有钱 那咱们更要多讹一点了 这样这么下半辈子 就不用为吃喝发愁了 老公 你跟紧了 咱们家马上就要发了 女人癫狂地说着 男人只能快速跟上 不多时 司机将车子开进小区 女人的丈夫将车停在门口 他们拿出手机 对别墅进行拍照 这两天 他们就要在这里蹲点 看到苏宇萌 他们出来就立马开始讹钱 然而 就在他们想得很美的时候 别墅门前的警卫亭 发现 这车停在小区门口很久了 而且还是一辆小破车 为了别墅区内业主的安全 保安从厅里出来查看 第111章 我干了 你们随意 保安来到车窗旁敲响了车窗 男人见来人了 赶忙将车窗摇下来 然后慌张地询问着 有什么事吗 你们停在这里干嘛 那个 我们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 男人信信地说着 这个时候 保安注意到 女人手机上的别墅照片 他非常有理由怀疑 两人就是来踩点的 他们两人极大可能就是保镖 为了业主的安全 还有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保安将他们的车拦下 然后按响对讲机 将自己的同事们都叫了出来 两人看见这个阵仗鼠实有点慌了 你们要干什么 凭什么把我们拦在这 保安招呼着大家伙 情绪高涨地说道 兄弟们将他们俩绑下车 我怀疑他们是小偷 来踩点的 别墅区的保安们 也是润功行赏的 万一抓住两个江湖大道 是有很大的奖励的 能升成保安队长 也是不在话下的 很快 两人就被抓下车 后来 一群人竟然惊奇地发现 后座还有个小男孩在睡觉 保安们见状 嫌弃地朝两人吐了口口水 呸 狗东西 竟然带着孩子出来踩点 你也真是不怕教坏你的孩子 你们就不配为人父母 鄙视你们 一群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夫妻俩听后 赶忙便捷着 错了 错了 我们两个不是小偷 也不是过来踩点的 你们快放了我们 这些话 你留着跟警察说去吧 保安们没有理会 警察很快出警 然后将他们一家三口 带回警局 至于小男孩 还是跟着父母 万一他的父母犯罪了 还可以通知他的家人 来将孩子领回去 审讯室内 女人真是有苦不能言啊 不过他还是将大部分的事情交代了 当然想将诈骗的事情埋在心里 警察也是审讯过很多犯人的 一眼就看出来 女人没有全部交代清楚 最终在警察的逼问下 女人将去别墅的目的说了出来 警察文言 淡定着 好在你们没有犯下大错 诈骗的事情 千万不能再做了 要不然 我们还会在这里见面 而且 听你的描述 明显是你的错 还要找人家查 出去后 可不要想着报复人家 要好好做人知道吗 警察同志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出去之后 我一定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肯定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女人发自内心地忏悔着 被架在板凳上 明晃晃的大灯 照着她的眼睛 这怕是女人一生的噩梦 她再也不想静静察局了 没有别的问题 女人和她的丈夫 签了字就离开了 至于那个包包 只能怨自己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脚 彼时 别墅内 苏宇蒙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没想到后来那对夫妻 竟然还追到了家门口 好在别墅的安保措施 非常严密 他们进不来 要不然免不了浪费口舌 苏宇蒙他们刚到家不久 姜牧成就从公司回来了 到了家 她先清洗自己的手 然后就跑到凡凡和宁宁身边 小家伙们睡得正香 她只能亲手亲脚的 本想摸摸宝宝白嫩的小脸蛋 怕吵醒 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突然 姜牧成鼻子一紧 可能是空气中有什么毛毛 她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喷嚏 宁宁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凡凡听到喷嚏的声音 浑身一颤 紧接着 她就晃动着小手 小脚 眉头还紧皱着 下一秒 凡凡就嚎啕大哭起来 姜牧成见状 赶忙将宝贝儿子抱起来安慰着 把儿子吵醒 她非常的自责 凡凡 爸爸打喷嚏 把你吵醒了对不对 对不起哦 爸爸下次打喷嚏的时候 尽量憋回去 默默毛下不着 啾啾儿 下不大话 凡凡不下了 爸爸在身边呢 在姜牧成的亲身安慰下 宝宝们又进入了梦乡 随后她又把凡凡放回到床上 这个时候 她来到苏宇萌的身边温柔地询问着 老婆 今天玩得怎么样啊 开不开心 嗯 还行吧 苏宇萌思索了一下回答着 随即她激动地又说道 要是凡凡和宁宁大一点就好了 我就可以抱着小宝宝们玩游戏了 说实话 好想他们快一点点长大 这样我就可以陪着他们玩了 姜牧成咧嘴一笑 宝宝们长大就是一瞬间 你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就长大了一岁 明年 咱们就能抱着他们出去玩了 你现在想得很好 等他们大一点 追不住的时候 就会怀念他们小时候 乖乖躺在床上玩耍的画面 姜牧成说的话非常中肯 毕竟宝宝们会走之后 就在家闲不住了 什么都想摸 什么都想碰 网上宝宝淘气的画面有不少 更何况 家里有两个小宝宝 到时候肯定看不住了 很快 时间又到了晚上 晚餐依旧是沈云柔和小菊 共同准备的 沈云柔在家闲不住 住在这里不好意思 不做点力所能及的她心里过意不去 饭桌上 姜牧成笑着跟沈云柔说道 小姨 包子店的事情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地址已经选好了 就在你们住的地方不远处 不行也就十分钟的路程 接下来就是店铺装修 等你们回帝都的时候 应该会准备差不多 沈云柔听见姜牧成的汇报 惊奇的出声 速度这么快 小成 小姨真是不知道怎么献你才好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客气 姜牧成摆了摆手 然后看了眼苏宇萌回答着 苏宇萌见状 也笑着说道 对啊 小姨 你要是谢可 就是不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要是实在想感谢的话 那我们到帝都去吃你做的包子 可要管够啊 没问题 肯定管够 不仅让你们吃得饱饱的 临走还让你们拿点 沈云柔高兴地说着 随即 她端起杯子 非常感谢地说道 小姨别的不说了 我干了 你们随意啊 嘿嘿 行 苏宇萌两人笑嘻嘻地 看到小姨越过越好 他们心里也是开心的 第112章 接亲 接下来的几天 姜牧成一直在忙公司的事情 苏宇萌则是跟沈云柔一家 玩遍魔都 转眼间 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 明天就要举行婚礼 这两天忙着结婚 所以不能出去玩了 下聘礼的时候 苏宇萌就说 要在哥哥苏宏杰家出嫁 所以这天 她早早地就来到别墅区 准备接妹妹去她的家 进入家门后 苏宇萌在客厅 看顾着凡凡和宁宁 三个小家伙 则在一旁耍着玩具 开门的是沈云柔 见苏宏杰进门 她赶忙询问着 你找谁 也不知为何 她感觉此人有点眼熟 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我找我妹 苏宏杰丢下这句话 然后就来到客厅 苏宇萌见状 欣喜地说道 哥哥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公司忙完了吗 苏宏杰文言 宠溺地摸着妹妹的脑袋瓜 再忙也没有你结婚重要啊 明天就是你出嫁的日子 你不会不搁哥哥家代嫁了吧 怎么会 苏宇萌听了后 慌张地解释着 主要是她忘了 明天就是她大喜的日子 听两人的对话 沈云柔有些不敢认 你是宏杰 都长这么大了 苏宏杰见状 看向妹妹 疑惑地问道 萌萌 她是谁啊 苏宇萌微笑地介绍着 这是咱们的小姨 沈云柔啊 啊 小姨 我真没认出来你 您最近还好吗 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苏宏杰尴尬地打着招呼 好 很好 沈云柔微笑地点点头 来魔度之前 她是想着去看看 苏宏杰的 但是这几天玩得有点上头了 没顾上 好在现在 总算见着面了 客套一番过后 苏宏杰看向苏宇萌说道 萌萌 去收拾东西去 小姨 你也去收拾东西 今天晚上 助我呢 苏宇萌见状 吃惊地询问着 哥 咱们现在 就去你家 要不等阿诚回来再去吧 不行 你们现在 收拾东西跟我走 苏宏杰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日后小两口 有的是机会 浓情蜜意 剑哥哥不同意 苏宇萌 只能点点头 连带着小姨 也跟着去收拾了 小姨一家的东西不多 很快就收拾完了 苏宇萌也就带两件衣服 别的都是凡凡和宁宁需要用的东西 看着打包的大包小包 苏宏杰一个一个地搬上车 最后 别墅内空无一人 而他的家里 热闹非凡 虽说比不上江家的别墅 但是地方够大 地段也够好 屋子完全够得上 这一屋子人睡觉的 到了苏宏杰家后 三个小家伙 就左看看右看看 王盈盈知道 他们这次来魔都 是参加萌萌姐姐的婚礼 之前 他听到妈妈 和这个男人的谈论 知道苏宏杰 就是自己的哥哥 还想再来魔都的王盈盈 随即来到他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问道 杰哥 等你结婚了 我们来你家里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苏宏杰笑呵呵地 摸着他的脑袋挂 其实 不用结婚 你们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我随时欢迎你们 他微笑地说着 最主要的是 他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结婚 万一人家一辈子也来不了呢 凡凡和宁宁 可能是出去惯了 两个小家伙 没有对环境的依赖 换了一个床睡觉 小家伙们依旧睡得非常香甜 家里人突然多了起来 苏宏杰还有点不习惯 之后 他蛮喜欢这热闹的氛围的 要是一直这么热闹 就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 江牧城就从公司出来了 回到家 家里一片冷清 也不知道 是他的错觉还是什么 他感觉家里 少了很多东西 刚开始 他以为苏宇萌是 推着小宝宝他们 出门去玩了 然而等了半天门口处 也没有动静 随即 他拨通了苏宇萌的电话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 喂 老公 老婆 你们去哪了 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我在我哥这里 明天我从这里出嫁 哦 好 挂断电话之后 江牧城便前往苏宏杰的家里 推开门 看到来人 他冷冰冰地说道 进来吧 江牧城憨憨一笑 然后静止跑到老婆身边 看到他的到来 苏宇萌很疑惑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 让你不用过来了吗 我想你们了 过来看看 江牧城真心地说着 家里太冷清 他不喜欢 这里热热闹闹得很好 后来 他死皮赖脸地待着这里 吃完晚饭了 苏宏杰见江牧城还不离开 他意犹所指地说道 萌萌 明天你早晨起来 还要化妆 今天晚上早点睡 知道了 哥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看向江牧城 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你赶紧回去吧 我哥都开始催你了 那我走了 明天早上 我早早地来接你 江牧城恋恋不舍地说着 然后无情地被苏宏杰送出门外 虽然他对江牧城很认可 但是明天是他妹妹出嫁的日子 一想到自己万般呵护的妹妹被他取走了 他心里还是非常不情愿的 回到家后 江牧城打开灯 真的是非常冷清 睡觉的时候 身边少了一个人 他都有些睡不着了 苏宇萌倒是没有 江凡凡和宁宁哄着后 他也放下手机 很快就睡着了 一晚上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一早 美人妆的化妆师带着婚纱 妆造之类的工具就上门了 江牧城给苏宇萌发了条消息 八点钟的时候 他过来接 所以现在开始紧锣密鼓的化妆 今天王盈盈是洒花的女童 她也被安排进行了化妆 苏宏杰就在身边守着 看着妹妹今天这么美 一定是最美的新娘 与此同时 江牧城从家里出发 此时的家里不再像昨天那样 早晨的时候就进行了布置 装扮得非常喜庆 门口停了八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车上都挂着一个喜庆的大红花 新郎上车之后 江牧城高兴地喊着 出发 整个车队整齐滑衣 成为了魔都靓丽的风景线 第113章 我们结婚了 另一边 苏家苏洪杰也将家里装扮得非常喜庆 此时 苏宇萌穿着一袭红色 架一盘坐在床上 等待着新郎官的迎娶 三小指就守护在一旁 等着姐夫来的时候 赌门要红包 不多时 江牧城手拿一束红色的玫瑰捧花 从婚车上下来 她挣了挣衣服 然后笑嘻嘻地走进去 王盈盈看着姐夫 马上要进来了 她激动地叫上两个妹妹说道 姐夫马上就进来了 咱们赶紧把门关上 嘿嘿 江牧城见状 知道这是赌门的 随即 笑着将红包 从门缝塞了进去 现在 我能进去看我老婆了吧 可以 相当可以 王盈盈拿起红包 然后笑呵呵地将门打开 迎亲有赌门的习俗 不过沈云柔之前跟三个女儿交代过了 江牧城给一个红包就开门 不能多要 小家伙们也非常听话 进到房间 江牧城满心满意地看着苏语萌 老婆 我来了 嘿嘿 苏语萌咧嘴一笑 紧接着 新郎为新娘穿上红色的高跟鞋 戴上红盖头之后 江牧城就抱着苏语萌来到了婚车上 之后所有的接亲人员 包括新娘这边的亲人都上了车 一行人前往今天的婚礼酒店 车上 苏语萌盖着红盖头 她担心地询问着 老公 樊樊和宁宁也坐上车了吧 放心 小菊和小姨 他们两个看着呢 江牧城握紧老婆的手 温柔地说着 很快 举办酒席的酒店就到了 此时宴会厅内坐满了人 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是龙国 赫赫有名的人物 除了这个老板 就是那个老板的 宋清雅和江宝德 在前厅招待客人 很快 结婚典礼开始了 婚礼的司仪 走上前 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 祝福的话 紧接着新郎和新娘步入现场 两人在宾客的见证下 交换了结婚戒指 喝了交杯酒 最后 四一说完了里程 两人才从舞台上下来 典礼结束 服务员就开始上菜 传菜的过程 就跟古代宫廷上的宴会一样 规格非常高 江牧城和苏语萌 和苏红杰 以及小姨一家 坐在一桌 宋清雅和江宝德 则是忙着照顾宾客 没有先吃 看着桌上 全都是好吃的 苏语萌缠的直咽口水 早上 为了显示自己 穿上婚服后的苗条 他一点油水 都没有吃 经过这一过程 他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反正这一桌子 没别的人 他直接加了起来 江牧城健壮 不免心疼地说道 老婆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嘿嘿 知道了 苏语萌色的满嘴 都是他嘿嘿一笑 之前听别人说 自己的洗面最香了 现在看来 果真是这样 吃得差不多了 他懒洋洋地靠在后背上 心满意足地摸着自己 微微鼓起的小肚子 不得不说 这次吃得太好了 彼时 宴会厅的宾客们 吃饱喝足后 大家也都一一离开了 宋青雅和江宝德 见客人走得差不多了 他们赶忙犒劳自己的肚子 现在在场的剩下的 都是自家人 宋青雅一边说着 一边跟媳妇说道 萌萌 你们回去的时候 把宾客们上的礼金拿回去 还有那些宾客们 送的结婚礼物 也别忘记了 好 苏宇萌点点头 带娃出门 外边就是不方便 这回苏宇萌 可是跟江沐成衣 同回的家 沈云柔带着三个女儿 跟苏洪杰回去 准备收拾衣服 再搬回来 到家之后 苏宇萌将凡凡 和宁宁放到床上 她迫不及待看看 李静有多少 随即 她小心翼翼地 将成有李静的箱子 搬到床上 打开之后里边 都是红色的钞票 乍一看 非常多 数钱的仪式感 就是在手上呸一口 紧接着 苏宇萌拿起一把钞票 放在床上敲整齐 然后将钱一卷就开始数 1234 45 46 47 她刚刚数的一小榻 就有5000块 然而这些 还不如里边的万分之一 数着数着 她有些烦躁 本来以为快数完了 没有想到 还有那么多 苏宇萌万万 想不到有一天 她竟然会因为 输的钱太多了而生气 不数了 不数了 这得数多久啊 老公 咱们家的礼金 也太多了吧 你们家的亲戚很多吗 嗯 不算多吧 江牧成 仔细思索着 然后回答着 主要是那些人上的礼 直接是万八千的 要不是国家不允许 因为婚礼大肆敛财 那每家 每户上的合理怕事 有十几万 多的甚至有几百万的 江牧成看到老婆摆烂了 她笑嘻嘻地说道 不想输 就不输了 反正这些钱 都是给你的 你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啊 都给我 苏宇萌 听到老公的话后 疑惑问着 当然是给你了 你是江家的少夫人 不给你给谁啊 江牧成 搂着苏宇萌的 肩膀霸气地说着 那好吧 苏宇萌点点头 然后激动地看 那一踏子钞票 真是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好看 刚刚输的钱 现在她已经忘得 差不多了 随即 她直接 将庄前的箱子盖上 之后 苏宇萌又来到客厅 看看客人送的结婚礼物 她随便打开一个 里边就是用黄金 打造的粪冠 甚至有人送上一顶 价值不菲的皇冠 其实 送的这些礼物 就没有一件 是便宜的 苏宇萌不禁纳闷 难不成有钱人 直接送这些 当结婚礼物吗 这也太豪横了 之后 她小心翼翼地 将这些礼物 放到储存室里安置好 丢了每一件 她都会心疼的 用时不到半个小时 客厅里边的礼品 都被苏宇萌转 到储藏室 看着眼前 马放的整整齐齐地 结婚礼物 她心里开心得不行 回到屋 她跟姜牧成说道 老公 礼物都放进储藏间了 你用的时候 可去里边找 嗯 我知道 姜牧成点点头 然后低头 看向床上的小宝宝 此时她的心里边 有些感慨 时间过得真快 我现在都当爹了 一眨眼可能 要给凡凡 和宁宁准备婚礼了 第114章 系统一出手 就是王炸 这个时候 姜牧成的脑袋里 响起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爹 奶爸系统启动中 系统检测到 宿主完美举行婚礼 特奖励 应降1000亩农场 奖励高鲁基百年酒庄 奖励约翰牛市中心 一座城堡 奖励帝都天特游乐场 百分百股份 听到系统奖励 姜牧成都不禁愣了一下神 系统久久没有动静 结果一出手 就来个王炸 系统奖励 像是不要钱的乱给 果真好狠 而且姜牧成更没想到 这次系统竟给了几个外国货 牛掰 旁边苏宇蒙见老公傻傻地呆笑着 他伸出手掌在老公的眼前晃了晃 老公 想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那么开心 说出来听听没 想到你了呀 姜牧成反应过来 随即将苏宇蒙搂怀里轻易地说道 你想想 咱们蜜月去哪度 啊 你的意思是 咱们要去度蜜月 听到老公说的 苏宇蒙惊喜地询问着 你不忙公司的事情了吗 姜牧成咧嘴一笑 我最近加班加点的工作 就是为了腾出时间 来咱们一家四口去度蜜月 所以 想想去哪 哦 原来是这样 苏宇蒙高兴地点点头 脑袋里想到了好几个地方 马尔代 骏子省 高如鸡 老公 你想去哪里呢 苏宇蒙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他拿不了主意 随意询问着姜牧成的意见 他见老婆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随即说道 干脆咱们来个环球度蜜月吧 你想去的地方咱们都去一遍 好 苏宇蒙高兴地点点头 老公做的这个决定太棒了 他欢喜地抱着老公亲了起来 正在两人亲得忘乎所以的时候 门外传来门铃的声音 苏宇蒙羞涩地推开姜牧成 含羞一笑 老公 可能是小姨他们回来了 我去开门 正在他落荒而逃的时候 姜牧成拉住老婆的手 充满慈性地在他耳边说道 老婆 把我火勾起来了 就想逃吗 嘿嘿 我不是故意的 去吧 等我晚上再收拾你 姜牧成放开了苏宇蒙的手 嘴角泛起得意的笑容 开门后 沈云柔见外甥女的脸蛋红红的 她赶忙摸了摸苏宇蒙的脑袋挂 苏宇蒙见状 疑惑道 小姨 我脸蛋怎么了 感觉到温度正常 沈云柔摇头一笑 没什么 我看你脸蛋红红的 还以为你发烧了呢 嗯 苏宇蒙尴尬地点点头 然后跟在身后 苏宏杰把沈云柔母女几个送到之后 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姜牧成又跟小姨说了一下包子铺的近况 沈云柔本来还想带着孩子 在魔都多玩几天 但见包子铺越来越完善 她想早点回去 也不能一直麻烦姜牧成 所以 饭桌上沈云柔思索了一下说道 萌萌 小成 你们现在也举行完婚礼了 后天我就带着他们撒回帝都了 苏宇蒙听到这个消息 不舍得挽留道 小姨 你们在这多住几天吧 我不想你们走 苏宇蒙也喜欢人多 热闹 有人气 沈云柔文言摇了摇头 大宝和二宝 还要上学 一直请假也不太好 等他们放寒假了 我再让他们过来 好吧 孩子们的学业重要 苏宇蒙明白小姨说的 趁着沈云柔在 姜牧成多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务 所以举行完婚礼的第二天 还是苏宇蒙陪着小姨一家玩耍的 玩完后 回到家才下午三点钟 之前吃海鲜大咖的时候 沈云柔就想着 离开魔都前 要请外甥女一家吃个饭 明天他们一家就要走了 所以只能今天晚上请了 玩了一天 几人躺在沙发上 沈云柔闭着眼睛 询问着 萌萌 晚上想吃什么 我临走的时候 想请你们吃个饭 感谢你这几天 对我们娘几个的照顾 听到小姨的这番话 苏宇蒙抿着嘴巴故作生气道 小姨 你又见外了不是 不用请我们吃饭 咱们在家吃就行了 沈云柔非常坚决地回答着 不行 萌萌 这个饭必须要吃 不是小姨矫情 人家都讲究理尚往来 你不让小姨 回请你们吃饭 那下次我 可不敢再来魔都了 骚得慌 那好吧 面对小姨说的 苏宇蒙只能同意着 不过点什么 她说了算 贵贱她也说了算 之后 苏宇蒙就在手机上找饭店 她想找个便宜的 想让小姨少花点钱 最终 她选了一家骨头馆 上边写着人均33 这物价 在魔都来说 算是非常便宜的了 随即 她激动地跟沈云柔说道 小姨 我想吃大骨头 魔都我知道 有一家非常好吃的骨头馆 咱们去那吃姜大骨吧 沈云柔点点头 高兴地说道行 今天晚上 你可敬地吃 管够 很快 姜牧成也从公司回到了家 苏宇蒙将小姨请客的事情一说 既然两人商定好了 她也就没再说什么 马上就到了吃饭的饭店 苏宇蒙一行人收拾好之后 就出门了 她将导航调出来 让司机跟着导航着 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 才到了这家酱大骨店 不得不说 物件便宜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里 已经是魔都外环了 几人从车上下来 店里边已经坐了不少人 店老板见来的人 这么多赶忙招呼着 客人 里边请 店老板 将两张桌子拼一起 苏宇蒙一行人才坐得下 这家酱谷店店面不大 只有一层 不过吃饭的人不少 幸好苏宇蒙他们来得早 不然就坐不下了 这个时候 店老板将菜单放到几人的手中 热情地说道 你们想吃什么 苏宇蒙见状 开口道 先来五金酱大骨 来一份拍黄瓜 一份老醋花生米 她都是看着最便宜的点的 沈云柔感觉出来 外甥女是在为自己省钱 不过她想好好地请她们吃个饭 不能太小气 随即她指着菜单说 来一份烤鱼 第115章 老板 能打包你家的摊吗 别看店小 酱谷做得软烂入味 闻着非常香 吃了之后也非常的美味 末一会五金的几股都吃完了 就连烤鱼吃的也只剩于骨架 之后 沈云柔又点了五金的几股 每个人都吃得非常满足 肚子也鼓鼓的 最后付钱的时候 沈云柔才付了不到200块钱 不得不说 这顿吃的真是又便宜 又实惠又好吃 苏宇萌看到账单之后 跟姜牧成土槽着 像这样良心的店家不多了 该说不说 店家的手艺非常不错 老公 我想咱们下星期还过来吃 行 老婆想吃咱们随时过来 姜牧成宠溺地摸着苏宇萌的脑袋挂 这个时候 店老板见沈云柔一行人要走 赶忙出来相送 各位客人 吃得好像刺海过来 老板 你做的大骨头那么好吃 我肯定还来 店老板这么热情 苏宇萌也夸赞着 只见他有些不好意思地 询问着店老板 老板 你们家卤鸡骨的汤卖不卖啊 你想做什么 店老板文言 疑惑地询问着 嘿嘿 苏宇萌咧嘴一笑 解释着 我想拿回家煮点面条吃 你这个汤放点面条 绝对香得让人流口水 店老板文言 笑呵呵地说着 原来是煮面条啊 没问题 我去给你多盛一点汤 之前有客人提过这种要求 每次店老板都会热情地 给大家盛点卤汤 就在店老板进入后厨的时候 店门口突然停了很多辆 黑色轿车 紧接着 从上边下来 很多名穿着花衬衫 小脚裤的精神小伙 他们一手叼着烟 卖着二五八万的步伐 走进店内 见有挡到的 这群人一把将他们推开 此时 小弟们站在一旁 最中间的那辆 车里有人下来了 小弟们 尊敬地称呼着 龙哥 龙哥剔着光头 看岁数应该四十左右 他胸前别了一个黑色墨镜 随即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店 店里的客人 见到他们这个架势 赶忙害怕地躲开了 只见龙国 坐在靠近门的那张桌子上 江牧城一行人 就在收银台处等待着 三宝见状疑惑地 询问着沈云柔 妈妈 他们是在拍电影吗 须沈云柔听后 赶忙捂着三宝的嘴巴 生怕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引得他们报复 此时 龙哥身边的小弟 没见到店老板 他嚣张地朝后处走去 王老板 王老板 诶 来了 听到有人叫自己 店老板赶忙将卤汤细口 又多套了一个塑料袋才出来 看到龙哥那群人的时候 他脸色微变 脚步都正住了 只见他美好看地 看向他们冷冰冰地说道 你们怎么来了 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那名小弟 见店老板 不时去刚想动手教训 龙哥摆摆手 然后说道 王老板 我们也是客人 先给我们这群小弟上三十斤酱大骨 吃可以 别的免谈 店老板文言 低着头冷冷地回答着 紧接着 店老板笑嘻嘻地 将卤汤浇到苏宇蒙的手上 笑着说道 这个汤我给你打包好了 外边多给你套了一层 放心 不烫 苏宇蒙见状 笑嘻嘻地接下了 老板 谢谢你 多少钱 我扫你 店老板摆摆手 不要钱 你们吃得开心就行 本来拿上卤汤就可以走了 但是王盈盈和小菊刚刚结伴去上厕所 怕是一会儿才能回来 众人只能在板凳上多等一会儿 等待的过程中 苏宇蒙总感觉有人盯着自己看 等他扭头的时候 发现竟然是隔壁桌的客人 正在色眯眯地盯着自己 苏宇蒙不想惹事 他瞪了对方一眼 然后就将头扭了过去 江牧成也感觉到有人打老婆的主意 他随即跟他换了个位置 看不到漂亮的大长腿 那男人只能作罢 与此同时 店老板将三十斤酱大骨端上桌 这个时候龙哥抬头 看向店老板说道 现在没什么点菜的 店老板坐下谈谈 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谈的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欠 店老板激动地说着 他说完之后就想离开 结果龙哥的小弟将他拦住 然后将他按在了椅子上 龙哥一边啃着酱大骨 一边说道 味道做得确实不错 不过 开店哪有搬迁的钱来得快 你只要签下这份合同 一千万立马到你账上 这点钱不比你类似类的开店墙吗 龙哥平时做点高利贷的小生意 期间他也揭去赶钉子户的男活 只要搞定一家钉子户 他就能收到五十万的佣金 所以这行也是非常的挣钱 店老板 依稀记得龙哥上次来那份合同上 写的是七百万 没想到他们 竟然愿意为这个小破地方 花一千万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肯定是个非常心动的数字 有些人一辈子 可能都挣不到这这么多钱 而他签个名字就可以得到 不过店老板不同意 他非常决绝地回答着 龙哥 这块地方是我爸妈传下来的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所以给我多少钱都不拆 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有些钉子户 是因为钱没有给到位 所以才不想搬 这样的人非常好处理 但是有些人不是因为钱 是因为感情 这部分才最难办 龙哥见状 随即看向身边的小弟点点头 接收到老大的命令之后 小弟们要五喝六地 去骚扰周边的客人 那些客人不敢和黑恶势力 做斗争 大家慌忙吃了几口之后 就赶忙付钱离开了 紧接着龙哥继续说道 从现在开始你一天不签这份合同 我天天来你店里闹 到时候 我让你的店再磨都开不下去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滚蛋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我劝你 还是赶紧签下自己的大名 龙哥本想一礼夫人 但是他发现 有些人只能靠拳头 他都说得这么狠了 本以为对方会乖乖地答应 没想到店老板一把将收购书的合同 给撕坏了 第116章 你们有哪一点比得上我老公 店老板冷哼一声 然后怒气冲冲地回对道 我不签 有什么花招你就放马过来 龙哥健壮 也是气得拍着桌子 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说完之后 手下的小弟就想先桌子 将他的店打砸一下 给店老板一个教训 就当小弟想先苏宇蒙他们桌子的时候 将牧城一把拍下 抬起眼皮 看向男人 冷冷地说道 放下 可能是被江牧城的眼神吓到了 小弟竟然感到了一丝丝的害怕 随即他听话的乖乖照做 苏宇蒙健壮 没好气地说道 老公 这些人真是欺人太甚了 竟然为了一块地皮 威逼利又不成 就明目张胆地找事 还有王法吗 真是太可恶了 他气呼呼地说着 一想到这么好吃的酱大古店 要因为这些小混混们开不了夜 他就感觉到惋惜 可能他再也吃不到 比这还便宜又好吃的小店了 旁边龙哥听到苏宇蒙的话 从椅子上站起来 然后目空无人地说道 小美女 有血腥 老子喜欢 不如你以后就跟了我 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龙哥是个颓痞 他喜欢又长又直的大白腿 苏宇蒙文言 嫌弃地摆摆手 抱歉啊 你这么大的岁数 我真看不少上 你说 你有哪一点能比得上我的老公 我瞎了眼才会选你呢 他直言不会地说着 而姜牧成刚开始很生气 竟然当着他的面 挖他的女人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之后他听到老婆说的那些话 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但是这不妨碍教训不长眼的人 龙哥听到女人这么看不上自己 他当即就想动手 店老板见状 赶忙阻拦道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动我店里的客人 说完之后 老板扭头看向苏宇蒙一行人 劝接道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赶紧走吧 别说苏宇蒙不能走 就算他们能走 也不会走的 姜牧成要是不教训这个人 那他就白在魔独混了 随即他坚定地说道 我要让他给我老婆道歉 否则不走 在店老板的眼中 他觉得姜牧成就是个傻子 此时不走竟然还叫嚣 真是比傻子还傻 龙哥听到姜牧成说的话后 仰天大笑 随即他像是听到什么新鲜的事情 又坐在椅子上 小弟们更是不屑地 看向姜牧成 极尽嘲讽 就你 还想让我们老大给你道歉 我看你是白日做梦 这男人的脑袋 他不是傻了吧 可惜了 长得挺帅的 就是白瞎了 别人看到咱们老大都绕道走 这人竟然还敢往枪口上撞 一定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这女人也是 老大看上他他竟然不知足 非要死皮赖脸地跟着傻子老公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此时 龙哥饶有兴趣地 看向姜牧成咧嘴一笑 我倒是想看看 你是如何让我道歉的 只见姜牧成随手一抬 就抓住他的脑袋瓜 使劲在桌子上磕 小弟们见状 赶忙呵斥的 今天你要是动手 你就玩完了 想要走出这个门 只能横着出去 龙哥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不相信姜牧成敢真的动手 你现在松开我 刚才冒犯我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只要你将你的老婆送给我 我就原谅你 怎么样 姜牧成摇摇头 之后他得意一笑 道歉不是很简单吗 磕几个头就行了 剑磕得差不多了 姜牧成将他丢垃圾一样 甩到了一边 小弟见状 赶忙上前将老大扶住 可能是刚才磕得太多了 龙哥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瓜 天旋地转的 晕得很 缓了好久才缓了过来 之后 他指着强对姜牧成说道 好小子 你有种 今天要是不把你腿打断 老子我就不叫龙哥 小弟见老大只偏了 他好心地动了动老大的胳膊 提醒道 老大 这小子在这呢 被小弟拆台 龙哥没好气地 拍打小弟的脑袋瓜 而小弟非常委屈 他心里覆菲着 我指的也没错呀 老大为什么打我啊 肃玉蒙看到龙哥磕头磕的 眼睛都歪了 捂着嘴巴笑了起来 其中 当属三宝笑得最开心 可能小家伙还不懂 这里边的弯弯绕绕 龙哥看到小孩子都笑话自己 他气愤地指挥着小弟说道 你们给我上 给我打残了他 小弟们收到老大的命令 一个一个地冲了上去 这个时候 门口竟然很多名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墨镜的年轻男人 不用姜牧成出手 这些人直接将那些小混混 打得满地找牙 只见安保队长拎着龙哥的衣服 将他带到姜牧成的面前尊敬道 姜总 这个人怎么处理 姜牧成还没说话 龙哥整个人都惊掉了 他没想到 此人有这么大的能耐 随即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着 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把我当个臭屁放了吧 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 我磕头 之后 龙哥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磕头 磕得鲜血顺着鼻子流了下来 只见姜牧成扭头询问着苏宇萌道 老婆 他 你想怎么处置 苏宇萌冷哼地瞅向他 厌恶道 仗着自己是道上的人 就欺负弱小 那就让他欺负不成 姜牧成知道了老婆的意思 扭头跟手下说道 把他的腿废了 龙哥听到这句话后 吓得脱口出 不行 你们不能废我的腿 我可是魔度安家的人 你们欺负我就是欺负安家 安家大少爷 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劝你们 看在安家的面子上 赶紧把我放了 能在安家大少爷面前 替你们美言几句 龙哥本来不想将 自己跟安家的关系说出来的 但为了保住自己的腿 他也是没办法 他们要的这块地皮幕后老板 就是安家 而他是安家找来 让钉子户搬走的 第117章 二十亿很多吗 听到安家 姜牧成脑袋里有些疑惑 他怎么不知道 魔度还有安家这号人物 随即 他询问着 安家 你说的安家是 龙哥见姜牧成 竟然连大名鼎鼎的安家都不知道 看来连安家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上 只见他得意地说道 安家家主叫安东天 他的儿子叫安一杰 安家是做家具生意的 这是头一次涉及房地产 想打造魔都最大的家具城 保守估计 安家市值20亿 说完之后 龙哥自豪地看向姜牧成 继续说道 怎么样 害怕了吧 你要是不想安家的打击报复 赶紧跪下给我道歉 没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放了你 嘿嘿 你要是不照办 我可就 男人奸笑地说着 姜牧成身边的安保 听到龙哥这番话 心里头哭笑不得 安家那20亿 在姜总面前 都不够看呢 苏宇蒙听完后 哈哈大笑 他好久没听到 这么好笑的笑话了呢 怪不得老公刚刚听到安家时 眼中满是疑惑 看来是身价太低 不够老公看的 随即 他冷嘲热讽地 看向龙哥笑道 你说的那个什么狗屁安家 在我老公面前 连提鞋都不配 区区20亿 就以为自己很牛了 再魔都 就能说得上话了 你不知道 魔都有钱的有很多 而你说的那个安家 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唉 还以为你有什么 很牛的人物撑腰呢 原来就这 苏宇蒙脸了咧嘴 面前这些人 也就是欺软怕硬的主 此时 沈云柔悄悄地 拽了拽外生女的衣服 他感觉苏宇蒙说的话太得罪人了 而那安家 好歹身家20亿 虽然他知道 外生女的老公有钱 但是能大得过人家20亿的 不能为了争议时之气 而后悔终生 随即 沈云柔赶忙在苏宇蒙的耳边 劝诫道 蒙蒙 人家后台身家20亿 咱们犯不上 跟他们起冲突 现在咱们还是走吧 听到小姨的话 苏宇蒙疑惑道 20亿很多吗 连我老公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沈云柔听到后 赶忙附和着 对对对 比不上 你老公最厉害了 所以咱们还是走吧 苏宇蒙赶忙拉住小姨的手 摇头道 不能走 这样的人 就应该狠狠给他一个教训 更何况咱们走了 这家小店以后 被他针对就不能开了 我可不想 让这么便宜 又好吃的小店 毁在这种人的手上 说完之后 苏宇蒙赶忙吩咐道 这个势强凌弱的跳梁小丑 卸他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好好让他长得教训 听到少夫人的命令之后 安保们照做 龙哥看着几个彪形大汉 朝着自己走来 他吓得赶忙说道 你们要是敢动我 安家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啊 随着一声声的惨叫声 龙国坐在地上起步来了 他眼中里充满了杀意 他恨不得将面前的人千刀万剐 都不足以解他的心头之恨 只见他冷哼地 看向江牧成道 哼 今天你们惹到安家了 那就别走了 我现在就给安家大少爷打电话 你们死定了 哦呦 我好怕怕哦 苏宇萌捂着嘴巴激访地说着 龙哥感受到无尽的嘲讽 他心里付匪着 只要安家大少爷来了 这些人都是跳梁小丑 就应该被踩在脚底下 我就在这等着 看看死到临头的究竟是谁 江牧成也想看看 安家大少爷长得什么模样 竟然会跟这样的蠢货合作 降大鼓的老板就在一旁听着 见苏宇萌他们 竟然跟龙哥挑衅 他只觉得 他们都疯了 谢龙哥的胳膊腿 那就是在打安家的脸 随即店老板催促苏宇萌一行人道 你们的胳膊 可拗不过大腿 现在赶紧溜吧 等安家大少爷来了 你们就完蛋了 不用 店老板 你的的担心 完全就是多余的 苏宇萌笑着回答着 既然这些人如此不听劝 店老板干脆什么话都不说了 要是安家大少爷敢动手 那就看他 这个店老板答不答应 很快 跑车的轰鸣声 从巷尾就能听见 龙哥听到后 立马兴奋地说道 安家大少爷要来了 你们的死气到了 龙哥刚说完 将大谷的店就被人推开了 龙哥像是看见旧新四ID 赶忙讨好道 杰哥 就是这些说你们安家屁都不是 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我都表明了 自己是安家的人 他们竟然把我的胳膊 和腿给卸掉了 这不是打安家的脸吗 大少爷 你可要为小的做主啊 安逸杰瞄了一眼龙哥 随即看向江牧成 表情不屑地坐在椅子上 冷冷道 就是 你把我的人打伤了 敢跟我安家作对 那只有一个下场 死路一条 而且 你竟然还敢瞧不起安家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租一些保镖 就能把自己当回事了 别演戏了 现在跪下道歉 留你一句全尸 我呸 苏宇萌听到后 恶心地吐了一口 想让我们跪下道歉 不可能 倒是你跪下来道歉 我就让我老公 放你们安家一条生路 嗯 生路 安逸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像是听到一个 非常好笑的笑话 随即 他冷笑着 你们 给我加生路 知道我们安家吗 我们可是有着 一家价值20亿的上市公司 需要你们给生路 劝你们识相的 赶紧跪下来 给我道歉 安逸杰表情非常不屑 龙哥为了抱自己一条腿 和一只胳膊的仇 随即说道 杰哥 这几个人 说安家就是个屁 连给他们提鞋都不配 而且 他们非常看不起 安家身家20亿 并且他们还说 这20亿 连他们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这些人分明 就是看不起安家 所以杰哥 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嗯嗯 安逸杰点点头 敢诬陷 诽谤安家的人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第118章 这个要求满足你 只见安逸杰 将讥讽地看向江牧城 挑衅道 就你们竟然敢说 安家给你们提鞋都不配 今天我就让你们 看看安家的实力 随着他一声令下 他带来的那些人 朝着江牧城的人奏去 很很快 被对方做得屁滚尿流的 安逸杰看到他们这么惨 气愤地拍着桌子 就你们还自称 自己是非常专业的保镖 呸 说完之后 他扭头看向江牧城身边的那些人 笑着说道 他租你们多少钱 我出三辈 你们以后跟着我 保证让你们吃香的和辣的 他本以为 会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对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 但是现实 是一个都没有 安逸杰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些人说道 他给你们什么好处 我双倍 不 我给五倍 只要你们跟着我 我安家在魔都 也是有头有脸的 跟我干非常有前途 安逸杰说的这些 江牧城身边的安保嗤之以鼻 他们在江家 不仅待遇高 工资高 还有什么世家 能大的过江家 傻子都知道如何选 看吧 明眼人都知道 你安家不行 哈 苏玉萌非常直白地说着 被女人嘲笑 安逸杰非常气愤 你们是魔都谁家的 敢不敢让我安逸杰知道 安逸杰心里想着 要是对方敢自爆身份 那他就让对方家族破产 苏玉萌闻言 笑着说道 我们是江家的人 行 你们给我等着 安逸杰愤怒地说着 冷静下来之后 他开始思考着 据他所知魔都 没有姓江的世家 除了首富江家 不过 他很快掐灭了这个念头 付菲着 这一伙人 绝对不是首富江家的人 那样有钱的人家 怎么会来 这种苍蝇小馆吃饭 这绝对不可能 这边 苏玉萌在旁边等着 他见男人偷瞄这边 随即问道 怎么 你不是让我们等着吗 拿出你的实力啊 安逸杰文言 怒气冲冲地指着 江牧成一行人 你们根本不是江家的人 赶紧说你们是谁家的 苏玉萌见状 咧嘴一笑 我看你们 安家实力就是不行 不然怎么会查不到安家 他说完之后 扭头看向江牧 承笑着说道 老公 他竟然说 咱们不是江家的 这让如何证明呢 江牧成摸着苏玉萌的脑袋瓜 宠溺一笑 很简单 让安家破产就好了 安逸杰听到后 哈哈大笑 只见他的表情变得扭曲起来 真是可笑 让我们安家破产 这种大话 你们也说得出来 这年头 吹牛都不打草稿的 就你们这几个穷酸 还想左右我们安家 下辈子吧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你究竟是怎样 让我们安家破产的 有一句古话说得好 好奇害死猫 安逸杰就是个例子 江牧成听到这个要求后 玩味地看向他 你真的想知道 确定不会后悔 我要是后悔就是孙子 安逸杰冷哼一声 他不相信面前的男人 有这么大的能力 多半是虚张声势 他们安家在摸都摸爬 滚打很多年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既然此人想作死 那就成全他 随即苏宇萌说道 老公 那就让安家破产吧 江牧成点点头 随即拿出手机 给张东城打去电话 只见他没有任何表情地说道 魔都有个安家 让他们破产 是 张东城点点头 挂断电话之后 他就赶紧吩咐下去 一切都交代好之后 他不由得有些疑惑 这个安家是 如何惹到阿诚了 哎 只能怪他们命不好 江牧成放下手机 相信以江家的实力 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将安家破产 而安一杰还嘲讽地笑着 就这 一通电话 就能让我们安家破产 你以为你是谁啊 装装样子就罢了 别装得过火了 其实 不止安一杰不信 就连沈云柔也不相信 虽然他知道 外甥女的丈夫有的势力 但是也不能这么可怕 不仅如此 江大谷的店里边 还有很多看客 他们都不信江牧成说的 店老板无奈地扶着额头 怎么他的店里边 静静这些颠工颠婆呀 一定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都想象成 自己是霸道总裁了 苏宇萌非常相信老公的实力 见男人无所畏惧 他笑嘻嘻地说道 别着急啊 你很快就能接收到 你家破产的消息了 安一杰冷笑道 啊 哪呢 我怎么没收到啊 我真的好啪啪哦 让我安家破产 就是最大的笑话 龙哥坐在地上也附和着 安家在魔都 那可是非常厉害的企业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 一通电话就能让安家破产 杰哥 我就说 这小子脑子有病 一定是精神病 他这么侮辱安家 你可别轻易放过他 放心 赶入我安家的人 就算是调狗 我都不放过 安一杰握紧拳头说着 这个时候 安一杰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苏宇萌见状笑着说道 还不赶紧接啊 这可能就是 通知你安家破产的电话哦 不可能 安一杰不相信 拿出手机一看 来电联系人显示的是爸爸 随即 他接通了 只见对方劈头盖脸的一顿讯 逆子 你招惹谁了 怎么首富江家 竟然要针对一个 急急无名的安家 因为你安家破产了 从今以后 我安冬天没有你这个儿子 安一杰还想说些什么 对方直接挂断电话 苏宇萌见状洋洋得意地说道 看吧 就说是 通知你安家破产的电话 你还不信 安一杰非常难接受这个消息 他疯了似地询问着眼前人 这些都是假的对不对 刚刚那电话 是你们找得托 对了 对了 一定是这样的 我就说 你们几个跳梁小丑 怎么有这么大本事 原来是想瞒天过海 现在被我拆穿了 是不是很慌张 第119章 完 安一杰不想相信这个事实 但是来电联系人告诉他 这都是真的 现在他不仅成了一条丧家之犬 还被赶出了家门 他愤怒地想追到江牧城面前质问着 还没近身 就被保镖拦住了 最后像条狗一样 被扔到了店门口 彼时 将大谷的店里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回过未来 他们不可思议地看着江牧城 真没想到 人家真的一通电话 就让安家破产了 江牧城用实力 让店里的人退逼三省 尤其是店老板 都不知道该坐着 还是该站着了 江牧城看他们拘谨的样子 嘴唇上扬道 我就是个普通人 你们不用害怕 说完之后 他看向店老板说道 安家的产业 我们江市集团已经收购了 这个店你不想搬就不搬 没有人会为难你的 江大谷做得不错 很好吃 希望你继续保持 好好 店家满头满头答应着 他这真是遇到好人了 江牧城离开店的时候 店老板又跑到后 除成了一些酱大谷和大谷汤 眼瞅着车子 马上就要启动了 店老板赶忙拦住 并来到江牧城窗户边说道 这点酱谷头给你们的 谢谢你帮了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希望你们能收下 那就谢谢了 江牧城见状 笑着回答着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转眼就到了分别的时候 江牧城一行人将小姨一家送到了机场 苏宇萌恋恋不舍地拉着小姨的手说道 小姨 你们就不能多待几天吗 我不想让你们走 沈云柔健壮摸着苏宇萌的脑袋瓜说道 我们再不回去 你们几个妹妹怕是要烤灵蛋了 王盈盈听到后 撅着嘴巴摆摆手 才不会呢 我第一的宝座 谁都抢不走 就是 就是 我也能烤第一 大宝和二宝拍着胸铺子说着 两个小家伙学习很好 从来没让沈云柔操心 现在三宝才上幼儿园 还不涉及考试 所以小家伙也很羡慕地说道 以后我也要考第一 好好 你们都考第一 沈云柔温柔地摸着三个小家伙说着 虽然丈夫对他并不好 但是有三个天使女儿 他真的很幸福 机场大厅已经在播报登机信息 沈云柔一家四口 推着行李箱向安检走去 直至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奋力的心情真的很沉重 苏宇萌眼眶都湿润了 江牧城看着老婆伤心的样子 赶忙安慰道 老婆 咱们去度蜜月啊 回来的时候去一趟帝都 看看小姨一家 好好 去度蜜月搂前一秒 还心情抑郁沉重 后一秒晴空万里 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说实话 度蜜月苏宇萌是非常期待的 她最喜欢出去玩了 有爱人陪在身边 有子女承欢西夏 路上还有美丽的风景 这生活简直太美了 未来还在继续 江牧城和苏宇萌的故事 还会更加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